杨诚 一个皮肤略黑 身材干脸 大眼高鼻的女子走进太守府 她身上穿着精致的铠甲 肩膀上两个纯金的湿头尖吞 格外显眼 女子往里走 所有人低头行礼 到了后崖门口 正好撞见马芳 公主殿下 您怎么到了 马芳立即行礼拜见 这个女子便是时乐的二公主石金香 父王呢 石金香粗声粗气地问道 一只手按在腰间的长剑 剑翘金香玉 看起来十分华贵 中贵回道 王上在后崖练功 我给您禀报一声 石金香却抢先一步往里走 把马芳甩在身后 进了后崖 正见到时乐手持大吉 修炼狂失觉 大吉挥舞如风 院子刮起一阵风 旁边伺候的宫女 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石金香见到时乐正在修炼 脸上露出狂喜之色 腰间的金剑枪的一声出鞘 脚下一灯 立时杀向了时乐 王上 公主 马芳走进来 就看到石金香拔剑杀向时乐 马芳又急又无奈 石金香深得时乐宠爱 平时做事无法无天 谁都管不了 现在见到石乐练舞 他居然拔剑冲了过去 换做其他人 这是谋逆大罪 意图弑君 听到长剑出鞘的声音 石乐猛然回头 就看到石金香杀来 石乐微微一笑 手中大吉兰在身前 石金香一剑猛地落下 当 一声脆响 金色的长剑落在大吉上 石乐感觉到了力道 不错 再来 石乐非但不怪罪 反而一脸宠溺 让石金香再来 石金香高兴 手中长剑大开大合 五处倒倒金光 石乐大吉左至右处 将长剑稳稳接住 杀了几十个回合 石金香才收剑入鞘 父王的修为又长了 石金香有些失望地说道 石乐将大吉丢给旁边的粗壮宫女 笑呵呵拉着石金香的手 宠溺地替石金香理了理乱掉的发型 虾尔也好 五夷居然突破了五皇 你的那些弟弟 还不如你 石乐多希望这个女儿是个男的 说到这里 石金香突然说道 父王 大哥怎么回事 还有国师 他怎么会被打成那样 空继和石浩然回到新庆城后 石金香都去看了 石浩然的下巴被射穿 空继更惨 躺在昭提寺不能动弹 右臂听说可能保不住了 石乐微微叹息一声 说道 那丝都是龙承恩那丝干的 石金香感觉奇怪 问道 父王 儿臣听说龙承恩的修为 和国师差不多 国师在真佛寺和龙承恩斗过一场 两人不分上下 为何这次会这样 石金香一直对龙承很感兴趣 空继和尚在真佛寺和龙承打过一次 石金香特意问过空继 石乐拉着石金香坐下来 宫女泡了茶过来 倒了两杯 石乐拿起茶喝起来 石金香却把茶扫到一边 追问道 父王 到底是为何 石乐说道 女帝把东周密法传给了龙承恩 石金香诧异道 女帝居然舍得把皇族密法 传授给一个外人 这个世界武道称王 皇家的修炼密法 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西夏的密法是狂师诀 修炼的人只有石乐 石浩然和石金香 其他王子 公主根本没资格修炼 这么珍贵的东西 女帝居然传授给了龙承 石金香感觉无法理解 石乐冷冷说道 这个地势天妄图一统天下 就把宝压在龙承恩身上 以为将密法传授给他 就能灭掉西夏和南梁 真是可笑 石金香横横地说道 让我遇到 一定要好好讨教一番 这话把石乐吓了一跳 连忙说道 不得鲁莽 如果遇到龙承恩 绝不可与其交手 就用乱剑射他 石乐很清楚龙承的厉害 石金香如果贸然出阵 肯定成为刀下鬼 石金香不悦道 父王 您是不是太抬举那个死太监了 石乐非常认真的说道 此事你需牢记 不得鲁莽 石金香嘴上答应 心里却不服气 他来扬城 就是为了找机会 和龙承斗一斗 父王让你征兵 你带了多少兵马过来 石乐命卢吉昌的疏密院 协助石金香征兵 到现在时间不长 石乐不知道 石金香到底有多少兵马 石金香说道 有一万多 只是还在精师训练 而臣这次 只带了五百猎狼军 石金香喜欢五刀弄枪 手下有一支 跟着他到处打猎的军队 取名猎狼军 这支军队 平时跟着石金香到处打猎 最喜欢狩猎狼群 所以得名 嗯 等过些时日 你回去训练军队 这里暂时应该没有战士 我看到龙承恩 打算占据郑国寺 做长久之计 这里有父王 石乐也有探子 到郑国寺打探 知道龙承在用俘虏屯田 这分明是想打持久战 对此 石乐感觉头疼 西夏的大将死得死 伤得伤 他这个西夏国王 只能亲自作战 朝中的事务 只能委托大臣商量 重要事情 必须送奏折到阳城 十分麻烦 石乐希望龙承速战速决 就在阳城决战 一举击破龙家军 收复镇国寺 自己早日回王城 父王 儿臣一定要和龙承恩 打一仗 白狼山之战 儿臣和龙家军打过 不过如此 当年白狼山之战 石金香也参战了 他手下的猎狼军 也参加了 只不过 那时候石金香 跟着石乐 没有单独行动 石乐皱眉 不悦道 本王说了 不许和龙承恩交战 你若再如此 今日便回去 石金香是石乐的宝贝女儿 他不想石金香被龙承一枪捅了 石金香心里不想回去 嘴上却说道 儿臣领旨 等过些十日 儿臣就回去练兵 石乐这才点点头 说道 不是父王不肯 实在那思太狠了 你想想 德善大师被一剑腰斩 国师被打得重伤 那龙承恩的修为 不是你能对付的 你绝对不能胡闹 听见了吗 石金香微微点头 拿起冷掉的茶水 喝了一口 马芳从外面匆忙跑进来 说道 王上丁颜将军来报 说龙承恩在城外窥探我军阵地 丁颜是石乐心提拔起来的骑兵大将 服勇死了 骑兵需要新的统领 丁颜就是 在哪里 石乐蹭地站起来 马芳回道 就在北门外 石乐看了一眼宫女 宫女立即扛着大吉过来 抓起大吉 石乐大踏步往外走 石金香听闻龙承在城外 高兴地跟着石乐往外走 走出后崖 卫兵立即跟着护卫 马芳快步小跑跟上 到了北面城墙 城上已经聚集了很多人 石乐快步上去 站在城墙上 向北面望去 便看到一队人马 人数不过两百 一个虎背熊腰 眉毛特别浓的中年将军走过来 拜道 王上 龙承恩刚到 只带了这些人 此人便是骑兵大将丁颜 马芳地上一根单筒望远镜 石乐接了 望向龙承 石金香也从身上 拿出一杆单筒望远镜 看向城外的龙承 终于 石金香看到了 传说中的太监王 身上穿着青色铠甲 腰间一柄长剑 手里一杆长枪 两边跟着两名女将 身后是两百人的骑兵 这些骑兵 身穿青色铠甲 看样子都是精锐 这便是龙承恩 石金香心中暗暗嘀咕 感觉和想象中的凶神恶煞 相去甚远 两百人 石金香慢慢放下望远镜 然后悄悄下了城墙 王上 那是逆龄军 丁岩控制着自己的声音 让自己的声音 听起来没有在颤抖 镇国四大战 龙承带三百逆龄军 杀入一万西夏大军 最后杀的西夏军队不敢靠近 这支逆龄军 现在成了西夏军队口中的恶魔军团 石勒从望远镜里 能清晰地看到 龙承骑在马背上 也拿着望远镜看向自己 北门外高岗上 龙承也在看着石勒 张倩首搭梁棚 望着杨成 说道 大人 那个好像是石勒 龙承从望远镜里看到了 笑道 对 就是他 龙承把望远镜递给张倩 手中长枪抬起 指着石勒示意 算是打个招呼 唐黑子和白婷婷 都有望远镜 他们都看到了 大人 杨成的防御攻势 修建得很好啊 几十米的护城河 四周都是空地 适合西夏骑兵冲锋 城墙也加高了 想要攻下杨成 不容易啊 唐黑子看完后 觉得强攻 必然付出惨重代价 龙承点头道 这些防御攻势 都是赵伦设计的 是个人才 张倩从望远镜里 仔细看过后 说道 骑兵冲锋也不利于我们 他们在城外的高地 部署了骑兵 我们的骑兵过去 会被两边夹击 到时候三面受敌 几乎是必败之局 白婷婷问道 那我们没机会了 就这样对质下去 张倩摇头看向龙承 他反正没有办法 只能等龙承的计策 走吧 看完了就回去 石勒不管饭 留在这里挨饿 龙承笑呵呵 带着人往东走 距离石勒的大军 不过千米 此时的西夏大军 似乎也得到了消息 开始骚动起来 但始终无人敢出战 龙承就这么大摇 大摆往东走 石勒就在城上看着 这个龙承恩 太嚣张了 竟敢公然窥探 我军大营 统军使李承烈 极其愤怒 石勒脸色也不好看 龙承刚才拿枪指着自己 这是挑衅 龙承只带了二百逆邻军 石勒却不敢出战 这是耻辱 丁岩 石勒最终还是气不过 丁岩立即败道 末将在 丁岩猜到了 石勒要干嘛 他心中暗暗叫苦 石勒命道 命你带兵十万 务必杀了龙承恩 十万大军围剿 就算龙承有服兵 石勒还有三十万可以激动 丁岩败道 末将临职 咚咚咚 城墙上的战鼓雷响 丁岩亲自点兵十万 往东追杀龙承 石勒就在城头 看着十万大军 浩浩荡荡往东追杀 城外 听到鼓声 唐黑子回头西望 说道 大人 他们追来了 龙承拿出望远镜 往西回望 看到一杆江旗 写着钉字 石勒是不是刚刚选了一个将军 叫做丁岩 唐黑子说道 对 叫做丁岩 刚刚上任不久 龙承黑黑笑道 石勒需要 再选一个将军了 收了望远镜 龙承调转马头 迎着西夏十万大军 冲过去 张倩和白婷婷紧随其后 唐黑子大喊道 弟兄们 杀了敌军大将 逆邻军大呼一声 跟着龙承反向冲杀 丁岩正带着大军追杀 他仗着人多 心中不惧 而且 丁岩还有一个小算盘 他只需要把龙承赶走就行 十万大军往东追了一段 因为石勒在城上看着 丁岩骑马冲在前面 身边跟着几十个将校 将军 龙承安 身边的校尉突然大喊 丁岩吃了一惊 就看到龙承带着逆邻军杀来 丁岩吓得魂不附体 立即拉住缰绳 想让坐下战马停下来 可是丁岩想停下来 身后的骑兵 却还在往前冲 骑兵一旦跑起来 停下来就很难 丁岩被身后的战马 裹挟着往前冲 眼看龙承越来越近 丁岩咬牙怒吼 杀 战马对冲的速度很快 丁岩来不及放乱剑 龙承已经到了跟前 龙承望着丁岩 手中长枪往前一探 丁岩就被捅穿 当场死于马下 杀了丁岩 龙承对着周围的将校 一阵乱杀 张倩挥舞长枪 也专挑将校刺杀 白婷婷追隐剑手起剑落 他不挑剔 是个人就行 剑人就杀 唐黑子和逆邻军 如猛虎入羊群 把重来的骑兵杀出了一个缺口 乱杀了一阵 龙承大喊道 撤 不管逆邻军多厉害 这里毕竟有十万大军 如果继续纠缠下去 会被耗死 逆邻军立即会合 跟着龙承往东沙破重围 扬长而去 失去了主将和统领的骑兵 很快停了下来 眼看着龙承离去 怎么办 丁将军被杀了 还能怎么办 将军都死了 我们撤吧 回去会被责罚的 关我们屁事 走吧 那是龙承恩 你敢追吗 把丁将军的尸首带回去吧 西夏骑兵捡起丁岩 和其他将校的尸首 慢慢回到阳城 时勒在城上没看到丁岩 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 丁岩呢 时勒皱眉在人群中寻找 卢其昌立即下城 在人群中寻找丁岩 丁将军呢 卢其昌贺问道 士兵说道 丁将军被杀了 尸首在后面 卢其昌傻眼了 时勒也从城上下来了 听说丁岩被杀 时勒怒喝道 主将被杀 你们居然临阵脱逃 都斩了 统军使李承列劝道 王上 龙承恩骁勇 丁将军本不是他的对手 主将被斩 将士无所适从 退兵情有可原 请王上恕罪 众位将士低着头 感觉自己很无辜 龙承那么厉害 还让丁岩去追杀 这不是送死吗 时勒看着丁岩的尸体 心中五味杂陈 如今西夏军中 除了自己 已经无人能与龙承对阵了 西夏的高手 差不多都死在了龙承手里 时勒暗暗叹息一声 突然怒道 列阵本王亲自追杀 卢其昌和李承列吓了一跳 慌忙阻拦道 王上不可因一时之怒而犯险 我军人多 立在混战 不在斗江 王上不可因怒出军啊 请王上为江山设计着想 他们恨不得说 你一个人去了也是死 去干嘛呢 何必想不开 将士和官员一起劝说 时勒才气呼呼地回到太守府 在正堂坐下来 马方倒了一杯茶 劝道 王上消消气 龙承恩那丝诡计多端 怕不是就想引诱我军出战 王上不可中了那丝奸计 时勒拿起茶杯 脸色难看地说道 本王岂会不知 只是那丝太过分了 喝了一杯茶 时勒气消了一些 问道 二丫头呢 马方突然愣住了 双目发直地看着时勒 完了 石勒蹭地一下站起来 大吼道 来人 龙承轻易杀破铁药子的围堵 一路往东离开了阳城的范围 杀了丁岩 西夏的士兵根本无意 继续和龙承作战 所以十万大军看起来吓人 实则是营养落枪头 龙承策马跑在前面 白婷婷跟在身后 踢着剑喊道 我太喜欢这种感觉了 张倩见白婷婷高兴的样子 心中暗道 这丫头还是侠客的性格 唐黑子追上来笑道 末将也喜欢 只要大人到了 我们龙家军就是无敌的 这些年 龙承不在御佛关 无剑带着龙家军 基本不出御佛关 龙承到了以后 龙家军连破西夏树阵 杀敌几十万 唐黑子感觉十分畅快 身后的逆龄军大呼道 我等也很畅快 龙承回头笑道 以后还有 本王带弟兄们杀个痛快 逆龄军放声大呼 哇 那边有人来追 突然 逆龄军校尉甘震 指着侧面大喊 龙承放慢速度 逆龄军也慢慢停下来 追兵越来越近 龙承逐渐看清楚了 那是一支女子组成的骑兵团 人数在五百左右 女人 唐黑子惊讶地说道 白婷婷有些不高兴 说道 女人怎么了 唐黑子摇头说道 西下有女子军团吗 我们大洲才有啊 张倩也感觉奇怪 他从未听说 西下有女子骑兵团 龙承望着奔袭而来的骑兵团 提枪走到前面 校尉甘震 下令逆龄军列阵 虽然是女的 甘震也不敢怠慢 战场之上 形势瞬息万变 交兵必败 走近了 龙承终于看清 这支女子骑兵团的首领 是一个戴金盔 穿金甲 配金剑的女子 身后五百女子 各个身穿金甲 腰带利刃 马背上还有硬弓 这个打扮 一看就是西下的公主 但龙承对西下的公主 没什么印象 不知道眼前这个是谁 太监龙承恩 石金香拉住马匠 腰间金剑拔出来 指着龙承冷笑 身后的猎狼军 纷纷拔刀 准备厮杀 龙承看着石金香 问道 你是石乐的哪个女儿 石金香冷笑道 记住了 本公主是大侠二公主石金香 今日特来取如狗头 龙承脸色冰冷 看到石乐的女儿 龙承心中又想起 父兄和十万龙家军 那场惨烈的厮杀 白婷婷骑马出来 指着石金香骂道 贱人 你敢无礼 石金香看着白婷婷 冷冷笑道 呦 你是这个太监的拼头吧 长得挺不错的 为何这么想不开 跟一个太监 我们大厦王宫 有的是太监 你要几个 白婷婷大怒 踢着追影剑 杀向石金香 石金香并不出马 身后一个女将冲出来 和白婷婷斗在一起 石金香指着龙承说道 父王说 你很厉害 本公主今日要讨教一番 龙承看着石金香 冷冷说道 知道我是谁吗 石金香冷笑道 知道 东周的太监 没把的东西 张倩和唐黑子 气得火冒三丈 龙承却语气冰冷 丝毫没有在意石金香的讥讽 淡淡说道 我是龙家军的 石金香没有反应过来 哈哈笑道 本公主知道你是龙家军的 这些不就是什么 逆龄军事吧 听说很厉害 龙承脸色依旧冰冷 微微摇头说道 不 我说的是白狼山的龙家军 石金香微微愣了一下 随即反应过来 龙承说的是龙爷 石金香突然哈哈大笑道 原来是龙爷的余孽啊 记起来了 当年我跟着父王也去了 杀了不少龙家军的狗贼 本公主身后 这些猎狼军 当时也在 他们手上 都有龙家军的狗命 身后的猎狼军 哈哈哄笑 龙承微微点头 语气冷静到可怕 慢慢说道 哦 原来你也在啊 石金香冷哼道 当然 本公主当年 龙承突然抱起 腰间黑剑拔出 猛地扑向石金香 石金香吃了一惊 手中金剑对着龙承劈来 枪 石金香感觉到一股距离 比石乐更强的力道 震得手中金剑脱手倒飞出去 石金香心头俱震 他没想到龙承这么强 来不及多想 龙承已经到了跟前 石金香躲闪不及 被龙承一拳轰在胸口 扑 石金香根本抵挡不住 被一拳打得飞起来 龙承一脚踩在马背上 汉鞋宝马被一脚踩断脊背 轰然扑倒在地 龙承追上还在空中的石金香 一手抓住胸前的一甲 狠狠地往回一甩 石金香像玩偶一样倒飞回来 狠狠砸在地上 龙承落在猎狼军中间 手中黑剑横扫一圈 十几个猎狼军被腰斩 血喷剑而出 发出一阵惨叫 龙承动手 张倩大喊一声 杀 唐黑子带着逆龄军冲杀过去 张倩提着长枪 杀向猎狼军的女将 只一个回合 张倩斩了女将 白婷婷见女将已死 立即冲进了猎狼军 一阵乱杀 这些女子打猎还行 遇到逆龄军这样的精锐 自己就是猎物 很快 五百猎狼军被全部歼灭 白婷婷收了黑剑 慢慢走到石金香面前 她还在地上躺着 嘴里时不时吐出一口血 白婷婷走上前 一脚踩在石金香的脸上 骂道 贱人 还敢不敢嚣张 石金香侧头看着 被拳肩的猎狼军 她终于知道 龙承的恐怖了 杀了这个贱人 白婷婷追引剑 直抵石金香的喉咙 她非常愤怒 龙承冷冷说道 杀了太便宜 带回去把 石乐的宝贝女儿 大有用处 轰隆隆 一阵沉闷的马蹄声传来 校尾甘震趴在地上 听了一会儿 起身说道 大人 至少二十万骑兵 龙承冷笑道 你的父王来救你了 石金香闭着眼睛不说话 龙承冷冷说道 带回去 走 白婷婷一手提起石金香 放在马背上 跟着龙承快速往回赶 龙承走了不久 石乐带着二十万大军 到了现场 看着满地的尸体 石乐翻身从马上下来 在地上寻找石金香的尸体 其他人跟着一起找 王上 公主不在这里 卢其昌仔细找了一遍 没有看到石金香的尸体 二丫头在龙承恩手里 石乐又喜又怒 高兴的是石金香没有死 愤怒的是 居然落在了龙承的手里 众所周知 龙承好色诚性 简直是色魔 自己的女儿 落在了龙承手里 那 石乐想到这里 一阵蛙心之痛传来 随本王杀往郑国寺 石乐暴怒 上马往郑国寺冲 卢其昌和李承烈 都不敢劝阻 他们知道 此时去不明智 但是谁敢说不去 二十万大军 轰隆隆往前冲杀 龙承听着身后的马蹄声 冷冷对着石金香说道 本王 正愁石乐不来 没想到你送上门了 本王要感谢你 把你父王的大军引来了 石金香嘴里和鼻子还在滴血 他什么话都不说 这一刻 他悔恨至极 本以为可以带着五百猎狼军 活捉龙臣 没想到 自己被活捉了 辛辛苦苦训练多年的军团 在逆临军面前 居然不堪一击 全部被杀了 不过 石金香心中还有一丝侥幸 石乐带了二十万大军追来 他相信自己的父王能救出自己 石金香心中甚至在想 等石乐和龙臣交战之时 他就在挣脱束缚 从里面杀出来 和石乐来个礼应外合 哒哒哒 很快 石金香看到了龙家军镇守的镇国寺 到了镇国寺山下 龙臣大喊 备战 听到将领 吴剑和吴楚楚一众将领 立即备战迎敌 他们远远望见了扬起的尘埃 知道西夏的大军杀来了 龙臣策马进了镇国寺 吴剑在城墙上 望见石乐大军 从远处追来 吴楚楚几人 立即下令备战 龙家军立即上了城墙 符慧立即呵斥 正在耕种的俘虏回去 有些俘虏听说石乐大军到了 转头就往西边逃跑 逆龄军进了城墙 白婷婷把石金香丢在地上 冷笑道 把这个西夏公主绑起来 龙家军立即冲上来 把石金香五花大绑 吴剑看着石金香 诧异地问道 大人 你怎么抓了西夏公主 石金香被绳子捆绑 嘴巴和胸前的铠甲带血 头发散乱 样子很狼狈 但两只眼睛却死死瞪着龙晨 看得出来他心里不服气 这个贱人参与过白狼山血战 手里有兄弟们的血 听到此语 吴剑怒发冲关 一手提起石金香怒喝道 好啊 今日用你的投机电死去的弟兄 石金香被吴剑的样子吓到了 他没想到 过去这么久的事情 居然还有人如此愤怒 老吴 先留着 石乐马上来了 这是他的宝贝公主 还有用 龙晨冷冷说了一声 吴剑将提起的石金香狠狠灌摔在地上 一口谈吐在石金香脸上 骂道 贱人等着 有你好受 石金香像一条母狗一样 蜷缩在地上 从小到大 她是膝下的二公主 石乐的掌上明珠 从未受过如此屈辱 你们这两个龙家军余念 我父王一定会将你们碎尸万段 把你们扔到白狼山陪葬 石金香吐出一口血水 恶狠狠地骤马 龙晨不理会母狗一般的石金香 放眼望着西边的阳城慢慢接近 石乐的大军到了城下 城墙上的龙家军已经准备好厮杀 床子弩和神秘宫全部准备 独孤伽厉让投石车准备好 龙家军骑兵在两侧 随时准备冲下去厮杀 龙晨站在城头 手持长枪 冷冷看着石乐 城外一百多米处 石乐大军停下来 石乐在中间 卢奇昌和李成烈在两旁 其他将校簇拥在旁边 刚刚被龙晨杀了一批将帅 此时身边的将领 有点歪瓜裂枣凑数的感觉 石乐望着龙晨 缓缓拍马上前 卢奇昌立即阻止 王上不可往前 小心冷剑 石乐冷冷说道 龙晨恩的冷剑 伤不到本王 不顾众臣阻拦 石乐拍马缓缓往前 龙晨在城上看着 说道 别放冷剑 独孤伽厉的语剑 已经对准了石乐 听到龙晨的话 独孤伽厉缓缓说了话雕工 到了城下 石乐手持大吉指着龙晨 语气愤怒地说道 放了二丫头 本王今日不攻城 龙晨俯视石乐 冷冷笑道 石乐 你女儿就在我手里 有本事你攻城啊 本王想看看 你的骑兵如何送死 石乐带来的都是骑兵 如果强行攻城 下场就和上次一样 龙晨回头看了一眼 叶长一把提起石金香 放在墙朵上 父王 石金香看到石乐 大声地呼喊 石乐抬头看着石金香 嘴上带血 铠甲也带血 身体被绳索捆绑 样子很可怜 二丫头 石乐怒目元争 手中大吉 微微颤抖 她的宝贝女儿 何时受过这等屈辱 身后的大军 看到石金香被捆绑 也都面露震惊之色 二公主被活捉了 居然落到了龙晨恩的手里 公主的清白 闭嘴 身后的将士议论纷纷 都觉得石金香完蛋了 落到龙晨这个色鬼手里 想死都难 石金香在墙朵上用力挣扎 哭喊道 父王救我 看到石金香哭泣求救的样子 石乐心都碎了 龙晨看着石乐悲愤的样子 冷冷笑道 石乐 失去亲人的感觉好吗 想起父亲龙野 被耶律宏斩下头颅 做成祭品 供奉在狼神面前 想起四个兄长 被斩首做成骷髅 镇压在降魔殿下 龙晨此时 恨不得一刀斩下石金香的头颅 当球踢 石乐指着龙晨大骂 狗贼下来与本王一战 龙晨哈哈大笑 你是我对手吗 石乐暴怒 立骂道 本王今日必杀儒 龙晨从城墙上一跃而下 手中长枪 直取石乐 咚咚咚 吴剑拿起鼓锤 敲响了战鼓 龙家俊跟着一起雷鼓助威 石乐见龙晨下来 立即策马往前 手中大挤对着龙晨刺过去 石乐和龙晨 此时心中都有一团怒火 两人都尽了全力 龙晨根本不躲 迎着大吉 手中长枪刺出 大吉和长枪撞在一起 爆出一阵巨响 石乐坐下战马 被震得摇摇欲坠 一击过后 龙晨落地 手中长枪一抖 对着马上的石乐 刺出一枪 石乐大吉猛地下劈 长枪被压下 石乐大吉猛地扫向龙晨的脑袋 石金香见两人斗江 大喊道 父王 杀了他 杀了他 石金香恨不得将龙晨碎尸万段 他心里已经想好了 等杀了龙晨 就把龙晨的头颅做成骷髅 供奉在祥摩殿 让祥摩佛镇压 要龙晨永世不得超生 石乐和龙晨斗江 城上吴剑和张倩一众将校 丝毫不慌 他们早就见识过了 石乐不是龙晨的敌手 就算龙晨杀不掉石乐 也绝对不会吃亏 西夏那边却慌了 上次石乐和空继联手 六个一起都打不过龙晨 这次石乐居然单挑龙晨 卢奇昌焦急地抓紧马江 伸长脖子看两人厮杀 王上此举不明智啊 统军时李成烈焦急地说道 卢奇昌对身边的将校说道 所有人做好准备 随时准备接应王上 身后的骑兵 立即做好冲锋抢人的准备 城下龙晨和石乐还在厮杀 石乐骑着汉邪宝马 居高临下猛踢 龙晨枪法精妙 每次都能躲过大己的攻击 石乐越杀越怒 龙晨却气定神闲 越来越冷静 白婷婷双手扶着强躲 奇怪地说道 怎么回事 大人今日为何杀不过 张倩微微摇头 说道 可能大人另有打算 石金香冷笑道 什么打算 父王狂诗诀大成 龙晨恩算什么东西 女帝那些功法 根本不是我大下秘法的对手 张倩转头看向石金香 问道 狂诗诀 这就是你西夏的秘法 石金香冷笑道 告诉你又何妨 这就是我大下镇国之宝 白婷婷忽然明白了一些 说道 大人在试探石勒的功法 故意与他缠斗的 张倩微微点头 说道 有道理 石金香微微一正 随之继续嘲讽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 什么试探 这个太监死定了 城下 龙晨不法沉稳 手中长枪扎向石勒要害 石勒的大脊不断落下 隐隐有狮子薄兔的感觉 杀了一阵 坐下战马体力不支 速度慢了下来 石勒心中焦躁 索性从马背上一跃而起 手中大吉猛地劈下 龙晨架起长枪 稳稳接住大吉 石勒大踏步往前下压 龙晨顺势往右掀开 长枪在身后绕一圈 刺向石勒咽喉 石勒收回大吉 隔开长枪 同时大手一抓 居然抓住了长枪 石勒大步往前 冲到身前半米之处 抬脚踹向龙晨心窝 龙晨立即松开长枪 侧身躲开石勒的脚 同时抬起一脚 踢向石勒左手 石勒一脚落空 龙晨却精准地踢中了 石勒的左手腕 大吉飞了出去 龙晨抢了几步 接住了半空中的大吉 石勒则拿到了龙晨的长枪 两人的兵器互换了 龙晨颠了颠大吉 便将大吉插在地上 他不会用大吉 拿了没用 石勒也一样 他不会用枪 拿了也没用 干脆丢在一边 父王 打死他 石勒相见两人都不用兵器 知道要开始比拳脚了 石勒双拳紧紧握住 脸上的胡须微微颤抖 看起来真像金毛狮王 龙晨冷冷一笑 正面冲了上去 城下 石勒和龙晨 赤手空拳对战 龙晨使出阴风掌 周身刮起一阵寒风 十个手指便为利爪 抓向石勒要害 石勒周身鼓荡一阵霸道的气息 好像狮子附体一般 喉咙里发出震动的声音 龙晨利爪抓向石勒咽喉 石勒抬肘隔开 同时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 这声音听起来很像大猫的咕噜声 但是很响 随着沉闷的响声发出 石勒的拳头似乎产生了震动 将龙晨的力爪震开 刚才斗兵器的时候 龙晨就感觉到 石勒的大吉每次落下时 都有一股震荡之力 现在拳脚格斗 震动的感觉更加明显 龙晨反手又抓向石勒的心窝 那里有护心镜挡住 石勒并不在意 拳头对着龙晨的脑袋轰过来 哗啦一声响 龙晨在护心镜上留下四道抓痕 石勒的拳头轰过来时 龙晨侧身躲开 拳头落空 龙晨抬脚踹向石勒的小腹 石勒不退反进 小腹对着龙晨的脚撞上来 哗 石勒怒吼一声 小腹鼓荡震动 反将龙晨震开 石金香看石勒占了上风 大笑道 父王杀他 快点杀了他 吴剑和张倩一帮人 没有理会石金香 都在紧张地 看着城下的打斗 龙晨被震开 他有点明白 狂视觉的特殊之处了 龙晨 圣安 本王早说了 女帝没有将秘法 真正传授给你 打了几个回合 石勒发现 龙晨没有他想得那么厉害 当然 也可能是这些时候 自己修为提升了 总之 石勒觉得 龙晨不过如此 龙晨黑黑冷笑 是吗 龙晨突然加速 对着石勒正面冲过去 石勒迎着龙晨轰出一拳 龙晨变掌维权 对着石勒也是一拳 石勒使出全力 想和龙晨接接实实对上一拳 眼看龙晨到了身前 身形突然一闪 周围出现树道残影 同时扑向石勒 石勒心头一震 这是白鸟嘲讽觉的秘术 可以变化出多道影子 眼看几个龙晨同时出现 石勒后退一步 张开大嘴 猛地发出一声嘶吼 吼 石勒身前突然扬起一阵沙暴 城墙上的士兵 被声音震得难受 有的士兵耳膜被震穿 鼻子流血 吴剑和张倩 修为高得还好 只是感觉浑身难受 白亭亭和吴湘云 感觉胸口憋了一口气 气都不顺了 石勒相见石勒使出了士吼弓 激动地瞪大了双眼 想看被近距离正面攻击的龙晨 会是什么惨象 碰 沙暴的尘土还没有消散 石勒身体往后滑出树米 龙晨稳稳落在地上 残影消失了 但龙晨并没有受伤 原来佛门阵阴 是学你的士吼弓 龙晨呵呵笑了笑 石勒两脚插开 稳稳站在地上 眼里有诧异有不甘 他用出了绝招 却无法阻止龙晨 龙晨安 把二压头放了 郑国寺给你留着 石勒松口了 他知道奈何不了龙晨 龙晨冷冷笑道 郑国寺本就在我手里 要你给 石勒看着龙晨 又抬头看了一眼石金香 然后慢慢走到大吉前 弯腰捡起大吉 石勒慢慢往回走 龙晨看着石勒离开 捡起长枪 一跃回到了城墙上 石金香眼睁睁看着石勒离开 绝望地大喊 父王 父王 夜长冷笑道 别喊了 你的父王就不了你 石勒默默走回大军 卢其昌牵了一匹马过来 石勒将大吉丢给卫兵 自己翻身上马 脸色凝重地往西走 卢其昌回头望了一眼 哭喊求救的石金香 带着骑兵跟随石勒往回走 骑兵渐远去 石金香哭得眼泪鼻涕呼在脸上 身体随着抽气微微颤抖 死心吧 拾了走了 吴剑冷笑 想起当年白狼山的惨状 吴剑真想活寡了石金香 大人 怎么处置 夜长提着石金香问道 龙晨瞥了一眼 哭到颤抖的石金香 冷冷说道 关起来 给我留着 何君陶走过来 说道 我来吧 夜长知道 何君陶折磨人有一套 把石金香给了何君陶 龙晨回到山顶房间里 张倩跟着进了房间 反手把门关上 夫君 你没事吧 张倩替龙晨解开铠甲 龙晨咳嗽一声 吐出一口带血的痰 别人看不出来 张倩却知道龙晨受伤了 龙晨笑了笑 说道 五圣留下的密法果然厉害 正面接招不行 龙晨刚才故意正面接了一招 想试试西夏密法 到底威力如何 张倩说道 石金香说 西夏密法叫狂失觉 龙晨又咳嗽两声 把带血的痰全部吐掉 原来昭提寺的佛门阵音 出自西夏密法狂失觉 有点意思 张倩担忧地问道 夫君 吃些药吧 龙晨摇头说道 不至于 修炼一下就能恢复 我敢正面接他一招 就有把握扛住 石乐也好不到哪里去 所以才会主动退让 龙晨正面接了石乐一招 石乐也被龙晨正面击中 今日石乐出来了 为何夫君不趁机进攻 张倩感觉有点可惜 今日石乐主动带兵追击 龙晨却没有趁机杀一阵 龙晨摇头说道 石乐带兵救人 他们心中憋着恨意 所谓挨兵必胜 我们仓促迎战不是好事 老子 道德经 说霍莫大于轻敌 轻敌击丧无宝 故抗兵相加 挨者胜矣 石金香被抓 膝下士兵悲愤 一定会拼死战斗 龙家军则是仓促应战 这时出兵不力 所以龙晨没有出兵 当然 如果石乐想用骑兵强攻城池 龙晨很愿意杀他几万人 但石乐最后还是恢复了理智 选择退兵 我找一粒丹药 张倩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瓶子 道出一粒疗伤的丹药 夫君 把药吃了 龙晨笑着张开嘴 喂我 张倩娇声骂道 什么时候了 还骚 捏着丹药 张倩往龙晨嘴里送去 龙晨却歪头躲过 说道 不是这样喂 张倩把丹药放进自己嘴里 然后镀进龙晨口中 嗯 这丹药味道好极了 龙晨笑嘻嘻抱着张倩 张倩劝道 受伤了别闹了 等伤好了 你要怎么样都行 龙晨笑问道 我要的丝绸到了吗 张倩修道 到了 等夫君伤好了 随你怎么保我都行 龙晨放开张倩 就在房间盘腿修炼疗伤 石勒带着大军 缓缓回到阳城 路上一言不发 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大军回到阳城时 城外的军队 都在问公主 有没有就回来 当得知石金香 没有就回来时 军队的士气深受打击 石勒最宠溺的公主 才刚刚到阳城 就被掳走了 石勒带了二十万大军 却没能把人带回来 二公主是王上最喜欢的公主 居然这么没了 龙承恩啊 落到了龙承恩手里 公主完了 死了还好 活着 哎 恐怕 膝下将士都觉得 石金香完蛋了 会很惨 石勒步履沉重地 回到太守府后衙 马方在旁边站着 不敢说话 扑 突然 石勒猛地喷出一口血 随后又连续呕出 几口黑血 马方吓得慌忙大喊 薛太医 传薛太医 旁边的宫女也被吓到了 个个站在旁边瑟瑟发抖 不敢动他 石勒一手扶着石桌 一手捂着胸口 感觉喘不上气来 狮吼宫击中了龙承 龙承的拳头 也击中了石勒 刚才的打斗 黄狮爵确实威猛 压制了龙承 但龙承的修为在石勒之上 石勒也没有占到便宜 忍了这么久 石勒终于吐血了 薛太医很快进来 看着地上的黑血 慌忙给石勒把脉 薛太医 马芳急得浑身颤抖 薛太医把脉过后 说道 王上体内气脉受了重疮 需要好好调养 石勒自己早有预料 他施展施口弓的时候被击中 气脉肯定受损 微臣给王上配些药刑器 薛太医立即回去煎药 马芳扶着石勒起来 慢慢走进房间 马芳想扶着石勒躺下休息 石勒却说道 拿笔墨来 马芳立即拿来笔墨 石勒趴在桌上 写了一封密信 说道 封好 即刻送往昭提寺 马芳扶着石勒在床上躺下 又让宫女看着 自己立即将信封好 然后派特使送回昭提寺 很快 薛太医得要监好了 马芳伺候石勒扶下 镇国寺 白婷婷坐在房间里 掏了掏耳朵 说道 石勒的声音那么大 差点把我的耳膜震穿了 吴湘云说道 有的士兵耳膜已经穿了 石勒的狂尸觉这么厉害 夫君没事吧 石勒在城下施展了 狂尸觉 白婷婷和吴湘云 都被吓了一跳 他们很担心龙尘受伤 应该没事吧 倩倩不是在房间里 独孤家里修为高 狂尸觉只让她当时 感觉有些不舒服 现在都好了 倩倩 她不会再和夫君做修修吧 吴楚楚突然说道 白婷婷揉了揉耳朵 感觉还是有点嗡嗡的响声 有可能 完全有可能 我们去桌间再床 白婷婷站起来 感觉有点站立不稳 吴湘云说道 算了吧 别闹 白婷婷重新躺下来 说道 怎么回事 耳朵不舒服 怎么站不稳 吴湘云说道 我也有点 休息一下吧 两人抱在一起睡觉休息 时乐写了一封密信给空记 马芳立即安排信使 送回昭提寺 信使快马加鞭 进了新庆城 送到了昭提寺 进了寺庙 信使找到普玄 王上有密信给国师 信使焦急地说道 普玄立即带着信使 进了方丈室 空记正躺在床上 两个弟子正在房间里陪护 国师 王上有密信 信使从怀里拿出一个竹筒 呈给空记 空记 和尚接了 说道 有劳 信使退出房间 立即回去复命 空记打开竹筒 拿出里面的密信展开 仔细看后 空记和上面色更加难看 普玄挥挥手 两个陪护的弟子 双手合十行礼 立即退出房间 师弟 怎么了 普玄扶着空记 往上挪了挪 空记和尚说道 王上 让我求助乌司国 普玄微微震惊地说道 求助乌司国 我大夏 已经无人是龙承恩对手了吗 空记和尚闭目叹息道 悔不该当初啊 早知道龙承恩会变成这样 当初不管怎么说 也要杀了他 当年 龙承带兵 平定锦天烈叛乱时 空记曾经出手阻拦 那时候的龙承 在药物催动下 变得壮落疯癫 空记和尚虽然打得吃力 但如果全力一战 杀掉龙承不是问题 可惜那时候 时乐不响和东周开战 天下辉又答应了龙承调和 不让西夏插手 到现在 天下会被龙承灭掉了 西夏又被龙承逼到如此境地 空记懊悔万分 早该下决心杀了龙承的 师弟 那你打算如何 空记微微叹息道 王上有命 而且 我们确实 无人是他对手了 普玄脸色凝重 说道 可是 乌斯国路途遥远 这一去一回 恐怕耗时甚多 西边的大漠又不好走 西夏和乌斯国隔着大漠 只有逐利的商队 愿意横跨大漠 一般人绝对不会往西边跑 空记看着普玄说道 现在是春季 好处是天气不热 坏处是风沙正大 西夏如今岌岌可危 龙承恩随时可能勾结蛮族 全面进攻西夏腹地 我们有亡国之威啊 普玄知道空记的意思 出使乌斯国 必须是德高望重的人 派一般的人去 肯定不行 昭提寺被分够的 只有普玄和洪志 可是普玄真的不想穿越大漠 师兄 大夏如果亡了 我们归一佛的正中就没了 龙承恩纳斯 又在镇国寺新建寺庙 让福慧这个叛徒当方丈 宣扬摩羯的妖法 龙承恩如果攻破新庆城 昭提寺肯定会被清洗 到时候你我有何面目去见师父 空记说的言辞恳切 普玄默然无语 空记继续说道 我会让洪炉寺的人 跟师兄一同上路 寺里也有弟子跟着师兄一同去 路上虽然艰难 但安全绝对不会有问题 事情办成了 这便是大功一剑 等击败龙承恩 夺回镇国寺 师兄可以当镇国寺的方丈 普玄的辈分更高 但因为修为不行 镇国寺的方丈由德善担任 现在德善死了 空记就说让普玄来 有了这个好处 普玄才稍微动心 说道 到红炉寺那边 师弟去说 空记说道 我身为国师 又有王上秘姓 红炉寺会听我的 国师这个身份 可不是摆设 时乐给了空记实权的 再加上有秘姓在此 红炉寺的人必须听令 普玄点头道 我去准备一下 我选一些信得过的弟子 空记微微点头 说道 把善针叫过来 普玄起身出了方丈室 门外 站着两个弟子 其中一个眉清目秀 脑袋很圆 便是空记说的善针 善针 方丈找你 善针立即进了方丈室 空记吩咐道 把红炉寺卿找来 善针立即出了招提寺 在王宫红炉寺 找到了红炉寺卿 唐国龙 听说空记有事 唐国龙立即到了招提寺 进了方丈室 唐国龙看到空记的样子 关切地问道 国师好些了吗 空记刚回来的时候 唐国龙来看过一次 空记笑了笑 说道 唐大人请坐 唐国龙坐下来 空记说道 承蒙唐大人关心 建区好些了 今日找唐大人过来 是因为王上有秘址 空记把密信递给唐国龙 唐国龙起身双手接了 仔细看了密信内容 立即明白空记的意思 国师想让我出使乌司国 空记点头道 对 贫僧知道这路途难走 若非贫僧身体这副模样 理当贫僧自己去 平僧的师兄普玄慧 带着四中弟子 与唐大人一同前往 还请唐大人莫辞辛劳 唐国龙为人正直有担当 历史说道 国家存亡之际 岂敢说辛劳二字 我立即回去准备 只是到乌司国的文书和礼物 还请国师做主 去求人办事 总不能空着手去 肯定要带上宝物 空记说道 此事平僧会安排 唐大人放心 唐国龙将密信还给空记 起身拜道 我这就去准备 空记点点头 说道 善真 送唐大人 善真送唐国龙 出了招提寺 回到方丈室 空记说道 扶我起来 善真担忧地说道 方丈身体还没好 就要起来 空记说道 平僧要进宫见王后 必须如此 唐国龙是红卢四卿 可以请他来招提寺面译 王后不可能请过来 只能空记亲自去 善真无奈 扶着空记起来 换上一袭红色的袈裟 又安排了一顶轿子 几个人抬着进了宫里 到了宫里 空记和尚禀 禀报求见王后 就在偏殿候着 过了会儿 一个长相雍容华贵 年纪四十左右的女子 走进来 身上穿着金色的凤袍 头戴翠雨凤冠 此人便是膝下王后卢梦 平僧空记 拜见王后 空记双手 何时行礼 王后在自己的位子上 坐下来 看着空记的样子 抚慰道 国师请坐 身体要紧 空记谢过 就在旁边坐下 国师有何事 卢王后知道 此时求见必有要事 空记起身 拿出秘信 说道 王上送来秘纸 让平僧到乌斯国求援 有些事情 需要王后恩允才可 王后身边的侍女 立即接了秘信 呈给王后 卢王后看过 立即知道空记的意思 说道 国师要国书和宝物吧 空记拜道 正是 卢王后说道 好 本宫这就准备 卢王后是个贤后 坐视雷厉风行 立即亲手写了国书 又拿来玉玺盖上 后宫也拿出了几箱宝物 放在偏殿中间 国师 国书和宝物都在此 空记和尚拜道 谢王后 卢王后说道 国师多礼了 都是为了大侠 请国师费心 务必请乌斯国高手回来 杀了龙成恩报仇 时昊然是卢王后的儿子 受了那么重的伤 卢王后心如刀割 石金香也是卢王后的女儿 她还不知道 石金香被抓了 空记拜道 平僧功领一旨 平僧告退 王后命人 将箱子抬回昭提寺 空记和尚 跟着回到昭提寺 卢王后回到后宫 问身边的侍女金沙 夏儿前些天去了阳城 她没有胡闹吧 侍女金沙小心地回道 没听说 王上在那里 二公主应该还好吧 卢王后微微摇头 说道 本宫小时候管得不够 就怕她又胡闹 说道石金香 周围的宫女 看起来都有点忌讳 卢王后也不再问 空记和尚坐轿子 回到昭提寺 红卢寺亲唐国龙 已经准备好了 唐国龙为人正直 红卢寺的风气也很好 手下都是些 愿意为国牺牲的人 当此危难之际 他们愿意跟随 唐国龙出使乌司国 唐大人辛苦了 国书和宝物都准备好了 空记和尚 将装有国书的盒子 双手奉上 唐国龙恭敬接了 拜道 国师放心 定不辱命 小心收了国书 唐国龙问道 普玄大师好了吗 我打算今日就启程 空记问道 唐大人不回家告知一下吗 这一去 可能一两年的时间 也可能回不来 唐国龙说道 不用了 国家危难 岂能顾驾 空记对着唐国龙行了一礼 说道 唐大人高益 唐大人稍后 平僧去看看师兄好了没有 空记在善真的搀扶下 进了普玄的房间 他还在指挥弟子收拾东西 多带一些衣服 还有遮阳的斗笠 那个面纱也要 大漠封纱 没有面纱不行的 经书也待吧 我要路上看 水带用那个最好的 如果没有水 我们会渴死的 弟子们手忙脚乱收拾东西 房间里乱糟糟的 空记看了 心中暗暗叹息 师兄 唐大人已经准备好了 等着你出发呢 空记和尚 心平气和地说道 空记惊讶道 出发 现在 他不需要收拾东西 不需要和家人告别吗 空记说道 唐大人说 国家危难 没空回去 普璇有些不高兴 说道 师弟 这一去千难万险 我要好好收拾一下 你莫催我 空记无奈 说道 师兄慢慢收拾 明日定要出发的 王后 已经将国书和宝物准备好了 普璇应了一声 说道 知道了 空记转身 慢慢回到前院 对唐国龙说道 唐大人见谅 师兄他在交代些四中僧物 明日才能出发 要不 唐大人 回去与家人团聚一下 诸位也好 跟家人道个别 唐国龙心中焦急 但普璇这样 他也无奈 值得说道 如此 我先回去 明日在北门等候 空记行礼道 好 唐国龙带着洪卢寺的官员 先回家去了 空记送走了唐国龙 自己慢慢走回方丈室 你们退下吧 善真几人退出方丈室 空记盘腿坐下 慢慢打坐调理身体 如今国事危急 他必须早日康复才行 当天夜里 普璇吵嚷着收拾东西 闹哄哄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 普璇终于收拾好了 空记和尚带着四中僧人 送普璇到门外 朝中大臣接到了王后的义址 一起到了北门送行 新庆城的百姓 在北门围观 正是搞得很大 普璇上马 空记对着普璇和唐国龙说道 两位辛苦了 大下等着二位归来 唐国龙在马上拜道 国师放心 此去定不辱命 普璇则回望昭提寺 微微叹息一声 说道 师弟 我走了 空记拜道 师兄一路顺风 普璇点点头 在百官的目光下 两人带着数百人的队伍 缓缓往西而去 等人走远了 空记才慢慢回到招提寺 刚进招提寺 就看到洪志过来 说道 师弟 王上让你去扬城议事 空记和尚面露难色 说道 我这个样子如何去 空记的伤势还没好 根本不适合长途劳顿 洪志说道 特使在等着呢 王上说 坐轿子去 一顶八台大轿 已经在院子里放着了 就等空记上轿 空记无奈 当即上了轿子 跟着特使往阳城去 西风城 龙晨身穿一袭白衣 骑着一匹白马 在御佛楼停下来 天气已经很热了 穿的衣服也少了 街上的女子看到龙晨 纷纷驻足观看 那是武王 未来的驸马 白衣将军 好帅气啊 那肯定啊 如果不帅气 公主怎么会看重 听说武王多情 我们要不要去 算了吧 就我们这样的姿色 那御佛楼的掌柜 才有资格勾搭呢 围观的女子议论纷纷 都知道龙晨和燕霜玉 勾搭上了 龙晨下马 李三娘立即迎出来 高兴地拜道 武王许久没来了 龙晨笑道 军务繁忙 今日才得空 宴堂主在吗 李三娘立即回道 再呢 在后花园等着武王 昨天 燕霜玉又派人 送信到镇国寺 请龙晨到御佛楼赏花 燕霜玉说 再不来 花都谢了 龙晨今日便一个人骑马来了 李三娘带路 龙晨穿过正堂 转了两条回廊 就到了后花园 这里是御佛楼的后院 高高院墙围成一个院子 种着许多桃花 桃花一棵看起来很俗 但是种一片 就会看起来很美 很有意见 此时正值桃花完全盛开 地上还有一些落荫 像是铺了一层粉色的毯子 格外的好看 武王终于啃来了 燕霜玉穿着一袭粉色的衣裙 脸上的妆容粉嫩 和桃花相映衬 分外好看 燕堂主相邀 岂敢不来 龙晨笑呵呵走过去 燕霜玉引着龙晨 往桃林深处走去 李三娘则退出了院子 桃林有一张桌子 但燕霜玉没有在桌子上摆酒 而是在桃林中间 铺了一张陀龙的毯子 上面放着一个盘子 盘子上放着一把玉壶 两个玉杯 一坛酒 几个精致的小菜 武王请坐 龙晨随意地坐下来 燕霜玉里了李一群 跪坐在龙晨对面 龙晨看着周围盛开的桃花 感叹道 这西风城 居然还有如此美景 燕霜玉拢住衣袖 先先玉手拿起玉壶 给龙晨倒了一杯春酒 说道 这是奴家从京师移栽过来的 今年就开了 武王再不来 这花都谢了 龙晨笑道 我这不是来了 而且来的时间正好 这花开得正好 燕霜玉奄然笑道 武王莫非有意躲着奴家 龙晨笑道 我躲你做什么 燕霜玉微微一笑 俯身双手奉上玉杯 燕霜玉穿的衣服轻薄 身材又好 弯腰送酒的时候 龙晨能清晰看到雪白的肌肤 桃林深处 别有风景 龙晨接了玉杯 微微赞叹 燕霜玉俏脸微红 说道 武王看桃花 还是看什么呢 龙晨笑道 我说的自然是这桃花 唐主以为是什么 燕霜玉知道龙晨说什么 交称道 奴家这酒可是有毒的 武王可要想清楚了 燕霜玉擅长用毒 龙晨在巨木林刺杀的时候见识过 牡丹花吓死 做鬼也风流 龙晨仰头一口闷了 仔细品味一番 称赞道 唐主下毒的手艺好 酿酒的手艺也好 燕霜玉眼口笑道 武王要不要尝尝 奴家的毒酒 龙晨笑道 你若是忍心 我也喝 燕霜玉接了龙晨的玉杯 又倒了一杯 说道 奴家舍不得 龙晨接了酒杯 仍旧一饮而尽 燕霜玉怕龙晨喝得太快 并未在急着给龙晨续杯 说道 听说武王又打了一个胜仗 活住了膝下的公主 龙晨微微点头 说道 对 他自己寻死 居然带着五百所谓的猎狼军 来追杀我 燕霜玉笑了笑 说道 出生牛独不怕虎 在宫里浇灌成性 以为自己天下无敌 活该 龙晨提起玉壶 给燕霜玉倒了一杯 说道 唐主不喝吗 燕霜玉接了玉杯 娇称道 还是信不过奴家 燕霜玉一饮而尽 还将空杯给龙晨看过 不是这个意思 喝酒独饮无趣 燕霜玉问道 听说武王又和石乐斗了一场 石乐兵败退了 龙晨不隐瞒 说道 不能说他败了 我也拿不下去 石乐有西夏秘法 燕霜玉心头微动 问道 是传闻中的王族秘法 龙晨点头道 对 就是那个 燕霜玉用崇拜的眼神 看着龙晨 赞叹道 石乐用王族秘法 居然被武王击退了 武王修炼的是什么功法 居然如此厉害 燕霜玉终于说到了 自己想要的问题 龙晨修炼的功法 燕霜玉身为刺客 沈万金交代的任务 他不敢不从 而且 做了这么多年的刺客 心都是冷的 要说这么短时间 真的喜欢上龙晨 燕霜玉做不到 龙晨笑了笑 说道 圣上传说了皇族秘法 白鸟嘲讽诀 若非有此功法 我真不是石乐的对手 龙晨只说了白鸟嘲讽诀 没有说龙家心法 更没有提及龙凤心诀 对燕霜玉 龙晨始终有心理戒备 无视献殷勤 非奸即盗 燕霜玉连自己的身子都想送 绝对有所图谋 而且图谋不小 燕霜玉诧意道 女帝圣上居然把皇族秘法 传授给了武王 那不是皇族才能修炼的吗 龙晨的说法 和燕霜玉得到的消息差不多 他并未多怀疑 龙晨点头道 圣上皇恩浩荡 我受之有愧 燕霜玉又给龙晨倒了一杯酒 半开玩笑地问道 奴家听说武王在金陵城的时候 把李承道的内裤偷了 还是一部极其珍贵的功法 不知道那是什么功法 龙晨接了酒 师生笑道 什么功法 那是大梁山川地理图 圣上让我偷的 古代的地图极其珍贵 诚意的分布 人口多寡 土地的厚薄 这些都是机密 当年刘邦攻入咸阳时 其他人都在抢夺金银珠宝 唯独萧和把丞相府的图册档案收了 在后来的战争中 萧和对天下山川地理 要塞城市人口 这些关键信息了如指掌 历史书上说 以此配功德拒之天下恶塞 户口多少 强弱之处 可见在古代 山川地理图的重要性 燕双玉不知道龙晨所说真假 微微点头道 原来如此 外界传闻都说武王得到了秘法 甚至有人说是南梁的皇族秘法 龙晨笑道 还好 只说我到后宫内裤偷了秘法 没说我到后宫偷了皇后贵妃 燕双玉被龙晨逗笑了 说道 就算武王真偷了皇后贵妃 世人也不会觉得稀奇 龙晨笑道 燕堂主这是说我好色如命 燕双玉哥哥笑道 莫非不是 龙晨笑道 当然不是 我正经人 燕双玉忍不住笑道 对 武王正经人 不好色 龙晨给燕双玉倒了一杯酒 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对着桃花灵吟诵道 花有重开日 人无在少年 相逢半鸣顶 何必被方先 听闻这诗 燕双玉颇为感叹 说道 好诗 有花有酒有知己 值得一醉 两人同饮一杯 燕双玉又倒了两杯 春酒入侯 燕双玉脸色微红 起身说道 奴家给武王武一曲 龙晨看了看周围 没看到乐器 就从桃树上摘下一片叶子 说道 我给唐主伴奏 燕双玉奄然一笑 抬起粉色的长袖 在桃林间起舞 龙晨虽然没有学过琴瑟琵琶 但也经常出入风月场所 对大洲的音律略知一二 用叶子吹出舞曲 燕双玉长袖偏然而舞 燕双玉的兵器 本就是水袖 这一舞 长袖柔弱似水 身姿恶娜似花间仙子 龙晨一时看得有些诗神 龙晨还是第一次见到 如此恶娜的舞姿 龙晨就这么看着 最后连伴奏都忘了 燕双玉的兵器是水袖 所谓长袖善舞 多前善谷 燕双玉的舞姿极好 一舞过后 燕双玉红着脸 对着龙晨拜道 舞王见笑了 龙晨鼓掌赞叹道 北方有家人 一舞亲人城 再舞亲人国 宁不知清城与清国 家人难在得 得到如此赞叹 燕双玉真的不好意思了 舞王过誉了 奴家 奴家不过是一个 飘零无一的女子罢了 燕双玉突然说出了真心话 说出了自己的孤独感 当这话说出来的时候 燕双玉自己都惊讶了 心中暗道 我为何要和他说这些 龙晨微微叹息道 天下纷争 世人皆苦 唯有天下一统 才能结束战乱 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 望着满树的桃花 龙晨和燕双玉 都陷入了沉默 我给你讲个故事 龙晨看着桃花灵 打破了沉默 燕双玉重新跪坐下来 笑道 好啊 只听说舞王诗文无双 还没听过舞王讲故事呢 龙晨说道 南梁有一个渔夫 有一日他随流飘荡 呼风一处桃花灵 两岸数百步 满是盛开的桃花 林中芳草鲜美 落荫兵分 龙晨给燕双玉说了 桃花园记的故事 燕双玉听得出神 真有如此世外桃源吗 可以不问世事 可以与世无争 燕双玉听完 心中有向往 也有一丝苦涩 他们做刺客的 吃完了早饭 不知道能不能吃到晚饭 能活一天转一天 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桃花园是遥不可及的梦 龙晨说道 我知道不可能 但我想努力创造那样的世界 燕双玉微微诧异地看着龙晨 说道 创造那样的世界 龙晨笑了笑 说道 天下一统 世上再无争战 燕双玉笑了笑 与其有些调戏 说道 世上若无争战 武王该当如何自处 龙晨望着桃花 说道 世上若无争战 何须武王 燕双玉笑了笑 没有继续说 拿起玉壶 燕双玉到了一杯酒 送到龙晨面前 说道 不说那些事情了 今日赏花饮酒而已 龙晨接了酒 燕双玉身子 却突然前倾 倒在了龙晨怀里 酒水洒在龙晨衣服上 奴家失礼了 燕双玉真不是故意的 他刚才有些失神 所以没稳住身子 龙晨却不在意 燕双玉倒在怀里 脸颊有些醉红 衣衫轻薄 两人在桃花林下喝酒聊天 直到天黑 两人才从院子里出来 两人边走边低声说着话 李三娘心中诧异 堂主这戏演得也太好了吧 我先回去了 你好好休息 龙晨从燕双玉衣领处 捏出一片桃花 燕双玉微微点头 说道 你路上小心 不留你了 龙晨说道 好 有空我再来 燕双玉送龙晨出门 李三娘牵马过来 龙晨上马 踏着夜色往西走了 燕双玉望着龙晨消失在黑夜里 这才转身上楼 李三娘跟着上了阁楼 关了房门 问道 堂主和龙晨安 燕双玉坐在梳妆台前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傻笑 李三娘见状不妙 连忙问道 堂主 燕双玉回过神来 应道 这也是楼主的命令 有什么不可 李三娘摇头说道 堂主 是楼主的命令 可你现在的样子 分明是动了真情 你不可如此 对于刺客来说 动情是很要命的事情 李三娘继续说道 当年秀娘任务失败 就是对龙晨恩动情了 她如果不动情 那纹身的染料 足够毒死龙晨恩 最后呢 秀娘自己死了 龙晨恩活得好好的 李三娘叙叙叨叨 燕双玉心中一阵反感 说道 本堂主知道在做什么 既然逢场做戏 自然要做得真一些 那龙晨恩是什么人物 你也是知晓的 他是那么好骗的 再说了 你也知道 秀娘用过美人计 我若是那样 龙晨恩岂会信我 李三娘见燕双玉不高兴 与其和缓了一些 说道 属下只是担心 堂主真的动情 燕双玉不悦道 我做了几十年的刺客 还有感情 你有吗 李三娘点点头 说道 如此便好 第二天起来 龙晨从房间出来 龙晨没有立即回郑国寺 而是进了 帅府后院的房间 门口有两个士兵守着 院子里还有十几个士兵 见龙晨过来 女兵立即拜道 五王 龙晨笑道 辛苦了 推门进去 孟兰正坐在窗户旁无聊 五王 见龙晨进来 孟兰喜笑颜开 郑国寺那边忙吗 龙晨说道 还在想怎么对付时乐 阳城的防守太坚固 我必须想个法子 干掉里面的守军 阳城堵在西面 想往西进攻 龙晨必须攻克阳城 但时乐现在选择龟缩死守 就是不出来了 龙晨在想 如何把守军吸引出来 下毒呢 下毒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孟兰是刺客 想到这个办法很正常 龙晨却没有同意 下毒当然有效 可阳城有百姓 把他们一起堵死 孟兰说道 夫君不想对普通百姓下手 那就没法子了 龙晨不想滥杀无辜 也答应过摩羯 不杀普通百姓 对了 有个好消息 什么消息 金师传来消息 玉佛楼押送棺材回去的两个伙计 不知道他们路上遇到了什么人 居然变成了干尸 那个冒充你的尸体 被烧成了枯骨 死无对证 沈万金还下令 你的事情到此为止 不许再查 孟兰高兴地笑道 太好了 这下没有后顾之忧了 龙晨却摇头说道 这个事情 反倒让我感觉担忧了 我也想知道 到底什么人 把两个伙计变成了干尸 又是什么人 让沈万金感到害怕 因为干尸的事情 沈万金居然放弃 彻查孟兰失踪之事 可见沈万金 对干尸的害怕 甚于龙晨 到底是什么势力 强大到如此地步 龙晨却对这股势力 一无所知 孟兰说道 不管他 只要不再追查我 其他的无所谓 龙晨想想也是 暂且不管干尸的事情 转而问道 燕霜玉 你了解多少 孟兰紧觉得说道 心狠手辣 最擅长用毒 他很会做生意 你和他有事情 龙晨笑道 没有 他在试探 问我从南梁 偷了什么东西回来 我估计沈万金 给了他任务 孟兰非常认真地说道 你要小心 燕霜玉外号皮霜 心肠毒得很 还有一点 他很美 我怕你忍不住 龙晨笑道 你怎么知道 孟兰说道 我见过一次 连我都羡慕 小心被利用了 龙晨笑道 放心 我有防备 不会中计的 对了 你在这里无事 我传授你一套功法 这套功法 是我自创的 但融合了东周皇族 密法和龙加心法 效果极好 张倩他们三个 就是修炼这套功法 突破五皇的 沈万金想知道的 就是这个 孟兰也想提升 自己的修为 自保能力更好 龙晨将功法 传授给孟兰 然后才骑马回到镇国寺 到了镇国寺 见到福慧 在监督俘虏耕田种地 上次石勒追来的时候 逃了一些俘虏 龙晨下令追杀 逃跑的全部杀了 现在这些俘虏也看清楚了 石勒不是龙晨的对手 也懒得再跑 何君陶见到龙晨回来 立即小跑过来 说道 大人 西夏公主想见您 石金香被抓后 龙晨下令 将他关押在小黑屋 给吃给喝 谁都不许理会他 见我 好啊 龙晨冷冷走上山 到了关押的密室 何君陶把石金香提过来 手还被绑着 脚上带着镣铐 身上的金甲被脱掉 只穿着丝绸底衣 头发凌乱 脸上脏兮兮的 胸前的领口 还有血字 跪下 何君陶从后面一脚 踢在石金香的膝盖上 石金香扑通跪在地上 龙晨冷冷看着石金香 挥了挥手 何君陶退出房间 想见我 然后呢 石金香挣扎着慢慢爬起来 站直了身子 盯着龙晨说道 你不杀我吗 龙晨冷冷笑道 谁说我不杀你 这是杀父杀兄仇人的女儿 龙晨不可能放过石金香 那你为何不动手 想糟蹋我的身子 石金香拖着镣铐 走到龙晨面前 被绑住的手套在龙晨脖子上 整个人坐在龙晨腿上 鼻子顶着龙晨的鼻子 脸上带着冷笑和挑衅 好了 本公主就在这里 想要你就拿去 你不好色吗 石金香被绑住的双手 套住了龙晨的脖子 挑衅地坐在腿上 龙晨冷冷看着石金香 抓起的领子 将她从身上提起来 丢在地上 就你这样的货色 老子看不上 石金香的长相很一般 比不上蒂洛西 蒂令仪 更比不上姬仙仙 他们三位公主 才是人间角色 石金香除了身份尊贵 身材好 皮肤长相都一般 龙晨真看不上 龙晨不屑的表情 让石金香感觉受到了侮辱 挣扎着爬起来 石金香怒骂道 我是西夏公主 你竟敢看不起我 我难道比你那些贱人差吗 龙晨重新坐下来 冷笑道 你今日找本王 就是为了勾引本王 就是想给本王当狗 石金香是西夏公主 哪里受得了这样的侮辱 对着龙晨催道 狗太监 本公主岂会勾引你 本公主就问你一句话 你到底何时杀我 龙晨冷笑道 杀你 不 我不杀你 我要你活着 像狗一样活着 看着本王杀了你的父亲 杀了你的兄弟 本王要生起你的母后 当着你的面凌辱他 让你看看 你尊贵的母后 在本王面前连狗都不如 石金香气的浑身发抖 怒骂道 狗贼 你不是人 啪 龙晨起身 一巴掌扇在石金香脸上 打得石金香撞倒在地上 血从嘴角流出来 我不是人 石乐将龙家四子 斩首做成骷髅头 镇压在降魔殿 不得超生 你们是人吗 龙晨一脚踢在石金香的腹部 一口血从石金香嘴里呕出来 石金香痛苦地蜷缩成一团 已经无法再说话 呼 龙晨慢慢平复心中狂怒 许久才说到 所有人都得死 耶律红我已经杀了 石乐 空计必死 李承道也得死 你就看着 看着他们一个个死掉 龙晨出了房间 何君陶在外面听到了怒吼 用最好的单要给他疗伤 让他好好活着 何君陶拜道 遵命 从关押室出来 龙晨慢慢往回走 山顶的殿与房屋建造速度很快 那些俘虏除了重地 就是重建房屋 白婷婷提着剑走过来 见到龙晨 问道 大人 你去哪里了 两天不见人 龙晨甘笑道 我去西风城办点事 老吴没告诉你 白婷婷摇头说道 没有啊 吴将军这两天 都在盯着阳城的动静 袁孝谷那边 也在修建一个据点 防止铁药子 从那边绕道 上一次 铁药子从袁孝谷 偷偷潜入后方搞事情 龙晨让吴建阻断小道 吴建就在袁孝谷 建造一座据点 把小鹿堵死 袁孝谷地形险峻 一座据点足够阻挡 哦 难怪你不知道 事情忙完了 我就回来了 山下的护城河 修建好了没 看了阳城的防御后 龙晨也在西面挖了护城河 平时可以蓄水用来灌溉 打仗的时候 可以增加防御 白婷婷说道 在挖呢 但是春雨已经过去了 蓄水可能是个问题 龙晨看了一眼 万里无云的天空 说道 那就没办法了 我不是龙王 下雨不归我管 突然 白婷婷凑过来 闻了闻龙晨的衣服 问道 怎么有胭脂味 龙晨闻了闻 说道 什么胭脂味 羊肉串的味道 我吃了很多羊肉串 我回去换一套衣服 山味太重了 说完 龙晨立即回房换衣服 回到房间 一个笑声响起 冯和站在角落里 笑道 大人又逃过一劫 龙晨去御佛楼的事情 冯和是知道的 龙晨摇头笑道 别问了 事情准备得如何 冯和坐下来 说道 准备好了 新庆城送来一个紧急消息 西夏红禄四卿唐国龙和普玄 出使乌斯国求援 他们如果坐成了 乌斯国的人会插手战士 不得不防 龙晨眉头微皱 说道 乌斯国 这个远在西边的国家要插手 冯和说道 乌斯国和西夏有些关系 他们的商旅往来很多 西夏的佛门 就是乌斯国传过来的 严格来说 昭提寺的僧人 都是乌斯国的信徒 好像去年 乌斯国一个祭司到了西夏 受到了极其隆重的招待 这些事情 龙晨听说过 但细节不清楚 龙晨是南梁人 对远在西边的乌斯国 没必要了解 乌斯国信奉什么教派 也是佛门 冯和摇头说道 好像不是佛门 他们信奉火神 认为火是最吉祥的圣物 龙晨感觉莫名有些熟悉 问道 拜火教 名教 冯和摇头说道 不知道 以前没在意 我得再去收集一些消息 龙晨差点以为自己 穿越到了以天屠龙记的世界 阳城方向还有一个消息 时乐紧急召见空记 空记老和尚坐轿子 如果快的话 今晚应该到阳城 龙晨笑道 空记都坐轿子了 时乐找他干嘛 让他打先锋 冯和微微摇头 说道 此事我也觉得奇怪 空记这样子来了 有什么用 除非时乐有灵丹妙药 或者神秘功法 我派人去昭提寺看过 空记和尚 跟瘫痪在床没什么两样 大人下手够狠的 冯和还在巴拉巴拉说着 龙晨却感觉 事情有蹊跷 你说时乐会不会被逼急了 把西夏王族秘法 传授给空记老和尚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冯和的话提醒了龙晨 冯和愣了一下 仔细想了想 微微点头道 有可能 时乐狗急跳墙 看圣上把秘法传授给你 他也把秘法传授给空记 大人 西夏秘法狂师觉 到底是什么东西 只是施侯宫吗 龙晨微微摇头 说道 不 那是一种能让体内真气 瞬间炸裂的功法 犹如疯狂的狮子出笼 龙晨和时乐斗了一场 每次拳脚相接 时乐都能把龙晨震开 这种功法非常玄妙 龙晨自言自语道 天下三国都有秘法 这些秘法 都是五圣留下的 各有奥妙 如果把三种秘法 冯和突然眼睛一亮 说道 大人 石金香深受时乐宠爱 他很可能知道狂师觉 龙晨有些怀疑 说道 他如果修炼了 怎么那么差 石金香突破了五皇修为 但是武艺实在不咋地 战斗力还不如张倩 冯和说道 石金香养在身宫 平日里没人敢对他真动手 修为是有了 实战太差 再说了 大人您现在修为 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除非圣上出手 这世上恐怕没有人是您的对手 您当然觉得石金香修为差 龙晨微微点头 冯和所说不无道理 如此说来 那个贱人还有价值 但如何才能让他自愿说出来 功法这东西 如果石金香故意说错 龙晨修炼了 会走火入魔 该怎么办呢 龙晨靠在椅子上 心中默默盘算对策 冯和说道 大人 迷魂香可以用 迷魂香可以让人心智迷糊 冯和在审讯犯人时会用到 龙晨微微摇头 说道 不行 迷魂香会让人心智错乱 万一他说错了 或者顺序颠倒 岂非白忙活一场 冯和无奈地说道 那我就没办法了 龙晨敲了敲桌子 说道 这个事情暂且放一放 你做好准备 我们随时出发 冯和起身拜道 属下遵命 冯和退出房间 龙晨继续想 怎么让石金香 说出狂诗诀 想了很久 也没有想出一个好对策 龙晨从房间里出来 站在山顶上 望着西城的落日 镇国寺周围 镀上一层金色 该怎么骗这个公主呢 阳城 天已经黑了 周围的营杖点着篝火 巡逻的士兵 举着火把走来走去 一顶八台大叫到了东门 周围还有五千多金甲骑兵护卫 搞这么大阵仗 是怕龙晨半路截杀 轿子进了东城门 抬到了太守府 轿子里缓缓落下 轿夫类得差点虚脱 从昭提寺一路到阳城 八个轿夫只休息了半天 马方见轿子落地 立即走过去掀开轿帘子 扶着空济和尚出来 国师慢点 马公公 怎么敢劳您搀扶 使不得 马方是石勒的太监 空济和尚 哪有资格让他搀扶 马方说道 国师客气了 王上在后院等着呢 空济和尚尽量走快点 慢慢进了后衙 石勒正在后院坐着 四周几个架子 架子上放着火盆 火盆里燃烧着火把 将院子照得亮堂堂 石勒坐在石凳上出神 不知道在想什么 空济走进来 马方禀道 王上 国师到了 空济拜道 贫僧拜见王上 石勒回过神来 立即起身 看着走路不太好的空济 立即上前扶住空济 说道 国师一路辛苦了 空济立即说道 不辛苦 应该的 扶着空济坐下来 马方立即重新泡茶 初始乌斯国的使者 已经出发了 师兄普璇和唐大人 一起去的 走了两天多了 石勒说道 本王听说了 辛苦他们了 空济轿子走得慢 信使先一步回到了阳城 石勒已经知晓初始的消息 卢王后那边 也飞音传输给石勒 重新核实了空济的秘信 空济犹疑了一下 还是问道 二公主他 在路上 空济听说了石金香 被活捉的事情 他知道 石金香是石勒的心头肉 本不想提起 但又不得不提 石勒冷笑几声 自嘲道 本王身为西夏国王 却保护不了自己的女儿 窝囊了 空济安慰道 王上 公主擅自出城 龙承恩又诡计多端 此事不能怪王上 石勒恨铁不成钢 自责地说道 是本王评宿太浇灌二丫头了 才会让他自以为是 不说了 本王赵国师前来 有要事相伤 空济用力坐直了身子 小心听着 石勒说道 龙承恩大司 修炼了帝氏天的皇族秘法 修为才突飞猛进 国师天资聪慧 更胜纳太监百倍有余 本王决定将西夏王族秘法传授于你 国师定能神功大成 灭掉龙承恩 一雪前耻 空济在路上想过很多 猜测石勒突然召剑 到底为了什么 但他绝没有想到 石勒会将西夏望族秘法相授 空济的心脏突然 悸动几下 神志有些恍惚 他一直都很向往狂师爵 但也就是想想 他知道 那是王族秘法 他没资格修炼 他只看过石勒施掌过一次施吼功 空济就参悟出了佛门阵音 石勒知道空济很想要功法 也知道空济资质比自己强得多 在经历过失去女儿的痛苦后 石勒决定将狂师爵传授给空济 乌斯国的高手未必能来 石勒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乌斯国上 空济是最好的选择 王上 这这这使不得呀 狂师爵乃王族秘法 平僧何德何能 空济心中狂喜 脸上却露出惶恐的神色 石勒拉着空济的手说道 国师不杀龙承恩 膝下勇士不得安宁 国师资质无双 修炼狂师爵后 定能将龙承恩斩杀 空济仍旧推辞道 使团已经派出 乌斯国的高手一道 龙承恩必死 石勒叹息道 谁知道乌斯国到底来不来 本王不能寄希望于他们 国师 你若再推辞 会含了本王的心 空济颤颤巍巍的站好 对着石勒慢慢下跪 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石勒没有阻止 受了空济三个响头 西夏的王族秘法 狂师爵乃立国之本 石勒这个三个响头当得起 磕完头 石勒扶石勒起来 在凳子上坐下来 石勒挥挥手 所有人退出后院 只留下他们两个 国师 你听好了 本王现在 就告诉你狂师爵心法 空济身躯一阵 仔细听石勒说来 镇国寺 何君陶走进房间 禀道 大人 空济到了阳城 两人好像一起 在阳城太守府修炼 龙臣眉头一皱 担忧地说道 一起修炼 石勒这丝 真的将狂师爵 传给了空济 何君陶有些不屑地说道 空济都废了 炼也白炼 龙臣摇头说道 不 空济老兔驴 资质聪颖 他修炼狂师爵 肯定比石勒强 哎呀 有些麻烦了 龙臣心中盘算 如何让石金香 说出狂师爵秘法 石勒为了对付龙臣 居然把西夏王族秘法 传授给空济 龙臣感觉事情 有些棘手了 空济老兔驴的天资很好 他修炼狂师爵 肯定比石勒强 龙臣必须想个法子 解决这个事情 大人 要不找万金楼 何君陶建议 找万金楼刺杀空济 上次赵伦就是这样干掉的 龙臣微微摇头 说道 空济和石勒在一起 万金楼进不去的 赵伦只是一个太守 平时抛头露面 万金楼能找到机会下手 空济老兔驴 修炼狂师爵 必定和石勒形影不离 躲在太守府不出来 找万金楼刺杀肯定没用 万金楼也未必愿意 接这笔生意 那怎么办 看着空济老兔驴 修炼狂师爵 何君陶很着急 上次石勒施展施吼功 龙臣就吃了亏 如果空济比石勒更厉害 那龙臣能不能抵挡 最大的问题在于 如果空济炼成了 他一定会和石勒 联手围攻龙臣 情况会变得很糟糕 龙臣笑了笑 说道 不急 他能修炼 我也能 石金香怎么样了 何君陶说道 吃了丹药 好些了 不过大人下脚有点狠 他要几天才能恢复 龙臣微微点头 说道 给他医治 好吃好喝伺候着 过两天我找他 何君陶猜到了一些 马上出去照办 时候不早了 龙臣上床睡觉 接下来的两天 龙臣巡视镇国寺 俘虏努力耕田修房子 龙家军继续修缮成房 到了第三天 龙臣进了关押室 此时的关押室 摆了一张精致的床 桌椅家具一应俱全 石金香穿着新的丝绸衣服 身上也洗过了 甚至头发都梳理过了 只是手脚上的镣铐 始终还在 不管怎么说 石金香是一个武皇高手 如果不戴镣铐 随时可以杀将出去 龙臣推门进去 反手又把门关了 石金香正坐在凳子上 自己自珍自饮喝着茶 见龙臣进来 石金香冷冷笑道 哟 武王来了 请坐 龙臣在石金香对面坐下来 石金香的脸色好了很多 眼里满是不屑和嘲讽 石金香倒了一杯茶 一口全部吞进嘴里 然后又吐在杯子里 又将杯子放在龙臣面前 武王请喝茶 石金香满是嘲讽的冷笑 他根本不怕死 就算龙臣生气杀了他 他也不怕 龙臣看着石金香吐出来的茶水 冷冷笑了笑 说道 看来你恢复得不错 石金香冷冷笑道 是啊 多谢武王款待 每天好吃好喝 本公主要喝茶 就给上好的茶叶 本公主要喝酒 就给上好的酒 如果不是这副镣铐戴在手上 本公主真以为在做客呢 石金香举起双手 白铁打造的镣铐 哗啦啦作响 脚踝上的镣铐 也发出脆响 龙臣笑了笑 对石金香的讥讽 毫不在意 龙臣是做局的猎人 石金香是猎物 猎人看到猎物的狡诈 只会觉得有趣 上次石勒来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愿意用镇国寺换你 我当时没理他 因为我不相信 他会用镇国寺这个战略要地换你 但是这几天 我仔细打听了 你是石勒最宠爱的公主 他没有说谎 他真的会愿意 石金香满是嘲讽的脸色突然变了 变得又憎恨又得意 语气激动地说道 当然 本公主是父王最疼爱的公主 你去问问 宫里几十个公主 只有我能带兵打仗 不管我做什么 父王都不会怪罪我 当年 石金香在后宫玩耍 碰到一个妃子 那个妃子要石金香行礼 石金香怒了 一刀捅死了那个妃子 连带宫里的宫女太监一起杀了 这样的野蛮无理行径 石勒也只是罚他思过三天而已 三天后 石金香又是石勒的宝贝二丫头 龙臣微微点头 说道 我也想通了 留着你没什么用 我要拿你回去换一座城池 石勒当初 说用郑国寺换你 这话是放屁 郑国寺本就在本王手里 凭什么要他给 石金香觉得 龙臣说的有道理 郑国寺确实在龙臣手里 石勒说话不对 石金香冷冷问道 所以 你想用本公主换哪座城池 龙臣笑了笑 说道 杨城 石金香皱眉不语 龙臣说道 杨城是离郑国寺最近的城池 周围的田地不错 算是一座大城 不过 和郑国寺相比 杨城不算什么 既然石勒愿意用郑国寺换你 我如果提出用杨城交换 他应该会答应 龙臣说完 另外拿了一个杯子 自己倒了一杯茶 慢慢喝着 他故意留出时间 让石金香慢慢思考 石金香此刻心里却是在想 杨城却是不算多么重要的城池 只是离郑国寺近一些而已 既然父王连郑国寺都愿意让出来 那应该会愿意用杨城交换 怎么 你觉得石勒舍不得杨城 龙臣喝着茶 与带嘲讽的冷笑道 听到龙臣的讥讽 石金香立即说道 怎么可能 本公主是大厦最受宠的公主 区区一座杨城算什么 我给父王写一封信 父王收到信后 立即就会用杨城换本公主回去 石金香说得非常有把握 好像石勒已经答应了一样 龙臣点点头 说道好 我也觉得是 你作为大厦的二公主 石乐的掌上明珠 别说换一座杨城 石座他也会给 不用写信了 我带你去 到杨城外直接谈 龙臣说得这么爽快 石金香反而心生疑虑 问道 死太监 你为什么突然好心放了本公主 龙臣愣了一下 反问道 好心 我打不下杨城 留着你又无用 我用你换杨城 你说我好心 石金香这才放心 讥讽道 哼 你也知道打不下杨城 举起手中的镣铐 石金香问道 武王大人 要用本公主换城池 你是不是该有点代客之道 龙臣喊了一声 来人 何君陶从门外走进来 看了一眼石金香 拜道 大人 龙臣指了指石金香的镣铐 说道 给二公主殿下打开 何君陶愣住了 说道 大人 万一他 龙臣摆摆手 说道 二公主是我们尊贵的客人 怎可如此无礼 石金香冷冷看着何君陶 说道 怎么当奴才的 主子的话听不见吗 何君陶表现得很愤怒 但还是从腰间拿出钥匙 打开了石金香手中的镣铐 石金香转过身子 冷冷说道 蹲下 打开 何君陶气得满脸通红 龙臣默不作声 何君陶最终还是默默蹲下 帮石金香打开脚上的镣铐 碰 刚打开脚上的镣铐 石金香一脚踢翻了何君陶 何君陶在地上翻滚两圈 嘴巴被踢得出血 何君陶爬起来 怒喝道 你敢踢我 不等石金香说话 龙臣先呵斥道 放肆 何君陶气得双目充血 默默地低头不说话 石金香起身活动一下手脚 看着何君陶冷笑 说道 武王调教出来的奴才不行 在我大下 这样的人要临持活寡 龙臣笑呵呵起身 说道 走吧 二公主殿下 石金香抢在龙臣前面往外走 走到何君陶身前时 石金香突然停下来 看着何君陶说道 龙臣恩 把这个贱人给我 本公主再送你一座小城 如何 石金香被关押的时候 何君陶打过石金香 现在龙臣要用石金香换城池 石金香觉得 报复的机会来了 石金香提出 用一座小城池换何君陶 听到石金香的话 何君陶怒不可遏 骂道 贱人 武王怎么会这样做 石金香不理会何君陶的怒骂 转头看向龙臣 问道 如何 龙臣看着何君陶 脸上一阵纠结 想了一会儿才说道 等石乐答应 用杨成换你再说吧 石金香冷哼道 好 把这个贱人带上 我父王一定愿意换 石金香走在前面 龙臣跟在身后 何君陶脸色难看的 走在最后面 走到外面 石金香站在山顶 抬头深吸一口新鲜的空气 双手张开 用命令的语气说道 披甲 龙臣转头示意 两个女兵把石金香的 金盔金甲金剑全部拿来 小心地给石金香披挂 最后还搬来凳子 伺候石金香把靴子穿上 一切完毕 龙臣问道 二公主殿下 可以起身了吗 石金香冷冷说道 本公主的汗鞋宝马呢 龙臣打个响指 唐黑子牵了一匹汗鞋宝马过来 石金香扫了一眼 有些不满地说道 什么猎马 有杂毛 龙臣笑了笑 说道 没办法 东周的战马不如西下 公主将就一下 石金香冷哼一声 骑着马下山往西走 龙臣招呼一声 唐黑子立即召集一万骑兵跟随 张倩和独孤嘉丽 也披挂上马 跟着龙臣下山 何君陶也不换衣服 就这样骑着马跟着走 张倩走到何君陶身边 低声问道 没事吧 何君陶摇摇头 低声说道 逢场作戏 没事 张倩点点头 骑马追上龙臣一起往阳城方向走去 一路上石金香心情极好 时不时跟龙臣说一些在宫里的事情 说自己多么受宠 龙臣全程就听着 也不多说什么 到了阳城外 西夏后期很快发现了龙臣 立即飞马走抱石乐 西夏大军听说龙臣又来了 慌忙雷鼓吹号 四十万大军立即备战迎敌 新提拔起来的骑兵大将沙文臣 和步兵大将勒敏立即披挂出阵 龙臣在距离西夏大军两百米的地方停下来列阵 石金香望着阳城 自信地说道 去 告诉父王 本公主回来了 石金香看到了西夏大军 他也不跑 龙臣也不拦他 龙臣也很高兴 说道 能不站而得阳城 这是最好 唐黑子 你去喊话 唐黑子领命 立即策马到了阵前 对着西夏大军喊道 你们谁是主将 众人看向骑兵大将沙文臣 沙文臣见到龙臣 心头有点发怵 不过他也不是耸包 策马往前 到了阵中 手持长枪 指着唐黑子骂道 老子就是主将 唐黑子笑了笑 手中大刀指着身后的石金香 问道 认识吗 沙文臣这才注意到 二公主石金香居然在龙臣旁边站着 他刚才以为 那是龙臣手下的女将 二公主 沙文臣惊讶到了 西夏大军也注意到了石金香的存在 众将士发出惊呼声 听到西夏大军的惊呼声 石金香心中非常得意 听到没有 西夏的将士在欢呼 石金香得意地笑道 龙臣欣然道 我看得没错 你在西夏是第一公主 石乐一定会愿意用阳城换你 石金香冷笑道 当然 阵前 唐黑子对沙文臣喊道 听好了 武王今日带你们二公主前来 是要用二公主换阳城 速速禀报石乐 告诉他 他的宝贝二丫头在这里 只要你们让出阳城 武王当场释放二公主 沙文臣吃了一惊 他以为龙臣今日来厮杀的 没想到是来交换人质的 你等着 沙文臣知道 石乐很宠溺石金香 他不敢擅作主张 立即策马回阵 乐将军 你在这里防备龙臣恩突袭 我去禀报王上 步兵大将乐明说道 沙将军去吧 这里有我 沙文臣立即策马冲过大军 进了东城门 冲到太守府门口下马 石乐和空继 两人正好走出来 沙文臣往前拦路败道 启奏圣上 二公主在城外 听说石金香在城外 石乐大踏步往前冲 马方在身后追 往上 骑马 骑马 马拉到跟前 石乐才翻身上去 一直冲到城门口 便看到龙臣带着一万骑兵在外面 他的宝贝二丫头石金香 就在龙臣旁边穿着金盔金甲 腰间配着金剑 二丫头 石乐想往外冲的时候 空继策马追上来 拦住石乐劝道 王上 小心有诈 公主的样子不对头 这话提醒了石乐 石金香看样子一点是没有 这不正常 王上 带平森过去问话 石乐微微点头 空继和尚带着沙文臣 一起到了阵前 离龙臣几十米的地方停下 石金香眼看着石乐奔跑过来 却被空继拦下了 国师 让父王过来 我有话跟父王说 石金香在马背上站起来 对着石乐喊道 父王 我在这里 空继和尚越发感觉古怪 为什么石金香和龙臣 看起来关系很好 公主 这到底怎么回事 石金香根本不想和空继说话 站在马背上大喊道 父王 我在这里 你过来啊 父王 空继见石金香 像得了诗心风一样 转而指着龙臣贺问道 龙臣恩 你在搞什么 龙臣见到空继 呵呵笑道 空继大师恢复得不错呀 不怕再被我打 空继被呛得半死 但此时空继功法未成 身体还没有恢复 他只得忍气吞声 公主 有什么话跟平僧说 王上 让平僧过来答话 石金香见石乐不过来 心中非常失望 国师 告诉父王 龙臣恩要放了我 条件是把阳城给他 石金香说完 空继愣住了 龙臣恩 这是你的鬼戒 空继终于明白 为什么石金香会这个样子 原来中了龙臣的计 龙臣冷笑道 突驴 本王用二公主交换阳城 有什么诡计 你难道觉得 二公主不值一座阳城 还是你觉得 在石乐眼中 二公主不值一座阳城 空继和尚指着龙臣 气得不知道该说什么 转头对石金香说道 公主切莫重计 这是龙臣恩的诡计 石金香脸色一冷 怒道 什么诡计 本公主幻阳城 有什么不对 何君陶在旁边 立即讥讽道 空继大师觉得 你不值一座城 听到何君陶的讥讽 石金香暴怒 骂道 贱人找死 龙臣恩 这个贱人 你卖不卖 龙臣冷冷说道 恐怕你父王 真的不愿意输你回去 石金香怒道 放屁 父王最宠我 空继 去把父王叫过来 空继不知道龙臣 用了什么诡计 让石金香如此死心塌地 要换城池 但他知道 阳城绝对不能用来做交换 公主 你过来 平僧看看 你是不是被下药了 空继和尚微微招手 张倩和唐黑子 立即举起长枪 拦在石金香前面 龙臣力声呵斥道 不得无礼 张倩和唐黑子 立即收了长枪退下 石金香怒道 空继 本公主没有被下药 告诉父王 用阳城换我 你去啊 空继和尚无可奈何 只得拍马回阵 石乐见空继回来 立即问道 怎么样 石乐焦急地问空继 空继却不好怎么回答 王上 二公主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被龙臣恩灌了迷魂汤 空继在想 怎么解释比较好 石乐却失去了耐心 自己往前冲 空继和一众将士 立即拦住石乐 哀求道 王上不可冲动啊 那龙臣恩诡计多端 恐怕就是 想骗王上前去 石乐被拦下来 空继立即说道 龙臣恩提出了条件 要用阳城换二公主 二公主也同意了 空继说完 石乐愣住了 周围的将士也愣住了 他们都不敢再说话 用阳城换一个刁蛮任性的公主 他们觉得不划算 但石金香是公主 还是一个女将 修为好歹突破了武皇 要换也可以 但不管怎么说 他们这些将领说了不算 最终决定 要看石乐的取舍 王上 二公主肯定被龙臣恩 下了迷魂药 才会说出这话 空继和尚觉得 阳城是对抗龙臣的前沿阵地 而且周围的护城河 和防御攻势 都修建好了 此时用来换石金香不划算 龙臣恩在镇国寺这么久 也不敢发兵攻打阳城 正说明了阳城坚固 他不敢轻易发兵 只敢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谋取 王上切不可答应啊 空继和尚见石乐在犹豫当中 不停地在旁边洗脑反对 不远处 石金香眼看石乐要出来 却被空继和其他将领挡住 然后空继不停地叙叙叨叨 父王在干嘛呢 石金香有些焦躁 龙臣望着对面 脸色沉重地说道 空继和尚再劝阻 不让石乐出来 而且石乐似乎也在犹豫 石金香急了 争辩道 不可能 父王怎么会犹豫 本公主是最受宠的公主 本公主还是武皇强者 难道本公主不值一座城 龙臣冷冷看着石金香不说话 何君陶却在冷笑 石金香见状 大怒道 这个贱人本公主要定了 何君陶讥讽道 二公主 我看你的父王不要你 石金香暴怒 拔出腰间 金剑就要杀何君陶 龙臣呵斥 放下 石金香被龙臣打怕了 手持金剑 瞪着何君陶两久 才缓缓收剑入鞘 龙臣望着对面冷冷说道 二公主 恐怕 你在石乐心中没有那么重要 石金香大喊道 父王 难道城不值一座城吗 区区一座阳城 你就不要城了吗 石乐看向石金香 空继和众位将领 也看向石金香 但是所有人都没有动 就是看着 石金香心中一阵落寞 对面 石乐看着石金香 心中在天人战斗 这个女儿 她很宠爱 但是空继说得没错 用一座坚固的城池换石金香 这到底值不值得 阳城已经是抵御龙臣的最前线 龙臣在镇国寺迟迟不敢进攻 更说明了阳城的重要性 王上 龙臣恩诡计多端 他愿意用公主换阳城 那他绝对不会吃亏 我们如果按照龙臣恩的诡计形式 我们就中计了 王上 空继和龙臣斗了这么久 他知道龙臣此人心机深沉 做事情绝对不吃亏 既然龙臣愿意换 那肯定能得到巨量的好处 空继绝对不会按照龙臣的意思办 石乐看着自己的女儿不停地呼喊 最终仰天长叹一声 转身上马 手中鞭子狠狠抽打坐下马 战马发出一声嘶鸣 剑一般冲进了城内 他知道自己 不能按照龙臣的诡计形式 阳城绝对不能换 可作为一个父亲 自己最宠爱的女儿就在眼前 他却要放弃 这种感觉真的难受 石乐冲进了城门 一直冲进太守 他不敢停留 他怕自己反悔 城外 石金香眼睁睁看着石乐走了 走得那么干脆 哈哈 你父王不要你 何君陶哈哈大笑 石金香呆呆地望着对面 脸上满是不可置信的神色 龙臣回头怒斥道 笑什么 阳城没了 何君陶下得低头 不敢再说话 龙臣仰天叹息一声 是我失策了 我把你们的妇女之情 想得太重了 无情最是帝王家 石乐怎么会为了一个女儿 放弃一座城池 我太天真了 你也太天真了 张倩失望地说道 还以为你是最受宠的公主 现在看来也就那样 石乐甚至不愿意过来一见 区区一个空际老秃驴 就把他拦住了 龙臣显然不甘心 策马往前 指着空际骂道 老秃驴 你离间妇女之情 适何居心 把石乐叫出来 他今日不用阳城换石金香 老子今晚睡他女儿 空际和尚看着龙臣 哈哈大笑道 龙臣恩 平僧岂会不知道你的诡计 阳城乃是我大下心的门户 岂会拱手让于你 你别做梦了 枪 龙臣黑剑出鞘 就要杀过去 空际和尚立即抓起九膝禅杖 骑兵大将军沙文臣 和步兵大将乐明 立即让骑兵步兵列阵迎敌 张倩拍马上前劝道 大人别冲动 我们只带了一万兵马 龙臣怒不可遏 指着空际骂道 老徒驴 我是沙儒 空际和尚哈哈大笑道 龙臣恩 你等着 平僧与你的仇 终有了结的一天 龙臣怒骂道 了结 你凭什么跟我了结 败君之将 也敢言勇 空际冷冷笑道 庶子 你莫要猖狂 带平僧修炼大成 屈辱向上人头 张倩劝道 大人 别和空际废话 我们走吧 龙臣很不甘心地调转马头 走到阵前 看着伤心欲绝的石金香 冷冷讥讽道 二公主 这就是你的父王 他听一个秃驴的话 不要你了 说完 龙臣也不理会石金香 禁止往东回兵 张倩停在石金香身边 微微叹息一声 说道 根本回去吧 你留在做什么 继续求你的父王 还是求那个老秃驴 石金香眼泪断珠般落下 望着阳城看了许久 然后默默回头 跟在张倩身后 往镇国四走 西夏镇中 骑兵大将 沙文臣诧异地说道 国师 二公主 为何要跟着龙臣恩走 刚刚龙臣带着大军先走了 石金香身边 只有一个张倩 石金香完全可以跑过来的 可石金香却乖乖地 跟着张倩回去了 沙文臣不理解 到底为什么 空继冷冷说道 贫僧早说了 二公主被灌了迷魂汤 心智被迷住了 龙臣恩的诡计没有得逞 他必然还有后手 你们要守住城池 后棋放出去 至少巡视周围武士里的地界 警防偷袭 龙臣恩这次最擅长偷袭 你们不要着了倒 沙文臣和乐敏拜道 国师放心 看着龙臣离去 空继立即回到太守府 进了后衙 石乐坐在石桌旁一言不发 旁边几个宫女躺在地上 马芳正在收拾 有的宫女被打碎了头颅 脑浆溅在墙上 有的被扯断手脚 血乎在地板上 场面十分残暴 石乐没能夺回石金香 他心中有气 就杀人泄愤 古代的帝王 从小养尊处优 做什么事情都没人管 没人敢反对 就算杀人 也只是被训斥一下 所以大多帝王都有心理问题 人格不健全 石乐就有虐杀的爱好 王上 空继见石乐这样 也不知道该如何劝慰 石乐阴沉猙獰地说道 等本王拿下龙承恩 本王要将他一刀一刀活寡 他手下的女将 本王要凌辱至死 丢给众位将士 每个人都有份 空继和尚沉默不语 龙承骑着马 缓缓往东走 路上一直不说话 龙承不说话 其他人也不敢说什么 就这么慢慢走着 气氛很沉闷 张倩陪着石金香 慢慢赶上了龙承 石金香的状态更差 他感觉被抛弃了 从一个云端的尊贵公主 变成了没人要的俘虏 坐下战马晃晃悠悠 石金香犹如行尸走肉般 默默地坐在马背上 眼泪模糊了双眼 鼻涕从鼻尖落下 拉出一道丝 大人 空继老秃驴 坏了我们好事 杨诚怎么办 强攻吗 张倩赶上来 非常无奈地问道 龙承叹息一声 说道没有更好的法子 只能强攻了 虽然损失会很大 张倩微微叹息一声 说道空继老秃驴 坏我们好事 龙承看了一眼 面如死灰的石金香 说道空继不过是说一下而已 所决定的是石乐 无情最是帝王家 在石乐眼里 诚持比子女更重要 如果石乐真想看中他 空继说什么都没用 众人的目光看向石金香 石金香默不作声 眼泪还在往下落 龙承见石金香的样子凄惨 微微叹息一声 说道 你是王族公主 你应该知道 石乐这样做是对的 有土有名 乃为帝王 作为一国之君 他要考虑的是西夏的存亡 不可能为了你这个女儿 放弃扬城 换做是我 大概也会这样做吧 石金香抬手擦了擦眼泪鼻涕 惨笑道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 我就是被抛弃了 我成了没人要的东西 龙承看石金香这样 便不再多说什么 这时候说了也听不进去 君陶 你去查查空击这突驴 突然到阳城做什么 他刚才的话很有蹊跷 说什么要跟我了结恩怨 上次被我打得半死 这次这么嚣张 肯定有问题 何君陶立即败道 属下遵命 何君陶立即离开队伍 转头往阳城方向去 龙承缓缓回到镇国寺 石金香起码到了山顶 回到了自己的关押室门口 守门的十几个女兵 立即拿着镣铐过来 龙承摇头说道 不用了 随他 女兵立即散去 不再勘压石金香 龙承长叹一声 说道 就在这里住下吧 石金香看向龙承 冷冷笑道 我没用了 你不杀了我报仇 龙承看着石金香 表情略微复杂 说道 杀了你 然后呢 有什么用 我不是实了 老子不杀俘虏 说完 龙承转身回房 石金香处在门口许久 然后推门进了房间 反手把门关上 倒在床上放声大哭 龙承回到房间 张倩与何君陶都进来了 大人 现在该怎么做 何君陶根本没去扬城 绕个弯就回来了 龙承说道 不急 慢慢来 你们去忙吧 张倩两人出了房间 各忙各的 龙承在房间里 盘腿打坐修炼 女帝给的白鸟嘲讽诀 龙承以前修炼的时候 没有太在意 现在才知道 这是武圣留下的皇族秘法 龙承打算重新修炼一遍 仔细体会其中的奥妙 同时 把龙家心法 和白鸟嘲讽诀 再融合一遍 咚咚咚 敲门声让龙承慢慢醒来 进来 房门被推开 石金香走了进来 外面已经天黑了 房间里也是黑的 火把将门外照亮 看到石金香 穿着一身简单的衣服 脸上挂着落寞之色 你 龙承有些奇怪 石金香来干什么 起身点了烛火 房间里亮了起来 找我有事 龙承活动一下双腿 他本打算过两天再找石金香 没想到这么快主动上门了 石金香默默的门口站了一会儿 抬起脚 登了一下房门 把门关上了 龙承对石金香的举动有些惊讶 这架是什么意思 石金香慢慢走到床边 坐在床檐上 转头看向龙承 借着不太明亮的烛火 能看出石金香哭得很惨 眼睛还是红的 有些事情就是如此 你伤心也没用 想走就走吧 别在战场上让我碰到你 龙承提起茶壶 倒出一碗冷水喝了 石金香没有理会龙承的话 而是说道 你不是要睡我吗 来 我就在这里 龙承愣了一下 手中的水碗放下来 我那是激怒实了的话 你也当真 而且 你不好看 我不喜欢 想走你就走 想留下就留下吧 天下那么大 不止西夏一个地方 石金香盯着龙承 脸上浮现一丝惨笑 所以 石勒不要我 你也看不上我 石金香不再称呼父王 直呼石勒的名字 龙承用开导的语气说道 我知道在宫里 你是掌上明珠 那是因为你的身份 不 准确地说 是因为石勒的身份 石勒是西夏的王 他宠溺你 宫里的人畏惧石勒 所以对你毕恭毕敬 现在石勒不要你了 你就不再是公主 你的心态要改一改 你就是个普通女子 别把自己看得太高 这话没错 但进入石金香耳朵里 就像一把把尖刀 顺着耳道往心窝里割 最受宠的公主 忽然变成了 没人要的普通人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石勒的背叛 东周其实挺好的 你可以往东走 到京师去 你也可以过得不错 当然 肯定不能像公主那样 龙承拿起一个水碗 倒了一碗冷水 送到石金香那一头 石金香看着那碗白水 烛光落在水面 慢慢跳远 拿起水碗 石金香一口闷了 碰 水碗重重 放在桌上 石金香走到龙承旁边 反手解开头上的发饰 黑直的长发散落下来 石金香慢慢解开自己扣子 问道 我很差吗 石金香看着龙承问道 龙承转头不看石金香 冷冷说道 回去吧 好好休息一晚上 等明天起来又是新的一天 时间可以解决所有事情 包括石乐的背叛 石金香抓住龙承的肩膀 把龙承的头转过来 问道 我很差吗 早上的时候 龙承说用石金香换城池 石金香满心欢喜 自信地以为石乐一定会交换 她可是膝下最尊贵的公主啊 一座城池算什么 但是后来 石乐背叛了 她没有用城池换 甚至不愿意过来见面 石金香的心里崩溃了 她发现突然之间 她什么都不是 她不再是尊贵的公主 石乐的宠蜜是假的 她最后的倔强就是自己 她想知道 自己是不是那么差 差到自己站在面前 龙承都可以无动于衷 经历了白天的事情 石金香心里深受打击 她想把心里的憋们 委屈 愤怒发泄出来 便走到了龙承的房间 她什么都没有了 只剩下自己 她想证明自己不是那么差 不是一无是处 石金香双手抓着龙承 不甘心地问道 我就这么差 石金香的心里已经崩溃了 这是一个机会 既然如此 龙承 石金香侧躺在床上 龙承看石金香发呆 微微叹息道 还在想 石乐为什么不属你 石金香慢慢转头 痴痴地看着龙承 有些委屈地说道 其实那年我只是 跟着去看热闹 我没有杀你的人 龙承愣了一下 突然觉得石金香这个样子 有点可怜 那又如何 你是石乐的女儿 龙承想起父亲和兄弟惨死 心中的恨意又生起 石金香慢慢爬起来 委屈地说道 我是石乐的女儿 所以我就有罪吗 龙承转身和石金香面对面 冷冷说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 龙承的样子 让石金香有点怕 低声说道 你不是龙承恩吗 龙承微微摇头 满是恨意地说道 不 我是龙承 石金香身子微微颤抖一下 不敢置信地说道 你是龙野的第五子龙承 你没死 龙承慢慢吸了一口气 说道 你现在知道 为何我如此憎恨石乐 为何一定要灭了西夏吧 石金香无言以对 龙承捡起地上的衣服 说道 石乐必须死 西夏我一定要灭掉 不只是西夏 南梁也是 李承道这个狗贼 也得死 石金香沉默了很久 缓缓低声说道 我也被石乐抛弃了 那些事情与我无关 龙承坐在床檐上 看着烧了一大半的蜡烛 说道 你在宫里 有没有听说一个事情 石金香看向龙承 他不知道龙承想说什么 龙承说道 你长得和卢曼像吗 卢曼就是西夏王后 你什么意思 石金香不解地问道 龙承说道 你的生母是个东周女子 不是卢曼 石金香不敢置信地看着龙承 问道 你到底什么意思 龙承说道 没什么 我只是听说 卢曼杀了你的生母 石金香呆呆地看着龙承 白天被石乐抛弃 晚上又听说自己的生母 被卢王后杀了 自己喊了那么多年的母后 居然不是轻生的 你骗我 石金香突然抱起 从身后牵住龙承的脖子 龙承抓住石金香的手 慢慢拉开 然后转身 把石金香按住 说道 我有什么必须要骗你 这个事情 你大可自己去查 如果卢曼 真的是你亲生母亲 我撒谎有用吗 这个消息 是冯河打探回来的 其实 这个事情并不算隐秘 宫里很多人都知道 只有石金香不知道 很多事情都是如此 全世界都传开了 只有当事人 被蒙在鼓里 比如 谁的老婆出轨了 左邻右舍全知道 除了她老公 石金香眼泪 从眼角不停地落下 身体慢慢瘫软在床上 咚咚咚 房门敲响 龙承问道 谁 属下 何君陶 龙承拿起毯子 盖在石金香身上 说道 进来 龙承问道 什么事情 何君陶犹豫了一下 说道 属下查清楚了 空气和尚在修炼狂师绝 所以才如此猖狂 龙承惊讶道 狂师绝不是王族秘法 石乐 将他传授给外人 何君陶微微点头 说道 消息准确 就是如此 龙承看了一眼石金香 挥挥手 说道 好 知道了 何君陶退出房间 石金香突然大哭起来 龙承微微叹息一声 说道 都是苦命人 何君陶出了房间 进了自己的住处 逢和坐在里面喝茶 怎么样 石金香被大人策反吧 何君陶高兴地点头道 大人真厉害啊 膝下公主居然被策反了 不管怎么说 石金香都是石乐的亲女儿 居然这么快就反水了 大人真厉害 演了一出戏 彻底把公主策反了 逢和黑黑笑道 大人策反的手段当事无双 我也是被策反的 摩羯也是 何君陶赞叹道 要跟大人多学学才是 逢和放下茶杯 说道 不过 我估计大人可能心中不忍 何君陶奇怪地问道 心中不忍 为何 石金香是石乐的女儿 仇人的女儿 有什么不忍 再说了 石乐自己不愿意交换 确实是石乐抛弃了自己的女儿 卢王后也确实杀了他的生母 石金香确实被骗了 大人只是利用了这些事情而已 要说有错 错在石乐 杀了他的生母 又将他抛弃 逢和说道 你觉得大人做事狠不狠 何君陶点头道 狠 逢和摇头笑道 狠的时候确实狠 但有事不够狠 石金香的事情 你要劝他 不要让他觉得自己做错了 大人见不得女人落泪 何君陶点点头 说道 明白了 第二天早上 龙晨推门进了石金香的房间 石金香脸上的泪痕很明显 眼睛有点肿 昨晚上哭了很久 龙晨也不劝 让他哭个够 把心里的委屈全部发泄出来 龙晨没有吵醒石金香 让他继续睡 直到快五时 石金香才醒来 睡好了 还觉得我差吗 很好 石金香长相一般 身材气质都在 毕竟曾经是尊贵的西夏公主 龙晨说道 不早了 起来吧 龙晨开了门 何君陶打了水进来 龙晨说道 帮他洗漱吧 何君陶端过来 拜道 请公主洗漱 石金香看了何君陶一眼 冷冷说道 我不是公主 何君陶尴尬地笑了笑 石金香自己拿起毛巾洗漱 洗漱完毕又送来早餐 何君陶伺候石金香吃完 龙晨说道 这里是战场 我在西风城安排了一座宅子 你到那里去住吧 石金香想了想 最后还是点点头 答应了 他想留下来报复石乐 但是又不想杀西夏的士兵 君陶 安排人送他去 何君陶立即出去安排 过了一会儿 进来回道 安排好了 龙晨说道 这个世界很大 没什么过不去的 石金香落寞地笑了笑 说道 也许吧 何君陶带路 石金香往外走 走了没多远 石金香又回来 说道 石乐把狂视觉告诉了空气 石金香问狂视觉的事情 龙晨微微点头道 对 怎么了 龙晨心头一动 这次演戏给石金香看 就是为了这个 不过 当石金香说起这个时 龙晨心中忽然有点负罪感 他告诉空气 我告诉你 石金香语气带着憎恨 龙晨假装诧异地看着石金香 然后摇头说道 不用 我有圣上的白鸟嘲讽诀 石金香不答应 说道 不行 空气老贼以为练了狂视觉 就能天下无敌 想得美 你也修炼狂视觉 你替我杀他 龙晨微微点头 说道 好 石金香回到房间 拿起笔墨将狂视觉抄录一份 何君陶努力按那心中的喜悦 装出一副惊讶的表情 写完后 石金香放下毛笔 把狂视觉递给龙晨 怨恨地说道 一定要杀了空气老贼 还有 石金香终究没有 说出石乐的名字 龙晨收了狂视觉 劝道 你不要怪石乐 他是帝王 不仅仅是你的父亲 石金香冷笑几声 说道 走吧 何君陶带着石金香下山 安排一辆马车 又安排了几个西场的女探子服侍 送石金香往西丰城去 回到山顶的房间 龙晨坐在桌前 手里拿着狂视觉 脸色不太好 何君陶心中暗道 冯大人真了解大人的想法 大人 石金香是仇人之女 而且 石乐确实抛弃了石金香 卢王后也确实杀了他生母 大人只是利用了这一点意 兵者鬼道 战场你死我活 不可能所有手段都是正当的 大人如果觉得过意不去 对石金香好一点便是 龙晨深吸一口气 又常常呼出来 点头道 是啊 沙场征战 怎么可能所有事情正大光明 宋湘公不积半度 不中伤 不擒二毛 最后输给了楚国 被历史嘲讽为 假人假义的蠢猪 战场只有赢了 才有资格说仁义 此事饱灭 不许告诉任何人 何君陶拜道 属下明白 女帝有白鸟嘲讽 石乐有狂诗诀 李承道有自己的秘法 每个人都只有一种秘法 龙晨现在却拥有了两种秘法 这是私货 不能让别人知道 女帝也不行 女帝如果知晓了 肯定会问的 龙晨到时候还是不给 等攻破精灵和女帝决裂的时候 一场大战是不可免 女帝的修为在龙晨之上 如果没有多余的功法 龙晨如何压制女帝 骗取狂诗诀的事情 只有冯和 何君陶和张倩知道 他们三个是龙晨的心腹 自然不会外传 缓缓展开纸张 龙晨仔细参悟狂诗诀的傲义 天色渐渐暗下来 房间里也黑了 龙晨拿出火折子 点燃蜡烛 火苗慢慢燃起 龙晨将纸张烧成灰 半天的时间 龙晨早把狂诗诀 莫迹于心 东周 金师 御书房 尹凤拿着一份战报走进去 呈给女帝 武王发来的最新战报 女帝拆开看了 惊恶地说道 石乐疯了 尹凤不知道战报的内容 问道 怎么了圣上 女帝把战报给尹凤 说道 空记居然把西夏王族秘法 传授给了空记 尹凤看过战报 不解地说道 这不是王族才能修炼的吗 他传给空记 是不是石乐被武王 逼得走投无路 所以才这样做 昨天新庆城的尹卫禀报 说石乐派红卢寺和普玄出使乌斯国 石乐狗急跳墙了 女帝微微点头 估计是这样 这个石乐 其实 尹凤并不感到多惊讶 因为女帝就把白鸟嘲凤诀 传授给了龙晨 当时尹凤也很震惊 为什么要把皇族秘法 传给一个太监 既然女帝 可以把皇族秘法传给太监 石乐把皇族秘法传给空记 也不算很离谱 当然 此事心里想想就好 不能说出来 武王说 他用石金箱换阳城失败了 这武王怎么会这样 也是没办法了 尹凤看龙晨的战报里 写了用石金箱换阳城失败的事情 他觉得很奇怪 龙晨为什么要这样做 女帝也有些不理解 身为一国之君 怎么可能用最坚固的城池换女儿 龙晨应该知道 这事情成不了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不知道这小子捣什么鬼 他做事情都有目的 等他回来再问吧 女帝知道 事情有蹊跷 既然龙晨不说 女帝也不问 洛西他们两个怎么样了 女帝不担心龙晨没办法 他鬼点子多着呢 女帝担心帝洛西和帝令仪的情况 尹凤说道 李承道停止了攻城 就是威胁 大军还在城外驻扎 武王在郑国寺打了场大胜仗 李承道动摇了 还有一个事情 威臣发现 兵部送给郑国寺的物资不太好 王威好像在公报私仇 女帝笑了笑 说道 随他去 不用管 尹凤微微点头 也就不再说 聚金堂 黑风拿着两封密信 到了后院的水线 这里有一座亭子 旁边有一条小河 一架小水车 慢慢滚动着 沈万金坐在亭子里 旁边一个瓷盆 里面放着一大块冰 两个侍女拿着两把蒲扇 对着冰块扇风 把冷风吹向沈万金 又轩手里 粘着一块点心 小心地送入沈万金的口中 天气渐渐热了 沈万金享受着这热天的清凉 与龙承恩合作 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现在的日子 比以前刀头舔血转赏金舒服多了 沈万金也不避讳 直接说出了内心的想法 又轩是他的玩物 没什么不能说的 身后两个侍女是聋哑人 说了他们也听不见 又轩奉承道 那龙承恩肯定也在庆幸 若非楼主帮他 龙承恩现在敢进攻西夏 上一次他攻下郑国寺 天下会出面 龙承恩就得把东西吐出来 明知道又轩的话是奉承之语 但沈万金很受用 不错 龙承恩当时根本不是天下会的对手 击把手下四大长老 还有暗处的护从 各个都是高手 如果不是本座带人一起围攻 龙承恩早成了天下会的刀下鬼 巨木林那场刺杀 沈万金确实出了大力气 他觉得现在这一切都是他应得的 黑风走过来 将手中的密报呈上 楼主 甘心和燕霜玉的密奏 沈万金接了 两个一起打开 看过了甘心的密奏 再看燕霜玉的密奏 时乐居然 甘心和燕霜玉都说了 龙承用石金香换扬成失败的消息 同时也禀报了 时乐传授空气狂识诀的传闻 沈万金对公主换承词不感兴趣 他在意的是狂识诀 前两天燕霜玉禀报 说龙承从南梁偷回来的是山川地理图 沈万金得知后大失所望 他还以为龙承偷到了什么密集功法 结果居然是地图 如今得知 时乐传授空气王族秘法 沈万金一时有些失神 又轩见沈万金这个样子 问道 楼主 是不是燕霜玉和龙承啊 又轩最喜欢刺探别人隐私 特别是男女之事 当他得知燕霜玉和龙承搞伤了以后 就对此事念念不忘 沈万金没有理会又轩 立即起身往阁楼走去 黑风 黑风立即跟上 快步往阁楼走去 两个聋哑侍女 还在对着瓷盆里的冰块扇风 又轩嫌弃地骂道 两只蠢猪 侍女听不见 继续扇风 又轩极力讨好沈万金 但沈万金总是完事就翻脸 表现得很无情 又轩屁股挪了挪 坐在沈万金刚才的位置 吹着冷风 拿起点心自己吃 沈万金快速上了阁楼 拿出笔墨 在纸上落下三个字 招财令 黑风见到这三个字 立即退到一边 低头不敢看 沈万金迅速写完 装进竹筒 用风泥封好 吩咐道 你亲自走一趟 送给甘心 让他不惜一切代价 黑风上前接了竹筒 拜道 属下遵命 这就走 黑风知道事情紧急 转身就要出去 沈万金突然起身说道 等等 黑风停下来 等待沈万金心的吩咐 沈万金想了想 说道 本座 亲自走一趟 你留在这里 就说 本座闭关修炼 龙尘用修炼当幌子 人却悄悄出现在御佛关 杀了德善一个措手不及 沈万金一样画葫芦 也说自己闭关修炼 黑风立即交还竹筒 拜道 属下遵命 沈万金收了竹筒 说道 背马 黑风立即下去背马 沈万金拆开竹筒 拿出里面的密信烧了 然后进了自己的卧室 对着镜子 拿出工具化妆 等黑风准备好了 马匹和东西上来时 沈万金已经变成一个 胖乎乎的年轻顽固公子 手里一把折扇 满面油光 再点两个人手 充当仆丛 沈万金这个样子 必须有仆人 才能称为顽固公子 黑风立即点了 两个得力的刺客 扮作仆丛 立即跟着沈万金往西去 出了金师 沈万金小型叶素 很快到了西风城 到了东门时 沈万金又变成了一个中年商人 压着一个车队进城 士兵拦下沈万金 看过了录影 便放了过去 沿着主街 走到玉佛楼门口的时候 正见到李三娘 指挥伙计作事 玉佛楼前忙忙碌碌 客商进进出出 很是热闹红火 燕霜玉和龙城勾搭上以后 龙家军所有的军械自重 除了由兵部负责的以外 全部由玉佛楼经手 靠着龙家军 玉佛楼何止日进斗金 沈万金看到玉佛楼生意好 心中暗暗欢喜 赶着马车 沈万金继续往西走 沈万金离开玉佛楼的时候 没有发现身后有个人正看着他 那人正是龙城 龙城刚从郑国寺到西风城 正打算找燕霜玉谈谈人生 谈谈理想 顺便谈谈男女之情 昨天下午 何君逃说金师的探子 非英传书 说沈万金突然闭关 龙城就猜到沈万金离开了金师 至于去了哪里 龙城不知道 但是在玉佛楼前 见到这几个人的时候 龙城立即判断出来 此人就是沈万金 沈万金的容貌虽然改了 但那阴冷的气质没有改变 而且 他有个改不掉的习惯 右手的手指 喜欢动来动去 他的兵器是铁胆 常年右手转动铁胆 养成了这个习惯 再加上身后两个伙计 眼神阴冷 走路的时候 总是警觉地看四周 龙城很快识破了沈万金的身份 沈万金不在玉佛楼停留 继续往西走 就是阳城了 西下千金使甘心 找甘心做什么 使得他亲自来的 狂视觉 再往西 唯一的大城就是阳城 玉佛关和镇国寺 这两个地方是军事据点 沈万金不可能停留 千里迢迢从京师来到这里 龙城不觉得 沈万金会找他喝酒聊天 两人没什么交情 沈万金亲自出马 目的地阳城 联系起燕双玉 问龙城从南梁偷了什么功法 沈万金的目标 只有狂失觉 有意思 龙城望了一眼 玉佛楼 转身往另一处街道走去 到了一处偏僻的宅子前 大门打开 里面一个中年女子 出来替龙城牵马 龙城进门 女子立即关门 公主呢 在房间里呢 二公主到这里以后 整天就躺着 也不出门 也不说话 宅子里的其他女探子 知道龙城来了 立即都过来拜见 你们忙去吧 龙城走进了石金香的房间 地上和家具 都收拾得很干净 床上却很乱 石金香头发凌乱 就那样躺着 目光无神地看着屋顶 龙城站在床边 石金香好像没发现一样 龙城心中暗暗叹息 在床檐坐下 怎么 心里的结还是打不开 石金香慢慢转头 眼神微微闪动一下 声音有些沙哑地说道 你来了 好看吗 是不是变难看了 龙城看着拉拉踏踏 石金香 叹息说道 你何必呢 惩罚自己 石勒抛弃你 卢王后欺骗你 这都是别人的错 你为什么要用别人的错 惩罚自己 石金香微微抽气道 从小到大 我都以为我是天底下 最幸福最快乐的人 可是现在 我发现都是假的 他们都骗我 他们根本不爱我 龙城说道 你知道我是怎么活过来的吗 白狼山之战 李承道设计 故意泄露军情 给石勒和耶律红 将十万龙家军围困白狼山 父亲和大哥死战 十万兄弟全部战死 我在交战时 被烈火焚烧 受伤坠落山剑 醒来时看到的是满地尸体 我武功尽费 裹着破衣烂山 从白狼山爬出来 行尸走肉斑 往金陵走 我要亲口问李承道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龙家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龙家世代 为南梁作战 我父亲又是英雄台 选出来的大将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流浪到东周金师时 我被几个无赖打晕 六两银子 迈进了近身房 成了太监 后来 我想通了 就算当面问了李承道 又有什么用 他可以有千万个理由 反正人都死了 我不要他的解释 我不需要理由 我只需要复仇 我攻破临江城 我杀了上官威 我杀了慕容霄 我杀了李承统 李元英 李元吉 李继业 他的四个儿子 全都死了 不要用别人的错误 惩罚自己 能放下就放下 如果放不下 那就复仇 石金香听的出神 有那么一瞬间 他想报复石乐 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我的母亲是谁 石金香想知道 自己的生母是何人 龙臣摇摇头 说道 不知道 她是东周一个商人的女儿 跟随父亲到新庆城做买卖 石乐看中了她 就把她的父亲和伙计杀了 将她留在宫里 后来 她怀上了你 生下了你 石乐确实很喜欢她 据说宠冠后宫 再后来 王后卢曼嫉妒 堵死了她 宫里不就这些烂事 你应该见多了 石金香苦笑道 我的母亲 甚至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吗 龙臣微微叹息道 石乐封她为夏贵妃 意思是 西夏的贵妃 只有这个封号 石金香冷笑道 大夏的贵妃 然后被杀了 龙臣抱着石金香 不再说什么 这些都是她自己的恩怨 龙臣不想引导她 帮自己打仗 对付西夏 我要跟你一起灭掉西夏 终于 石金香还是说出了这句话 龙臣却没有答应 说道 西夏和你没有仇恨 石乐是一国之君 他不肯 为你失去杨诚是对的 你可以和她断绝妇女之情 但你没必要和她刀兵相见 你唯一的仇人就是卢曼 他杀了你的生母 你可以找她复仇 找西夏 石乐复仇 这是龙臣的事情 和石金香无关 龙臣不想诱导石金香妇女相残 石金香擦了擦眼泪 说道 好 等你攻破王城 我要当面问问那个贱人 为什么杀我生母 为什么骗我 龙臣点头答应 好 到时候我带你去 跟我出去走走逛逛 西风城是我建造起来的 这里是我的地盘 没人敢动你 石金香微微点头 好 女仆立即过来 替石金香收拾打扮 石金香穿得很简单 黑直的长发束在脑后 简单做了个发型 插上一只簪子 一件带蓝色丝绸衣裙 脚下绣花鞋 公主 好了 女仆退到一边 石金香看着镜子里的妆容 满意地点点头 说道 记住 我不是公主 女仆有些不知所措 如果不叫公主 那叫什么 叫湘将军吧 龙臣见女仆无所适从 便说了一个称呼 属下遵命 女仆立即拜道 走吧 龙臣上前 拉着石金香的手往外走 到了院子里 树上两只鸟 正叼着树枝稻草回来 鸟巢已经成了大半 女仆拉着两匹马过来 龙臣摇摇头 挽着石金香步行出门 石金香所在的宅子比较偏僻 两人缓步走在黄土路上 时不时会看到衣衫破旧的人走过 给我玩一下 一个八九岁的孩子 手里拿着个波浪鼓在前面跑 手里的波浪鼓 发出咚咚咚的响声 身后几个孩子追着要玩 孩子冲过去 留下一路的嬉闹声 石金香回头望了一眼 挽住龙臣的胳膊紧了紧 身子微微侧了侧 想靠在龙臣身上 最后还是没有 龙臣注意到了这个微小的动作 石金香开始真正动感情了 之前床上的疯狂 是为了发泄情绪 并没有什么真情 走到了城中心 人多了起来 也热闹了起来 车水马龙的街道熙熙攘攘 商旅百姓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 路边的店铺生意红火 街角巷子的小摊 冒着腾腾的热气 鱼丸 刚打的鱼丸 一股扑鼻的鱼纤味飘来 龙臣停下脚 问道 吃不吃鱼丸 石金香没吃早饭 肚子确实饿了 闻到鱼丸的香味 石金香点点头 龙臣挽着石金香 在巷子里坐下 老板立即过来问道 两位官人 娘子 您要大碗还是小碗 龙臣说道 来一大碗 老板笑呵呵硬道 好嘞 您稍等 石金香问道 你不吃吗 龙臣笑了笑没有回答 很快 老板盛了一大碗鱼丸汤过来 说道 这是袁孝谷的活鱼 做成的鱼丸 西风城最新鲜的鱼丸 您尝尝 鱼丸汤放下来 龙臣拿起勺子 摇起一颗鱼丸 吹了吹 送到石金香嘴边 石金香有些不好意思 伸手想接勺子 说道 我自己来 龙臣收回勺子 笑道 乖 张嘴 石金香慢慢张开嘴 龙臣将鱼丸送入口中 好吃吗 石金香吃了一颗 微微点头道 好吃 你也尝尝 龙臣自己尝了一颗 点头道 确实鲜美 你再吃一颗 摇起一颗 石金香吃得很开心 老板看龙臣喂食的样子 笑道 客观 刚刚成亲不久吧 石金香脸色有些尴尬 龙臣笑道 对 刚成亲不久 老板笑了笑 继续忙活 吃完鱼丸汤 龙臣放了一枚金币在桌上 老板见到金币的时候 龙臣已经走了 哎呀这个新郎官 出手这么阔绰 老板小心把金币贴身藏了 他头一回遇到这么阔绰的客人 石金香拉着龙臣的手 脚步轻快地东看看戏看看 我想看看那个 石金香看一家首饰店非常热闹 也想过去看看 龙臣陪着石金香进了首饰店 柜子上摆着许多金银首饰 还有很多西域的宝石 客观 想买什么样的 一个富泰的女子走过来 笑盈盈地问道 看龙臣和石金香的衣服打扮 就是有钱人 女子笑得格外热情 先看看 龙臣笑了笑 随口应了一句 这位娘子生得如此美貌 这副金香玉的首饰配他 女子拿起一副镶嵌着杨之玉的金首饰 送到龙臣面前 龙臣没有接 笑道 不是我买 女子立即笑盈盈对石金香说道 娘子 这首饰适合您 石金香没有理会 自己慢慢挑 好看吗 石金香拿起一根装饰着脆鸟羽毛的簪子 插在头发上 转头问龙臣 石金香生在膝下 适合比较艳丽的首饰 嗯 好看 龙臣认真的点头 石金香却撅嘴说道 骗人 放下脆鱼簪子 石金香又挑了几个 龙臣觉得 每个都挺好看的 但石金香都没看中 这是什么 挺好看的 石金香拿起一根血红色的簪子 做得很简单 大概一尺多长 比筷子粗一点 看起来很像玻璃棒 我要这个 石金香拿起簪子 插在头发上 对着店里的镜子照了照 感觉很满意 好看吗 石金香问龙臣 龙臣仔细看了看簪子 感觉很奇特 挺好的 我怎么没见过 富泰女子见石金香剪了这个 脸上历时浮现不屑的表情 娘子 那是南梁来的石簪子 半两银子 便宜货 本以为龙臣是有钱人 没想到最后看中一个便宜东西 他怀疑龙臣和石金香 是不是假装有钱人 就这个 石金香自小在宫廷长大 金银珠宝剑多了 对于他来说 这个石簪子最好 龙臣丢了一枚金币在柜台上 富泰女子见龙臣出手大方 脸色历时又变了 高兴地说道 娘子眼力独特 这可是从南梁离火岛来的 非常稀有 一般人还看不出他的好处 离火岛 龙臣好像听说过 但又记不清 龙臣没有多理会富泰女子 挽着石金香地守出了首饰店 两人在街上一直逛到下午日头西沉 才回到院子 石金香甜甜地挽着龙臣胳膊 问一些金师那边的事情 还有龙臣小时候的经历 大人 湘将军 晚饭准备好了 不用 我们吃过了 龙臣挽着石金香 回到房间坐下 石金香倒在床上 手里把玩着石簪子 这个簪子好特别啊 拿在手里 有种特殊的感觉 龙臣躺在旁边 仔细看了看 是感觉不一样 好像里面有流动的血 我明天要去一趟新庆城 这些时候不过来 你自己可以出去逛逛 龙臣把石簪子放在一旁 抱着石金香说道 石金香躺在怀里 也不多问 说道 好 去新庆城 肯定是为了打仗 石金香懒得过问了 累不累 龙臣解开石金香的衣袋 手伸到里面去 石金香的肌肤不白 但特别滑腻 手感特别好 嗯 石金香躲开了龙臣的手 娇声说道 好好睡觉 不许动手动脚 经过一天的时间 石金香有些害羞了 这说明有感情了 第二天早上 龙臣起来 石金香送到门口 仆人牵马过来 龙臣上马离开西风城 回到镇国寺 刚上山顶 就看到白婷婷坐在石狮子上面 看着龙臣问道 武王大人 去哪里了 两个晚上不归宿 龙臣面不改色 中气十足地说道 去查了一些事情 老吴呢 白婷婷跳下来 搭着龙臣的肩膀 贼贼地问道 查什么 龙臣避而不答 说道 把老吴找过来 我今天要去西夏一趟 前两天真的在查底细 白婷婷撇撇嘴说道 死太监 龙臣回了房间 不多时 吴贱进了房间 白婷婷跟着进来 关上门 吴贱坐下来 白婷婷站在龙臣旁边 大人 什么事情 吴贱自己倒了一碗水喝了 外面天气真的热 龙臣说道 我要去一趟西夏 这边你守住 对外就说 我在闭关修炼 阳城那边 虽说石乐和空寄老徒驴 只守不攻 也要防备他们突袭 不可大意 吴贱放下水碗 问道 大人何时启程 等会儿就走 龙臣本打算 昨天找烟霜玉爽一爽 然后提裤子走人 结果遇到沈万金 只好去找石金香 这么接 吴贱还以为过两天才启程 龙臣说道 准备很久了 昨天把事情查清楚了 就该动身了 龙臣不忘再撒个谎 糊弄一下身边的白婷婷 傅隽 我跟你一起去 白婷婷最喜欢这种 孤身闯入龙坛虎穴的感觉 上次精灵之行没有带她 白婷婷说了很久 龙臣说道 不行 你如果不在这里 石乐能猜到 我也不在 白婷婷撅着嘴不开心 吴贱说道 大人小心 金灵城被搅过一次 石乐可能会有防备 龙臣说道 我知道 这里你看着点 吴贱点头道 这个放心 我只手不攻 等大人回来再说 龙臣想了想 多余的不用吩咐 吴贱独自在玉佛馆统兵那么久 带兵打仗都是内行 再加上张倩 独孤嘉丽和吴楚楚两姐妹 他们四个也可以说是沙场老将了 这么多人镇守 就算石乐突袭 也不可能轻易打下郑国寺 如果石乐真的敢突袭 龙臣也能两天内从新庆城赶回来 你跟倩倩他们说一声 我这就走 龙臣吩咐白婷婷 张倩那边不解释一番 弄不好又以为自己逛青楼去了 白婷婷失望地点点头 不能和龙臣一起去 他感觉很失落 吴贱和白婷婷出去后 龙臣换了一身普通的龙家军衣甲 简单化个妆 只带了一把匕首 就出门往北面山下走去 到了山下 冯和牵着一匹马 在树荫下等着 白姑娘没跟来 冯和笑嘻嘻问道 他想跟来 我没让他来 龙臣上马 两人立即悄悄往西走 离开镇国寺不远 到了一个镇子 路边停着一只驼队 这是西场探子假扮的 拜见武王 见到龙臣 驼队的探子立即拜见 龙臣把衣服换了 扮作商人模样 冯和扮作帐房先生 压着一车东周的货物 往新庆城进发 目标你都选好了吗 龙臣骑着马 望着周围萧条的村落 地里耕种的 都是些老弱妇孺 阳城周围的金状 都被抓去阳城打仗 春天农忙时节 只有老弱妇孺下地 冯和说道 选好了 前面不远有一处庄子 叫做朱家庄 庄主叫做朱勇 这个朱勇有十六房小妾 一个正妻牧师 生了二十多个子女 全是昭提斯的野种 朱家庄在周围的势力很大 这个朱勇是个凶悍之人 收留了不少亡命之徒 如果他反了 够食乐忙活的 阳城被食乐守的铁筒一般 龙家军过不去 外部无法攻破 龙臣打算从内部搞事情 这次潜入西夏的目的 就是利用昭提斯囚子的事情 让西夏内部军臣百姓反目 最好能策反一批内影 好 第一个目标就是这个朱勇了 龙臣微微点头 商队缓缓往前 东西走向的连绵高山 横卧在地上 山顶的积雪开始融化成雪水 汇聚成一道道溪流 在山下变成一条浅浅的河水 得到雪水滋润的土地 长出了绿色 树上的枝叶嫩绿 阳光透过树叶 似乎能看清树叶的脉络 河流缓缓往东南流动 经过一个庄子 庄子很大 成圆形 占地一百多亩 墙高十米 用夯土石头建造 顶上还有黑瓦做屋顶 看起来像一座城堡 周围是平整的田地 许多电农正在劳作 耕牛慢慢拉着篱笆 土被破开 不少乌鸦跟在篱笆后头吃虫子 河水被一座水坝拦截 沿着沟渠分开 像毛细血管一样 滋润着这片干涸的土地 一个年纪快五十岁的男子 身穿黑色丝绸衣衫 头戴一顶方巾 从并角能看出 头发已经花白 这个庄子便是朱家庄 这个男子便是庄主朱勇 朱勇手持一柄铁如意 身后跟着一个岁数 差不多的男子 身穿布衣 脚下布鞋 此人是管家朱熹 庄主 昨日又跑了二十个 抓回来七个 还有十三个跑了 朱熹看着正在劳作的 店户和奴隶 有些无奈地说道 朱勇手中的金如意 在肩膀上敲了敲 愤恨地骂道 这帮杀财 真以为到了阳城 就能脱离奴籍 分到田地 在老子这里 还能有颗脑袋吃饭 去了阳城 呵呵 吃饭的家伙都保不住 龙晨在后方散布谣言 说 时乐要把地主豪强的土地 分给店户 这个谣言效果很好 店户居然从地主家逃离 跑到阳城当兵 就想着脱离奴籍 能分到田地 时乐现在需要兵丁 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朝中大臣和地主豪强的反对 他假装不知道 朱家庄这些时候 陆陆续续逃走了三百多人 朱勇大为光火 我听说阳城那边战士吃紧 二公主都被抓了活的 龙晨恩想用公主换阳城 王上不愿意 公主现在 被龙晨恩关在镇国四夜夜糟蹋 可惨了 管家朱熹说 这个的时候 脸上带着猥琐的笑容 好像在说村里寡妇和谁稿上了 谁家的小叔子 又和嫂子偷情被抓了一样 朱勇手中金如意伸进领口 在后背上挠了挠 嘿嘿笑道 你怎么知道惨 我可听说 龙晨恩的技术好着呢 或许公主开心着呢 管家朱熹跟着笑道 有道理 听说龙晨恩手下有五个大将 每个都是绝色美女 朱勇拿着金如意在肩膀上敲了敲 望着一望无际的田地 说道 说得老子也想去阳城看热闹 瞅瞅那女将到底长啥样 管家朱熹奉承道 庄主 你有十六房小妾 比龙晨恩还多 日子不比那太监快活 朱勇哈哈笑道 说得好 老子小妾比他多 子孙满堂 他这个太监能不能生还是个问题 管家朱熹笑道 没错 膝下的百姓不能生 还能到昭提寺求子堂祈求保佑 他如果生不出来 归一佛不会保佑他 还是个绝户 朱勇哈哈大笑道 有道理 哒哒哒 几十匹马从远处奔跑过来 马上坐着一帮飙肥体壮的汉子 马背上挂着各色的猎物 这些汉子 就是朱勇收留的无赖帮贤 平日里不干活 就是吃饱了 就出去打练 如果朱勇遇到难事 也替朱勇充当打手 今日收场不错呀 朱勇笑呵呵打招呼 这群汉子在马背上提起猎物 笑道 庄主 今日吃鹿肉 还有许多野味 朱勇笑道 走 一群人乱哄哄往里走 管家朱熹被甩在身后 走在队伍后头 朱熹看着马屁股 心里很不爽 他不喜欢这帮吃喝打混的闲汉 因为这帮人不尊重他 啪 马屁股收缩一下 一坨屎落在地上 朱熹一步留神 不斜踩在马粪上 朱熹连忙抬起脚 不斜上还是沾满了马粪 晦气 朱熹骂了一句 有一脚没一脚地往里走 庄子门口有两个壮汉守门 大门很高 起码可以冲过去 不用担心撞头 两扇门板非常厚实 表面镶着一层铜皮 打着铜钉 走进大门 庄子里一排排房屋整齐的排列 有轿场 有独立的宅邸 有池塘花园 甚至还有集市 里面自成一个世界 庄子的中间是一座佛堂 时不时有人进去上香 让你跑 让你跑 门口不远处传来一声声惨叫 朱熹却毫不在乎 那是被抓回来的汉子 正吊起来抽打 身上的衣服被扒掉 鞭子在身上留下道道血痕 朱永带着一帮 贤汉进了轿场舞枪弄棒 猎物丢给厨房收拾 朱熹踩了马粪 先回房换鞋子 进了房间 一个婢女立即过来伺候 朱熹往椅子上一座 搅一台 婢女立即蹲下 帮朱熹脱掉鞋袜 又另外找了一双换上 换好了鞋袜 朱熹起身走出房间 一个长相不错的婢女走过来 说道 管家 夫人叫您过去一下 这个婢女 是正妻牧师的贴身婢女红梅 哦 什么事情 朱熹心中盈盈已经猜到了 应该还是那件事情 红梅似乎很不愿意提起 说道 还是那个事情 朱熹脸色一沉 立即跟着婢女红梅 往后院走去 朱永住的宅邸 在庄子的南边 是一座久静的大宅子 过了许多个门 朱熹才到了 牧师所在的正房 夫人 管家来了 婢女红梅 先一步进了房间 里面坐着一个 身穿藏蓝色丝绸衣服的 富泰女子 长得看起来慈眉善目 嘴角的一颗质很显眼 此人便是朱永的正妻牧师 夫人 朱熹进门对着牧师 行礼拜见 牧师坐在太师椅上 就让管家朱熹站着 说道 管家 昨夜那声音还是有 法师不是来过了 怎么没用 朱熹无奈地说道 我也不知道啊 那法师是从朝提寺请来的 按理说 应该有用啊 牧师郑重地说道 我看那东西厉害 不如再去请金言法师来做法 上次金言法师来过一次 那东西消停了一阵子 我看金言法师的佛法是好的 管家朱熹应承道 好 我这就去安排 牧师点点头 说道 快些去 庄子里人心惶惶的 管家出了房间 一路往前走 心里在想牧师吩咐的事情 朱家庄一直都挺好的 可是两个月前 不知道怎么的 突然就闹鬼了 到了晚上子时 总有呜呜的哭声出现 开始以为是哪个女奴偷偷哭泣 后来就出现 有人见到女鬼的事情 朱永的酒房小妾润玉 更是被吓得半死 那天晚上 润云正在房间里睡觉 梦里感觉鼻子好痒 她就挠鼻子 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 仗内一只女鬼 和她差不多脸贴脸 头发落在她的脸上 润玉当时 吓得三魂七魄都没了 人像得了失心疯一样 朱永做多了亏心事 以为是那些 被她折磨死的人 回来锁命 立即派人往昭提寺 请人驱鬼做法事 昭提寺的金言法师 自告奋勇到了朱家庄 做了一场 声势浩大的法事 还举行了捉鬼仪式 酒房小妾润云 被吓得神志疯癫 金言法师 在润云房间里摆阵 做了一晚上的道场 润玉也慢慢恢复了 朱永一直信奉 昭提寺的皈依佛 她手下的小妾 跟着她都生不出孩子 但是去了昭提寺 囚子以后 回来都生了 因此 朱永对昭提寺 十分幸福 这次闹鬼事件后 朱永对昭提寺 更是虔诚被制 可是 本以为事情就此消停 谁知道前些时候 又开始了 这一次 昭提寺只派了一个 普通僧人过来 照样做了法事 但是没效果 庄子里一到晚上 就有呜呜的鬼哭声 有时还能见到女鬼 搞得人心惶惶 晚上庄子的人 都不敢出来撒尿 所以 牧师让管家想办法 想再请金言法师 过来做法 朱永没有办法 只能答应 这是大事 他必须找朱永商议一下 出了房间 走进教场 就看到朱永骑着马 手里拿着一张弓 对着靶子射箭 朱永的骑射很不错 每次都能射中靶子 帮闲的汉子 发出阵阵喝彩 场面倒是热闹 朱熹站在教场边缘 等朱永闹完了 从马上下来 才走过去 庄主 夫人说想再请金言法师 过来做法 您看这 说到这个事情 朱永的脸色 也变得难看 去吧 就请金言法师 上次他做法有用 到底哪个人没死透 还敢回来作祟 朱永非常气愤 活着的人他都不怕 就算食乐 他也敢顶一下 可是闹鬼这样的事情 他没有法子 那我明日 派人去招提事情 去吧 早些去 管家朱熹答应了 厨房的老张走过来 说道 庄主 野味做好了 朱永听说野外做好了 肚子的蝉虫动了 喊道 走 吃野味去 一帮人杂杂呼呼 往饭堂去 一盆盆肉摆在桌上 几大坛酒已经开了 朱永带头大碗喝酒 大块吃肉 划拳吵闹的声音很大 搞得跟陆林好汉一般 朱熹自己打了陆肉 在一边吃着 他不喜欢和这些人一起闹 庄子外 叮铃铃 清脆的铃声 从远处的路边传来 一个身穿道袍的年轻道士 骑着一头毛驴 慢悠悠往朱家庄走来 大道无形 生育天地 大道无情 运行日月 大道无名 掌养万物 驴背上的道士 摇动着三清灵 嘴里唱着歌诀 手中一杆浮沉 飘然有世外之姿 两边劳作的农夫 纷纷执起身子 看向这个道士 怎么来了道士 来了刚好 我们庄子正闹鬼呢 不许说 小心打死你 道士晃晃悠悠到了庄子门口 毛驴停下来 道士抬头望着庄子的上空 就这么一直看着 守在门口的两个壮汉 正想问道士来做什么 却见道士一言不发 就是望着庄子的上空 过了许久 道士还是那样 守门的壮汉 终于忍不住了 问道 道士 你看什么呢 道士低下头 诧异地说道 你们这庄子 为何有这么大的邪气 这是恶鬼入宅之相啊 听闻道士词语 壮汉连忙问道 道长会捉鬼吗 朱家庄闹鬼 道长正好到了门前 不用说 这个骑驴的道士 就是龙晨 见龙晨迈向不错 加之一副高深莫测的举动 守门壮汉立即问龙晨 会不会捉鬼 龙晨手中浮沉 在身前甩了甩 继续望着庄子上空 眼睛眯成一条线 看了许久 龙晨才说道 请你们庄主出来说话 两个壮汉大喜 说道 道长等会儿 一个壮汉守在门口 另一个壮汉 转身跑进庄子 找管家朱熹 壮汉跑到了朱熹门口 遇到了正在晒鞋子的婢女 壮汉见四下无人 脸上露出猥琐的嬉笑 兰花 管家在吗 婢女兰花瞥了一眼壮汉 警觉地说道 在呢 你敢胡来 打断你狗腿 这个壮汉喜欢兰花 总是毛手毛脚 兰花拿管家吓他 本以为壮汉会怕 没想到壮汉却说 我有事要见管家 你通报一下 兰花微微惊讶 暗暗退后一步 说道 你不要乱来 壮汉明白过来了 嘿嘿笑道 管家不在啊 你骗我 兰花手里 拿着朱棕毛做成的鞋刷子 提高了嗓门喊道 分担子 你不计打 上次 这个壮汉菲理兰花 被管家狠狠打了一顿 罚他守大门 壮汉黑黑笑道 不敢了不敢了 真有事 管家在哪里 兰花见壮汉不动手 这才说道 在饭堂呢 你去那里找他 壮汉一步三回头 眼缠的丑兰花 丰满的钉 心中暗道 小娘们钉嫩大 给老子生俩娃多好 壮汉依依不舍走到饭堂 划拳喝酒的声音传出来 酒肉的香味扑鼻 壮汉长子碌碌的响 吞了口唾沫 壮汉小心站在门边往里瞧 看到管家在边上自真自引 样子挺快活 壮汉悄悄进去 到了管家身边 看了一眼碗里的肉 说道 管家 门外来了的道士 说能捉鬼 管家见壮汉进来 脸色很是厌恶 兰花是他房里的婢女 那肥定是他的东西 道士 我们朱家庄信奉归一佛 找什么道士 西夏佛门独大 道门极少 道士也少 管家听说道士上门 第一反应就是拒绝 壮汉说道 管家 庄子里人心惶惶 管他和尚道士 能捉鬼驱邪不就行了 管家眉头一皱 手里的酒杯拍在桌上 冷冷说道 要不要你来做管家 兰花的 并不错吧 壮汉立即陪笑道 管家说笑了 我是什么东西 我这就赶那牛鼻子走 壮汉灰溜溜地出了饭堂 走回门口 壮汉闻了纹身上的酒肉尾 肚子更饿了 回到门口 见到龙晨站在路边 轻吕胡须看农夫劳作 毛驴在田梗上悠闲地吃着青草 乌娜道士 你走吧 庄主没空见你 壮汉想要个肥定 却贴了个冷屁股 心里很不爽 龙晨见壮汉如此模样 心知这祸碰壁了 无量天尊 既然庄主没空 频道告辞 龙晨骑着毛驴 摇着三清灵 唱着道歌 晃晃悠悠离开了庄子 朱家庄真的很大 拥有的土地也很多 朱勇的故农 店户 加上庄子里的奴仆 估计有上万人 富者连田千墨 评者无力追之地 龙晨微微叹息一声 从古至今 富者越富 评者越评 从未变过 《道德经》说 天之道 损有余而补不足 人之道则不然 损不足以奉有余 天道削风填谷 让世界归于均衡 人类社会则不同 权力财富不断急剧 站在顶端的人 像吸血鬼一样 榨干天下的明知明高 直到社会崩塌 改朝换代 王侯将相 在大起义的浪潮下 变为黄土 天道一遍遍将人道抹平 人道又一次次地 重新集聚财富 王朝一次次崛起 又一次次灭亡 庚子就在土地兼并 财富集中 权力财富的集中不可避免 王朝的崩塌就是宿命 风鸾如炬 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同关路 望西都 一愁愁 伤心情汉金行处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心 百姓苦 王 百姓苦 龙尘道骑毛驴 缓缓走出了朱家庄的地界 地里耕中的百姓 听着龙尘的歌声 似懂非懂地看着毛驴远去 龙尘骑着驴 进了一片林子 冯河和商队的其他人 正在里面吃干粮 大人没成 冯河有些诧异地问道 龙尘从驴背上下来 拍了拍脚上的灰尘 说道 有什么奇怪的 朱勇信奉佛门 不肯见我这个道士很正常 今晚再去吓唬一下 所谓病急乱投医 事情闹大了 就不会管什么和尚道士 冯河拿起一块饼 递给龙尘 笑道 大人 我觉得您剃个光头 假装游方的僧人 他们肯定就请您进去了 龙尘接了饼 坐下来吃了两口 感觉太干了 拿起水壶喝了一口水 说道 什么馊主意 我剃光头 龙尘不喜欢佛门 他更喜欢道门 和摩羯关系好 那是私交 冯河突然说道 大人 我听说一件事情 龙尘瞥了一眼冯河 说道 憋屁很舒服吗 冯河笑嘻嘻说道 我听说紫霄宫的紫云师太 特别漂亮 和圣上伯仲之间 大人不喜欢佛门 可以去紫霄宫 听紫云师太讲道 紫云师太的名字 听说很久了 但只闻其名 不见其人 不过 紫霄宫都是女的 我一个大男人去听讲道 你信吗 师太信吗 若是以前 龙尘顶着 甲太监的名号 去还行 如今这个身份 没法去了 冯河黑黑笑道 我就是说说而已 那今晚上 我再让他们 吓唬吓唬朱勇 龙尘吃完干粮 就在林子里 搭个帐篷休息 天色渐渐黑下来 朱家庄也慢慢 安静下来 朱勇白天和那群汉子 喝酒吃肉到傍晚 然后醉醺醺地 回房休息去了 庄子的大门口 点燃了火盆 将门口的两尊 石狮子 照得清清楚楚 庄子里头 屋檐下挂着 白色的灯笼 主路上也点了火把 庄子很亮堂 却看不到行人 只有偶尔的 犬肺声打破死寂 更显得安静诡异 一个庚夫 一手提着灯笼 一手拿着木锤 腰间挂着一个竹筒 庚夫半缩着脖子 紧张地张望周围 手里的木锤 用力敲了敲腰间的竹筒 大声喊道 天干物燥 小心火烛 庚夫有意提高嗓门 似乎再给自己壮胆一样 哆哆哆 庚夫一直往前走 他不敢往回看 手里的木锤敲得很用力 呜呜 身后一阵阴冷的风吹来 悠悠的乌叶声 随着风吹过来 庚夫感觉浑身一个机灵 庚夫没有回头 他快步往前走 脚步越来越快 最后变成了奔跑 手中的灯笼乱晃 里面的烛火点燃了灯笼 庚夫提着着火的灯笼往前跑 忍不住大喊道 有鬼啊 朱家庄南边的宅邸 久禁的房子 后院住的除了正亲牧师 便是朱永的十六房小妾 小妾住的房间一字排开 前面是一条路 每个房间门口都有一个挂钩 第十三个房间门口 挂钩上挂着一柄金如意 正是朱永的那个 金如意挂在哪里 说明晚上 朱永就跟哪个小妾睡一起 挂在了第十三个房间 朱永便是在十三房小妾水仙房中过夜 朱永这人很有意思 他会在小妾进门后的第二天 根据每个小妾的特点 取不同的名字 比如 这十三房小妾水仙 就是因为水灵 所以取了一个带水的名字 房间里 朱永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脸上的醉酒红很明显 酒气很大 一个身穿粉色睡衣 脚下一双绣花鞋 长得白白嫩嫩的婴儿肥女子 只会压缓给朱永擦拭身体 夫人 茶水好了 一个长得矮胖的婢女 端着一碗茶过来 夫人是正妻的称呼 按理说 水仙一个妾是不能这么叫 这是水仙要求的 开了门叫娘子 关了门叫夫人 放了吗 水仙低声问道 婢女点点头 说道 放了 朱永睡得昏昏沉沉 水仙接了茶 坐在床檐上 柔声喊道 老爷 喝口茶姐姐渴吧 朱永正口渴 便慢慢爬起来 接了水仙的茶 两口全灌了下去 喝完了茶 朱永倒头躺着就睡 水仙解开睡衣上去 耐心地等着药效发作 过了会儿 药效有了 水仙迫不及待地爬上去 水仙的名字不是白取的 朱永虽然很快 水仙还是下了一场泼嫖大雨 两个婢女连忙收拾好 水仙意犹未尽地躺在旁边睡下 婢女只留了一盏烛火 就在外头靠着休息 婢女是很辛苦的 主子吃喝拉撒都得陪着 水仙沉沉睡去 两个婢女靠在床边上 也慢慢睡着 梦里 水仙走在湖边 垂下的柳枝扶在面上 脸上感觉痒痒的 水仙顺手攀了一条柳枝 想折下来 但无论怎么用力 柳枝都无法折断 嗯 水仙的手一用力 自己醒了 睁开眼睛 昏暗的烛火透过杖子 照出一张惨白恐怖的脸 头发顺着脑袋垂下 落在了水仙的脸上 两只血红色的眼睛盯着自己 水仙身躯猛的一阵 发出一声淒厉的尖叫 鬼啊 睡下旁边的朱勇 被叫声惊醒 睁眼便看到那张鬼脸 朱勇也被吓了一跳 但他毕竟是练过舞的狠人 拳头对着鬼脸砸过去 拳头还没到 房间里的烛火突然熄灭 杖内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见 朱勇猛地爬起来 头发杖子撑起来 大喊道 点灯 婢女也醒了 匆匆忙忙重新点了烛火 照亮了房间 朱勇几下撕碎杖子 环顾房间四周 却看不到任何东西 鬼啊 鬼 小妾水仙下得两眼发直 白嫩的身子 像癫痫一样抽动 朱勇也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酒已经醒了 来人 朱勇跳下床 打开房门大喊一声 十几个看家护院的壮丁 提着刀过来 装着 为首一个汉子身穿黑衣 脚穿皮靴 手里一把短刀 此人是朱勇 请来的武士贺鹏 有鬼 朱勇喘了几口气 才慢慢恢复过来 贺鹏和身后的壮丁 听说有鬼 手中的刀紧了紧 忍不住四股张望 武士贺鹏 面色惊恐地说道 庄主 刚才巡夜的羹夫老流死了 他也见鬼了 听说羹夫见鬼死了 朱勇心中更加惊恐 说道 走 跟我回房 今晚首夜 朱勇不再回水仙的房间 而是光着脚 走回自己的房间 他的房间宽大 朱勇在床上坐着 武士贺鹏 带着壮丁 持刀守在门口 个个如临大敌 小妾水仙的房间里 两个婢女才反应过来 原来房间里闹鬼了 婢女吓得瑟瑟发抖 房间里感觉不安全 外面更恐怖 帮夫人把衣服换了吧 过了许久 婢女才反应过来 两人收拾好被撕烂的杖子 水仙还躺在床上 脸色煞白 眼里满是惊恐 收拾好杖子 又收拾被褥 水仙真的被鬼脸吓尿了 旁边的小妾 十二房和十四房 听到惨叫声 都派婢女出来 看情况 得知闹鬼后 婢女慌忙跑回房间禀报 不多时 整个后院都知道了 闹哄哄过了一晚上 直到公鸡打鸣 太阳升起 朱家庄才恢复平静 大门口 两个壮汉开了门 电农和奴仆赶着牛 扛着篱笆 锄头出门 各自下地干活 听说没有 昨晚上13房娘子 水仙房间里见鬼了 听说了 据说庄主也看到了 我可听说 娘子被吓得不轻 还在说胡话呢 嘿嘿 我听说呀 那被子尿透了 泡在池塘里洗呢 老爷 给他起名字水仙 不就是水吗 两个壮汉说着 昨夜闹鬼的事情 心里垂涎水仙的身子 叮铃铃 三清灵的脆响 有远极近 壮汉便看到了 昨天的道士又来了 龙臣到了门口 坐在毛驴上 抬头望着庄子上空 微微摇头说道 你们庄子里的阴气 更重了 昨晚上至少有 两只恶鬼出现 壮汉这次马上过来 说道 道长 你说的没错 昨晚上闹鬼了 一个庚夫被鬼弄死了 龙臣微微叹息 说道 昨天频道就来了 可惜你们不信 壮汉立即双手合十 拜道 道长稍后 我去禀报 说完 壮汉立即跑进庄子 里面看起来没事一样 但每个人私下里 都在议论 昨晚上闹鬼的事情 壮汉到了管家的门口 就看到婢女兰花 拿着布鞋出来晾晒 兰花 管家呢 见到壮汉 兰花问道 又来做什么 壮汉焦急地说道 正经事 兰花不给壮汉好脸色 说道 不晓得 你问别人去 壮汉急了 说道 门口来了个驱鬼的道士 我找管家说呢 兰花望了一眼 不远处的佛堂 说道 我们供奉皈依佛 要什么道士 壮汉说道 管他道士和尚 能驱鬼就行 再不驱除邪碎 小心今晚到你房里 兰花胆小 被这话唬了一跳 骂道 杀财 你才见鬼呢 正说着 管家黑着脸走过来 就看到壮汉 管家刚刚被朱勇骂了一顿 说他不早些派人去请 召提寺僧人捉鬼 刚骂完 又被牧师叫过去臭骂一顿 心里一肚子火 见到壮汉再和兰花说话 管家朱熙 立即火山喷发 抬脚踢在壮汉的屁股上 大骂道 狗砸肿 还惦记着兰花的肥定呢 你这狗吊配吗 管家朱熙的身体不行 壮汉被踢了一脚没事 笑呵呵说道 管家别生气 我不是来看兰花肥定的 昨天那个道士又来了 他还知道 昨晚上庄子里有两只鬼 听说昨天的道士又来了 居然还知道 庄子昨晚上出现了两只鬼 管家朱熙 这次没有立即赶人走 而是犹豫了一下 说道 你去稳住那道人 我去禀报庄主 壮汉笑呵呵往外跑 管家朱熙 立即到了朱勇的房间 武师贺鹏和壮丁 持刀守在门口 见朱熙过来 贺鹏轻声说道 庄主刚刚睡下呢 朱熙说道 门口来了个道人 说能捉鬼 我跟庄主说说 听说道人捉鬼 贺鹏立即让开 管家朱熙进了房间 朱勇手里握着一柄利刃 正在呼呼大睡 床边上坐着一个身材健壮的汉子 一把刀靠在床头 这人是朱勇的大儿子朱烈 大公子 管家 怎么了 门外来了个道士 说会捉鬼除妖 我想和庄主禀报一下 大公子朱烈眉头一皱 不高兴地说道 管家 我们朱家庄一直供奉皈依佛 你怎么信一个来历不明的道士 这个朱勇 是正妻牧师的儿子 也是从昭提寺求子堂求来的子嗣 朱勇 牧师两人都尊崇佛门 这个朱烈 还在昭提寺修炼过一段时间 空济和尚传授过他武艺 朱烈自然也尊崇佛门 对道门天然抵制 朱熙说 门外来了道士 朱烈立即不高兴 管家朱熙知道这样说会被骂 但还是说道 大公子 求援的人刚刚派出去 等昭提寺的大师过来 怕不是要几天时间 如今庄子里人心惶惶 耕服老刘昨夜 回到房间里就死了 这样闹下去 不是办法 再则 阳城那边正在打仗 昭提寺未必就能派出好的大师来 如果来了 好了几天 之后又继续出现 那我们朱家庄永无宁日了 朱熙说得很委婉 昭提寺的和尚来过两次了 实际上屁用没有 这说明 昭提寺根本不会驱邪捉鬼 人在哪里 正在睡觉的朱永爬起来 两只眼睛布满血丝 他刚刚就醒了 躺着听朱熙说话 朱烈立即起身 说道 父亲不再睡一会儿 朱永摆摆手 对朱熙问道 人在哪里 朱熙连忙回道 在大门口候着呢 朱永起身 朱烈把衣服和鞋子拿过来 伺候着朱永穿好 走 看看到底什么来头 赶到老子装上片吃喝 宰了他 朱熙带路 朱永往外走 朱烈和武士赫鹏跟在身后 庄子里帮闲的汉子 正好骑马出门 他们闲着无视 又要去打猎 到了门口 见到龙晨站在路边 手里拿着一把青草 正喂给毛驴吃 庄主 就是他 朱永和身后的人 冷眼看着龙晨 朱熙立即跑过去 说道 道长 这是我家庄主 龙晨不慌不忙 等驴子吃完了青草 才慢慢转身 走到朱永面前 手中浮尘甩了一下 唱道 平道充须 庄主有礼了 朱永见龙晨年轻 加上对道门的偏见 脸色很不客气 道长从何而来 仙山何放 龙晨呵呵笑道 平道从大梁来 道场在罗浮 朱永听龙晨的口音 确实是南梁 心中有些惊讶 居然走了这么远 心中的轻蔑少了几分 哦 道长方才说能捉鬼驱嫌 龙晨微微点头 笑道 福禄炼丹驱邪捉腰 略知一二 朱永心中仍未权幸 还在犹豫当中 大公子朱烈往前一步 指着龙晨说道 道是 这里是西夏 尊奉的是佛门 你若是想在我朱家庄打秋风 你怕不是走错了门道 龙晨抬头看了一眼 庄子上空 笑呵呵说道 这位善人 平道见贵庄 被斜碎侵扰 才上门行善 善人若是不相信 平道离开便是 善人可以另请高明 说完 龙晨牵着毛驴 往道路走去 朱熹有些焦急地 看着朱永 说道 庄主 朱永没有什么动作 那些帮闲的汉子 却来劲了 娘的 僧人见多了 道是第一次见 庄主 我们去试试 这个道士的橙色 说完 几个贤汉骑马 从身后追上去 朱熹焦急地说道 庄主他 他们这 朱永和朱烈都不说话 放任贤汉骑马追逐 龙晨骑着毛驴 在前头慢慢走着 听到身后的追逐马蹄声 心中冷冷一笑 等几人到了身后 龙晨突然拔出背上的陶木剑 回身对着几个贤汉的马蹄 斩过去 一道无形的气浪扫过 几个人的坐下马的腿 被气浪斩出一道血痕 前蹄突然跪下 马扑倒在地 贤汉一头栽倒 像干牛粪一样 在地上打滚 哎哟 贤汉发出凄惨的叫声 龙晨停下来 将陶木剑插回背上 呵呵笑道 这是怎么说的 如此大礼 贫道受不起 这一招 把朱勇和武士贺鹏 大公子朱烈看傻了 龙晨手中拿的明明是陶木剑 却把马腿差点斩断 这是道术 管家朱熹惊喜地说道 庄主 这是有道之事啊 朱勇立即小跑过去 对着龙晨拜道 老夫眼拙 不认的高人 请充须道长屈尊道庄上 喝口粗茶 龙晨呵呵笑道 平道可不是招提寺的高僧 庄主这茶 平道恐怕喝不下 朱勇立即赔罪 拜道 道长莫怪 这膝下难得见道士 更别说像您这样 道数高深的道长了 龙晨望着庄子上空 微微汗手道 庄主这茶 平道喝不喝无所谓 只是这两只厉鬼 在庄子有些年头了 再不驱除 恐怕没人是他们对手 朱勇大喜道 请道长驱除邪碎 龙晨点点头 笑道 劳烦庄主带路 平道自己进不去 朱勇惭愧地败道 失礼了 失礼了 朱勇亲手替龙晨 牵着毛驴的脚子往里走 其他贤汉纷纷让开 管家朱熙在前头带路 龙晨从身边过去的时候 朱勇特意看了龙晨背上的剑 确实是桃木的 朱勇心中暗暗震惊 这个倒是如此厉害 恐怕比空气方丈还要厉害 龙晨进了庄子 地上的贤汉才慢慢爬起来 有一个摔断的脊柱 瘫痪在地上 兄弟 拉我一把 贤汉见这人成了摊子 不耐地说道 你这样子 如何帮庄主做事 你自己回吧 贤汉跟着进了庄子 让这人自生自灭 守门的壮汉对另一个人说道 我说什么 这个道长是个高人 进了庄子 龙晨一眼看到了正宗的佛堂 朱勇牵着毛驴到正堂亭下 拜道 道长请到堂内喝杯茶 龙晨翻身下来 说道 劳烦庄主给平道的座器喂点草料 朱勇立即吩咐到朱熙 给道长的座器喂点料 用苏米和豆子 朱熙立即亲手 牵着毛驴到马就去吃料 朱勇则恭敬地请龙晨进了正堂 两边分主兵落座 朱勇在主位落座 龙晨在左边 朱列在对面 仆人上了茶 朱勇笑呵呵说道 道长请尝尝 这是洞东周买来的好茶 龙晨没有喝 而是说道 庄主 我们先说正事吧 见龙晨这么爽快 朱勇心中暗喜 说道 不瞒道长 我们这个庄子原来挺好的 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就闹鬼了 我们也请了 招提寺的法师过来做法 做完法师后 消停了一段时间 可是最近又开始了 我的第九房 小切润玉见到了鬼 昨天晚上 说到昨晚上的事情 朱勇的脸色巨变 就连朱列的脸色都变了 两个人都很害怕 不愿意提及昨晚之事 朱勇不敢往下说 龙晨从袖子里 拿出六枚铜钱 在桌上一撒 六枚铜钱正反面 和位置不一样 龙晨距此分出 上挂和下挂 以及挂像 看了一会儿 龙晨抬头看向朱勇 说道 十三 朱勇和朱列都惊到了 赞叹道 道长算得真准 就是十三房 小切水仙 出现在他的房间里 朱勇更加相信 龙晨是世外高人 龙晨收了六枚铜钱 脸色有些沉重 说道 庄主 这挂像不仅说出了 鞋碎出现在哪里 还说了这鞋碎 已经二十多年了 非常厉害 平道恐怕 见龙晨如此说 朱勇以为龙晨趁机要嫁 连忙说道 道长放心 做法式的钱不是问题 只要能驱除鞋碎 一切好说 龙晨摇头叹笑道 不是这个意思 平道一个云游的道人 要那么多钱做什么 这女鬼积愿二十年 着实厉害 要想降服她 平道虚登坛做法 请下子俯天雷劈死她 龙晨这话一套一套的 听得朱勇父子目瞪口呆 上次经验法师过来做法 不过是念经诵佛 洒洒浮水而已 龙晨一开口 就是请子俯天雷 这逼格太高了 完全碾压昭提寺的和尚 太好了 若有天雷降下 什么女鬼邪碎都得死啊 朱勇激动地 趴着太师以俯首 朱勇却听出了难处 问道 道长要我做什么 龙晨说道 我需要庄主搭建一座法坛 平道今晚做法 要快 朱勇立即说道 没问题 道长说 该如何建造法坛 我亲自来 龙晨说道 请庄主拿笔墨来 朱勇立即命人拿来笔墨 又搬来桌子 龙晨在纸上画了一座七星法坛 还有需要的各色旗帜 以及祭祀道祖的三生贡品 还有香竹 行制尺寸 以及所需之物 评道都写了 请庄主即刻准备 朱勇拿着图纸 立即叫来管家诸息 让他立即准备 道长 时候还早 请到客房歇歇 朱勇如今对龙晨毕恭毕敬 龙晨起身笑道 叨扰了 朱勇连忙说道 哪里话 感谢道长 请随我来 朱勇带着龙晨到了客房 里面陈设精致奢华 居然堪比王侯 这个朱勇坐拥上万农奴 积攒得明知明高 够他过上奢靡无度的生活 寒设简陋 道长莫怪 龙晨笑道 庄主过谦了 如此奢华的客房 频道第一次见过 朱勇笑呵呵说道 道长若是喜欢 可以常住 龙晨这样厉害的道长 朱勇恨不得把佛堂拆了 给龙晨专门建造一座道观 龙晨婉聚道 频道是个闲散野人 漂泊惯了 朱勇惋惜地说道 那就请道长多住些时日 我一定敬地主之意 门外 一个婢女匆匆跑过来 站在门口焦急地看着朱勇 此人是十三房小妾水仙房间里的婢女 朱勇扫了一眼 对着龙晨笑了笑 说道 道长恕罪 我 龙晨笑了笑 说道 庄主请便 朱勇出了门 脸色难看地问道 怎么了 婢女弯腰低头说道 庄主 娘子她又抽出了 一直喊有鬼 朱勇感觉头疼 这个事情发生过一次 酒房小妾润云当初也是如此 根本没办法 朱勇忽然想到了龙晨 转身进了客房 拜道 道长 我那个十三房小妾 她昨晚见鬼了 身上的鞋碎发作了 您有没有法子治好 龙晨犹疑地说道 频道得去看看才知道 龙晨谨慎的表态 让朱勇更加幸福 她不喜欢那种张嘴就打包票的 多谢道长 这边请 朱勇亲自带路 一直进了后院的房子 一条一百多米的石板路 路边一排房子 住着十六房小妾 到了第十三间房子 朱勇停下来 说道 道长 就是这里 听到声音 其他房间的小妾 纷纷出来看热闹 他们用好奇 害怕 幸灾乐祸的眼神望着这边 龙晨站在门口 袖子里突然飞出一张黄纸 口中呵斥一声 破 黄纸在空中燃起烈火 朱勇被唬了一跳 黄纸烧完 龙晨也不理会朱勇 静止走进了房间 小妾水仙躺在床上 身下垫着淡粉色丝绸床单 枕着一个藏蓝色丝绸枕头 身上穿着丝绸睡衣 里面还有一件杜兜 水仙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 两只手在空中乱抓 胡乱喊道 别吃我 别吃我 走开 不关我事 因为挣扎和乱抓的缘故 水仙身上的睡衣和肚都开了 能看到水灵灵的白嫩肌肤 伺候的婢女 突然见到一个道士进来 被吓了一跳 朱勇跟在身后走进来 婢女慌忙拜见 庄主 朱勇看着水仙疯癫惊恐的样子 连忙说道 把毯子盖上 婢女连忙拿来毯子 盖住水仙的身子 龙晨心中暗暗骂道 马的 不给老子多看两眼 小气鬼 道长 有什么办法吗 龙晨面路尴尬 转身对着门口 装出要走的架势 说道 办法是有 可是 哎呀 男女瘦瘦不轻啊 朱勇知道龙晨什么意思 他是个战友欲很强的男人 也接受不了龙晨碰水仙 刚才龙晨就看了一眼 朱勇就让婢女把水仙的身子盖起来 这 难道说 道长驱邪 要有肌肤接触 朱勇想到龙晨碰水仙 心里就恶心 龙晨摇头说道 倒也不用 只是平僧要用破膜针 这扎针的时候 身上的衣服不能太多 这就矮 算了吧 庄主那么多小妾 朱勇小妾多 这个没错 但水仙醉水 他最喜欢 看着水仙变成疯疯癫癫的样子 他舍不得 一咬牙 朱勇说道 没事 道长出家之人 别说穿的衣服少一些 便是不穿衣服又如何 来人 伺候道长驱魔 婢女立即搬来凳子 放在床边上 又把水仙身上的毯子拿开 那白皙如枝的肌肤 再次出现在眼前 龙尘脸上 表情十分震惊 就像看病人一样 眼里只有器官 没有人 水仙躺在床上 嘴里胡言乱语 两眼发直 两只婴儿肥的御手 在空中乱抓 脸上露出惊恐之色 口水从嘴角流出来 不要找我 不是我杀你的 水仙嘴里的胡话 让朱勇十分不解 忍不住问道 水仙 你杀了谁 水仙对朱勇的话 丝毫没有反应 龙尘劝道 庄主 中邪以后的话 都是胡话 不可信 朱勇微微点头 说道 是 道长说的是 水仙这人 除了欲望比较大 嫉妒心比较强 胆子很小的 不可能做出杀人的勾当 朱勇也觉得 这是水仙胡言乱语 不可能存在什么杀人的事情 龙尘从身上 拿出一个布包 里面摆着36根金针 这个金针 本来只是随手戴在身上 让自己装得更像一点的 没想到还真用上了 拿出了金针 龙尘整齐地摆开 然后双手捏绝 口中念念有词 太上抬心 应变无停 智慧明静 心神安宁 三魂永久 魄无丧清 急急如律令 念完以后 龙尘捏起一枚金针 水仙双手还在乱动 龙尘躲过双手 迅速刺入头顶的穴位 水仙身体立时贪软 双手落在床上 不再乱动抽搐 好真法 朱勇惊叹 龙尘真法神奇 心中的反感少了许多 龙尘的真酒之术 是从秀娘那里学来的 秀娘会纹身 也会扎真酒 秀娘有些特殊的爱好 喜欢被扎 她说喜欢那种被针刺的感觉 龙尘要陪秀娘玩 针当然不能乱扎 所以就学了真酒之术 落下了第一枚针 龙尘顺着筋络往下 金针又在人中刺入 然后在身上 水仙穿着丝绸睡衣 里面的肚兜 裹着丰满白嫩的身子 龙尘看得有些馋了 龙尘一本正经地 落了两枚金针在关键之处 朱勇在旁边看着 心里很不爽 那里只有他能玩 这次却被龙尘当着面扎了针 龙尘心中暗笑 当着你的面 在你小妾身上扎关键部位 是不是很好玩 三十六枚金针全部落下 小妾终于呼吸平缓 面色平和 龙尘微微松了一口气 念叨 无量天尊 破魔针落下 就成了大半 请将此药化水 给善人服下 龙尘从腰间的葫芦里 倒出一粒药 这是安神宁心的丹药 朱勇亲手接了 婢女连忙倒了一碗水过来 朱勇将丹药放在水里化开 龙尘慢慢将水仙身上的金针抽出 然后说道 可以喂药了 龙尘收了金针 立即出了房间 丝毫没有留恋的意思 朱勇甚至以为 龙尘真的对水仙没感觉 眼里只有器官 朱勇扶起水仙 婢女把药水慢慢喂下 水仙沉沉地睡去 看水仙消停了 朱勇心中暗喜 说道 好好看着娘子 出了岔子 乱棍打死 婢女慌忙拜道 不敢 朱勇走出房间 龙尘在门外候着 多谢道长 请道长往客房歇息 朱勇殷勤地带路 龙尘到房间坐下 说道 庄主自去 平道等法谈成了 晚上此时做法杀鬼 朱勇拜道 多谢道长 道长好好歇息 说完 朱勇笑呵呵出去 关上门 朱勇满心欢喜 庆幸自己遇到了高人 道是也不比和尚差嘛 朱勇走到空地 管家朱熙 正在指挥家里 壮丁建造法坛 朱家装东西多 要的旗帜都可以立即置办 七星法坛已经成行了 朱勇吩咐几句 自己先回房间睡觉了 昨晚上没睡 今天又闹了一阵 朱勇打算每每睡一觉 等醒来就看龙尘做法 朱勇进门 武师赫鹏带人 在门口守着 朱勇摆摆手说道 你们也休息去吧 有道长在 不用守着 贺鹏其实也很累了 也不多说什么 带着弟兄下去休息 后院正房里 正亲牧师 正坐在窗户边上 两个婢女 蹲在地上捶腿 他们干什么呢 乱糟糟的 牧师见外头的婢女 跑来跑去 不成体统 没个规矩 在后院 走路要有走路的样子 这是大户人家的教养 婢女红梅说道 夫人 听说老爷请了一个道士捉鬼 正在搭建法坛呢 牧师听说请了道士进来 脸色立刻变了 垂腿的婢女 立即退开 牧师站起来 冷冷说道 我们朱家庄 受了皈依佛的庇佑 怎么能请一个道士上门做法 牧师出门 往朱勇的住处走去 红梅带着几个婢女跟随 到了前院广场 牧师见到管家朱熙 正在搭建法坛 数百人一起动手忙活 把朱熙叫过来 牧师吩咐 红梅立即上前把朱熙叫过来 朱熙拜道 夫人 牧师指着法坛 冷冷说道 让你去请昭提寺的高僧 你却找一个妖道进来 蛊惑老爷 这朱家庄你说了算吗 朱熙立即解释道 夫人 那位冲须道长道横高深 老爷看过了 是老爷 吩咐我建造法坛的 听说朱勇同意 牧师也不跟朱熙废话 冷冷丢下一句 把法坛拆了 我去跟老爷说 牧师往朱勇房间走去 朱熙处在原地不知所措 牧师很快到了朱勇的房间 房门也没关 婢女红梅在门口候着 牧师轻声轻脚走进去 朱勇正睡得香 牧师轻轻坐在床檐上 唤了一声 老爷 朱勇听到声音 迷迷呼呼睁开眼 见是牧师又闭上了眼睛 说道 那道长是我请的 你别管 朱勇知道 牧师要说什么 牧师对昭提寺特别虔诚 只肯请昭提寺的僧人来做法 见到龙晨这个道士上门 肯定会反对 牧师见朱勇如此坚决 也不再多说什么 牧师默默起身 出了房间 带着红梅回到广场 管家朱熙还在等着牧师怎么说 牧师却只是远远看了一眼 然后进了佛堂念经 管家朱熙不傻 牧师进了朱勇房间 出来后进了佛堂 说明朱勇坚持请龙晨做法 朱熙又开始指挥家丁 建造法坛 天色见黑 奴仆 电农牵着牛 扛着锄头陆陆续续回来 整个庄子的神经慢慢绷紧 夜幕降临 鬼祟随时可能出现 大家都很害怕 庄主 天黑了 管家朱熙唤醒朱勇 朱勇慢慢爬起来 房间里点着很多灯 照得房间亮堂堂的 窗外已经完全黑了 朱勇走到桌子旁 自己倒了一大碗茶 仰头一口闷了 朱勇大踏不出了房间 走到广场 看到法坛已经搭建完毕 旗帜和供品都备好了 朱勇正在检查法坛 生怕遗漏了什么 法坛周围 有很多衣着先例的男子和女子 年纪有大有小 这些人都是朱勇的子女 朱勇走过去 直奔客房 到了门口 里面透出一点亮光 朱勇推门进去 正见到龙晨 手持一支朱砂笔 在桃木剑上画符 道长 天黑了 朱勇进去 小心地说道 龙晨望了一眼外面 微微摇头 说道 庄主请坐 不急 时尘未到 天色已晚 朱勇着急请龙晨做法驱鬼 龙晨却不着急 庄主稍安勿躁 这两只女鬼厉害 平道虽然有些手段 也需借助天使 龙晨慢悠悠放下朱砂笔 桃木剑上的孵化好了 朱勇见龙晨如此淡定 心中也安稳了许多 好 不解 朱勇耐心陪着龙晨 院外佛堂里 牧师跪坐在佛堂的蒲团上 右手拿着木鱼锤 左手拿着念珠 面前是一尊皈依佛的金身塑像 多多多 牧师闭着眼睛 慢慢敲击目鱼 口中不断地念诵佛经 婢女红梅 带着其他婢女跪在身后 她们的脚都跪抹了 红梅跟着牧师信奉佛门 心中虔诚拜佛 虽然脚抹了 但是诚心念诵经文 其他的婢女 则想早点结束 有两个婢女憋了尿 快要憋不住了 就想早些去上茅厕 外面已然天黑 七星法坛那边灯火通明 很多人围观 婢女时不时往后偷瞧两眼 虽然身在佛堂 外面又有七星法坛 她们的心里却更加惊慌 因为这说明庄子里真的闹鬼 今晚上要捉鬼 佛堂里 突然响起一阵乌叶的哭声 断断续续 听起来十分凄惨 好像一个受了极大委屈的女子在哭泣 红梅听到声音 心房猛地悸动一下 转头看向牧师 牧师仍然不停地敲击目鱼 只是声音略微大了一些 好像要把鬼哭声压下去一样 身后的一个婢女被鬼哭声吓到了 一下没有憋住 裤子被尿湿了 旁边的婢女皱眉看过去 她自己也有点憋不住了 哐当 供奉在归衣佛面前的香炉突然跌落 烛火和香灰炸开 牧师的头发和衣服全是灰 夫人 红梅连忙爬起来 想替牧师遮挡 但跪了一下午 膝盖早就不听使欢 身子往前撞去 把牧师撞得翻倒在地 夫人 红梅连忙爬起来 身后的婢女也爬过来扶起牧师 那个吓尿了的婢女偷偷出去换裤子 牧师大怒 身子刚刚站稳 一巴掌护在红梅脸上 骂道 慌什么 龟衣佛在此 邪碎还能翻天 红梅立即跪下磕头 夫人饶命 龟衣佛身后 一件红色的裙子闪过 婢女被吓得尖叫 牧师也看到了 吓得脸色煞白 夫人 我们先回去吧 婢女害怕地劝道 牧师只是嘴硬 并非真的不怕 婢女如此说 她便转身往外走 到了外头 见到法坛周围围着许多人 七个大铁缸摆在台子上 烧着熊熊的大火 到其在夜风中微微飘动 牧师驻足看了一会儿 还是抬脚回了后院 走在后院的路上 虽然两边都挂着灯笼 但那种阴森恐怖的感觉 丝毫没有减少 几个婢女围着牧师脚步 匆匆往回走 一阵凄惨的鬼哭声传来 牧师心头一紧 红眉搀扶牧师的手颤抖一下 额头冒出一层冷汗 夫人 饶命啊 女子的声音断续凄厉 听得人头皮发麻 牧师的脸色更差 这声音似乎让他想起了什么事情 啊 跟着一起走的婢女突然僵住了 指着前面一道暗红色的影子 一个女子站在那里 黑长的头发遮住了脸 身上的衣服和头发沾了水 地上能看到一滩水迹 红眉停下来 惊恐地看着眼前的女子 感觉脑子一片空白 牧师见到这个女子的时候 吓得脸色完全变了 再也没有大户人家主母的样子 夫人 饶命啊 我什么都不说 女子拖着湿漉漉的头发和衣裙 慢慢接近 牧师眼睁睁看着女子接近 眼睛突然翻白 昏死过去 呼 周围的灯笼突然全部熄灭 红眉和婢女 吓得顾不上牧师 像无头苍蝇一样 尖叫着奔逃 红眉感觉脚下像采了棉花一样 冲到了前院七星法坛前 扯住朱烈 惊惧地喊道 鬼 夫人 红眉的样子 把朱烈吓到了 旁边围观的人 也被吓到了 朱烈心之不妙 问道 哪里 我娘怎么了 红眉指着后院的方向 嘴巴张得很大 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朱烈想冲向后院 自己又怕 转身快步冲向客房 到了门口 见到朱勇陪着龙臣说话 朱烈快步闯进房间 焦急地说道 爹 娘见鬼了 朱勇猛地站起来 惊讶道 什么 龙臣站起来 慢慢说道 不慌 大公子带路 朱烈带路 朱勇随后 龙臣拿着桃木剑 一起到了后院 周围的灯笼都熄灭 只能借着灰暗的夜色 看到牧师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朱烈带着壮钉 抱起牧师回到房间 红梅颤抖地手点亮烛火 牧师放在床上 朱烈看着牧师 焦急地唤道 娘 牧师没有反应 朱勇急了 问道 道长 能不能用您的破膜针唤醒 牧师一把年纪了 不像水仙那样年轻水嫩 龙臣没兴趣 看一个老女人穿睡衣的样子 无需 今夜凭到灭了那邪碎 夫人自己就能醒来 如果牧师长得漂亮 龙臣很愿意把她衣服脱了 然后用针扎一遍 朱勇微微点头 有些焦急地问道道长何时起谈 龙臣看了看时辰 说道 差了些时候 不过不要紧 早些便早些 这邪碎太猖狂了 平道在这里 还敢出来害人 平道这些就开谈做法 捉了那邪碎 朱勇大喜 让朱烈在房间里看着 自己陪着龙臣出了房间 到了前院的法坛 庄主 平道回去把法器拿来 龙臣迅速回了房间 踢着一个箱子上了法坛 龙臣一身道袍 手中桃木剑 站在香炉前 正北方挂着一杆黄旗 上面用大红朱砂 绘着一个万字 这万字 本来起源于中土 是道门的符号 后来被佛门偷走了 成了佛门的符号 万 本是四个北斗七星的符号合成 代表四季北斗 至高无上的新闻 对着万字新闻旗 龙臣拜了三拜 点了三品高香 插入香炉中 一手拿起桃木剑 一手拿起一张黄符 放在烛火上烧了 龙臣挥舞几下 念诵道 香炎玉炉 心存地前 真灵下判 先佩玲轩 令辰官告 竟达九天 刚刚念完 四周突然传来 阵阵的鬼哭声 呜呜 鬼哭声更大了 而且更加凄厉 朱永和围观的人 吓得瑟瑟发抖 鬼哭的声音越来越大 龙臣在法坛上脚踏钢步 手中桃木剑 不停地挥舞呵斥 朱永和管家朱熹 在台下看着 围观的人都很紧张 不知道龙臣到底行不行 七星法坛上的火盆 熊熊燃烧 龙臣刚步走得越来越快 正当所有人 盯着法坛的时候 远处一堵墙上 突然出现一道鬼影 这鬼影很大 居然有两米多高 身穿红衣 脸色惨白 看到鬼影的时候 围观的人吓了一跳 朱永见到这个鬼影 慌忙喊道 道长 那里 鬼影突然出现 龙臣袖子里 抖出一张黄纸 才成的纸人 对着鬼影呵斥道 领保服命 禁告九天 斩妖除碎 杀鬼万千 瘦 墙上的鬼影 骤然消失 龙臣拿起手中的 陶木剑 对着指人割了一剑 黄色的指人 立即出现一道血痕 一剑过后 龙臣将指人 放在烛火上焚烧 啊 庄子里 响起一阵凄厉的鬼嚎 管家朱熹高兴地喊道 杀了 女鬼被道长杀了 朱永脸上露出欣喜之色 刚才的鬼影和戴血的指人 他看得清清楚楚 他也以为龙臣把鬼杀了 其实 指人戴血 这是因为龙臣所用的黄表纸 是姜黄纸 清水是碱水 姜黄欲见碱 就会变成血红色 秘密就在这里 这是一种很常见的江湖小树 但这个世界的人 似乎没有见过 所以 龙臣拿出来骗人 正当所有人都以为 女鬼被收了的时候 朱永的窄底墙上 突然又出现一道鬼影 夫人 娘子 饶命啊 女鬼的声音凄惨阴侧 听得所有人头皮发麻 不是说杀了吗 怎么还有 管家朱熹被吓了一跳 他很不理解 他以为龙臣已经把女鬼收拾了 怎么又出现 厉害 龙臣大呼一声 又抖出一个指人 照样对着鬼影一箭斩下 指人出现一道血痕 龙臣照样把指人烧了 可是没多久 鬼影出现在了后院 朱永和一帮围观的人都看傻了 这鬼根本杀不掉 朱永焦急地问道 道长 这到底怎么办 龙臣安慰道 庄主莫荒 平道搭建七星法坛 为的是请下子府天雷 不急不急 刚才虽然没有杀掉女鬼 但已经知道 他们的藏身之所 待平道上奏道君 请下子府天雷 就能杀了他们 朱永这才心安 等着龙臣请雷 龙臣从带来的箱子里 拿出一个罐子 放在祭台的中间摆好 拿出一张黄符 食指中指并拢捏着 口中念道 道君在上 弟子充须 黄符一指 心甲相传 鬼碎为祸 请雷降临 念诵完毕 黄符指烧了 龙臣手持桃木剑 指着罐子念诵一段符咒 然后揭开盖子 捏起一瓶香点了一下 又迅速把盖子封好 子府天雷一道 随平道来 龙臣大踏不进了宅邸 朱永和朱熙 还有朱永的子女 乌泱泱一帮人 跟随往里走 龙臣静止到了 一所院子门口停下 说道 庄主 劳烦把门打开 鬼碎就在这里 朱永面露难色 身后的管家朱熙 也面色尴尬 身后看热闹的人 此时全都安静下来 好像院子里 有什么东西不能说一样 庄主 鬼碎就在里头 龙臣语气焦急地说道 管家朱熙说道 道长 里面是朱家庄的禁地 不能进去 龙臣看向朱永 说道 平道请这子府天雷 花了十年的阳寿 庄主这鬼碎 到底除不除 朱永心中发狠 咬牙说道 开门 管家朱熙 立即从腰间解下钥匙 哆哆嗦嗦 开了门 院门打开 龙臣大踏步走进去 里面杂草丛生 树上蹲着一只叶猫子 见到人进来 扑扔着翅膀飞走了 龙臣走到一口井前面停下 其他人不敢进来 庄永胆子大 跟着到了身后 道长 鬼碎在这里 龙臣微微点头 说道 不错 就这此处 朱永面色凝重 问道 道长 能彻底清楚吗 龙臣刚要说什么 突然侧耳对着井口 脸色变得凝重 好像在倾听什么人说话一样 哼 你有冤情 那就到地府去告状 阎王自会给你公道 为何滞留在此为祸人间 平道今日请下子府天雷 让你们魂飞魄散 说完 龙臣手中的罐子落下 动 井底传来一阵水声 龙臣立即拉着朱永往外跑 说道 天雷威力巨大 离远点 刚跑出几步 井底传来一阵炸响 就像打雷一般 井底的水被炸得飞起来 哄 整个庄子的人都听见了 龙臣停下脚步 看向井口 说道 鞋碎除掉了 朱永心中的恐惧顿消 欣喜到 多谢道长 除掉鞋碎 龙臣脸上 却没有高兴的神色 说道 鞋碎已除 庄主可以收了法坛 凭道做法消耗太大 也要回去休息 朱永立即说道 我送道长回房 龙臣没有拒绝 跟着朱永往外走 到了外面 朱永大声说道 冲须道长请来天雷 已经杀了鞋碎 大家放心回去睡觉吧 众人发出一阵欢呼声 回到房间 龙臣疲惫地坐下来 朱永却神采异议 没有丝毫困倦之色 好在道长法力高强 那女鬼真的太厉害了 朱永殷勤地给龙臣倒茶 龙臣谢过茶 脸上的神色凝重 看着朱永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朱永看出了龙臣的异样 说道 道长有话可以直说 您现在是我们朱家庄的大恩人 龙臣喝了一口茶 笑了笑 说道 没什么 降魔除碎是本分 庄主不用客气 今日不早了 庄主早些休息 朱永知道龙臣累了 立即拜道 道长好好休息 龙臣回了一礼 朱永退出房间 从客房出来 朱永走过广场 朱熙正在指挥家丁收拾法坛 朱永没有理会 一路走进了牧师的房间里 婢女红眉正在陪着 牧师靠在床头 神色恍惚 夫人 朱永在床边坐下来 牧师转头看向朱永 问道 如何了 朱永高兴地说道 夫人宽心 道长方才用子府天雷除掉了他们 那院子的水井 被天雷炸了 魂飞魄散了 听说这话 牧师常常松了口气 说道 那见人死后还敢如此 活该魂飞魄散 朱永说道 夫人安心睡吧 以后再也没有什么邪碎了 牧师点点头 还想说些什么 朱永已经走了 看着朱永往小妾的房间走去 牧师心中暗暗叹息 他年纪大了 朱永从来不和他睡 这也没办法的事情 大户人家的正妻 一般都会比男人大 男主正当壮年的时候 女主已经人老猪黄了 能保住正妻的位子就行 那妾是正常的 和小妾睡也是正常的 朱永快不到了水仙门口 婢女见朱永过来 高兴地喊道 娘子 老爷来了 朱永走进房间 见到小妾水仙 靠在床头上 气色看起来好多了 老爷 房间里的几个婢女 立即过来磕头拜见 朱永没有理会 在床边坐下来 拉着水仙柔弱的御手 问道 好些了没 房间里点满了油灯和蜡烛 不留任何阴暗的角落 蚊帐也不挂 水仙脸色还是有些怕 问道 老爷 刚才听到那院子有雷响 鞋碎除掉了吗 刚才的响声太大了 水仙关着门也听到了 朱永高兴地说道 对 那冲须道长请下了子府天雷 把那女鬼炸死了 已经魂飞魄散了 你不要怕 以后再也不会有什么女鬼了 朱永很喜欢水仙 因为她水 特别水灵 朱永有个特殊的爱好 就是晚上口渴的时候 不喜欢喝茶 她喜欢喝水 美女多 能让她半夜不用喝茶的小妾 她找了几十年 只有水仙一个 当然 这喝水 喝的是白开水 水壶里的 那就好 吓死我了 水仙紧紧抓住朱永的手 说道 老爷 今晚你陪我吧 我还是怕 朱永笑道 好 我来就是陪你的 婢女立即高兴地过来伺候 拖衣洗脚 服侍朱永在房间里歇下 这大户大院里 就和皇宫的争宠一样 家主在哪房小妾的时间长 这一房的婢女 都跟着嚣张一些 当夜 朱家庄非常宁静 没有再出现鬼哭 第二天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 朱永慢慢起来 水仙荡晚也睡得很安稳 精神头好了 婢女服侍两人起来 吃过了走饭 水仙突然说道 老爷 昨天好像来了个道长 是他给我驱邪的吧 朱永想起 昨天龙晨拿着破膜针 把水仙身上的几个头扎了 心里就有点不爽 自己的女人 当着自己的面 龙晨那样做 不过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水仙都那样了 对 那是冲须道长 好在他给你扎针驱邪 还给了丹药 水仙好奇地说道 我想去看看 这个道长这么厉害 到底长什么样 朱永心里有疙瘩 不太想让水仙见龙晨 但耐不住水仙纠缠 只得带他去 从房间里出来 其他房的小妾 都在门口对着朱永行礼 每个人身上都穿得很鲜利 想借此机会 博得朱永垂青 水仙高高抬起下巴 把胸口挺了挺 挽着朱永的胳膊 一路走过去 就像得胜的公鸡一般 小贱人神气什么呀 见鬼的时候 鬼叫鬼叫的 十四房小妾 冷语嘲讽 旁边的十五房小妾附和道 是啊 要不是那个道长 现在在床上挺湿呢 十六房小妾走过来 望着水仙的背影说道 我可听说 那道长用针扎了他的这里 十六房小妾 指了指自己的胸口 其他人倒吸一口凉气 感觉牙都酸了 不是吧 对着头扎呀 十六房小妾母嘴嗡了一声 表示就是如此 其他人嘖嘖说道 那不会这里也扎了吧 十六房小妾会声晦色地说道 谁知道呢 或许扎了呢 我听说当时只穿了一件肚兜 什么都被看了 这些小妾背后说了一堆 就差说水仙被龙晨当场那个啥 水仙没有理会深厚的闲言碎语 这种话听多了 朱永也不在意 小妾争宠早就习惯了 到了客房 龙晨已经收拾好了东西 准备要走 管家朱熙正在挽留 庄主 道长要走 管家朱熙留不住 见到朱永来了 立即禀报 朱永抢了两步 拦住龙晨 说道 道长就走啊 您是我们朱家庄的大恩人 能不能多住两天 我也好经地主之意啊 朱永发自内心地感激龙晨 想留龙晨在家里多住两天 龙晨看了一眼水仙 他今日穿着淡粉色的衣裙 梳着灵蛇记 带着金布瑶 妆容艳丽 一群轻薄仿佛能看到衣服下水嫩的肌肤 龙晨心中暗道 昨天扎针下手轻了 多谢庄主美意 平道云游四方 在外面闲也惯了 住在这里反而不自在 降妖除魔 本就是平道的本分 庄主无须客气 呃 龙晨认真的在水仙身上打量了一番 欲言又止 朱永不知道龙晨什么意思 连忙说道 水仙 还不谢谢充须道长救命之恩 水仙一直偷偷打量龙晨 他被龙晨的样貌气质惊艳到了 朱永年纪大了 长得又一般 龙晨身材挺拔 长相俊朗 夹之一身道袍 有世外高人的气质 水仙心中暗道 听说他看了我的身子 原本还觉得亏了 现在想来不亏 昨天 水仙清醒后 婢女说了驱魔的经过 水仙听说 自己穿着睡衣 被龙晨扎了破魔针 当时感觉羞丧难当 现在见到龙晨如此俊美 心中反而有些激动了 水仙往前一步 笑盈盈地败道 水仙多谢道长救命之恩 龙晨看着水仙 脸色有些异样 但还是行了一个道理 善人客气了 本分之势而已 说完 龙晨仍然坚持要走 朱永挽留不住 立即让朱熙去库房拿钱 道长帮了大忙 定要重金筹献 朱永此人做事豪爽 舍得花钱 朱熙立即往库房去 龙晨却把朱熙拦住 说道 庄主 平道乃是出家之人 要经营何用 平道说了 想要除魔 乃是分内之事 无需多礼 朱永却坚持要给 说道 我知道道长不爱财 但我必须给 朱熙 你快去 只拿金的 不要赢的 朱熙立即去了库房 龙晨无奈 只得等着 过了一会儿 朱熙捧着一个箱子过来 朱永打开看了 里面全是金币 这才和尚送给龙晨 道长 莫要嫌弃 我没有别的 只有钱 朱永说得十分真诚 龙晨无奈地笑道 好吧 再推辞 庄主也难做 龙晨无奈地收了箱子 朱永这才高兴了 平道告辞了 朱熙把毛驴牵过来 龙晨上了毛驴 朱永亲手牵着饺子往外走 水仙跟在身后 庄子里的其他人 在两旁围观 很多人对着龙晨 双手合十行礼 看起来十分滑稽 对着倒是行佛门的礼 不伦不类 出了庄子大门 龙晨说道 庄主请回吧 朱永不愿意 说道 我在送送道长 回头对水仙说道 你们先回去 水仙依依依不舍地 看了一眼龙晨 无奈地站在门口停下 朱熙牵了一匹马过来 朱永上马 陪着龙晨往前走 走了几里殿 龙晨停下来 脸色犹豫 仍然是一副 欲言又止的样子 朱永不傻 早就看出了 龙晨心里有话 道长 有什么话 可以直说 您是我的大恩人 龙晨一路上 欲言又止的样子 让朱永心里 跟猫爪一样 很想知道 龙晨到底想说什么 龙晨停下来 看着朱永 犹豫了许久 才慢慢开口 平道与庄主 相识不过三日 有些话说了 未免交遣延伸 龙晨还是不太想说 朱永立即说道 道长这话不对 交情怎么能用时间来衡量 道长在庄上 时间虽不长 却是我朱家庄的大恩人 这交情 可比八败之交 道长如果有话 还请直说 没必要避讳 龙晨微微叹息一声 说道 庄主如此说 平道再不说 心里着实过意不去 龙晨摸了摸驴头 好像下了一个大决心一样 俗话说 书不见亲 这些话本不该说 但平道还是说了 朱永非常认真的听着 龙晨问道 庄主可有外宅 所谓的外宅 就是在外面养的小三 不带回家里的 好比水浒传里的金翠莲 金老 金翠莲妇女 在渭州城 被正途夫欺负 鲁提侠打死正观西后 金翠莲妇女二人 离开了渭州城 到了戴州 给赵元外做了外宅 朱永觉得奇怪 怎么龙晨突然问这个 不过他也不避讳 在外头养外宅很正常 有 而且不少 我养了二十多个外宅 龙晨心中暗暗吐槽 马的 比老子玩的还多 龙晨脸色凝重地问道 有几人给庄主生了一儿半女 朱永想了想 说道 三个 都是丫头 龙晨微微点头 又问道 庄主的小妾 有多少人生养了 朱永更加疑惑 说道 都生养了 几乎都是男娃 龙晨脸色凝重地摇了摇头 说道 昨夜 平道降下子府天雷时 那两只女鬼 对平道说了些话 说到这里 龙晨又不说了 听到这里 朱永诗然一笑 说道 我不瞒道长 那两只女鬼 我也想到了 是我夫人和水仙房里的丫鬟 当年犯了事情 被打死后沉入井里 他们肯定说冤枉 但他们犯了家规 该死的 打死两个奴婢 在朱永看来 就像杀两头猪一样 没什么大不了 龙晨却摇头说道 不是 他们说的不是这个 朱永不解地问道 不是这个 那他们说了什么 龙晨的话 东一狼头 西一棒锤 说的不拙边际 刚才问外宅 又问生了几个 怎么又唠叨婢女的死 龙晨还是犹犹豫豫不想说 朱永很着急 问道 道长 您说啊 您这是 不把我当自己人啊 龙晨却又问道 庄主的所有子女 是否都从昭提寺求回来的 朱永点点头 理所当然地说道 不错 我所有的子女 都是从昭提寺求来的 归一佛保佑 正因为这样 我才一开始 对道长不是很信任 因为我 一直信奉归一佛的 这个 不仅我是如此 西夏很多人也是如此 东周也有人 到昭提寺求子的 甚至还有南梁的 昭提寺的 囚子堂很灵验 道长应该也知晓一些 龙晨微微点头 说道 不错 平道早听说 昭提寺的 囚子堂及其灵验 很多怀不上的妇人 到了囚子堂以后 都能怀上子嗣 朱永双手合十 对着西面虔诚地说道 就是这样 我们朱家 特别感谢归一佛 我所有的子女 都是从归一佛那里求来的 龙晨无奈地点头 朱永追问道 道长 有什么问题吗 龙晨又开始 犹豫不肯说 朱永急得发毛 说道长 明道横高深 怎么说话 如此磨磨唧唧 龙晨抬头看着朱永 突然一口气 全部说了出来 他们两个说 夫人和水仙杀他们 是因为他们 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庄主你所有的妻妾 你所有的妻妾 他们的子嗣 根本就不是什么 归一佛给的 就是在昭提寺求紫堂 和那些僧人苟且 然后才有子嗣 上次庄主 你请了僧人过来 你那酒房小妾润玉 又和什么叫金颜的苟且了 他们还说 那个酒房小妾润云 可能已经有了身孕 此事平道也不相信 但他们两个女鬼 魂飞魄散前的话 肯定假不了 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 那庄主你 你所有的子嗣都有问题 你的外宅 他们不生养是正常的 庄主你的身体 恐怕有问题 至于那三个生养了的 平道估摸着 他们可能养了小白脸 反正 平道本不想说 但已经说了 严禁于此 平道该走了 昭提寺的银僧如此行事 真是违背天道人伦 真该天打雷劈 无量天尊 平道告辞 后会无期 说完 龙晨拍着毛驴小跑起来 消失在路的尽头 朱勇感觉脑子一片空白 正正地看着龙晨离去 感觉很不真实 这个妖道 刚才说了什么 朱勇手中的金如意 掉在地上 他才回过神来 弯腰捡起金如意 朱勇仔细回想刚才的话 老子的女人 全都和赵提寺的僧人搞伤了 那些都不是 不是老子的种 放屁 怎么可能 那么多人求子 难不成都这样 果然是妖道 我不该信什么道士 就该请朝提寺的法师过来驱邪 妖道 妖道 朱勇对着龙晨离去的方向破口大骂 骂了很久 才骑着马回庄子 进了庄子 朱勇迎上来 说道 老爷 夫人说鞋碎除掉了 想庆祝一下 冲冲洗 朱勇脸色黑沉 从马上下来 手里的金如意挂在手里 一言不发地往自己房间走去 朱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刚才兴高采烈的宋龙晨 怎么回来就这样了 朱勇低头回到房间 水仙坐在床边上 抱着一个五岁的男娃说话 这是水仙的儿子 老爷 爹 朱勇抬头看了一眼水仙 又看了一眼儿子 心里突然一阵恶心 如果龙晨没有撒谎 如果说的是真的 那 爹 男娃跑过来 抱住朱勇的手 看起来十分乖巧可爱 水仙见朱勇样子古怪 问道 老爷怎么了 朱勇看着这对母子 突然笑起来 那个妖道乱说的话 怎么可以当真呢 水仙没听懂 问道 哪个妖道 朱勇抱起儿子 笑道 没什么 除掉了鞋碎 我们庄子该庆祝一下 朱勇回头对着外面 喊了一声 朱希 管家立即屁颠屁颠跑过来 朱勇说道 就按照夫人说的办 好好庆祝一下 朱希应了 立即去办 龙晨骑着小毛驴 一路小跑 离开了朱家庄 到了树林边上 冯和和其他戏场的探子 已经在等候了 拜见武王 冯和带着一帮人拜见 其中有两个女探子 身材看起来很轻盈 辛苦你们了 演得挺像 龙晨从驴背上下来 两个女探子拜道 谢武王夸奖 冯和手里摆弄着一个东西 问道 大人 这东西怎么做出来的 这是龙晨制作的简易投影仪 一个小盒子 装上玻璃透镜 然后用剪纸做成女鬼的样子 投射出来的光影 当然很模糊 但是吓唬朱勇他们够用了 说了你也不懂 龙晨拍了拍屁股 骑驴也不舒服 太颠簸了 其他几个地方 你都安排好了吧 龙晨说的是 膝下几个有影响力的主 比如王大善人 和李夫人那样的 冯和回道 都安排好了 全部按照大人的吩咐做 龙晨点头道 好 走吧 龙晨把盗袍收了 又把胡须摘了 坐在马车上往西走 冯和拿起朱勇送的盒子 打开看里面全是金币 嘖嘖赞叹道 大人 我就佩服你 把别人卖了 别人还倒贴钱 朱勇明明是被耍的那个 最后还感恩戴德 给龙晨送钱 冯和真的佩服 龙晨冷笑道 废话 老子费了那么大功夫 给他降妖除魔 收点钱不是应该的吗 冯和笑道 对 大人说的都对 这么多金币 我们的路费都有了 还赚了一些 车队走得很顺利 很快就到了新庆城 龙晨第二次见西夏的王城 不觉得有什么 还是老样子 土黄的城墙 周围虽然也有树木 但是看起来很荒凉 商队的有些人没有来过 好奇地打量这座城市 这鬼地方 居然能建造一座都城 探子感觉 这里太平级了 不说和精灵相比 就和金师相比 新庆城也差太多了 龙晨说道 不是所有的土地都肥沃 西夏大部分地方都很平级 但这种平级的地方 养育出来的人很坚韧 如果光从士兵的素质来说 西夏的单兵最强 冯河点头道 不错 南梁就是国土面积大 人口多 装备精粮 这西夏人的个头比南梁高 他们这种地方都能活下去 比我们强 不过 士兵强有什么用 将熊熊一窝 还不是被大人打得屁滚尿流 龙晨则声道 到了这里别乱说话 冯河黑黑笑了笑 不再多说话 马车到了王城门口 守门的士兵立即将人拦下 哪里人 来这里做什么 守门的校尉 见到外地人 立即拦下盘问 冯河笑呵呵回道 军爷 我们是南梁的商人 运了些特产过来卖的 士兵先开马车 看里面的货物 立即说道 头儿 这里是东周的货物 校尉按住腰刀 呵斥道 你说自己是南梁的商人 为何装的是东周的货物 士兵立即将马车围起来 长矛对准了商队 冯河委屈地说道 哎呀军爷 我们是商人 看到好的东西就买了 您看底下 那是精灵的丝绸 您看看 我们真是南梁的商队啊 您听我这口音 还有这路影 冯河和龙城都是南梁人 口音没有问题 又从怀里掏出路影 确实是南梁的 冯河在上官军当过探子 伪造南梁的硬性 小菜一碟 校尉看了 还是胡意不定 龙城立即从兜里抓了一把金币 上前握住校尉的手 笑道 军爷 我们真是南梁的 东州的商人 现在还敢来 军爷一双慧眼 肯定能看出来的 我们不用太担心 校尉见龙城出手这么大方 立即改了脸色 说道 对 东州的商队早就不来了 你们一看就是南梁的朋友 放心 都放心 西夏如今局势紧张 国库的钱梁 都运往阳城前线 这新庆城的守军没钱养 都想着法子自己搞钱 这校尉本就是借题发挥 想讹点钱 龙城出手又大方 钱到手 立即放人进去 进了新庆城 里面看起来还是挺热闹 马车往新庆城的集市走去 路过了上次的吉庆客栈 上次来新庆城策返摩羯 柴余官他们就住在这里 故地重游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龙城坐在车上 悠闲地打量两边的街道 我上次在新庆城闹了一次 他们不防备我吗 龙城有些好奇 感觉新庆城的守备很一般 也没看到暗叹什么的 冯和说道 阳城局势紧张 精力都在那边吧 而且 距离大人上次到昭提寺 有些日子了 他们记性大概不好 龙城笑道 有道理 马车到了集市入口 见到一群人 围在一张告示前面 大家议论纷纷 李贵妃寻找能治好 容貌损伤的神医 如果治好了 可以加官进爵 赏金万两 一个石子的老人 看着告示大声念诵 停下 冯和立即停下马车 龙城眯着眼睛看过去 告示室宫里贴出来的 贵妃李燕的容貌 受到了损伤 需要寻找一个 神医治好脸 大概是这个意思 李贵妃是最受宠的妃子 怎么会受伤 还是脸 龙城感觉有些奇怪 对于女人来说 脸是最重要的部位 后宫竞争那么激烈 一个贵妃的脸受伤了 肯定要失宠的 而且 李贵妃脸上的伤 应该还挺严重 否则也不会专门张贴告示 寻找神医 听说被王后刮花了脸 路边一个好事的人说道 龙城疑惑地问道 王后和贵妃斗起来了 好事的人得意地说道 外乡人 不懂了吧 这李贵妃 据说和当年的下贵妃很像 王上对他恩宠有加 风头压过了王后 一个贵妃 风头压过王后 这还得了 所以王后 就把李贵妃的脸给刮花了 这人说得会声会色 龙城却不信 继续赶着马车进了集市 这个集市 原本归属于天下会的佛园楼 现在属于西夏护部管辖 冯和找了个摊位 交了钱 又从凭准司领了单据 就在集市里 开始售卖东西 龙城在找了集市里 最好的客栈住下来 心里盘算着 如何把昭提寺银僧的丑事 爆出来 此行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将仇子堂的丑行 公诸于世 但如何做 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这需要龙城想办法 躺在床上 龙城细细琢磨 该如何行事 只呀 房门打开 冯和闪进房间 又把门关上了 大人 记得刚才路口的告示吗 冯和笑嘻嘻地坐下来 龙城问道 怎么了 冯和笑呵呵说道 我出去了一趟 打听了一番 事情完全不是那或说的那样 这个李贵妃 是十乐最宠幸的妃子 据说妇如扬之 长得很美 听到妇如扬之 龙城想起了 朱永的小妾水仙 那肌肤真他妈水嫩 冯和继续说道 李贵妃前些时候 脸受伤了 一直没有完全好 脸上留着疤痕 他想找一个医术好的 把脸上的疤痕 完全驱除掉 这个事情说起来 和大人你有关系 龙城问道 官老子什么事情 李贵妃是十乐的女人 待在深宫大院 龙城从未见过 怎么把黑锅扣在自己头上 冯和黑黑笑道 当时十乐和李贵妃 在后宫下棋 大人攻占郑国寺的消息 送进去 十乐勃然大怒 一掌拍碎了棋盘 那棋盘的碎石子 伤到了李贵妃的脸 大人 您说说 这个事情 罪魁祸首 是不是您老人家 龙城坐起来 笑道 如此说来 李贵妃的脸 真是我的错 冯和黑黑笑道 大人 我没说错吧 不得不说 冯和这人 打探消息的能力厉害 这些事情 应该只有公理人知道 他这么快就搞清楚了 龙城想了想 问道 那李贵妃的脸 到底伤得如何 严重吗 冯和挠头说道 这个啊 我真不知道 还得再去打探一下 龙城笑道 你去问清楚 冯和见龙城来了兴趣 问道 大人 你不会想潜入西夏王宫 做坏事吧 龙城冷冷说道 放屁 老子是这样的人吗 冯和反问道 不是吗 龙城摆摆手 说道 别瞎猜了 去打探清楚 问清楚了来回我 冯和看了看窗外 天色不早了 说道 明天再去 咕噜噜 冯和肚子一阵叫缓 龙城也觉得肚子饿了 出了房间 到客栈一楼 那里有晚饭 选了一张桌子坐下 冯和点了西夏的饭菜 一盘烤羊排 四个肉夹馍 两碗羊杂汤 龙城慢慢吃着 冯和东张西望 听周围的人说话 这是冯和的习惯 耳听八方 筛选过滤 对自己有用的消息 你还想去 就你这件法 算了吧 老子怎么不能去 老子不说百步穿羊 射中把心总没问题吧 别想了 多少人惦记着 听说朝中的武将都来了 扯淡 别来吓唬老子 朝中那些武将 被龙城恩杀得差不多了 哎 我听说能打仗的武将 都拉去阳城了 被杀了不少啊 那个龙城恩太厉害了 德善大师和票器将军 都被他一人斩杀 听说了 一人独斗六个 王上亲自下场了 泽泽 你们说这个龙城恩的玩意儿多大 能这么厉害 比你头大 他以前是太监 哈哈哈哈 隔壁的长条桌子 坐着十几个身材魁梧多胡须的男子 正在喝酒吃肉打屁 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冯和一边听着 一边对龙城几眉弄眼 龙城懒得理会这些话 王侯将相的事情 向来是茶余饭后最好的谈资 没想到 自己也活成了故事里的人 吃完饭 龙城先一步回房洗澡休息 冯和却在楼下继续打探消息 对于他来说 这种鱼龙混杂之地 是绝佳的消息收集场所 等龙城躺下了 快睡着的时候 冯和推门进来 大人又有一个有意思的消息 冯和在旁边坐下来 龙城睡得迷迷糊糊 说道 明天再说 困死了 冯和见龙城要睡 也不好多说 便起身出了房间 回隔壁自己的房间休息 第二天早上起来 龙城洗漱完毕 到楼下吃东西 冯和晃晃悠悠走下来 坐在龙城旁边 点了一碗水羊肉面 你昨晚上说什么消息 龙城放下筷子问道 冯和吃溜吃溜吃着面条 摇头说道 这面条不如金陵城的 米粉好吃 等吃得差不多了 冯和说道 昨晚上 他们不是说什么射箭吗 这新庆城北面有个集市 专门做奴隶交易的 一般的奴隶 花钱买就行了 有些货色好的 就会定下规矩 比如通过射箭比试 获得购买的资格 听说 集市那里来了一个角色的 西域舞姬 非常漂亮 而且 有个传闻 说那个角色西域舞姬 是西域某国的公主 龙城大概听懂了 可事情有些奇怪 西域某国的公主 为何会被抓了卖掉 难道是王国公主 按理说 如果是王国公主 要么被敌国杀死 要么隐姓埋名狗活 怎么会被抓到当奴隶卖 西域的公主 却被卖到了西夏 怎么想都不合理 冯和摇头说道 我能打听到的消息 只有这么多 老爷有没有兴趣去看看 听说那个西域舞姬角色哦 龙城微微摇头 说道 没兴趣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我平身不好色 冯和差点笑出声来 说道 对 老爷最是清心寡欲 对女色没兴趣 龙城问道 那个贵妃李燕的伤疤 打听到了吗 冯和摇头 说道 还没有问清楚 老爷很急 龙城说道 有空做些正经事情 不要整天打听 有的没的 冯和叫去道 老爷 这怎么是不正经呢 能引起这么大轰动的舞姬 肯定很漂亮 老爷如果不去 我自己去 就算买不到 好歹也开开眼 西域的舞姬 独孤嘉丽 有些西域的血统 长得就很好看 不知道这个纯正的西域女子 到底什么样 走 看看去 龙城终究还是心动了 冯和笑道 这才是老爷的本色 赴过饭前 龙城和冯和从集市出来 往城北的集市走去 路上的行人很多 都是往集市去的 那个舞姬 听说是新越国的公主 长得非常妖媚 据说而已 没人见过真面目 不知道是不是噱头 不会的 百戏园做事向来靠谱 他们说是 那就肯定是 这倒也是 百戏园的名声 在那里摆着 这些人要么骑着骏马 要么有仆人跟随 一看就是有钱的转 买人这种勾当 从来都是有钱人的游戏 跟着人群到了城北 一个集市 一座高大的门楼 立在那里 上面写着三个烫金大字 百戏园 人牙子的勾当 为何叫做百戏园 龙城有些不理解 冯和说道 在这里 人就和牲口一样 用来耍百戏的 所以叫做百戏园 龙城甘笑道 这很符合西夏的特色 走进百戏园 两边的高台上 站着许多奴隶 旁边一个人牙子 向台下的顾客介绍 这让龙城想起了 当初在前将军 继续往里走 到了一个大高台 上面的奴隶 不像其他的奴隶 那么肮脏 身上的衣服 也很鲜利 就是这里了吧 冯和饶有兴致地看着 站在台下 龙城看到了 昨晚上在客栈 吹牛的几个汉子 这些人明显是来看热闹的 因为此处的奴隶 最便宜的 也要一百金币 好一点的几千金币 这价钱 不是他们能承担的 但这一点 不影响他们的热情 那个就是西域公主 你看她穿的衣服 果然长得漂亮 隔着面纱 都能看出脸好 价钱多少 我看看价钱多少 三千金币起拍 这么贵啊 龙城看向那个西域女子 身材高挑 脚下一双皮靴 腰脂纤细 身穿穿着金色的纱衣 脸上戴着一张面纱 看起来很贵气 不过 龙城在这个西域女子身上 没看到公主的气质 气质是一种 磕在骨子里的涵养 举手投足之间 都能看出来 龙城到现在为止 已经见过很多公主了 东周四个 南梁的几个 鸡仙仙和石金香 龙城可以说是 炮公主专业户 老爷 怎么样 冯和几眉弄眼地问道 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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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别处去看看 龙城没有理会这里的人 转身往其他地方逛去 这个集市不仅有人 还有很多稀奇古怪的动物 比如 鸵鸟 这种鸡下的蛋 够一家人吃的 谁要买啊 一个火鸡 拿着木锤和铜锣 卖力地站在台上吆喝 底下的人 却发出一阵嘘声 一个蛋够全家吃 你怎么不说 够全村的人吃 我看这鸡腿不错 比鸡蛋好 龙城继续往旁边走去 伙计 你这人怎么都脏兮兮的 哎呦客官 您不看看什么价钱 就这价钱 您还想跟那边的一样 龙城停下来 就看到一个客人 和一个伙计讨价还价 台上坐着很多奴隶 男的女的都有 身上衣服破烂 脸上很脏 头发油得一块一块 你好歹洗干净了 再拿出来卖吧 客官 您想要更好的 去那边 那边的全都是光鲜亮丽 伙计很不耐烦地拿着木锤 对台下的人说道 各位尊客 这些人其实也不差 你们仔细看看 这里还有西域舞鸡呢 伙计的木锤 指着一个深目高鼻的女子说道 台下的客人立即起哄 沈笑道 伙计 就这还西域舞鸡 比老子家里毛测的美人 只还脏 说话的是一个身穿丝绸衣服 带着十几个仆从的中年男子 听到美人指三个字 龙城心中一阵恶心 中年男子如此说 伙计却很恭敬 笑道 薛元外 那就不能跟您比了 您家里那些女子 都是千金以上的 这里的人称死不过十金 薛元外很喜欢伙计的凤城 笑道 我去那边看看 薛元外抬脚往北面走去 他的目标 大概是那些衣着鲜利的男女 伙计 这个多少钱 龙城指着一个深目高鼻的女子问道 伙计见有人问 立即来了兴致 说道 五十金 客人好眼力啊 只要五十金就行 龙城笑道 方才你说 这里的撑死不过十金 怎么转头就成了五十金 伙计也不脸红 理直气壮地说道 客人 做买卖随行就是 刚才是一个价 现在又是一个价 龙城摇头说道 那个薛元外前脚刚走 你就给我涨了四十金币 你这个随行就是 也随便了吧 伙计黑黑笑道 客人 薛元外看不上这个 您能看上 所以价钱不一样 坐地起价 还说得如此理直气壮 龙城佩服这里的伙计 龙城摇头冷笑一声 抬脚往对面去看热闹 伙计就看着龙城离开 直到确定 龙城真的要走 才挽留到 客人 二十个金币 龙城根本不理会 伙计大声喊道 十个金币 龙城这才回来 从袖子里抖出十枚金币 塞进伙计的手里 伙计接了金币 仔细地看 有没有少分量 确定足重 才拿起钥匙 打开了那个西域女子的镣铐 客人 这好歹是西域的女子 虽说脏了点 你不亏 伙计很高兴 这是今天的第一笔买卖 龙城笑了笑 抓起女子的绳索 往客栈走 今天的热闹不用凑了 龙城也没兴趣 拿人做游戏 女子光着脚 走在路上的时候 脚丫子一直往回缩 很显然 他不习惯光脚走路 龙城在路边一个店铺停下来 掌柜迎出来 问道 客人要点什么 龙城指了指西域女子 说道 给他一双鞋子 掌柜瞥了一眼女子 嘿嘿笑道 客人 给奴隶买鞋子 您是第一个 掌柜立即拿了一双鞋子出来 龙城放在地上 女子知道这是 给他买的 立即穿上了 再要两套衣服 也是给他的 掌柜诧意道 客人 你不会是想买他做媳妇吧 从百戏员买来的奴隶 一般都不会当人看 龙城对这个女子太好了 掌柜很诧异 对啊 这不挺好的 龙城拿出几枚金币 放在柜台上 掌柜立即拿了两套 上好的衣服过来 这年头啊 像客人这样 心善得不多了 掌柜收了金币 又拿了一个布袋子过来 把衣服装好 龙城到了生谢 带着女子回到了客栈 客栈的伙计 见龙城带了一个 脏兮兮的西域女子回来 有些不解地问道 客人 您干嘛买 这么难看的西域女子啊 龙城拿出一块碎银子 说道 安排一间客房 再打些热水过来 伙计见前眼开 也不多问 立即安排了房间 又打了热水过来 进了房间 龙城看着眼前的女子 问道 能听懂我说的话吗 西域女子看着龙城不说话 估计是听不懂 你就在这里住下 衣服在这里 说完 龙城出了房间 龙城不担心 她逃跑 伙计收了钱 如果这女的逃跑 很快就会抓回来 算算时间差不多了 龙城端了一碗面 和一叠切羊肉进去 女子已经换了衣服 头发还没有干 松散地披在脑后 吃点东西吧 龙城放下面和肉 女子警觉地看着龙城 咽喉不自觉地吞咽一下 看样子也是饿了 女子最终还是走过来 慢慢坐下来开始吃 虽然饿得很厉害 吃东西的样子 却很斯文 等女子吃完了 龙城问道 你叫什么 你真的听不懂我说什么 洗干净后 能分辨出 这个女子长得很美 身姿体态都很好 女子还是摇摇头 表示听不懂龙城在说什么 看来 要找个懂西域化的 龙城起身 出了房间 正好遇到冯和回来 老爷 您怎么中途跑了 龙城说道 正好 你去找一个懂西域化的过来 冯和问道 懂西域化的 干嘛 哪来正多问题 去找 冯和立即下楼找人去 过了会儿 还真找到了一个女子 冯和走在前面 女子走在身后 这个女子长得粗腰肥臀 身上一股强烈的体味 大人 这位从小迈到西夏 他会说西夏的话 冯和在一处商铺 借了这个女子过来 西夏的集市 经常有西域的商人过来 也就需要翻译 这个女子 便是店家用来翻译的 平时干一些粗活 龙晨点点头 说道 你跟我来 进了房间 女子坐在那里 龙晨对粗胖女人说道 你问问她叫什么名字 粗胖女人 激里咕噜说了几句 女子也应了一句 她说 她叫札丽莎 乌斯国的 被人贩子抓了 卖到这里 冯和仔细打量札丽莎 说道 老爷 这女的 你花了多少钱买的 龙晨说道 十枚金币 冯和赞叹道 大人好眼光 十枚金币 能买这种货色 刚才 冯和在百夕园北面 看热闹 最后那个西域五姬 被人用三千金币 买走了 相比之下 眼前这个札丽莎 虽然没有那种妖魅 却有一种贵气 所以 冯和觉得 龙晨会买东西 你叫什么名字 龙晨转头 看向粗胖女子 这个女子的上嘴唇 居然有一撮胡须 龙晨实在不明白 为何女人要留胡须 粗胖女子回道 我叫拉卡农 龙晨对冯和说道 你去找她的主人问问 能不能把她卖给我 给札丽莎当丫鬟 冯和立即带着拉卡农出去 过了会儿 冯和带着人回来了 嘴里骂骂咧咧地说道 真是个奸商 居然坐地起价 这样的女人 要五十枚金币 龙晨笑道 会说西域话和西下语 这个价钱也合理 拉卡农 你的任务只有一个 就是服侍札丽莎 教她说 我们这里的话 札卡农在原主人那里 要做很多粗活 到了这里 只需要服侍就行 心中自然欢喜 主人放心 我一定服侍好 龙晨出了房间 回到自己的客房 冯和关了门 问道 大人 您是不是看出了什么 冯和不相信 龙晨只是随手 买一个女奴而已 肯定还有别的打算 龙晨说道 没有啊 就是单纯买一个女奴而已 李贵妃的事情 你打听清楚了吗 冯和坐下来 说道 打听清楚了 李贵妃左脸 被白玉气盘的碎片刺伤了 其实也不严重 就是伤口愈合以后 留下了一小块疤痕 龙晨微微点头 所以 这个事情没法解决 宫里那么多太医 冯和摇头说道 这种事情没办法 我们在战场上 留下的疤痕 比他还多 如果真有办法 我们早把身上的疤痕 去掉了 战场厮杀几十年 身上伤痕累累 这些疤痕无法掩饰 遇到盘查的时候 就很麻烦 盘查的官差士兵 只要看到 冯和身上的刀疤 就知道 他不是普通人 龙晨说道 去不掉 去不掉 遮掩一下不就行了 冯和摇头说道 恐怕不行 胭脂水粉之类的 宫里可不缺 那李贵妃 应该就是想去除疤痕 当然 这个事情没办法 你也别打歪主意了 混入石乐后宫 风险太大了 我还听说 那个贵妃李燕 不是善查 前几个接绑的 到了宫里没笑过 被林池处死了 手段相当残忍 冯和大概猜到了 龙晨的想法 龙晨想混入石乐的后宫 把石乐的妃嫔 祸祸一变 冯和不赞同这个做法 这样做太危险了 他们没本事 不代表我没本事 我有一个秘法 可以试试 冯和问道 大人什么时候精通医术了 龙晨拿来纸笔 写下了一些药材 牛髓 清酒 丁香 货香 清蒿 砂锅一口 一个瓷罐子 一些纱布 你拿这个单子 去买东西 回来我有用 冯和接了单子 犹豫地说道 大人 我们此行的目的是招提四 还是不要节外生枝吧 龙晨冷笑道 石乐在阳城前线 我在他后宫搞点事情 不是很正常 对这种杀兄杀父的仇人 龙晨不会放过任何机会 冯和收了单子 说道 明白了 龙晨和石乐的仇有多大 冯和很清楚 十万龙家军的血仇 龙晨怎么报复都不为过 冯和出门去买东西 龙晨则在房间里 修炼狂师诀 空气老秃驴 在阳城修炼 龙晨也不能偷懒 等冯和买了东西回来的时候 已经天黑了 东西摆在桌上 冯和问道 大人要怎么做 龙晨说道 你不用管了 我自己来 龙晨记得自己看过一本书 叫做《奇名要术》 里面有记载制作面膜的方法 龙晨按照书中记载的步骤 先进香 再熬油 加上香料 再发色 最后过滤 当然 这只是书中所说 到底有没有效果 龙晨也不确定 接下来的几天 龙晨就在客栈里鼓到东西 冯和则到外面打听消息 有时也去摊位卖货 几天后 瓷罐子里的液体逐渐凝聚 带有色泽和香味的面汁制作完成 龙晨拿着面汁进了扎丽莎的房间 拉卡农正在旁边给扎丽莎捶背 见到龙晨进来 扎丽莎立即起身 用充满敌意的眼神看着龙晨 拉卡农态度却很好 连忙败道 老爷 扎丽莎买回来后 龙晨好吃好喝养着 精神看起来好多了 但脸上的皮肤还是不太好 告诉她 我做了面汁 就是涂在脸上 可以美容地给她试试 拉卡农立即对扎丽莎 几里咕噜说了一阵 扎丽莎好奇地看着瓷罐里的面汁 有些警觉地说了几句 拉卡农说道 她说 这个会不会有毒 龙晨笑道 她是我买回来的奴隶 我为什么要下毒 用这个可以驱除脸上的斑痕 让肌肤变得细腻 我特意给她熬制的 拉卡农又对扎丽莎 几里咕噜说了一通 扎丽莎这才微微点头 龙晨走过去 从瓷罐子里 抠出一团面汁 扎丽莎本能地躲避 自从买回来以后 龙晨没有碰过扎丽莎 两人也说不上多数 扎丽莎躲避也是正常的 龙晨扶住扎丽莎的肩膀 说道 你不要动 我给你抹 扎丽莎肩膀缩了一下 最终还是没有动 让龙晨在脸上涂抹面汁 等涂完了 龙晨对拉卡农说道 告诉她 就按照这个办法 每天早晚涂抹一次 拉卡农立即回到 室的主人 龙晨回到自己的房间 冯和急匆匆进来 说道 大人 听说几天后 朝提寺有个大型的囚子节 到时候会有很多人 我们是不是该准备一下了 龙晨问道 哪天 冯和说道 五天后 五天后是朝提寺囚子节 龙晨心中算了算 说道 不急 我已经想好了对策 到时候 我们去就是 冯和问道 我们 龙晨黑黑一笑 老冯 到时候有惊喜哦 冯和说 朝提寺囚子节的事情 本意是想打消 龙晨混入后宫浪荡的想法 但龙晨铁了心 要去后宫玩弄那些嫔妃 根本不听劝 至于囚子节的事情 龙晨心中早有打算 惊喜 不会是惊吓吧 冯和听龙晨说惊喜 顿时感觉后几倍发了 龙晨拍了拍冯和的肩膀 笑道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冯和见龙晨不听劝 也就不再劝说 龙晨在房间坐下 继续修炼狂失觉 扎丽莎用了两天的面脂 脸上的肌肤明显改善 原本因为风吹日晒 变得粗糙的皮肤 又重新细腻起来 这说明龙晨制作的面脂 确实有改善肌肤的功效 得到验证后 龙晨出了客栈 走到张贴告示的路口 那里 还有几个围观的人 告示下面 站着两个禁军 龙晨分开人群 伸手接下了告示 哎哟 这个小伙子胆子够大的呀 居然敢接绑 恐怕又是一个 想博取富贵的 他这样的 已经死了好几个了 我也听说了 有个还说是什么神医传人 不管围观的人如何议论 龙晨手里拿着告示 对两个禁军说道 两位军爷 告示我接下了 请带路吧 两个禁军 用看死人的眼神 看着龙晨 两人同时 发出一声冷笑 小子 留着脑袋吃饭不好吗 非要混这个富贵 既然你接了告示 那就由不得你了 走吧 两个禁军 推扫着龙晨 往王宫走去 到了宫门口 禁军让龙晨等着 另一个禁军 进去传信 不多时 一个老太监 带着两个宫女出来了 你就是那个接下告示的 龙晨恭敬的拜道 正是小的 老太监 扫了一眼龙晨 冷冷说道 你知道前面的那些人 什么下场吗 龙晨拜道 小的听说了 小的不是博取富贵来的 小的有真材实料 老太监冷冷笑道 他们也是这么说的 现在啊 嘿嘿 走吧 既然你说有真材实料 那就看看 到底什么材料吧 两个禁军点头哈腰 送老太监进宫 龙晨跟在身后 进了膝下的王宫 老太监在前面走 龙晨在身后跟着 两个宫女时不时偷瞄龙晨 脸上的表情十分诡异 龙晨心中暗暗警戒 如果情况不对头 立即杀人跑路 皇宫里的禁军还是很多 龙晨就算修为高 也杀不过来 所以 如果情况不妙 三十六计走为上 渐渐地 老太监带着龙晨 走进了一处僻静的院子 院子里漂浮着一股 很熟悉的气味 但是又想不起来 公公 您这是带小的去哪里 龙晨笑呵呵问道 老太监不回答 只是甘笑道 跟我来吧 再往前走了十几米 龙晨终于明白 这是哪里了 这是西夏的禁身房 一个刚刚被淹了的男子 被刀子匠扶着出来 龙晨心中一阵发麻 公公 小的 来给贵妃娘娘治病 您怎么带小的来禁身房啊 龙晨心中暗骂 奶奶的 没想到这辈子 会第二次禁进身房 老太监停下来 表情英智地看着龙晨 阴阳怪气地说道 小子 你也不想想这是哪里 这是王公 你一个大男人 怎么可能放你进去给娘娘看病 你想进去啊 首先得进身 等身子干净了 咱家再带你去见娘娘 两个宫女一起咯咯笑道 这个傻小子被吓坏了 可不是吗 男人到了这里 都会被吓坏的 刀子将腰间挂着镰刀一样的利刃 对着老太监拜道 李公公 这是又来了一个 给贵妃娘娘治伤疤的 老太监黑黑笑道 刚刚在集市门口接了告示 就带过来了 好好给他进身 别让他死了 娘娘还等着呢 刀子将嘿嘿笑道 李公公放心 我手里的刀子割了多少 您是知道的 老太监听了这话 心中顿时有些不喜 因为他也是这个刀子将割的 别废话了 带他进去吧 老太监一挥手 刀子将走过来 嘿嘿笑道 小子 配合点少受罪 你如果不配合 我这一刀下去 你可能会大出血 小命就没了 龙晨惊慌地说道 公公 你们告示上可没说 要当了太监 才能给娘娘看病啊 老太监黑黑笑道 你没听说前几个看病的 都死得很惨吗 就是命根子没了 老太监自己被割了 心里扭曲变态 也喜欢看别人被割 刀子将委屈地说道 公公 这事情不能怪我 那些人太不配合了 我下刀的时候 他们拼命挣扎 我也无奈 老太监阴冷地说道 听到没有 你要引以为见 不要乱动挣扎 保住一条小命 如果你挺过去了 娘娘又看中了你的医术 日后还能在宫里 谋一份差事 像咱家一样 过上一世无忧的日子 很显然 老太监对自己的日子 很满意 公公 求您放小的回去吧 小的不治病了 龙晨苦苦哀求 老太监的脸色却变了 厉生骂道 狗东显 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王宫 西夏王宫 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地方吗 你们还不把他拖进去淹了 站着看戏呢 刀子将立即招呼一声 房间里又冲出几个人高马大的汉子 各个腰间配着镰刀一样的利刃 小子 识去点 刀子将把龙晨围在中间 脸上挂着恶意的嘲讽 看样子很难善终了 龙晨考虑 是不是杀了这些人 不对 还有法子 龙晨突然说道 公公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 小的是天烟 根本不是个男人 这话把老太监和刀子将惊讶到了 小子 别想蒙混过关 想带着把在宫里行走 绝无可能 把他拖进去 这种话 你们难道也信 老太监根本不相信龙晨所言 刀子将显然也不信 龙晨立即说道 你们可以验货吗 当场给你们看 刀子将看向老太监 老太监犹豫了一下 说道 那你把衣衫脱了 龙晨挠了挠头 说道 公公 你们几个大男人看 小的有些不好意思 耐否让他们两个厌火 龙晨指向两个宫女 老太监愣了一下 说道 臭小子 死到临头 还想占便宜 龙晨立即说道 公公别误会 这种事情 小的哪敢说谎呀 如果说谎 小的肯定死得难看 两个宫女听说由他们检查 心里都有些激动 他们还没有见过 老太监狐疑地看着龙晨 最后微微点头 说道 你们两个 过去看看 两个宫女激动地 慢慢挪动步子 走到了龙晨身前 两个人你推推我 我推推你 假装羞涩 不愿意往前 两位姐姐 不要不好意思 小的真是天烟 公公和这几位都在呢 我若是敢偷奸耍滑 这脑袋保不住的 龙晨一脸真诚地说道 老太监微微点头冷笑 觉得龙晨这人 还有点自知之明 两个宫女走上前 一个人提起衣服 另一个宫女伸手厌货 虽然没见过 但也知道在哪个地方 嗯 真的没有啊 宫女失望地说道 老太监和刀子将都惊讶到了 他们第一次见到天烟 你小子真的没有啊 难怪你长得白白净净的 原来是个缺把的货色 不过 咱家还是要看看 万一他们看走了眼 咱家可是要跟着掉脑袋的 龙晨心里一阵恶心 被这个老太监看 算怎么回事 公公 小的没有 不值得您看 龙晨黑黑陪笑 老太监却执意要看 刀子将在旁边起哄 李公公许久没见过了 看看你的姐姐们 这话把老太监激怒 骂道 老托 你嘴见识吧 老子跟你的账还没算呢 刀子将见老太监生气了 立即陪笑脸 说道 公公息怒 给您晋身 那是本质啊 这和我们个人恩怨没关系啊 老太监知道 这是刀子将的本质工作 无关个人恩怨 不过经这么一打岔 老太监也懒得看了 走吧 既然你是天烟 那就不用再割一刀了 不过 咱家可告诉你 你过了这第一关 后面还有更重要的 你若是治不好娘娘的脸 还是一个死 老太监冷笑着往外走 龙晨跟在后头 手里捧着罐子 两个宫女一路笑嘻嘻地看着龙晨 出了进身房 转过几个回廊 终于进了后宫 门口有带刀的侍卫把守 老太监走到门口时 侍卫笑着问道 李公公 这是又给李贵妃找的 老太监黑黑笑道 不错 这小子接绑了 带他进来看看他的本事 侍卫仔细端向龙晨一番 说道 公公 这人没去进身房吗 老太监瞥了一眼龙晨 说道 刚去了 这小子是天烟 没看他白白净净的 比咱家还俊俏呢 龙晨听得心里一阵恶心 这个老太监太自恋了 李公公过签了 谁的肌肤能比您老人家好 侍卫的奉承让龙晨更加恶心 这种话也说得出来 李公公却很受用 笑道 那是 咱家一直注意着呢 不跟你说了 娘娘等着呢 老太监带路 侍卫放行 龙晨跟着进了李贵妃的宫院 西夏虽然干旱 院子里却变栽花木 金丝鸟在笼子里跳来跳去 老太监走到一处院子前 回头看了一眼 两个宫女立即把龙晨拦下来 老太监继续进了院子 见到正在乘凉的李贵妃 此时的李贵妃 穿着一身浅绿色的纱衣 里面是绿色的肚兜 一条白色的裤子 肌肤如凝脂一般 两个身材健硕的宫女正在扇风 一个身材奇长的宫女正在制作冰饮 冰被细细没碎 放入茶水中 等冰消了 宫女捧起来送给李贵妃 娘娘 李贵妃接了冰饮 满油油喝了一口 顿赶身子清凉了不少 王上那边还没有消息吗 李贵妃放下冰饮 心里又开始烦躁了 她派了使者去阳城 表示自己要去阳城陪时乐 但时乐并没有回音 这让李贵妃很焦急 她担心自己真的失宠了 宫女回道 娘娘 阳城战事紧急 那龙承恩就在镇国四虎视眈眈 听说二公主都被抓了 说到石金香 李贵妃冷冷笑道 这个小贱人活该 平日里在宫中飞扬跋扈 没人治得了他 这下好了 落到龙承恩手里 他死定了 石金香平时做事嚣张跋扈 有时乐宠着 还有王后撑腰 李贵妃也很无奈 宫女附和道 是啊 龙承恩可是色魔 二公主落到她手里 肯定没有好下场 李贵妃冷笑道 活该 这时 老太监弯腰迈着小碎步走过来 拜道 娘娘 老奴带了一个自称能治好 伤疤的仪式过来 听说又来一个 李贵妃有些不耐 冷冷说道 李公公 你有没有自己把过关 什么人都往宫里带 前几次那些人 不是被你割死了 就是江湖骗子 老太监慌忙拜道 娘娘息怒 这次的看起来有些本事 李贵妃冷冷说道 那就带进来吧 老太监立即出了院子 对着龙承和宫女招招手 宫女立即推了一下龙承 三人一起 往里走 到了院子里 龙承终于看到了 传说中的李贵妃 轻薄的衣衫 风雨而云衬的身子 白如凝脂的肌肤 宠飞的桀骜小表情 龙承心中暗道 时乐 没想到吧 老子溜进了你的后宫 娘娘 人到了 老太监小心地禀道 李贵妃冷冷扫了一眼龙承 问道 叫什么名字 龙承恭敬地回道 李英 南梁精灵人 听说是南梁的 李贵妃有了些性质 直起身子 仔细打量龙承 心中暗道 这小子长得不错呀 进过身子了 本宫问你 你们南梁有没有进攻东周 龙承没想到 李贵妃会问这个 立即回道 已经发起了进攻 临江城和彩石城数次大战 只是东周的守将十分顽固 很难攻破 李贵妃微微点头 说道 我大下与南梁淳亡齿寒 你回去后应当多和精灵人说说 努力进攻东周 龙承立即败道 小的知道了 李贵妃说 这话有些可笑 这些大事情 让一个无名之辈来说 有什么用 听说你有法子 治好本宫的脸 李贵妃终于说到正题了 龙承立即败道 小的不敢妄言 斗胆先看看贵妃娘娘的疤痕 李贵妃微微点头 龙承放下瓷罐子 往前两步 到了李贵妃身前 隔得这么近 龙承可以清晰地闻到体香味了 李贵妃的左脸上 靠近耳朵的地方 有一个不显眼的疤痕 按理说 这么小的疤痕 治不治都无所谓 李贵妃对自己的容貌十分在意 所以才会到处寻衣问药 能治吗 李贵妃冷冷问道 龙承拜道 能治 近距离看了 居然还说得这么自信 李贵妃当时来了兴致 问道 你打算如何治疗 高兴得不仅李贵妃 老太监也暗暗松了口气 这些时候找的人不行 他挨了不少骂 这次总算找了个行的 在古代社会 通讯不发达 这既是坏事 也是好事 龙承这次接绑混入王宫 只给自己稍微化了个妆 样貌改变不大 李贵妃他们却都认不出来 还把龙承当神医看待 小的进宫之前 打听过娘娘的事情 特意制作了一种 敷在脸上 可以去扒痕的面脂 而且 小的还特意找人试过 确实有效 说着 龙承捧起瓷罐子 放在桌上 雪儿 李贵妃看了一眼旁边的宫女 名叫雪儿的宫女 立即打开盖子 闻到一股香味 里面是凝固的枝高 娘娘 有点像预言霜 雪儿捧着瓷罐子 给李贵妃看过 李贵妃微微皱眉道 你这东西和那龙承恩做的预言霜一样的 龙承让公布做过一款预言霜 专门给女人美白养颜的 李贵妃也买过 李贵妃看着面脂和预言霜很像 所以如此说 龙承立即拜道 娘娘明见 小的这款和预言霜不一样 小的用牛水 清酒 丁香 霍香 清蒿为主料 外加一些驱疤的药物 只需要早晚涂抹于脸上 就可以让脸上肌肤面如鸡子 吹痰可破 疤痕自然消除 李贵妃微微惊讶道 吹痰可破 她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词语 想想那种婴儿般的肌肤 实在很形象 两日见笑 一个月可有大成 龙承一番话 说得李贵妃有些激动 她以美色侍奉君王 年纪虽然不大 但对颜值方面的焦虑 一点不小 如果可以面如鸡子 吹痰可破 便可继续得到食乐的宠幸 给本宫试试 李贵妃坐直了身子 立即就想试试效果 宫女雪儿却劝道 娘娘 此物从宫外来 不能就用 虚得试试是否有毒 宫里下毒太多 不经过自己手的东西 都可能有问题 龙承立即拜道 小的可以在宫中熬制面枝 只需半月即可制作完成 龙承故意把时间说得很久 让李贵妃不想等 果然 李贵妃说道 你用银针式毒就是 雪儿立即拿来银针 刺入面之中 确定银针没有变化 这才说道 没有毒 龙承陪笑道 这位姐姐 小的有几个脑袋 敢在娘娘 这里下毒 李贵妃说道 小李子 你给本宫抹上 龙承心中暗道 这么快就给老子 起了个太监的名字 小的遵命 李贵妃端坐 龙承从瓷罐子里 扣出一撮面枝涂 在李贵妃的脸上 龙承表面上目不斜视 仔细地为李贵妃 涂抹脸庞 仔细涂好了 龙承特意嘱咐道 娘娘 这面枝涂抹的时候 需要好好休息 效果会更好 李贵妃微微点头 戏声说道 有道理 扶本宫回去休息 雪儿立即扶起李贵妃 往寝殿走去 龙承和老太监 恭送李贵妃 走了几步 李贵妃突然停下来 说道 小李子人看起来不错 就留在本宫这里 当个太监吧 老太监立即回道 老奴明白 小李子 还不谢谢娘娘 龙承愣了一下 立即说道 娘娘明鉴 小得云游四方行一 不想当太监 当太监其实无所谓 又不是没当过 只是龙承不能这么爽快就答应 必须表现得不情不愿 这样看起来才正常 李贵妃慢慢转身 冷冷看着龙承 说道 不想留下呀 那你只有死路一条了 雪儿立即呵斥道 你给娘娘涂了面脂 还想离开 老太监不停地对龙承使眼色 要他别说话 李贵妃是膝下的贵妃 不是谁都能碰的 龙承碰了他的脸 就必须留在宫里不许走 如果要离开 只能是一具尸体 龙承假装被吓到了 立即败道 小的 小的愿意 留在宫里 谢娘娘恩典 李贵妃满意地点点头 说道 还算实相 李公公 给小李子一个单独的住处吧 就在本宫这里 老太监立即败道 老奴领命 龙承立即败道 小的谢娘娘 等李贵妃走了 老太监才起身说道 小李子 安安心心在这宫里待着吧 比你在外头漂泊舒服 你伺候的可是李贵妃 王上最宠幸的妃子 伺候好了主子 少不了你的好 龙承低声说道 公公 早知如此 我打死也不来啊 贵妃娘娘有命 我也没法子 日后 还请公公多照顾 老太监非常客气地说道 小李子 别怕 你只要能得到娘娘的赏识 荣华富贵等着你 到时候啊 咱家还得靠你呢 宫里就是这样 谁得到主子赏识 谁的地位就高 龙承刚来宫里 李贵妃就将他留下 老太监知道 龙承前途好 所以先卖个好 公公哪里话 小的出来乍到 还请公公多照顾 龙承久在宫中混迹 深知这老太监 不是豪鸟 嘴上这样说 指不定被地里 故意设个陷阱 别客气了 跟我来吧 娘娘发话了 就在这里 给你安排一个地方住下 这可是恩赐啊 老太监立即找到这里的 宫正牛姑姑 安排了一个房间 就和院子里的宫女紧挨着 好了 有什么事情 就跟牛姑姑说 好好伺候娘娘 有的是富贵 老太监笑呵呵出去了 龙承一直道歉 人走后 牛姑姑仔细打量龙承 有些惊讶地问道 你什么时候近身的 为何看起来不像的太监 又是一样的问题 说龙承长得太高太强壮 没有太监的阴柔 姑姑 小的是天烟 没有近身 听说是天烟 牛姑姑恍然点头道 原来如此 天烟之人确实更像男人 你算命好 省得挨那一刀 龙承心中暗道 天生太监 还特么命好 什么鬼逻辑 是啊 听说挨那一刀可疼了 龙承附和道 牛姑姑说道 疼还是其次 很多人撑不过那一刀 死了就死了 龙承面露诧异 问道 还会死啊 牛姑姑好像司空剑冠一般白白手 说道 每年近身房死多少人 这年头混口饱饭不容易 愿意当太监的人多了 既然是娘娘的意志 你就在这里住下吧 你的衣服得换 省得别人误会 你的身子也得洗洗 别带了病进宫 说着 牛姑姑抱了两套 膝下太监的衣服过来 龙承接了衣服 问道 姑姑 那我去哪里洗啊 牛姑姑指了指不远处 说道 那里是浴室 我们都在那里洗呢 他们不是也去了 有几个宫女抱着衣服 往浴室走 龙承面露尴尬地说道 姑姑 我和他们一起洗啊 牛姑姑讥笑道 小李子 你一个太监怕什么 他们都不嫌弃你 去吧 龙承装作很为难的样子 说道 如此 好吧 果然 帝王的后宫才是天堂 数不完的妃嫔宫女 龙承抱着衣服 一步三回头 诚惶诚恐地跟在宫女身后 走到浴室门口 就听到宫女的嬉笑声 龙承假装怯生生地走进去 里面十几个宫女也刚刚进来 还没有脱衣服 正在打水 见到龙承的那一刻 宫女们愣住了 你谁啊 怎么跑到这里来 龙承突然出现 把宫女吓了一跳 有几个还发出了尖叫 龙承立即解释 各位姐姐莫慌 我是新来的太监小李子 贵妃娘娘让我住在这里 牛姑姑刚才让我洗干净 免得带了病进来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这膝下的宫女 身材比东周的要高大 她们的长相不如东周女子 但身材却高很多 看起来很高挑 龙承心中暗道 你们这些人真是 穿着衣服叫什么 好像我看了你们一样 哦 你就是今日给娘娘尽些面知的 一个宫女听说了龙承的事情 立即回过神来 龙承看向那个宫女 说道 这位姐姐说的没错 就是我 我第一天刚来 请各位姐姐多多照顾 那个宫女笑道 好了 不要怕 一个新来的太监而已 确定龙承是太监 大家也都释然了 姐姐叫什么 龙承走到刚才那个宫女身边 龙承问道 我叫猪 龙承说道 猪儿姐姐 我帮你洗吧 猪儿笑道 不用 我们这里有规矩的 太监和宫女不能一起 你先出去 等我们好了 你再来 龙承心里愕然 笑道 那是宫里的规矩应该遵守的 猪儿仔细打量龙承 说道 长得挺俊俏的 龙承笑了笑 自己先出去 等宫女走了 龙承才进去洗澡 换上西夏王宫太监的衣服 龙承回到房间里躺下 龙承感觉又找回了刚进宫的感觉 刚到东周后宫的时候 龙承当时也很激动 但时间久了 也就那样 小栗子 吃饭去啊 猪儿走进来 见到龙承躺着 便坐了下来 我们在哪里吃饭 龙承起身非常自然地抱住猪儿 小兮兮问道 猪儿头微微侧了侧 却没有躲避 猪儿说道 在我们那边 我们都是在宫里自己吃的 龙承点头道 哦 这样啊 宫里规矩好多呀 猪儿两只眼睛直勾勾看着龙承 突然说道 你要不要与我对食 猪儿突然蹦出一句话 龙承惊讶到了 对食 就是宫女和太监处对象 这是宫里的专用术语 龙承一听就懂 可是猪儿为什么这么着急 要和自己出对象 这才刚进宫啊 这爱情是不是来得太快了 好啊 我们一起吃晚饭 龙承故意装傻 假装不懂对食的意思 猪儿转身认真地说道 我的意思是 我们两个 在一起 在这深宫大院里 长相厮守 龙承惊讶道 可是猪儿姐姐 我只是个太监 我如何与你厮守 猪儿说道 就像现在这般 我们进了这王宫 一辈子都别想出去了 除非死了 一个人在这里 宫墙之内多寂寞啊 你有我 我有你 也好有个伴 龙承想了想 说道 也好 难得猪儿姐姐 不嫌弃我添烟 有猪儿姐姐这般的女子 我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猪儿见龙承答应 高兴地抱住龙承 说道 冤家 我们以后就是一对了 龙承深吸一口 猪儿身上的香气 说道 既然姐姐是我的女人 那我是不是可以 两人手拉着手 到了隔壁的房间 其他宫女正准备吃饭 见到猪儿拉着龙承的手 其他人都嫉妒了 哇 猪儿 你下手也太快了吧 你们就对食了 哎呀 本来我也看中了小离子的 猪儿得意地笑道 小离子是我的了 你们不要打主意 猪儿得意 其他人不乐意 启哄道 猪儿太过分了 小离子刚来就定了 这不公平 就是 但凡缓一缓 我也跟小离子说了 你接祖先登了 太过分了 我们要分点好处 宫女们不吃饭 围着龙承嬉闹 这些宫女 有些已经和龙承见过了 有些还没有见过 这是谁啊 怎么就和猪儿姐对食了 这是小离子 今天不是来了个 给娘娘治疤痕的 就是她 长得这么帅气啊 猪儿姐好眼光 眼看着宫女 像狼群一样围过来 猪儿立即拦在前面 说道 你们要讲规矩 定了我和小离子对食 你们就不许抢 到哪里都有规矩 宫里对食也有 对食的规矩 一旦定了 就不许抢 当然 如果一方变心了 那另当别论 猪儿姐好过分哦 算了算了 猪儿姐姐足先登了 你们两个 一起到那边吃吧 不打扰你们 猪儿盛了饭菜 和龙承 到另一处单独吃 在众人的围观下 龙承吃过了晚饭 拉着猪儿的手往外走 就看到一个宫女走过来 猪儿立即撒开龙承的手 笑音音问道 猪儿妹妹啊 这么晚来有吩咐吗 叫猪儿的宫女 看了一眼龙承 又看了一眼猪儿 语气带着机翘地问道 猪儿姐 不会已经和小李子对食了吧 猪儿变得惶恐不安 说道 没有呢 就是小李子刚来 我带她到处走走看看 猪儿冷冷说道 小李子是娘娘 特意留在宫里头的 你们可别打主意 猪儿立即说道 不敢不敢 我们这点眼力尽 还是有的 龙承不知道 这个猪儿是什么人 怎么猪儿这么怕她 小李子 娘娘传你过去 随我来吧 猪儿没有再理会猪儿 直接对龙承丢下一句话 便转身往回走 龙承愣了一下 猪儿连忙掐了一下龙承 事宜赶紧跟上 龙承连忙跟着 猪儿往前走 出了宫女住的院子 又过了几个回廊 再穿过一个花园 便到了李贵妃所在的请殿 停下 等着 猪儿冷冷说了一声 自己平复一下呼吸 慢慢走进殿内 就听到她向李贵妃 禀报的声音 过了会儿 猪儿出来 说道 娘娘让你进来 龙承立即跟着进去 娘娘 小李子到了 猪儿小心地禀报 李贵妃看向龙承 说道 如今晚上了 再给本宫涂抹一遍 龙承立即拜道 遵命 雪儿抱着瓷罐子出来 轻轻放在一旁 龙承走上前 看了一下 说道 娘娘能否躺下 小的还能给娘娘 先做一个脸部按摩 李贵妃饶有兴趣地说道 脸部按摩 本宫试试 李贵妃躺下来 龙承则搬了一张凳子坐下 然后开始轻柔太阳穴 再按印堂 然后顺着头发 往中间按压 李贵妃被按得很舒服 呼吸变得平缓 嗯 雪儿和胡儿一帮宫女 见李贵妃舒坦了 心中都很高兴 他们这些做奴婢的 只要主子高兴 他们就有好处 如果主子不高兴了 他们就是瘦气包 等把李贵妃按得舒服了 龙承再从罐子里抠出面脂 轻轻涂抹在脸上 涂好以后 龙承说道 娘娘 好了 龙承起身说道 李贵妃没有说话 她感觉太舒服 已经睡着了 雪儿见李贵妃睡了 轻轻挥了挥手 龙承退出请殿 到了外头 红儿领着龙承往回走 小李子 干得不错呀 居然能让娘娘睡着 红儿说话的语气都变了 果然狗都是看主人眼色的 哪里哪里 我本就是学医的 会一些推拿之术而已 红儿问道 你和那猪儿是不是对时了 龙承想起 猪儿当时否认 应该是害怕什么 所以也不承认 说道 没有 我刚来 那猪儿姐为人热情 所以跟她走得近一些 红儿微微点头 说道 不要和他们私混 他们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杂役宫女 你日后可是有前途的 需找个好的人对时 龙承心中暗道 你可以直接说 比如你这样的 龙承问道 还请红儿姐姐多照顾 红儿停下来 拉着龙承的手 又骄又剑地说道 那是自然 姐姐日后会一直照顾你的 龙承确实被震惊了 她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谢谢 红儿姐姐 龙承尴尬地笑了笑 红儿拉着龙承回到了后院 但直到门口便停下了 好了 娘娘那边还要伺候呢 你回去吧 记住刚才的话 红儿身体前倾 居然亲了龙承一口 好了 我走了 红儿开心地转身 回请殿 伺候李贵妃 龙承站在院子门口 心中暗道 老子不管到哪里当太监 都能有桃花运啊 龙承微微摇头 轻叹一声 转身回了院子 推门进了房间 龙承已经察觉到 猪儿在房间里 龙承慢慢点了油灯 转身见到猪儿坐在床上 惊讶到 猪儿姐 你怎么在这里 猪儿脸色带着无奈 伤心地说道 红儿要和你对食吧 龙承走过去说道 是 她说了 但那是敷衍她的话 猪儿姐才是我的人 猪儿抬头看着龙承 更加伤心了 她是娘娘身边的人 我不能跟她比 而且 如果让她知道了 必定在娘娘那里 说你的坏话 到时候你也危险了 这个时候 猪儿居然还想着龙承的安危 这让龙承颇为感动 没事的 不要担心 劝了一会儿 猪儿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龙承关了门 将房门反锁 悄悄从窗户飞上了屋顶 龙承脚步轻盈 身形如风一般 掠过屋顶 出了院子 又出了李贵妃所在的宫院 夜晚的王宫 地上和屋顶 都有禁军的敏港暗哨 不过 龙承现在修为高 躲过这些禁军 根本不是问题 心中大概分析一下 龙承分辨出王后所在的宫殿 然后纵身一跃 飞了过去 落在屋顶 龙承算了算方位 在卧室的顶上停下来 慢慢一开一片瓦 透过间隙 龙承偷掩往下瞧 一个年级四十多岁 身穿凤袍的女子 坐在藤椅上 旁边一个侍女 正在给她揉肩膀 龙承从装束来看 确定此人就是卢王后 比起李贵妃 这个卢王后 显然更加端庄雍容 二丫头被龙承恩抓了这么久 不知道她怎么样了 卢王后微微叹息一声 身边的侍女说道 没法子 王上不肯用阳城换公主 也是为了大局着想 卢王后微微点头 说道 本宫当然明白 身为君王 岂能为儿女之私 以费设计 揉肩膀的侍女 立即附和道 王后说得对 如今大敌当前 肯定要顾全大局 二公主也真是的 居然独自到了阳城 还偷偷去追杀龙承恩 一个侍女数落公主的不对 这是犯机会的 这样的话说出来 卢王后也不反驳 而是微微点头 这丫头从小缺少管束 本宫看她可怜 也太宠她了 才会酿成今日之事 这就是命吧 她自己要如此 怨不得别人 卢王后说得义正词言 房间里的侍女 都附和点头 龙承算是听明白了 这个卢王后 根本不伤心 反而很高兴 小贱人的孽种 终于也完蛋了 世界清静了 这就是卢王后 此时的想法 宫斗是残酷的 赶尽杀绝也是对的 只是卢王后 这又当又立的样子 让龙承觉得恶心 不早了 歇息吧 卢王后起身 两个侍女 立即服侍她就寝 一张很大的床 金色的杖子垂下来 卢王后慢慢躺下 其他宫女 就在旁边伺候着 龙承慢慢挪到 竹台的方向 揭开瓦片 然后从身上 拿出一点粉末 慢慢撒下 这些粉末 是龙承从 烟霜玉那里得来的 烟霜玉擅长用毒 龙承找她要了一些 粉末落在烛火上 立即燃烧成淡淡的烟雾 烛火突然跳动一下 还有一阵细微的烟出现 旁边的侍女看了一眼 便不在意了 烛火燃烧不稳定 产生烟雾很正常 没什么好稀奇的 侍女重新站好 感觉有点困倦 很快 房间里的侍女 全部倒下了 龙承轻盈地攀着屋檐 从窗户钻进了房间 第二天早上 龙承起来 拿着毛巾出来洗漱 其他宫女也在洗漱 有些拿着朱棕毛 做成的牙刷 站着粗颜洗牙 古代人其实也知道刷牙 但他们做不出好牙刷 只能用朱棕毛代替 而且 最大的问题是 没有牙膏 只能用盐替代 刚洗漱完毕 活儿就来喊道 小李子 娘娘找你呢 龙承立即往李贵妃那里去 龙承跟着红尔王李贵妃的宫院走去 走到转角无人处 红尔突然停下来 转身抱住龙承 娇滴滴地说道 好人 想姐姐没 红尔长得也不错 就是有一股贱人的气息 从里到外散发着饭贱的味道 对待这种贱嘻嘻的女人 龙承有的是手段 当然 辗转反侧 夜不成眠 可是苦了我 龙承心里觉得特别恶心 但又必须逢场做戏 你就住 在这宫里 你要跟着姐姐才有出头之日 要不然你和他们一样 只是一个杂役 一辈子做最下贱的事情 记住了吗 红尔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龙承恨不得一巴掌打死她 记住了红尔姐姐 龙承笑嘻嘻说道 红尔满意地点点头 带着龙承进了李贵妃的偏店 李贵妃坐在偏店 身边站着雪儿 还有十几个宫女伺候着 怎么这么久 李贵妃有些不悦 红尔去的时间太久了 龙承拜道 小的有罪 小的想着见娘娘是大事 必须洗漱好了才赶来 所以耽误了 红尔立即说道 回娘娘的话 小李子洗漱太久了 既然是龙承的问题 李贵妃也不追究 说道 日后要早些起来 龙承立即拜道 小的遵命 李贵妃看了一眼雪儿 雪儿立即回房抱刺罐子过来 李贵妃抬眼看了一下龙承 说道 用了才两次 本宫就发现 你这东西和别人的不一样 果然有用 你很不错 不是那些混进来招摇撞骗的人 龙承立即说道 小的哪敢啊 李贵妃说道 来 再给本宫抹上 龙承立即走过去 挖出一点面汁 均匀地涂抹在李贵妃的脸上 小的这面汁啊 对身上的肌肤都有作用 只可惜做得不多 龙承一边涂抹 一边低声说着 看似无心的话 李贵妃却听得扶灵心智 问道 你说对全身的肌肤都有用 龙承愣了一下 手也顿了一下 惶恐地解释道 这面汁对身上的肌肤都有效果的 只是这面汁制作 需要一些贵重的药材 小的在外头 只给别人用在脸上而已 这面汁 除了小的列出的五味主料 还需要许多贵重之物 一两面汁堪比一两黄金 宫外的平头百姓 用得起得寥寥无几 能用来保养脸部肌肤 已经很奢侈 哪里舍得 用在其余地方 李贵妃觉得很道理啊 面汁既然这么有效果 能让脸面如鸡子 那如果全身都用呢 外面的贱名缺钱 本宫可不缺钱啊 小李子 把你的方子写下来 雪儿去太医院抓药 越多越好 外面的人缺钱 本宫不缺 小李子 你给本宫制作足够的面汁 李贵妃已经开始想象 自己肌肤如婴儿般 到时候 时乐对自己爱得死去活来 龙承抹好面汁 雪儿拿了纸笔过来 龙承立即写下了方子 雪儿收了方子 即刻去太医院拿药 雪儿姐 还有一个大的砂锅和绿布 我不想让外人知晓这个秘方 只在这里熬制面汁 龙承非常真诚地吩咐一番 李贵妃立即说道 说得对 在这里熬制 切不可让其他见人知晓了 李贵妃更担心 别人知道了 影响他的地位 只要他一个人貌美如花即可 雪儿答应了 立即带人往太医院去 人走后 龙承慢慢收拾瓷罐子 李贵妃偷偷打量龙承 他听说龙承身材不错 心里有点痒痒 其实 宫里的妃嫔 很多和太监 都有说不清的暧昧 原因很简单 君王只有一个 一年能有几次 太监虽不是完整的男人 好歹外形看着像 遇到了好的太监 李贵妃也动了心思 小李子 昨天你的推拿不错 再给本宫按按吧 龙承心中暗笑 立即扶着李贵妃起身 往房间里走 等龙承按完了 李贵妃已经睡着了 龙承轻轻起身 走到一边 对侍女说道 娘娘睡着了 我先回去 北面宫院 一个宫女匆匆进了寝殿 见到一个年纪大的宫女 正在王后床前伺候 卢王后一直睡到四十才醒来 今天早上 公正发现卢王后很晚了还没起来 便进来看情况 发现卢王后睡得很沉 问了伺候的侍女 他们都说 昨晚上卢王后正常休息的 没什么异常 公正给卢王后把了脉 没发现中毒迹象 也就不打扰了 宫里下毒的事情太多了 公正怀疑也是出于小心 宫女在门口停下来 不敢再往前走 卢王后抬手遮住嘴巴 常常打了个哈欠 说道 本宫今日为何睡到这个时辰 公正换下卢王后的睡衣 王上不在 朝中多少事情都得王后做主 身子太乏了 公正将睡衣放在一旁 裤子也理了理 发现中间有点怪怪的 公正心头一震 忍不住翻开看了看 脸色骤然变了 他伺候王后这么久 肯定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可是 时乐不在王宫啊 王后的睡裤上 为何会有这东西 公正不敢再想 慌忙将裤子折起来放好 快速平复一下情绪 又替王后梳头洗脸换衣服 等一切都好了 卢王后到另一个房间吃早饭 侍女抱着王后的睡衣去清洗 公正立即接了过去 说道 我来 侍女有些奇怪 为什么公正要亲自替王后洗衣服 宫里等级森严 不同等级的人 做不同的事情 洗衣服是最低级的工作 公正在宫里 也算有头有脸了 做这个事情很不合适 走到门口时 刚才匆忙跑来的宫女 立即上前禀报 姑姑 听说李贵妃那边的雪儿到太医院 拿了很多药材回去 还有几口大砂锅 和很多绿布 卢王后和李贵妃 一直在明争暗斗 相互之间都在监视 李贵妃这么大的动静 这边立即就知道了 公正把衣服捂在身前 问道 什么药材 单子有吗 宫女立即从袖子里拿出来 说道 我跟太医院的人要了一份 公正看过后 觉得奇怪 这不像是什么补药 也不是毒药 李贵妃要这个东西干嘛 好了 知道了 公正收了单子 先抱着衣服去洗 相比于李贵妃做什么 卢王后昨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更重要 匆忙洗干净了衣服 公正又把昨晚上 职业的几个侍女 一一叫到房里 问他们 昨晚上发生了什么 四个侍女重口一词 都说没发生什么事情 公正心中狐疑 也不再问 此事太过蹊跷 要么是自己看错了 要么就是卢王后 自己养了面手 如果看错了 没必要继续纠结 如果卢王后偷偷养了面手 公正更不该多问 否则卢王后心狠手辣 一定会杀了公正灭口 此事算是结果 当作没发生算了 即是客栈里 冯和坐在房间里 慢慢磕着膝下的松子 发出咔咔的脆响 大人真是色胆包天 还真溜进去了 估计王后贵妃都得遭殃 如果我有大人的修为 老子也溜进去爽一把 冯和羡慕得不行 越想越羡慕 咚咚咚 进来 冯和站起来 手放在匕首旁边 房门推开 长着小胡子的拉卡农走进来 满脸笑意的行李拜道 总管 扎丽莎说 好几天没看到主人 想问主人去哪里了 冯和有些诧异 扎丽莎居然问起龙臣去哪里了 冯和说道 老爷出去谈买卖了 过几天就回来 别急 拉卡农拜了拜 退出了房间 冯和嘟咙道 这个扎丽莎有点意思啊 大人真是好手段 总能收服女人的心 大人哪去了 大人泡别的妞去了 等等 这丫头不会想跑吧 冯和立即快步 往扎丽莎客房走去 扎丽莎突然关心 起龙臣去哪里了 冯和觉得不可思议 担心这丫头想跑 立即出门往客房走去 拉卡农刚刚走到扎丽莎门口 冯和就追上来了 总管 您怎么来了 拉卡农有些诧异地 看着冯和问道 冯和笑了笑 说道 没什么 我跟扎丽莎说说老爷的事情 拉卡农点点头 推开房门 扎丽莎正坐在那里 等着拉卡农回来 见到冯和站在身后 扎丽莎有些诧异 龙臣不在的时候 冯和从来不到房间的 因为冯和把扎丽莎 当成龙臣的女人 龙臣不在的时候 她是绝对不会踏足这里的 拉卡农进门 激里咕噜说了一阵 扎丽莎点点头 冯和仔细观察 扎丽莎的表情和肢体动作 确定她到底是不是 在打什么歪主意 从肢体语言分析 扎丽莎没有要跑路的意思 冯和心中才略微安定一些 不过心中的疑惑又随之而起 扎丽莎真的就对龙臣关心了 女人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快动情了 冯和对女人也有些了解 这么快就对一个男人 嘘寒问暖很少 眼前这个扎丽莎 更不像是这样的女人 不过 扎丽莎是龙臣的 冯和不好多过问 只要她不跑 那就不问 你放心 大人很快就回来 冯和说了一句 拉卡农立即激利咕噜翻译 扎丽莎听了点点头 又对拉卡农激利咕噜说了几句 拉卡农对冯和说道 扎丽莎小主说 如果主人回来了 请立即告诉她 冯和点点头 说道 好 说完 冯和出了房间 西夏王宫 请殿礼 李贵妃一觉睡到下午日落十分 才悠悠醒来 雪儿立即过来伺候 李贵妃爬起来 睡眼朦胧地环顾四周 问道 嗯 那个小李子呢 雪儿立即给红儿使个眼色 红儿立即去找龙臣 小李子在偏远熬之面之呢 奴婢将太医院所有的药材 都拿回来了 用那些药材 可以熬制很多面质出来 足够娘娘全身用的 李贵妃听了 脑子立时清醒了 高兴地说道 好 扶本宫回房 看看这脸上的肌肤好些了没 雪儿立即搀扶着李贵妃 到了卧室坐下 房间里蜡烛点起来 照得亮堂堂的 李贵妃对着镜子 仔细左右看了看 又用手指按了按 问道 雪儿 你看本宫的肌肤 是不是又好了 雪儿仔细看了看 微微点头道 是的 娘娘的肌肤又好了 李贵妃又说道 你看这里 已经和周围的颜色差不多了 雪儿说道 是的 这还没有化妆呢 如果化妆了 更加看不出来了 李贵妃高兴地说道 这个小李子 真有她的 做得果然好 把她留下来 日后专门给本宫制作 护肤面脂 她推拿的手法也不错 上午给本宫捏了一下 睡了一天很舒服 想想上午的推拿 有种说不出的舒坦 宫里的女医 也给李贵妃推拿过 但是那些女医 只是推拿而已 顶多就是在学位地方 多按压 龙臣则不然 感觉经络完全理顺了 时候不早了 扶本宫沐浴 李贵妃起身 雪儿扶着贵妃 往浴室走去 其他宫女 立即准备衣服 和洗浴用的东西 走到浴池 一池清水已经备好了 要知道 在膝下 这样洗澡是很奢侈的 水在膝下很珍贵 只有李贵妃 这样的宠妃和卢王后 李贵妃张开双手 扶着李贵妃 慢慢走进池子里 池水是温的 因为膝下夜晚有些清凉 李贵妃在池水中泡着 雪儿慢慢替她擦拭 娘娘身上的肌肤也好 雪儿忍不住赞叹 李贵妃肌肤胜雪 李贵妃抬手看着自己的肌肤 感叹不如刚进宫的时候 还是老了 雪儿说道 娘娘怎么会老 后宫最美貌的 就是娘娘了 而且 小李子不是来了 她的面脂以后涂抹在全身 效果肯定好 到时候 娘娘的肌肤会更好 说到这里 李贵妃有些等不及了 去 把瓷罐子拿来 再把小李子叫过来 本宫现在叫抹上 年华一日日流逝 等不了 马上去 李贵妃觉得 年华太珍贵了 她不想再老去 想立即抹上面脂 让全身都年轻起来 雪儿马上让人去找龙晨 宫女从浴室匆忙出来 很快到了龙晨所在的院子 院子里的宫女正在吃完饭 见到宫女急匆匆过来 全都站了起来 小李子在哪里 娘娘紧急召见 宫女跑得气喘吁吁 说话上气不接下气 朱儿听说李贵妃又来找龙晨 心里又高兴又伤心 李贵妃这么频繁地召见 说明龙晨前途无量 朱儿替龙晨感到高兴 可是龙晨爬得越高 离她就越远 她又很伤心 在隔壁房间 一个宫女指了指旁边 宫女立即跑到龙晨门口 用力地敲打房门 喊道 小李子 娘娘找你呢 在浴池等着你 房间里 龙晨睁开眼睛 听到这话 心中暗喜 老子的计划成了 慢悠悠从床上下来 龙晨开了门 就看到宫女的手伸过来 拽住衣服就往外拉 快跟我走 宫女很急 但龙晨修为高深 她哪里拉得动 龙晨不动如山 宫女差点把自己的指甲 拽下来 哎呀 你怎么不走啊 宫女焦急地喊道 龙晨笑道 走 这就走 龙晨抬脚往外走 宫女这才拉得动 龙晨出了院子 跟着宫女往浴室走去 院子里 吃饭的宫女对猪儿说道 猪儿姐 你和小李子彻底没戏了 娘娘居然让她服侍沐浴 这是多大的恩宠啊 就是啊 我们宫里从来没有哪个太监 给娘娘沐浴过 算了吧 猪儿姐 听说又新来了一个太监 要不你去看看 我们不跟你抢 猪儿默默吃饭 什么话都不说 眼泪落在碗里 她也不抬头 龙晨跟着宫女 快步走到了浴室门口 红儿已经在门口后着了 快走 娘娘等急了 红儿一把抓住龙晨的衣袖 就往里拽 丝毫见不到平日的情意 龙晨心中暗骂一句小贱人 进了浴池 里面传来一阵淡淡的香味 龙晨就看到 贵妃李燕已经洗好了 穿好了衣服 两个侍女扶着出来 呃 原来洗完了呀 愣着干嘛 红儿催促一声 龙晨走上前 拜道 娘娘 李贵妃点点头 走向了旁边的一个房间 侍女扶着李贵妃 趴在一张竹榻上 红儿使个眼色 龙晨问道 娘娘 是否需要通金落 贵妃应了一声 龙晨立即动手 龙晨按得很舒服 李贵妃问道 你到宫里有几天了 感觉如何 龙晨立即说道 很好 在外寄一顿饱一顿的 这里衣食无忧 李贵妃说道 知道就好 好好伺候本宫 有你的荣华富贵 龙晨一直点头 两只手更加殷勤地 替李贵妃按压 李贵妃很高兴 时乐年纪大了 修为在 但体型还是差了 哪里比得上龙晨 这小白脸可人 李贵妃想着 反正龙晨是个太监 就算时乐发现了 也没什么好说的 每个宫里不喜欢太监 所以就想着留下 虽然没有那东西 也算挺好的玩具 好了 替本宫抹上面枝吧 李贵妃转过身来 红儿立即将面枝拿过来 李贵妃风于 身上的肉 犹如棉花般 娘娘稍后 小的把面枝拿过来 龙晨使个眼色 宫女立即拿来面枝 龙晨把瓷罐子拿来 又从自己的衣服里 拿了点药粉出来 撒在面枝里 再搅拌均匀 敬龙晨从罐子里挖出面枝 在手中慢慢搓热 然后轻轻用力按压 从前面的肩膀开始 慢慢按压 等前面完全涂抹完毕 龙晨在李贵妃耳边 轻声说道 娘娘 请翻个身 药粉渗入肌肤 开始慢慢起作用 李贵妃微微动了动 龙晨知道 火候差不多了 那个药粉只是催化作用 如果李贵妃自己不情愿 不会有这个效果 过了半个时辰 贵妃慢慢苏醒 扶本宫起来 龙晨扶李贵妃 慢慢坐起来 小李子 你可知道你已经是死人了 李贵妃突然语气冷立 龙晨假装被吓了一跳 慌忙败道 娘娘饶命 李贵妃冷冷看着龙晨 说道 冒充太监 混入王宫 还敢对本宫动手 王上灭你九族 李贵妃发怒的样子 让龙晨觉得好笑 这个事情 如果李贵妃敢说出半个字 先死的是李贵妃全族 身为君王宠妃 这是灭九族的大罪 当然 龙晨要配合李贵妃演戏 娘娘饶命啊 小的愿意一辈子 留在宫里伺候娘娘 求娘娘饶了小的性命 龙晨装作非常害怕的样子 苦苦哀求李贵妃饶命 其实李贵妃内心 比龙晨更慌张 她也不知道怎么了 刚才一时糊涂 怎么就被龙晨套路了 稍微有点理智 她都应该杀了龙晨 而非任凭龙晨胡作非为 龙晨是一个小太监 自己是异国宠妃 为何会做出如此糊涂事 李贵妃感觉自己是不是疯了 但世上没有后悔要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悔之莫及 不过 好在龙晨是个不安事事的小太监 李贵妃觉得自己可以拿捏住 知道就好 本宫仁慈 留你一条活路 从今日起 你就留在宫里 给本宫做贴身太医 你不许离开宫里 你若是敢踏出宫门半步 本宫灭你九族 李贵妃声色俱利 龙晨立即拜道 小的谢娘娘大恩 龙晨立即说道 小的不敢了 看着龙晨诚惶诚恐的样子 李贵妃非常得意 李贵妃并非看上了龙晨 只是身宫冷清 她想要个玩物而已 当然 她可没有打算一直留着龙晨 她不是傻白天 前线的战争旷日持久 石勒大概数年不会回来 留着龙晨暂时姐们娶乐 一旦听闻石勒要回来 就毒杀龙晨灭口 一番过后 龙晨伺候李贵妃起身 李贵妃再次嘱咐 此事须绝对保密 你若是敢透露半个字 就是死 龙晨说道 娘娘放心 此事绝不敢言 李贵妃微微点头 说道 好 你记住了 此事若是宣扬出去 本宫活不了 你也别想好死 龙晨诚惶诚恐地说道 娘娘放心 晓得能得到娘娘的垂青 这辈子直了 绝不敢说出去 龙晨心中暗笑 老子随时离开王宫 你能把我怎样 李贵妃微微点头 说道 你把雪儿叫来 龙晨离开小阁间 走到门口 开门见到雪儿和红儿 在门外守着 雪儿姐 娘娘叫你进来呢 雪儿走进了小阁间 雪儿见李贵妃 立即态度恭敬地拜道 娘娘 李贵妃吩咐道 把路上的人支开 本宫要回请殿 雪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又不敢多问 立即快步出门 红儿见雪儿脸色狐疑地走出来 问道 雪儿你怎么了 雪儿没有解释 说道 你把路上的人支开 娘娘要回请殿呢 红儿觉得奇怪 问道 娘娘要回去便回去 为何要把人支开 雪儿怒道 娘娘吩咐的 你自己去问 红儿哪里敢去问 连忙把人都遣散 一直到寝殿 都没有人了 雪儿回到小阁间 说道 娘娘 安排好了 龙臣抱起李贵妃 慢慢往外走 雪儿觉得很诧异 李贵妃居然让龙臣抱 出了浴室 过了几个回廊 就回到了寝殿 把李贵妃放下 又放下帐子 雪儿在旁边伺候着 红儿都不许进来 娘娘 小的先回去 李贵妃犹豫了许久 才说道 好吧 你先回去 雪儿在外头看着 心中暗惊 娘娘如此宠幸小李子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过 雪儿也不敢多问 就怕李贵妃一发狠 把自己给宰了 雪儿姐 我先回去了 麻烦你陪着娘娘 龙臣非常礼貌地笑了笑 雪儿立即说道 小李子辛苦了 雪儿很奇怪 也很佩服 小李子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居然就取得了娘娘的信任 难道说 这个小李子 是假太监 这个念头一出来的时候 雪儿被自己吓到了 如果小李子是假太监 那后宫就彻底乱了 这个念头一闪即逝 雪儿就不敢再想 这是一个恐怖的想法 龙臣走出外面 正好遇到红儿 红儿立即拽住龙臣 拉到偏僻处 质问道 你跟雪儿干什么了 你是我的人 你记不住吗 对于这个小贱人的护士 龙臣心中觉得可笑 红儿姐 娘娘在 我怎么和雪儿姐勾搭 难不成我当着娘娘的面放肆 红儿想想也对 龙臣胆子再大 也不敢在李贵妃面前放肆 龙臣笑嘻嘻说道 红儿姐 我们到房间去说话怎样 红儿自然是愿意的 跟着龙臣往院子走去 进了院子 此时其他人都睡下了 开门进去 龙臣也不点灯 事情到了这个时候 龙臣应该离开了 红儿这个宫女实在犯贱 龙臣很恼火 所以临走的时候 龙臣要狠狠教训她一顿 关了门 龙臣抱起 红儿放在床上 在身上点了一下 让她不能说话 红儿想说什么 却发现自己说不出来了 她立即发现不对头 想挣扎 龙臣又点了几下 红儿彻底动不了了 龙臣在红儿耳旁轻声说道 红儿姐 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想不想听 红儿身体不能动 嘴巴不能喊 只能静静地躺着 龙臣在耳边轻轻说了一句 我有一个小秘密 想不想知道 红儿心中害怕 她以为龙臣是刺客 混进宫里搞刺杀的 我是个假太监 刚才我在浴室里 龙臣的话 犹如天雷落地 炸得红儿整个人都梦了 小李子是假太监 假的 刚才还 好大的胆子 到底是哪里的狂徒 红儿还没有想明白 龙臣又说道 你知道吗 娘娘为了不让别人发现 她把雪儿叫进去了 红儿听着龙臣的话 感觉全身冰冷 她在害怕 她眼里唯唯诺诺的小李子 居然如此凶狠 简直就是恶魔 我告诉你这个秘密 你就守着这个秘密 龙臣故意告诉红儿这个事情 让她心里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让她天天难受 心里有事不能说 这样是很难受的 龙臣把衣服换好 然后轻轻开了门 飞升上了宫墙 很快 龙臣掠过了王宫的高墙 落在了五十米外的民宅屋顶 守卫攻城的侍卫 感觉有影子掠过 又看得不真切 是不是有东西过去了 另一个侍卫揉了揉眼睛 似顾看了一遍 摇头说道 没有啊 你看到什么了 侍卫挠了挠腮 说道 就是好像有道影子过去了 还有胭脂香味 另一个侍卫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小子想 女人想疯了吧 等天亮了 你去找个娘们解解渴 侍卫有些无语 骂道 去你娘的 你才想女人想疯了 龙臣落在民宅屋顶 已经脱离了工程范围 但速度依然不减 很快 龙臣落在了 集市客栈的楼顶 勾住屋檐 龙臣皎节四元猴 身子一甩 脚尖点开了窗户 落进了房间里 支呀 房门推开又关上 缝盒走了进来 大人 你回来了 缝盒高兴地走过来 龙臣懒得理他 问道 这两天有什么事情 缝盒摇头感叹道 大人啊 你在宫里风流 我们在这里受罪啊 唉 你在那风流之地快活 却不管弟兄们辛苦 龙臣冷声说道 少放屁 说正事 缝盒这才收脸嬉笑 认真的说道 也没什么 第一个事情就是扎里沙 他说 有事情找你 第二招提寺那边 已经来了很多香客了 都是来求子的 明日开始 龙臣点点头 说道 好 这样 你连夜安排 明日一早 让弟兄们和扎里沙 还有我刚刚带回来的猪儿 出城回镇国寺 记得给他化妆 不要被认出来 明日我们一起 去招提寺走一趟 把他闹个天翻地覆 冯盒应道 好 明白了 我现在就去安排 两人起身出了房间 龙臣往扎里沙的房间去 缝盒去安排 到了扎里沙房门口 见灯火还亮着 龙臣直接推门进去 拉卡农正在帮朱丽沙铺床 准备睡觉 主人 拉卡农见到龙臣回来很高兴 扎里沙也立即起身 对龙臣几里呱啦说了一阵 龙臣疑惑地看向拉卡农 拉卡农关了门 翻译道 主人 扎里沙说 她是新越国公主的女仆 想请你就回新越国的公主 龙臣听完未知一笑 问道 你说的是那个被放在北面高台上 拍卖的西域美女吧 你是女仆 她是公主 拉卡农立即翻译 扎里沙又激励咕噜说了一通 拉卡农说道 是的 那个是公主 你把她就回来了 更值得 龙臣摇头笑道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商人 我要一个公主干嘛 还有 那个公主已经被人买走了 我找不回来 拉卡农把龙臣的话翻译给扎里沙 扎里沙听完后 眼神哀伤 坐在床檐微微叹息一声 怎么 那人对你很重要吗 拉卡农立即翻译龙臣的话 扎里沙微微点头叹息 龙臣想了想 说道 好 我知道了 我可以帮你救她 但是你要给我一个东西 或者你写个东西给我 我才能救她 要不然我去了 她还以为我是贼人 不肯跟我走 拉卡农高兴地翻译 扎里沙眼中立即有了光 起身说了一大堆 拉卡农说道 扎里沙说 她会感谢你的 龙臣甘笑道 你是我买的女奴 你感谢我 拉卡农笑了笑 没有翻译 扎里沙看着拉卡农 等着拉卡农说话 拉卡农无奈 只好把龙臣的话翻译出来 扎里沙听得满脸尴尬 好了 稍不早了 给我一个信物 扎里沙立即写了一段文字 小心折叠后 递给龙臣 龙臣也懒得看 收进袖子 说道 我们明天就离开这里 你们早点睡 说完 龙臣出了房间 扎里沙以为 龙臣明天才去找人 所以也不着急 立即躺下休息了 龙臣回到冯和的房间 等着冯和回来 不多时 冯和回来了 龙臣问道 北面高台那个绝色舞姬 后来谁买走了 冯和听着奇怪 问道 大人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你不是对她不感兴趣吗 龙臣说道 扎里沙说 那女的是公主 她求我就新越国的公主 龙臣微微诧异道 那人真是新越国公主 哎呀大人 我当初就劝你买下她 不管怎么说 一个公主 几千金币真不贵 而且 那是西域的公主 冯和出于职业本能 觉得买了肯定值得 龙臣说道 少废话 谁买了 冯和说道 一个性靴的 花了七千金 买走了 龙臣又问道 住在哪里 冯和嘿嘿笑道 这个我真知道 城东福星街 龙臣立即拿了一把匕首 藏在腰间 冯和惊讶道 大人 你就要去 龙臣说道 明天我们还有事情 而且明天一早就要离开 今晚不去 什么时候去 冯和问道 要不要一起 龙臣摆摆手 说道 晚上独行更方便 你在这里看好 不要出乱子 冯和送龙臣出门 然后关门熄灯睡觉 龙臣修为那么高 冯和根本不担心出问题 明天事情多 他的经历不如龙臣旺盛 必须早睡 冯和是真的羡慕龙臣的体力 日理万机 还有南征北战 真是体力狂人 龙臣从客栈出来 立即上了屋顶 急速往城东飞去 踩着屋顶 龙臣尽量步伐放轻盈 很快到了福星街 薛园外的宅底非常显眼 因为很大 而且院子和走廊的灯笼 还在亮着 看样子 里面正在开宴会 古代人就喜欢晚上 掌灯开宴会 这样很有气氛 站在高处 听底下的声音特别明显 薛宅里的声音也一样 里面的欢笑声清晰可闻 甚至能听到 他们在说什么 宅子周围 有看家护院的武师 不过这些人 在龙臣眼里 都是些土鸡娃狗 脚下一点 龙臣掠过街道 落在了薛宅的屋顶 走了几步 龙臣身形突然往前一闪 匕首往旁边挥动一下 一个藏在屋顶的武师 被一刀割喉 身子趴在屋顶不动弹了 杀一个宗室境界的武师 易如反掌 龙臣慢慢踩着屋啊 走到宴会正堂 底下欢声笑语不断 还有丝竹之声 薛园外 这次又拿了百戏园的头筹 才大气粗啊 听说是西域的公主 不知是也不是 唉 我们这些人 哪有薛园外这般浮浅 居然能将公主置于胯下 薛园外听得非常高兴 哈哈大笑道 客气了 客气了 我薛某不过是 博有余才而已 都是各位捧场 我薛某不是吃毒食的人 今夜在此设下宴会 就是要与各位一同欣赏 这西域公主的武姿 一个客人经问道 薛园外如此说 莫非买回来这么多天 薛园外居然未曾享用 薛园外哈哈大笑道 李老弟太小看我薛某了 我府上美籍无数 何必急着享用 先与各位一同看过西域公主的武姿 我再享用不迟 这画影的其他人一阵较好 这个薛园外爱慕虚荣 喜欢嘚瑟显白 有了好东西 必定大赦宴席 招来一大帮宾客来看 那个西域舞姬 被她买了以后 一直养在房间里 等着今晚上和众人看过以后 然后才享用 有的时候酒喝多了 也有当众行事的 有一次新买了一个美貌歌姬 薛园外一时兴起 就在所有人面前 扒了那歌姬的衣服 当众行事 所以薛园外也被起了一个外号 薛酒疯子 不喝酒的时候 薛园外很正常 一旦醉酒后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薛园外就是豪爽 不像那马庄主 扣扣嗖嗖嗖的 让人不齿 薛园外听到马庄主 似乎特别厌恶 骂道 别提那个驴卵蛋子 龙晨见人不在这里 也就懒得再听 顺着屋脊 龙晨摸到了后院 一处房间的灯光格外明亮 女仆进出匆忙 门口还有两个武士提刀守着 时不时往房间里张望 龙晨走到房间屋顶 慢慢揭开瓦片 屋里正有一个西域女子 正在浴桶里沐浴 其他女仆在旁边抱着衣服 和烟纸之类的 等着西域女子洗完 龙晨从怀中拿出一些粉末 慢慢洒下去 不多时 房间里的女仆纷纷倒地 西域女子也倒在水中 龙晨立即从屋顶一跃而下 守门的两个武士 根本来不及反应 喉咙已经被割开 龙晨闪入房间里面 两个武士才倒在地上 从水里抱出西域女子 龙晨忍不住惊叹 身材绝佳 和独孤家里有的一笔 放在床上 龙晨拿来衣服 给他简单穿好 然后找了丝带 把人绑在背上 一切就绪后 龙晨打算离开 走到门口时 龙晨突然想起一个事情 便用武士的血 在墙上写了个马字 然后 龙晨飞升上了屋顶 背着西域女子 急速狂奔回到客栈 站在扎丽莎门口 龙晨敲了敲 油灯很快点亮 拉卡农开了门 龙晨进去后 立即关了门 看到龙晨身上的女子 拉卡农面露震惊之色 主人 你这么快就把人救回来了 扎丽莎听到声音 立即起来 就看到龙晨 把一个女子 放在了自己床上 看到女子的时候 扎丽莎狂喜 对着龙晨说了一句 听不懂的话 她说谢谢主人 谢谢主人救了公主 拉卡农在旁边翻译 龙晨拿出一瓶解药 在女子嘴唇 惯了一些进去 然后说道 好了 你们慢慢聊 我要去休息了 龙晨今天连续大战 真的需要休息了 出门房间 龙晨回到冯和的房间 冯和正在呼呼大睡 龙晨只得将就一下 就在旁边睡下 一沾上枕头 龙晨也开始沉睡 龙晨走后 西域女子悠悠转醒 睁眼看到扎丽莎的时候 她非常高兴 抱住扎丽莎眼泪都下来了 两人几里咕噜说了很久 扎丽莎又让拉卡农到门外去 说房间里有他们两个就行 拉卡农拿了被子 就到外面过道睡觉 她以前也这样睡过道 没什么不习惯 仆人就是仆人 没办法的 薛宅 龙晨离开不久 宅子里的人就发现了尸体 还有公主失踪了 仆人赶紧抱之血缘外 此时 血缘外正在正堂 和其他人吹牛笔 老爷不好了 公主被劫走了 武师也被杀了 仆人冲进来大喊 血缘外听得一愣 在场的宾客也都为之一惊 什么 公主被劫走了 血缘外脸色骤变 猛地爬起来 在旁边护卫的武师 雄远立声问道 你说武师被杀了 院子里的武师 都是雄远的弟子 他是师父 也是看家护院的负责人 仆人被吓到了 点头道 两个都被杀了 众人惊慌不定 纷纷劝血缘外报官 血缘外 此等大事 需请官府出面 杀人抢人 此乃大奸大恶 必须报官 血缘外还在心疼 自己的西域公主没了 光着脚就往后院跑 雄远招呼自己的弟子 跟着往后院去 参加宴会的宾客 怕事得立即跑了 看热闹不嫌事大的 跟着往后院去 到了后院 就看到 两个武士躺在门口 房门被打开 女仆都躺在地上不动 浴桶里空无一人 谁干的 血缘外大声咆哮 雄远蹲下身子 仔细查看弟子的伤口 身后的弟子问道 师父 谁干的 雄远看得震惊无比 说道 一刀杀两个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杀了 此人武艺极高 有可能是武皇 雄远的话震惊了众人 血缘外听得头皮发麻 说道 怎么可能 我什么时候得罪过武皇强者 武皇 那是什么概念 血缘外 怎么敢得罪那样的人 雄远也摇头猛逼地说道 我又何时得罪过如此高手 竟然要杀我的弟子 角色武器没有了 看家护院的武师也被杀了 血缘外恼羞成怒 无处发泄自己的不满 便转头对雄远骂道 肯定是 你在江湖结仇了 现在仇家找上门 连累了老子 武皇级别的高手 西夏能有几个 他们是朝中的帝王大将 和昭提寺 郑国寺的方丈高僧 血缘外都能叫出名字来 他绝对没有得罪过这些人 他非常确定 既然自己未曾得罪过 那肯定是雄远这个江湖人士 结仇了 最后把账算到了自己头上 雄远很无奈 说道 缘外 我雄远何德何能 会有武皇境界的仇家 我就算想和他结仇 人家还看不上我呢 正当两人争吵的时候 一个仆人大喊道 老爷 您看这里 血缘外和雄远走过去 看到一个血书 马 马 什么意思 围观的众人感觉奇怪 这个马字 到底什么意思 莫非是马家庄 突然一个看热闹的宾客 想起血缘外和马家庄的庄主有仇 就猜测这个马字 是马家庄的意思 雄远立即说道 肯定是 马家庄居然找人杀我弟子 我雄某人和他不共戴天 有人说 这是马家庄做下的事情 雄远立即附和 这样就可以甩掉自己的嫌疑 不是他的仇家 上门报复连累血缘外 而是血缘外的仇家上门杀了他的弟子 师父 在屋顶的郭师兄也被杀了 一个弟子扛着一具尸体过来 一样被匕首割喉 一样没有丝毫的反抗能力 雄远大怒 骂道 驴操的马家庄老子要杀了他们报仇 血缘外的情绪也被带起来了 骂道 马家庄 抢老子的女人 反了他 雄师父 我们 周围还有人在 血缘外不好直接说 立即对其他宾客拜道 今天让各位看笑话了 今夜先请回去 改日再聚 众位宾客纷纷退出院子回去 血缘外则拉着雄远商量 如何报复马家庄 早上 天色微明 即是客栈里 龙城和缝合已经起来了 缝合指挥西场的探子准备离开 扎丽莎三人 换了西下的衣服 又化了一个很丑的妆容 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面目 主人 拉卡农很开心地打招呼 他现在过得很轻松 比在店里干苦力强 龙城微微汗手 缝合走过来说道 老燕 可以出发了 龙城点点头 商队缓缓出了集市客栈 顺着大街 混入其他马车队伍中 慢慢出了城门 进城的人会被盘查 出城就松弛多了 商队给守门的士兵塞了点钱 车队便出去了 客栈里 龙城与缝合回到房间 把门关上 缝合问道 大人 你的计策是什么 龙城看着缝合黑黑笑道 老冯 这次麻烦你了 缝合一听这话就不对劲 问道 大人 你想干嘛 龙城拍了拍缝合 笑道 这样 我们假扮成夫妻 你当娘们 我当爷们 缝合一听肯定不乐意 说道 大人 我比你年纪大 就算扮作夫妻 也是我扮作男的 你扮作女的 怎么是我当娘们 这夫妻两个 肯定是男的年纪大 女的年纪小吗 怎么能倒过来呢 龙城说道 放屁 都是女的年纪大 男的年纪小 别跟老子废话 赶紧办上 古代和现代不一样 在古代 娶媳妇 经常是为了 给儿子找个妈 媳妇经常比老公大几岁 甚至十几岁的都有 小时候照顾男的吃喝拉撒 而且一旦男的成熟 就可以生孩子 所以 龙城才如此说 缝合没办法 只得涂脂抹粉 又往衣服里塞东西 扮作一个年纪大的媳妇 一切准备就绪 龙城二人立即出了客栈 此时 接上很多囚子的夫妻 往昭堤寺走去 龙城也会入人海当中 往昭堤寺走去 好谢 终于要开眼了 西夏王宫 李贵妃宫院 院子里的宫女 端着脸盆出来洗漱 此时天色尚早 但他们是奴婢 必须早早起来准备 洗漱完毕后 各自都去忙活了 隔壁 小见人活 还趴在床上昏睡 昨晚上被龙城点了穴位 红儿动弹不得 又听了恐怖的事情 红儿吓得最后 昏昏沉沉睡着了 等她醒来的时候 身上的穴位已经解开了 红儿挣扎着爬起来 跌跌撞撞 就想往外走 可是当她拉开房门的时候 她又慌了 她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 按照龙城昨晚上的说法 她把李贵妃 那 红儿是贱人 不是蠢人 能在宫里 混到李贵妃身边的人 都不蠢 红儿坐下来 仔细想了想 最后决定不说 此事就当没发生 自己也不知道 红儿轻轻开了门缝 看看外面无人 红儿立即溜出院子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然后迅速把衣服换了 又把衣服洗了 最后才到贵妃房间去 红儿心中十分忐忑 不知道贵妃有没有找她 万一找过了 自己又恰好不在 那就露馅了 走进寝殿的时候 雪儿正在守着 李贵妃还没有起床 红儿调整下心情 小心地走进去 低声问道 雪儿姐 娘娘还没有起来吗 雪儿瞪了红儿一眼 红儿立即近身 转身出去忙别的事情 红儿有种侥幸 逃过一劫的喜悦 她的事情没有人发现 金丝杖里 李贵妃睡得很沉 王上击破龙承恩 班师回朝 娘娘 王上来了 李贵妃吓得猛然爬起来 推开压在身上的龙承 说道 王上回来了 我们都死定了 话刚落音 石乐已经披甲带剑进了寝殿 正好撞见李贵妃和龙承在床上 石乐大怒 拔剑呵斥道 本王在外征战 剑人竟敢豢养面首 该死 长剑落下 龙承被斩为两断 王上 臣妾是无辜的 这次假冒太监侮辱臣妾 臣妾是迫不得已 王上饶命啊 李贵妃苦苦哀求 石乐却更加愤怒 李贵妃看着长剑再次举起 将自己的头颅斩落 石乐一脚踩在李贵妃头颅上 怒气尤为消退 吏声骂道 贱人无耻 猪九足 王上 王上 娘娘 娘娘 李贵妃猛地睁开眼睛 才发现是一场噩梦 雪儿扶着李贵妃说道 娘娘怎么了 王上还没有回来呢 李贵妃浑身颤抖 细密的汗珠遍布全身 睡衣被汗水浸透 枕头和地下的席子 也汗湿了 哦 对 王上还在阳城前线 和龙承恩打仗呢 李贵妃拍了拍胸口 庆幸是一场梦 茶 李贵妃说了一声 雪儿立即倒了一杯茶过来 雪儿替李贵妃捧着 慢慢扶着李贵妃喝下 一盏茶过后 李贵妃慵懒地起床 雪儿扶着李贵妃穿衣梳头 整个过程 李贵妃表现得魂不守舍 雪儿发现了 却又不敢说 听到李贵妃起床 红儿立即传善 李贵妃随便吃了两口 便放下说道 把小李子找过来 该抹面汁了 雪儿看了一眼红 红儿心里咯噔一下 她知道龙臣不在了 但她脸上强装镇定 立即转身去找人 红儿匆匆忙忙往院子走 见到一个宫女 假装问道 小李子呢 娘娘找她 那个宫女指了指房间 说道 一直没见她出来呢 红儿便装模作样走到门口 敲了敲门 喊道 小李子 娘娘找你 喊了几声 不见房间里有回应 红儿推门进去 里面什么样 她自然一清二楚 却还是假装惊讶 出来问道 人呢 不在这里啊 宫女诧异地走过来 果然龙臣不在房间里 我也不知道啊 我一早就去忙了 或许 宫女想说 或许猪儿知道 但她又不好说 红儿皱眉立声问道 或许什么 娘娘等着呢 这一声呵斥 把其他宫女都吸引了过来 宫女指的说道 或许猪儿知道 红儿心中暗道 知道个屁 红儿对着整个院子的人大喊 把小李子找出来 娘娘现在叫人 红儿打着李贵妃的旗号 发号施令 其他人不敢不从 纷纷放下手里的事情找人 可是找了半天 龙臣和猪儿都不见人 红儿立即往回走 回到了寝殿 脸色焦急地拜道 娘娘 小李子不见了 正在担忧沉思的李贵妃 听说龙臣不见了 头脑一片空白 猛地起身走过去 揪住红儿的头发质问道 你说什么 红儿颤颤巍巍地说道 小李子不见了 奴婢和其他人找了很久 就是找不到 李贵妃预感事情不妙 快步往外走 喊道 带人随本宫来 快 雪儿立即带着人 跟着李贵妃往院子去 一行人浩浩荡荡到了院子 宫女们吓得纷纷下跪 小李子呢 李贵妃立声质问 院子里的宫女 无人敢回答 他们也不知道 龙臣哪去了 雪儿骂道 娘娘问你们话呢 狗奴才不知道说话吗 地上的宫女跪成一片 可谁都不敢说话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 好啊 你们窝藏 通通杀了 李贵妃心里又急又怒 龙臣不见了 如果龙臣溜出了王宫 那她的事情就败露了 时乐知道她和龙臣苟且 那是杀头灭酒族的大罪 众人吓得磕头哀求饶命 李贵妃怒气冲冲地起身往回走 她不想在这个肮脏龌龊的院子久待 李贵妃边走边说 去 传金赵福尹进来 雪儿愣了一下 说道 可是 李贵妃怒骂道 可是什么 去 雪儿吓得屁滚尿流 立即去找金赵福尹 李贵妃怒气冲冲回到了寝殿 心中又急又怕 如果不把龙臣抓回来 她全家老小命不久已 可恨 可恨 居然被一个小太监给耍了 李贵妃自认在后宫能与卢王后争凶 可这一次 却被一个太监玩弄了 她心中的那口气实在消不掉 等抓到这个狗奴 本宫要狠狠折磨她到死 李贵妃抓起玉杯 狠狠摔在地上 吓得旁边的宫女跪地匍匐 不敢出气 不多时 金赵福尹李思亮到了寝殿 李思亮是李贵妃的亲哥哥 官职金赵福尹 宠妃的亲戚肯定在朝中担任重要官职 就像卢王后的兄弟卢其昌 担任疏密使一样 外妻一直都是朝中的重要势力 自古皆然 李思亮进了寝殿 脸色焦急地说道 一二 你怎么把我交到了宫里 这样做是不合规矩的 此事卢王后必定知晓 到时候 王上肯定会责怪的 李贵妃挥挥手 所有人都出去 又把门关上 李思亮越发不高兴 外妻无王命不得入宫 难得更是如此 李思亮进宫 已经坏了规矩 就算李贵妃是宠妃 但在这个问题上 是没有多少余地的 因为男的进入后宫 有可能玩弄时乐的女人 时乐能忍 所有男人都不能忍 李贵妃却没有理会这个事情 而是说道 哥 出事了 李思亮这才停下来 问道 什么事 李贵妃下了很大的决心 咬牙说道 前几日 有个自称能治好我脸上 伤疤的男子进来了 他说自己是天烟 可结果 结果他是假太监 李思亮不傻 立即明白了 李贵妃要说什么 他感觉五雷轰顶 你不会 不会是 李贵妃的表情 已经告诉李思亮 事情就是他想的那样 李贵妃被那个假太监给搞了 哎呀 完了 我们李家完了 死了 死定了 李思亮感觉天突然塌了 李贵妃泪流满面 说道 我也不知道啊 谁知道会这样 每个进宫的医师 都会到进身房去的 可偏偏这个太监 他自称天烟 李公公那个老太监 就没有给他进身 我居然也信了 哥 哥 事情已经这样了 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抓到那个假太监 抓到他 我们就没事了 只要他死了 这个事情就当没发生 我就说他拐跑了宫女 这是死罪 事情 还有挽回的余地 李思亮的情绪 慢慢平复下来 点头道 不错 不错 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 此事还有谁知晓 李贵妃摇头说道 没人知道 但是雪儿可能知道 李思亮说道 傻 不能留活口 绝对不能留 李贵妃点头道 我知道 哥 你快去找 李思亮问道 他拐跑了谁 什么时候跑的 李贵妃说道 他拐跑了我宫里的桌 昨晚上还在这里 他应该是下半夜 或者早上跑的 李思亮点头道 好 应该还来得及 那个雪儿 你把她给我 我带她去衙门 正好 描绘小李子和猪儿的画像 也需要她 李贵妃点头道 好 我让她跟你去 开了门 李贵妃对院子里的雪儿说道 雪儿 你过来 雪儿立即过来 拜道 娘娘 李贵妃吩咐道 小李子拐走了猪儿四奔 福尹大人要全程缉拿 你跟着福尹去 把两人的长相描绘出来 雪儿不知道 李贵妃要杀自己灭口 立即回道 奴婢明白 李四亮立即带着雪儿出宫 回京赵府 李四亮进宫的消息 立即传到了卢王后耳朵里 卢王后听了 冷冷笑道 小剑人又在搞什么 侍女回道 王后 听说李贵妃宫里 前几日来了个厉害的太监 她能炼制 让肌肤变年轻的东西 今天 好像那个小太监跑了 还拐走了一个宫女 事情没有不透风的强 宫女们虽然不知道 李贵妃和龙城苟且 却知道龙城拐走了猪 卢王后这边 立即就知道了 卢王后微微点头 按理说 宫里出了这样的事情 作为后宫之主 卢王后应该找李贵妃训斥 但因为李贵妃得宠 卢王后并没有这样做 不 本宫料定还有其他的事情 如果只是一个太监 拐走了宫女私奔 此事不会急到需要李四亮 亲自进宫的地步 外戚男子进宫 本就是宫中大忌 小剑人情愿犯忌讳也要如此 肯定出了大事 侍女立即败道 奴婢这就再去打探 不说李四亮全程搜捕 也不说卢王后和李贵妃 两人斗上了 却说龙臣与冯和半座夫妻 混入囚子的大军 慢慢进了昭提寺 今日的昭提寺格外热闹 差不多有四万信众 涌入寺庙 这些信众 有自己想囚子的 也有已经囚到了子寺 在囚子节到来之际 来昭提寺 还愿感谢的 当然 其中不乏一些 在囚子堂和僧人苟且以后 还想再来爽一爽的 相公 这里人真多呀 冯和带着发饰 胸口塞着两个碗 假装是两个胸 脸上打了粉底 又抹了腮红 胡子已经剃掉了 身上穿着妇女的衣裙 走路故意迈着小碎布 冯和一路上挽着龙臣的手 一口一个相公 听得龙臣 差点把昨夜的饭吐出来 说实话 龙臣真的后悔了 原本以为让冯和扮演女的 可以恶心冯和 没想到冯和这次如此恶心 居然还真就进入角色了 冯和自己没有恶心 龙臣被恶心得七昏八素 相公 你怎么不说话呀 冯和故意挤眉弄眼 涂了口致的嘴唇 故意作一下 看得龙臣 恨不得一巴掌抽过去 你他妈能不能正常点 恶心不恶心 龙臣低声骂了一句 冯和这次看龙臣恶心 反而更得意 嘿嘿笑道 相公干嘛凶人家 人家都要为你求子了 龙臣听得牙疼 威胁道 你再给老子做妖 回去把你淹了当太监 老子说到做到 冯和被吓得一个机灵 嘿嘿笑道 大人别激动 这不是演戏演全套吗 你说的 龙臣吐槽道 老子让你演戏 没让你恶心老子 冯和嘿嘿笑道 那行 我正常点 周围人潮涌动 众人手里拿着供奉的东西 有粮食 有笋干 干蘑菇之类的干货 也有拿着香烛的 众人脸上都很虔诚 也有女的脸上 散发出欲望的 那些一看就是属兔 属兔的女人 每天都要吃草 多得一天八顿草 昭提寺 今日也装扮得格外热闹 寺里的精壮僧众 纷纷出来迎接 家道欢迎信徒 进入寺中 冯和低声说道 大人 感觉这些银僧 看我们的眼神 就像看猎物 龙臣扫了几眼 冷冷笑道 你没发现 他们都在看女人吗 根本不看男人 这些身材精壮的僧人眼里 满是淫欲 哪有出家人的清新寡欲 都是些好色之徒 这位女施主 也是来求子的吗 一个长相油腻 鼻子很大的僧人 突然搭讪冯和 冯和愣了一下 心中大呼操弹 这明白 这是看上了自己 龙臣也觉得不可思议 冯和这副模样 居然还有僧人主动搭讪 真是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这突离的口味 真是独特呀 冯和不想搭枪 龙臣却要恶作剧 连忙说道 我佛慈悲 大师 我与娘子成亲十几年了 这肚子就是带不起来 村里说 昭提寺求子灵验 我就带着娘子来求子 希望这次能怀上 龙臣心中大骂龙臣混蛋 这特么不是恶心自己吗 报复心里太强了 僧人努力挤出一点慈悲相 双手和时说道 我佛慈悲 施主放心 平僧就是求子堂的 平僧一定为你家娘子念诵佛经 祈求归依佛 赐予你子嗣 你放心 等你家娘子离开的时候 一定能得到子嗣 龙臣满脸虔诚地拜道 多谢大师 还请大师到时候 能亲自为我家娘子求子 僧人脸上露出戏血的笑容 双手和时说道 施主放心 你家娘子求子的事情 包在平僧头上 如果你家娘子怀不上 那就是平僧的罪过 你放心 冯和听得一阵恶心 这特么是要针对自己啊 多谢大师 娘子 还不快快谢过大师 龙臣扯了扯冯和的袖子 冯和心里一阵反胃 却还是对着突驴拜道 多谢大师 女施主客气了 我们一定会再见 僧人笑呵呵 双手和时 眼睛一直盯着冯和的胸口瞅 秃驴以为那是大胸 实际上 那是两个大碗 塞在衣服里冒充的 龙臣突然觉得 这事情挺有意思的 一点也不枯燥 冯和笑了笑 拉着龙臣往前走 那个死秃驴 老子要宰了他 冯和气得咬牙齐齿 恨不得把那秃驴扒皮抽筋 龙臣黑黑笑道 娘子消消气 人家大师可是为了你好 也是为了让我们 怀上子嗣啊 何必如此呢 冯和被龙臣完美反杀 气得想骂人 早知道你来办媳妇 我办相公 龙臣笑道 到了这里 你还说个屁啊 赶紧的 两人跟着人群 进了招提寺的广场 这个广场非常大 能容纳数万人 前面有个五米多的高台 一个老僧站在上面 身边两个赤着上身的僧人 身上的肌肉囚结壮实 看起来像护法金刚一般 龙臣认得这个老僧 此人便是红智 当年在大洲朝堂上 龙臣见过红智 当时普玄和红智 带着摩羯出使东周 想试探龙臣的虚实 结果 摩羯被龙臣顺势策反 红智吃了个大亏 我佛慈悲 突然 红智发出一声洪亮的声音 将场中的喧闹都压下去了 所有人齐齐抬头 看向身穿袈裟的红智 此时的红智 犹如将士的佛陀 看起来威严慈悲 平僧红智 多谢各位施主 今日参加仇子节 一年一度的仇子节 乃是当今王上定下的 由我招提寺主办 主办仇子节的本意 是让无有子嗣的女子能生养 同时也让想求得 更好子嗣的女子 如常所愿 本寺仇子堂得来子嗣 都受皈依佛庇佑 都能康见 长大成人 此乃王恩浩荡 此乃皈依佛 无边慈悲 红智说完这话 周围的僧人齐齐念诵 皈依佛名号 场中的百姓 也纷纷顶礼膜拜 感谢皈依佛的慈悲 到招提寺求子的 不仅有那些 不能生育的女子 还有那些希望 生出更强壮健康的女子 因为从招提寺求来的子女 确实更加健壮 大家都以为 这是皈依佛庇佑 却不知道 自己的女人 被阴僧给玩弄了 龙晨在底下 看着红智一脸慈悲相 心中暗暗觉得好笑 各位施主 请先到皈依殿供奉 然后按照我四中安排 分几拨人进入求子堂 各位施主切莫争抢 往后三日都是求子节 众位都有机会求子 红智孝呵呵说着 底下一个僧人跟着笑 笑得意味深长 此人便是求子堂的惊言 红智手往皈依殿的方向一指 僧人立即引导信仲 往皈依殿去供奉 信仲慢慢往前 将自己的供奉放在皈依殿 对着皈依佛拜过 然后从旁边经过 领到一块牌子 牌子上面会写日期和一个数字 日期是指 第几天进入求子堂 数字是求子堂里的 隔间房号 龙晨与缝合 走到皈依佛前面 龙晨抬头看了一眼 凶恶的皈依佛 心中冷笑一声 菩萨本是泥塑 能度为有自我 两人就把东西丢在功德箱里 然后便转身去领牌子了 旁边的僧人有些不喜 因为龙晨与缝合 没有参拜皈依佛 这是不礼貌的 但今天是大日子 龙晨又给了礼物供奉 僧人也就不说了 走到一边 龙晨正要领取牌子 那个油腻的大鼻子 僧人突然出现 手里递来一块竹牌 却不是给龙晨 而是直接给冯和 笑嘻嘻说道 女施主 我一定让你求得子嗣 方法竹牌的僧人 听到这话 忍不住笑出声来 其他僧人立即瞪了他一眼 此屠驴立即闭嘴 说道 下一位 冯和笑呵呵接了竹牌 一点都不想搭理这个屠驴 龙晨却对着僧人千恩万谢 然后才追上冯和 笑道 娘子 人家对你有益 你为何拒人于千里之外 冯和被惹恼了 说道 大人 你若再如此 就由你去和这秃驴共处一事 龙晨见冯和急了 嘿嘿笑道 开个玩笑而已 干嘛这么激动 日期是不是今天 按照龙晨的猜测 那个秃驴如此性急 肯定不会等候明后天 冯和看了日子 果然是今天 333号求子房 好数字 龙晨黑黑笑道 冯和收了牌子 说道 大人 现在开玩笑可以 到时候 你可别恶作剧 此事关系到战局成败 龙晨笑道 老冯就是有大局官 我晓得 别怕 冯和知道 龙晨这人喜欢玩笑 万一龙晨坑了自己 那就惨了 大人 我没开玩笑 冯和很严肃地说道 龙晨也严肃地说道 老子不跟你玩笑 冯和这才信了 等抽签完成 僧人金言大声喊道 抽到今日的 随四里僧人进入求子堂 抽到明日的 便明日此时来 抽到后日的 便后日此时来 金言连续喊了好几遍 抽到明后天的人 陆陆陆续续离开 求子堂往外走 四里不提供住宿 他们必须在城里 找个地方住 这个时候 是城内客栈生意 最好的时候 他们很喜欢 招提斯的求子节 龙晨拍了拍冯和 说道 老冯 该你上场了 龙晨当然不去 求子只能女的去 龙晨回外面 客栈休息 当然 龙晨换了一个客栈 毕竟身份换了 冯和拿着 求子堂的竹牌 跟着引导的僧人 慢慢走进了一处很大的院落 上面有屋顶 底下是零次至比的小房间 每个小房间不大 顶多四平米的样子 很密集 各自按照竹牌的数字 找到自己的房间 在房间里 静坐念诵归一佛之名即可 僧人惊言喊了几声 让所有人知道怎么办 这些女的大部分不识数 要由僧人带着 寻找各自的房间 古代女人读书棘手 男人都很少识字的 不认识数字 也很正常 冯和拿着竹牌 找到了333号 囚子房 站在门外 感觉这个囚子房 就是个小密室 四四方方的一个小房间 外面一把锁 看起来很密闭 冯和推门进去 里面只有一个小窗户 一张小桌子 一盏油灯 一个茶壶 两个茶杯 一个马桶 一张床 床上一个枕头 一床被子 仅此而已 别无他物 冯和心中吐槽一句 真特么简陋 冯和按照职业习惯 把小房间摸索了一遍 很快找到了机关 床底下有一个木板 是可以活动打开的 到了晚上 僧人已经就是 从这个地方出来 和女性众苟且鬼混 冯和摸了摸身上的匕首 然后躺下来 等着那些银僧出来 冯和这小子 不会坑我吧 冯和嘟农一声 他一直猜测 冯臣就是冯家无子 现在越来越坚信 所以自言自语的时候 他会说冯臣的名字 看着屋顶 冯和慢慢等待 冯和在仇子堂等候的时候 龙臣独自出了招提寺 走在大街上 看到经兆府的人 匆匆骑马过去 到处张贴告示抓人 李英 男良人 拐跑宫女桌 悬赏三千斤 众人在告示前面围观 龙臣也走了过去 看着纸上的画像 猪儿画得挺像 自己的画像 只是易容后的样子 和现在的本尊根本不一样 这人胆子真大啊 居然拐走宫女 诶 这人不就是前些天 在集市接绑的那个人吗 哦 对 我也记起来了 这小子当时狂得很 没想到啊 这小子真有手段 是啊 能拐走宫女不容易啊 龙臣审笑一声 便不再理会 自己走回客栈 李贵妃此刻肯定下话了吧 昨晚上刚刚玩弄了 今天人就跑了 他肯定担心此事败露 一旦让时乐知晓 李贵妃死路一条 他的家人也死定了 龙臣出了招提寺 走到一家客栈门口 抬脚进去了 火鸡热情地迎出来 满脸堆笑道 尊客 打监 还是住店哪 龙臣说道 住店 要一间上好的客房 火鸡立即说道 有 天字号 请客官随我来 火鸡在前面带路 龙臣在后面走 这家客栈的生意不好不坏 人也不多不少 跟着火鸡上了二楼客房 火鸡打开了一个房间 笑道 客人 您看这个房间如何 龙臣走进房间坐下 从手中拿出一方金印 说道 把你们掌柜叫过来 见到金印 火鸡神色一领 立即拜道 小的拜见武王 龙臣点点头 说道 去吧 火鸡小心把门关了 立即下楼找到掌柜 笛声说道 掌柜的 武王在楼上 掌柜吓了一跳 立即和火鸡上楼 这家客栈是西厂开设的 负责在这边打探消息 同时也是一个据点 来新庆城前 龙臣没有和他们打过招呼 所以掌柜不知道龙臣在这里 掌柜走到门口 小心地敲门 龙臣回了一声进来 掌柜才敢推门进去 火鸡守在门口 西厂折尔 拜见武王 此人正是蛇尔 上次和龙臣来过新庆城 后来 冯和就让蛇尔 担任这家客栈的掌柜 负责新庆城的事宜 坐吧 蛇尔坐下来 等着龙臣吩咐 龙臣说道 之前给过你消息 让你准备十几个好手 都准备妥当了吗 蛇尔立即回到 都妥当了 龙臣点点头 说道 我把事情的原委 跟你说一下 龙臣将此行的目的 和现在的情况 都告诉了哲尔 蛇尔立即明白了 说道 好 我立即召集他们 龙臣点点头 蛇尔出了房间 立即召集人手 龙臣就在房间里休息打坐 蛇尔和扎里沙一行人 出了新庆城 乘坐马车 缓缓往东走 蛇尔坐在马车里 全程魂不守舍 靠在车厢上 一言不发 旁边的女探子 见蛇尔如此 安慰道 蛇尔姑娘 不用担心武王 她在新庆城 绝对不会有事的 她如果想离开 谁都拦不住 就算石乐 带着几十万大军回来 也拦不住 蛇尔慢慢看向女探子 嘴巴动了动 欲言又止 旁边的拉卡农 却瞪大了眼睛 问道 你说什么 武王 东周那个吗 女探子笑了笑 说道 正是 扎里沙两人 见拉卡农 一惊一乍的样子 激励咕噜问她怎么回事 拉卡农告诉扎里沙 买她的老爷 是大周武王 扎里沙不知道 大周武王是什么 拉卡农费了好大劲 把龙臣的事情说了 扎里沙两人脸色震惊不已 招提四 仇子堂 房间里 冯和躺在床上 胸前的两只大碗 搁得难受 冯和将大碗拿出来 扣在桌上 感觉舒服多了 妈的 这场差事真难做呀 回去跟得多要些钱 倒了一碗水 冯和拿起又放下 这个仇子堂有问题 茶水肯定也不干净 隔壁是另一间仇子室 冯和拿出尖刀 慢慢钻了一个洞出来 冯和很会选择角度 这个洞刚好在死角 再加上房间里光线暗淡 很难注意到 眯着眼睛 冯和看到 隔壁是一个美妇人 年纪约莫三十 穿着花色衣裙 端坐在床上 双手合十 莫诵佛经 可没念多少 她就有些躁动不安 下床蹲在地上 用手敲了敲那块活动的木板 咚咚咚 大师 大师 女子轻声呼唤 地板却没有回应 很显然 这个美妇人知道 这里是干嘛的 这个美妇人一定属兔 天生吃草的料 还是一天好几顿草那种 见地板没有回应 美妇人焦躁地起身 倒了一碗水 喝完后 爬到床上 靠着墙板焦急地等待 过了一会儿 美妇人看起来更加躁动 两条腿不停地蹬席子 冯和心中暗道 果然这个谁有问题 冯和拿起刚才倒出的水 闻了闻 里面有一股檀香的味道 这些秃驴 用檀香掩盖药味 几乎可以肯定 水中放了催情的东西 不多时 隔壁传来娇柔的声音 冯和再透过墙壁看过去 发现这个美妇人 居然把手伸进了 自己的裙子里 做着羞耻之事 冯和这时才觉得 此行不虚 总算有点意思 冯 冯和正看得入神时 床下的木板突然被掀开 一个打着赤膊 鼻子很大的油腻僧人 钻了出来 见到冯和 僧人满脸婴笑 搓着手行李道 小娘子 我们又见面了 冯和正看得开心 这个死兔驴爬出来搅局 搞得冯和很不爽 小娘子别害怕 贫僧亲自来替你囚子的 僧人肚皮隆起 活脱脱一个中年大叔 张开双手 就要飞力冯和 冯和一抬脚 挡住了僧人 假装诧意地惊呼道 哎呀 你这兔驴 怎么跑到我房间里来了 僧人抱着冯和的腿 看着精致的绣花鞋 陶醉地说道 娘子的脚好大啊 贫僧喜欢 冯和感觉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差点当场吐出来 冷笑道 哦 喜欢啊 那就把鞋子脱了吧 僧人以为冯和愿意了 高兴地脱下绣花鞋 哦 绣花鞋脱下的那一刻 秃驴本想抱着就啃 谁知道冯和的脚臭堪比马桶 熏得秃驴一阵干呕 小娘子的脚 好生 好生臭啊 秃驴被熏得捂住肚子和鼻子 冯和冷笑道 大师 你到底对人家有没有意思吗 你不是帮人家球子吗 怎么一点脚臭你就嫌弃人家 你这慈悲之心也太差了 秃驴把绣花鞋丢回来 说道 小娘子把鞋穿上说话 冯和非但不穿 反而把另一只脚的绣花鞋也脱了 秃驴见状色变 他想用僧袍捂住鼻子 却发现自己没有穿上衣 只能捏住鼻子 大师 你怎么这样 快给人家球子啊 你来啊 冯和故意恶心这个秃驴 秃驴看冯和骚包的样子 心里一横 想着脚臭就脚臭 赶紧把事情办了 办完就走 好 贫僧豁出去了 秃驴放开手 扑向冯和 想扯掉秃驴的衣服 完事就走 冯和却一脚踹在秃驴脸上 秃驴一个踉枪摔倒在地 秃驴虽然修为不行 好歹也是王者修为 而这个秃驴只知道赢了 修为实在太差 一脚下去 秃驴倒地 秃驴走过去 踩住秃驴的脸 使劲踩 骂道 你他妈的 不是要给老子球子吗 老子让你球 秃驴被臭脚对了一脸 搞不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 好好一个娇滴滴的小娘子 怎么变成了臭脚大汉 教训了一顿后 冯和把秃驴打得半死不活 然后等着龙臣的人过来 隔壁房间也有了动静 冯和的兴致又来了 立即通过墙壁上的小洞看过去 只见那床上 钻出一个精壮的年轻僧人来 美夫人见了僧人 立即扑上去抱住 对着僧人的宫儿投机就啃 不停地喊 大师 我好想你啊 我每日每夜都在想你 僧人年轻力壮 抱着美夫人说道 平僧也很想念娘子啊 衣服很快丢在地上 两人就开始了 冯和看得津津有味 心中暗骂道 这个招提寺 真他妈缺德 应该全部杀了 囚子堂内已经陆陆续续开始 龙臣在外面也开始行动了 客栈里 蛇尔带着十五个好手进来 每个人都穿着女人的衣服 发式妆容都是女人的 哇 事情准备好了 龙臣慢慢睁开眼睛 说道 好 随本王到招提寺闹一场 招提寺方丈室 洪志坐在空气的房间里 面前摆着一壶茶 寺中负责管账的弟子 正在禀报 今日得到了多少供奉 空气和尚去了阳城前线 和龙臣打仗 普璇和洪炉四亲 唐国龙往乌斯国求援 如今寺中辈分最大的 就是洪志 所以他把自己住的地方 搬到了方丈室 过过荡方丈的营 这次收到铜钱240万枚 银子1万两 金币4000个 其余的东西还在清点 估计也比往年少了许多 洪志喝着茶 有些不高兴 这供奉的数量太少了 比往年少了许多 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前线正在打仗 本想着这次求子节 能多收些钱 好帮帮空气失地 没想到居然少了这么多 洪志起身 在方丈室里走来走去 管丈的和尚说道 师伯 我们这些年一直不太平 龙承恩纳斯时不时闹些事情 王上又加征了税赋 现在老百姓确实没钱了 而且 今年来求子的人也少了 弟子问他们 有些人说 因为家里两米不够吃 不想生了 洪志点点头 说道 是啊 连年征战 民间早就空虚了 我只是想着 前方屡次大败 死了那么多人 守寡的女子肯定不少 他们肯定想着求子 为家族延续香火 将士在前方战场 以身殉国 洪志在后方想着干他们老婆 实在可恨至极 管丈的和尚 被洪志的话惊呆了 他用看傻子的眼光看洪志 丈夫在前方战死了 谁还会到招提寺求子 没有老公 到寺庙里睡一觉 然后怀孕了 这正常吗 洪志却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继续说道 罢了 少了就少了 你把金言叫过来 管丈的和尚 马上出去了 不多时 金言走了进来 今日的金言神采异役 身上还抹了一层香油 穿着崭新的僧衣 师伯 金言进门 高兴地败道 洪志见金言如此高兴 笑呵呵说道 有看中的美妇人吗 金言一脸迎笑 说道 已经有了 是瓜州太守的儿媳妇 身长貌美 弟子正准备过去呢 洪志笑道 好 瓜州太守与我有一面之缘 你一定要给他生个孙子 金言黑黑笑道 师伯之命 岂敢不从 弟子一定努力 不知师伯这次有没有重义的女子 洪志年虽老 心却不老 每年求子节 总要亲自提枪上阵 为信众求子 有道是有 只是我老了 不知道能不能为他求的一子 洪志的脸上露出淫荡的笑容 和他身上的袈裟很不匹配 笑起来活 脱脱一只老银驴 金言奉承道 师伯身子骨硬朗着呢 怎么会不行 肯定能为女施主求的贵子 洪志哈哈笑道 说得好 这次我们再打个赌 看看你我能否生个双胞胎 赵提寺的阴僧十分可恶 他们阴辱女性重厚 还会相互打赌 看谁厉害 能生出双胞胎 这个金言天赋一禀 经常有双胞胎将士 洪志则偶尔有双胞胎生下 所以 洪志才如此说 金言黑黑笑道 师伯 那弟子恐怕又要赢了 洪志摇头笑道 不一定 十个月后才知道 两人迎笑着起身 往求子堂去 龙晨从客栈出来 和哲尔一起走 其他人分散开来 约定到 招提寺求子堂会合 走在街上 金兆府的很多捕快 策马冲过 手里拿着两张画像 城里的客栈和民房 都被搜查 有没有见过这两个人 没有见过 路上还有捕快 抓住路人贺问的 龙晨扫了一眼 一张是自己化妆成 小李子的模样 一张是猪儿的画像 大人 那画像 舍尔看出了 画像和龙晨有几分相似 隐约猜到了一些 龙晨没有回答 只是一笑了之 避开搜捕的牙翼 龙晨和舍尔 到了朝提寺 大门是敞开的 僧人都在 龟一殿和求子堂 根本没人管乡客进出 也没有人阻拦龙晨和舍尔 西场的探子 此时陆陆续续进场 哲尔和他们比个手势 大家慢慢往后院方向走去 龙晨和舍尔 走在最前面 从龟一殿旁边的偏殿过去 穿过一道门 就是求子堂 求子堂后面 就是求子室 此时天色见黑 寺里的灯笼 也都打起来了 门口本来有僧人看守的 但此时都去吃饭了 其他师兄弟 在求子室里快活 他们却要在门口守门 心里的怨气自不用说 所以到了点就走 哪里管有没有人进来 龙晨走进去 说道 还以为要杀几个秃驴 没想到自己跑了 舍尔说道 里面或许有人 两人继续往里走 便到了求子室 前面果然坐着几个五僧 他们正在说一些乌言会语 都是那个师兄厉害 找到了漂亮的女施主 这些僧人在求子劫后 都会炫耀自己 还把女性中的事情说出来 什么凶大屯肥之类的 龙晨走进去的时候 五僧立即起身呵斥 站住 这里是求子堂 你们怎么敢闯进来 五僧怒目原睁 手里拿着一根铁棍 看样子一言不合 就要动手 龙晨笑呵呵说道 哎呀 原来这里是求子堂啊 我和娘子走错了 舌尔假装娇滴滴地说道 各位法师恕罪 奴家不是有意冲撞的 这几个僧人定睛一看 哲尔长得还挺水灵 顿时迎新大起 其他师兄弟有女人 他们在这里浑身躁动 正好来了舌尔这样的美娇娘 女施主 你是不是也来求子的 一个银僧舔着脸走过来 另一个银僧 则用铁棍把龙城隔开 舌尔微微点头 说道 奴家就是和相公来求子的 银僧目入荧光 垂涎道 小娘子 我们也是求子堂的 我们也能帮你求子 舌尔一直往后退 说道 奴家抽签说 明日才来 今日着实走错路了 龙城在旁边陪笑道 各位法师 我们是明日 并非今日 我们明日再来 说着 龙城做出要走的架势 其他僧人立即揪住龙城的衣服 恶狠狠笑道 来了就别走了 你不想让你家娘子得到子嗣吗 银僧扯住哲尔的袖子 嘿嘿笑道 小娘子 我们就在这里 当着你相公的面 给你求子 这些银僧十分可恨 居然想当着龙城的面 引辱侄儿 当着相公的面 给娘子求子 我还没有玩过这样的 一个银僧哈哈大笑 舌尔被两个银僧前后拦住 根本无法逃脱 龙城实在看不下去了 冷冷笑道 昭提寺不愧是银寺 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你们这样的东西 早就该死了 看似懦弱的相公 居然发出冷笑 还敢嘲讽 银僧立时怒了 石棍骂道 你敢辱佛 罪当死 银僧手中铁棍猛地抡起来 对着龙城的脑门砸下 这架势 就是冲着把人砸死来的 呼 铁棍发出风声 来势很猛 但到了龙城头顶半分处以后 再也不能前进半分 龙城轻轻抬手 便稳稳抓住了铁棍 银僧被震惊到了 他没想到龙城有这么大力气 点子扎手 其他银僧立即设下折尔 拎着铁棍围攻龙城 龙城一脚踹向银僧 脚落下 僧人像剑一样飞了出去 咔嚓的鼓猎声随之而来 僧人落地的瞬间 一大滩血从腹部流出来 当场就死了 龙城拿起铁棍横扫一圈 银僧被全部拦腰打飞 连惨叫都没有 只有闷哼 所有银僧落在地上 嘴里不停地流血 身体抽搐 舌尔冷冷笑道 这些银僧真该死 西场探子陆续进来 等人都齐了 龙城说道 留下两个人看着这里 防止有人进来 其他人跟我下去 旁边有一个小房间 有一条台阶往下 走到底下 能看到迷宫一样的地道 这些地道 通往每个囚子室的床底 僧人就是从这些地道进入的 走过地道 正好遇到一个僧人 僧人见龙城进来 惊讶道 你是谁 怎么到了这里 僧人并没有直接喊人 因为招提寺有些僧人 会做一些生意 就是找朝中一些顽固子弟 告诉他 这里有女性种囚子 给钱就可以到这里随机玩 所以 僧人不知道 龙城是不是顽固公子 来找刺激的 龙城一手捏住僧人的喉咙 把他滴溜进了旁边的小房间 我听说 红智老兔驴金叶在这里 哪个房间 西场打探到了一些消息 说红智每年都会参加囚子节 但具体在哪一间 这个无法知晓 你是谁 僧人挣扎不肯说 侄儿走过来 用手绢堵住僧人的嘴 拔出头上的发簪 抓起僧人的手指 从指甲缝里刺进去 僧人疼得青筋抱起 身体不停地颤抖 他想挣扎 却被龙城死死抓住 根本逃脱不了 龙城没有急着问 而是让舍尔继续 刺了一根手指 折尔又刺另一根 直到僧人停止了挣扎 快要晕厥时 折尔才停手 拔出手绢丢在地上 龙城问道 红智老兔驴在哪里 僧人迷迷糊糊地说道 888号 888号 一股浓浓的会所 VIP包厢的感觉 咔嚓 龙城一下拧断了僧人的脖子 你们各自行动 缝合在333号 我去找红智老兔驴玩玩 龙城吩咐完 西场探子各自行动 底下通道都有号码 底下也有小房间 只是很简单 就是一扇门遮住而已 龙城慢慢寻找 遇到了几个僧人出来 龙城全部弄死 然后塞回门内 888号 终于 龙城找到了 求子室的 VIP顶级豪华包厢 推门进去 里面空间不大 一个木梯子竖在那里 上面的动静有点大 大师 求求你不要 我真的不愿意 小娘子 贫僧是昭提寺的大师 那空气 还是贫僧的师弟呢 你从来我不吃亏 再说了 你相公不行 你一辈子也生不出子嗣来 到时候 他会修了你的 你放心 贫僧佛法高深 技术也高深 保准你满意 贫僧会根深厚 你日后生下的子嗣 定然是个聪慧之人 出家人不打狂语 贫僧送出去的子嗣 都是顶聪明的 你知道太常青的孙子吗 他是个神童 你可知道 那是谁的种 就是贫僧送给他儿媳妇的 龙城听着洪志的话 暗骂这个贼徒真无耻啊 连太常青的儿媳妇也不放过 如果太常青知道此事 不知作何感想 本以为是自己的孙子 没想到是洪志的野种 大师 我情愿被秀 我不要 女子在哭泣 她就是不肯 龙城暗暗赞叹 这个女子不错 知道真结为何物 哼 你别不识台卷 今日到了这里 由不得你愿意不愿意 贫僧今日一定要送你子嗣 你若是不识台卷 定会遭报应 归衣佛会惩罚你 说完就传来洪志撕衣服的声音 还有女子绝望的反抗 龙城听不下去了 顺着梯子掀开木板 从床下出来 就看到洪志光着膀子 一个美妇人满脸泪水 泽泽 洪志大师 你这得到高僧啊 居然做出如此禽兽丧心病狂之事 我佛慈悲 你会下地狱的 龙城指着洪志老 突离大骂 洪志正在忙活 他虽然费了不少力气 奈何美妇人不愿意 他一直没有得手 洪志也是练过的 如果真的要胡来 也不是不行 但他不想弄伤这个美妇人 所以一直纠缠没有得手 突然听到身后有人骂自己 洪志老兔驴吓了一跳 慌忙转头看过去 发现一个男子站在房间里 洪志愣住了 洪志大师 不认识了吗 龙城笑嘻嘻地摘下一容的面皮 露出了真容 看到龙城真面目时 洪志更猛啊 龙城安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难道我做梦了 还是说我出现了幻觉 洪志听说 龙城在镇国寺和石乐 空气对阵 怎么可能突然出现在昭提寺 还出现在了自己的 VIP豪华包厢里 大师不记得我了 哎 果然贵人多妄事 我是龙城安啊 大周武王龙城安 我们见过的 当年你带着摩羯来经师 我们见过的 龙城笑嘻嘻说道 终于 洪志老兔驴缓过神来了 吓得浑身颤抖 缩在床上一脚 战战兢兢地说道 你你怎么会在这里 龙城黑黑笑道 哎呀 听说洪志大师 囚子有方 我过来瞧瞧 你这个房间真大 这么好的床 家具都是檀香木的 真讲究啊 龙城饶有兴致地 打量起这个囚子室 这里是专门为 洪志老和尚准备的 每年他看中的美妇 就会抽到888号房间 然后他在这里爽一把 床是金丝楠木的 桌子和椅子 是檀香木的 茶壶是银制的 茶杯居然是金的 连蜡烛的烛台 都是纯银的 洪志大师 您老真的有品味 本王的五王府 都不如你啊 你说你一个出家人 过得这么奢侈 哪里像的僧人 信奉你的人 希望求得保佑 能过上好日子 可实际上呢 求神拜佛的人 往往过得很凄惨 你们这些 兔律拿着香火钱 吃得脑满肠肥 吃得脑满肠肥 尚不知足 还要迎人妻女 收人钱财 迎人妻女 坏人子嗣 你们招提四 当真实恶不赦 龙臣一句句 数落红志的恶行 红志老兔驴却嘴硬 说道 这这是他们自愿的 他们自己生不出孩子 就来求我们 我们也是做善事 龙臣哈哈冷笑 看向衣服 被撕烂的美妇人 说道 夫人 这老兔驴说 你是自愿的 美妇人虽不知道 龙臣是谁 但龙臣震慑住了红志 她知道自己得救了 壮士 奴家数年未能生育 所以才来求子的 都说是向归衣服求子 谁知道 这这贼徒居然要强辱 美妇人呜呜哭了起来 龙臣看向红志老兔驴 问道 红志大师 这可不是自愿呀 红志还是嘴硬 说道 他不是自愿的 可是很多都是自愿的 每年都会有很多妇人 再回到这里享受 接受归衣服的庇佣 啪 龙臣狠狠一巴掌 抽在老兔驴脸上 一颗厚草牙飞了出来 落在地板上 发出哒哒的声音 红志闷哼一声 捂着嘴巴骂道 龙臣恩 这里是昭提四 你敢放肆 啪 又是一巴掌 打得红志脸都肿了 老兔驴 你脑子糊涂了吧 昭提四 那又如何 别说是你 就算空击老兔驴在这里 老子现在照打不误 龙臣站起身 将红志老兔驴踩在脚下 冷冷笑道 红志平时高高在上习惯了 所以才这样 昭提四所有的武皇高手都死了 只剩下一个空击 人在阳城前线 昭提四培养了那么多武皇高手 全部死在了龙臣手里 无疑幸免 想到这里 红志和尚突然颤抖起来 他最厉害的空击师弟 被龙臣打得卧床不起 自己现在 红志活了几十岁 不是嘴硬找死的蠢人 立即说道 武王饶命 武王饶命 我只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僧 你杀我无意 说实话 红志想不明白 龙臣来这里到底干嘛 他的修为很差 杀了他也没啥用 杀空计还差不多 龙臣黑黑笑道 知道服软了 算你实相 龙臣重新坐下来 红志和尚扶手贴耳的行李 说道 武王 平僧一把年纪 武王年轻有为 何必与平僧一般见识 龙臣冷笑道 没什么 就是看你不顺眼 来抽你两巴掌 红志震了一下 随即裴笑道 那武王现在抽完了 是不是 龙臣立即脸色一冷 说道 红志大师 这是下诸克令啊 本王不受待见吗 红志立即否认 说道 武王日理万机 在这里耽误了正事 平僧为武王着想 红志心中暗暗叫苦 看样子 请神容易送神难 何况这尊温神不请自来 龙臣拍了拍红志的驴脑袋 说道 不急 本王就是在郑国寺待逆了 到朝提寺转转 本王觉得啊 和你归一佛特别有缘 红志心中大骂 狗贼与归一佛有个屁缘 你都敢另立佛门 还说与归一佛有缘 啪 又是一巴掌扇在红志脸上 打得嘴里的血标射而出 疼得红志无脸哭诉道 武王 平僧有哪里说错了 怎么又打我 龙臣冷冷骂道 你这老兔驴心里骂我 该打 红志嘴硬 争辩道 没有啊 出家人 啪 又是一巴掌扇过去 龙臣冷冷说道 还敢顶嘴 红志捂着脸不说话了 旁边的美妇人 看得心惊胆战 她很好奇 眼前的年轻男子 到底是谁 为何红志这样的厉害人物 在她面前 就像老鼠剑猫一般 想打就打 想骂就骂 听红志说 这个男子是武王 武王 死 美妇人突然浑身一凉 吓得缩成一团 她想起来了 武王是东周的太监 是西夏的死敌 很厉害 很厉害 龙臣见美妇人惊恐的样子 无奈地笑道 妇人不必惊恐 我就是大周的武王 不过我和他们说的不一样 他们把我说的穷凶极恶 实际上本王最喜欢 除强服弱 这次我来招提四 就是要揭露他们的罪行 让全天下人都知道 这群银僧的丑行 美妇人惊恐地点头 却不敢搭枪 她心里也有自己的想法 如果把此事宣扬出去 那她自己的明节也毁了 龙臣看出了美妇人的心思 笑道 夫人放心 本王到时候会帮你作证 证明你没有被玷污清白 听闻此语 美妇人立即起身跪拜 多谢武王 龙臣笑道 夫人免礼 这个贼徒方才意图不轨 她才应该磕头 洪志大师 给这位夫人 跪下磕头认错 洪志看了一眼美妇人 她不愿意对一个娘们下跪 啪 又是一巴掌 打得洪志七荤八素 连忙拖着肥胖的身子 下地磕头跪拜 女施主大人不计小人过 平僧一时糊涂 一时糊涂 地板被圆溜溜的脑袋磕得 砰砰响 龙臣冷笑道 老秃驴 别以为你弄出大动静 就有人救你 外面的人全死了 我杀的 洪志被说得脑后一凉 果然任何小心思 都逃不过龙臣的法眼 龙臣比传说中更加奸诈 简直能看透人心 没 没有 平僧只是想表达诚意 龙臣冷冷笑道 跪着吧 随你 别想着突然打开地板逃跑 本王能在你掀开地板的瞬间 拧下你的驴头 洪志吓得满头大汉 求饶道 五王放心 平僧绝对没有这样的想法 洪志只好老老实实跪着 美夫人突然说道 五王 奴家有个请求 美夫人说有事相求 龙臣已经猜到了 他要说什么 夫人 寺里的秃驴还有数千 此时出去不合适 还有一个 昭提寺是西夏的国寺 此时得到了西夏王十乐的支持 你若是跑出去 官兵一样会杀了你灭口的 再说 外面已经天黑了 你去找谁呢 你的夫君并不在这里 美夫人诧异地问道 不可能吧 王上知道这事 美夫人本打算出去后立即报官 要求朝廷官府 把这些秃驴抓了 可如果时乐知道 甚至纵容莫许 这些僧人胡作非为 那他说理告状的地方都没有 龙臣无奈地冷笑 夫人 每年求子的 差不多有十万 这么多人 就在王城 就在时乐的眼皮底下 他会不知道 没有朝廷的莫许纵容 他们敢这样几十年 美夫人觉得不可思议 西夏王庭居然纵容僧人 做如此禽兽之事 但美夫人又不完全相信 毕竟龙臣是西夏的敌人 他有动机诋毁时乐 龙臣看美夫人不太相信 便转头踢了一脚洪志 说道 突驴 你来说 洪志肿着脸说道 武王说得不错 此事王上和师弟 都知晓的 美夫人瞪大了眼睛 问道 王上为什么这样做 洪志说道 王上也是为了大下好 这样生出来的子民身体好 果然 和龙臣猜测的一模一样 时乐就是为了有更优质的百姓 给他耕地打仗 完全不顾是不是毁了子嗣传承 美夫人听得满脸错愕 念如道 那如果是这样 我我们出去后 岂不是死路一条 如果说整个西夏都是这样 那来到这里的美夫人 谁敢反抗 出去之后 又有谁敢报官 这么多年 这么多人 肯定有性质烈的妇人报官 但肯定都被杀了灭口 龙臣见美夫人被吓到了 除言安慰道 夫人 这正是本王想要说的 要想保全性命 明日必须当众揭发 昭提斯的丑行 让天下人皆知 只要所有人都知道了 时乐便不敢杀你 你想想 明日将有数万人到来 到时候将此事公之于众 整个新庆城的人 很快都会知晓 王承数十万人 莫非时乐要杀数十万 美夫人微微点头 说道 武王说的有道理 确实如此 那奴家明日便不要了这面皮 也要将这突驴的丑事揭发 美夫人自己不怕死 她担心昭提斯 会杀了她丈夫和家人 为了保全家人 她情愿不要自己的名节 龙臣拱手感谢 多谢夫人大义 美夫人连忙回礼 不敢 奴家多谢武王救命之恩 美夫人便不再说话 坐在床头等天亮 洪志和尚知道 一旦天亮就完蛋了 可是他又不敢动 一旦他有所动作 龙臣必定杀了他 对于龙臣的手段 洪志毫不怀疑 龙臣在888号房间 等待的时候 冯和正在333号 把油腻僧人打得满头包 动 床下的木板轻轻推开 折耳钻了出来 见到冯和坐在床上 一个老秃驴趴在地上 大人 你们来了 大人呢 冯和刚刚看完一场好戏 隔壁的美艳妇人和僧人 颠缆捣缝 事情相当激烈 看得冯和激动了 来了 我们的弟兄都来了 各自寻找目标去了 十二见老和尚躺着 笑道 大人 这秃驴是您这边呢 冯和说起来好气 说道 这老秃驴 老子刚进昭提寺 他就盯上老子了 十二黑黑笑道 没想到大人穿女装挺好看 冯和眉头一皱 骂道 滚 去干你自己的正事 十二笑嘻嘻出了房间 去寻找自己的目标 老秃驴抬起头 看了一眼折耳 冯和立即一脚踢过去 骂道 看什么 再看老子 挖掉你的眼珠子 老秃驴捂着脑袋 不敢吱声 很快 一晚上过去了 昭提寺的大门打开 今天轮到囚子的信众 纷纷涌入 有夫妻两个一起来的 也有妇人独自来的 还有就是 昨夜留宿囚子堂 妇人的丈夫 他们来接自己的老婆 他们的心情很好 因为自己老婆 马上就能求得子嗣 诶 徐兄 你怎么也来了 成亲数年 未能得一子嗣 家母催得紧 所以带娘子过来了 李兄怎么也来了 我和你情况差不多 也是多年不遇 家中催得紧 这下好了 在囚子堂得到 归一佛庇佑 都能得到子嗣 是啊 我们去接人吧 众人涌到了囚子堂门口 数万人堵在门口 此时 囚子堂里面闹哄哄的 接班的武僧进来 却发现 昨夜值班的武僧不见了 地上还有些许血迹 西厂把尸体藏起来了 但血迹 没有完全处理掉 还是能看出来 慧叔他们哪去了 怎么没人赢啊 该不会他们忍不住寂寞 昨夜闯入了囚子室吧 有时候 首夜的武僧忍不住的 也有溜进去二打一的 所以才如此说 有可能 但地上的血迹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啊 外面的人已经到了 我们再不开门 事情不好办 罢了 先开门吧 武僧打开囚子室的大门 妇人们从里面走出来 有些人脸上带着欣喜 有些人脸色悲伤 还有人脸上带伤的 女子从上面出来 僧人则从底下的地道出来 两边是分开的 女性众涌出来的时候 门口的丈夫都来迎接 人群中 龙臣低流着红质老秃驴 身边跟着一个裹着僧衣的美妇 到了门口 龙臣提着红质和尚 纵身飞上了屋顶 缝合 舌尔一帮人 纷纷提着秃驴 飞上了屋顶 红质的衣服被扒掉了 其他僧人的衣服也被扒掉了 底下众人的眼光在囚子室 居然没注意到 龙臣十几个人在屋顶 龙臣用狂视觉的功法 大吼一声 我佛慈悲 这一声狮子吼 让所有人转头看向龙臣 那里有人 那些 那些是僧人 他们为何没有穿衣服 他们是什么人 龙臣见所有人的目光过来了 大声说道 众位 正如你们所见 我们手里抓到的是 仇子堂的僧人 我们为什么抓他们 你们想知道吗 你们想知道 为何昭提寺 仇子这么灵验吗 你们想知道 你们的妻子 昨夜在里面经历了什么吗 龙臣在屋顶站着 声如巨雷滚滚 数万人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龙臣在说话时 用了佛门阵音 所以声音特别有穿透力 底下的人 眼睁睁看着龙臣和十几个女子 提着赤条条的和尚 他们感觉莫名其妙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众人的注意力 都吸引过来了以后 龙臣继续说道 我手里抓到的是 昭提寺的红志 他昨晚上就在 888号求子室 他在888号求子室 做什么 在念诵佛经吗 不是 他在那里意图糟蹋 侮辱求子的妇人 那妇人抵死不从 这老秃驴便将那妇人殴打 威逼 红志老秃驴说 昭提寺求子几十年 都是僧人半夜 从地道钻入求子室内 与妇人苟合 而且 此事王上朝廷心知肚明 朝廷在纵容 甚至支持昭提寺这样做 如果你们不信 现在就可以进去 看看求子室底下 是不是有密道 那里还有数千僧人 昨夜刚刚把你们的妻子玷污了 龙臣的话 又晴天俱雷 把底下的人 炸得浑身焦黑开脸 所有人都愣住了 男人不知所措 女人面如死灰 终于 有的女子开始哭泣 男人开始质问妻子 到底是不是这样 面对龙臣当众揭发 女子根本无法抵赖 有的开始哭诉 有的默不作声 男人们的愤怒开始汇聚 他们不断地往离床 守门的武僧想阻拦 但是人数太多 他们拦不住 愤怒的人群涌进了求子室 他们很快到了床下的活动地板 顺着地板 找到了躲在地下的僧人 那些僧人见有人下来 先是惊恐 随之便开始动手杀人 信众和僧人在求子室乱斗 龙臣则提着红智大喝道 今日 我杀了红智老秃驴 替天行道 说着 龙臣将红智高高举起 红智吓得浑身颤抖 大喊道 别杀我 我愿意投降 龙臣冷笑道 投降 老子要你干嘛 红智飞起来 龙臣一脚踢在红智的身上 红智在空中就被踢死 身体撞进人群 愤怒地信众围上来 把红智分尸 冯和立即杀了那个油腻恶心的僧人 其他人也把手里的僧人杀了 大人 趁机烧了昭提寺吧 冯和见昭提寺乱作一团 想趁机烧了自己 龙臣微微摇头 说道 太多百姓了 如果大火起来 他们都得死 冯和知道 龙臣不杀无辜百姓 不管怎么劝都没用 走吧 龙臣带着冯和一众人 离开了昭提寺 找个地方把衣服换了以后 回到了客栈 龙臣在客栈里收拾一下 立即骑马出城 昭提寺大乱 新庆城很快就要戒严 到时候出不去 哲尔仍旧留下来 做客栈的掌柜 经兆府 一个捕快匆匆闯进 福音李斯亮的房间 禀道 大人不好了 出事了 李斯亮刚刚杀了雪儿 尸体还没有处理完 怎么了 慌慌张张的 李斯亮还在想龙臣的事情 问道 那个太监和宫女 找得如何了 捕快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说道 大人 昭提寺乱了 彻底乱了 李斯亮惦记的是自己的生死 昭提寺乱不乱 与他无关 本官问你人找得如何了 李斯亮大怒 可这个捕快还是说道 大人 昭提寺的僧人 何相克打起来了 洪志大师 被一个人相克当众打死 昭提寺在混战 李斯亮愣住了 差一道 为何 为何僧人会与相克打起来 不快说道 听说那仇子堂 其实是寺里的僧人 与仇子的妇人苟合 才有仇子之事 根本不是什么归一佛保佑 李斯亮愣住了 他虽然听到过一些传闻 但那都是传闻而已 没想到实锤了 李斯亮的老婆也去过 而是经常去 见人 李斯亮怒火中烧 怒喝道 那是昭提寺自己的事情 国师的事情 我们管不着 去 继续找那个逃离的太监和宫女 所有人不得插手昭提寺的事情 不快不敢多说 只得对昭提寺的事情 不闻不问 继续带人搜寻龙城的踪迹 事情闹得越来越大 整个新庆城都知道了 王宫里 太监匆匆忙忙跑进 卢王后宫中 慌忙禀报外面的事情 卢王后此时正在听侍女说 李贵妃的事情 娘娘福尹正在全力搜捕 但至今没什么阴性 听说小李子和猪儿 可能已经出城了 守门的士兵 好像看到了长得相似的 侍女慢慢说 卢王后慢慢喝着茶 找不到了 还是李斯亮故意找不到 不会 丢了公主和太监 这个罪则大了 见人不可能不找 这个小李子到底什么来路 胆子这么大 快赶上东周那位了 卢王后说的自然是龙臣 正说着一个太监匆忙跑进来 禀道 王后 昭提寺打起来了 相克和僧人打成一片 卢王后皱眉问道 昭提寺 今日不是求紫节吗 为何会打起来了 太监禀道 听说昭提寺的僧人 淫如女信众 此事被揭露出来 两边就打起来了 红之大师当众被杀 尸体都被扯碎了 昭提寺现在一片混乱 卢王后是知道的昭提寺内幕的 所以并不惊讶 这个事情 卢王后当初是反对的 作为一个女人 昭提寺所谓太恶心了 但时乐说 这样做事出于国力考量 卢王后也就不再多说 金兆府不管吗 太监禀道 不见金兆府的人进去 而且人太多了 金兆府的过去 恐怕也背水车薪 金兆府只有一些捕快而已 城防守卫并不归属李斯亮统侠 卢王后知道此事 必须立即制止 说道 把禁军统领找来 太监立即去找人 卢王后带人往前朝走去 卢王后不是李贵妃 她不可能在这里 见金兵统领 走到了前朝偏殿 金兵统领周浩也到了 微臣周浩 拜见王后 周浩穿着铠甲入剑 卢王后说道 不客套了 你立即带人去昭提寺 平定叛乱 卢王后把百姓的抗议 说成了叛乱 性质就完全变了 金兵可以大开杀戒 周浩也听说了 她心里也不爽 因为她的弟媳妇去昭提寺求过子 她的弟弟被秃驴戴了绿帽子 她心里也不爽 微臣领命 周浩立即带人往昭提寺去 李贵妃在宫里苦苦等着李四亮的结果 可是等了很久 却只等来昭提寺大乱的消息 怎么回事 昭提寺怎么会乱了 李贵妃感觉很诧异 忽而回到 听说昭提寺求紫堂的僧人 引入信众妻女 两边打起来了 而且洪志大师被杀了 王后那边已经派进军统领周浩带兵去平乱了 不知道现在情况如何 雪儿被李四亮杀了 红儿现在成为李贵妃的贴身侍女 这个事情 红儿还得了一点好处 李贵妃皱眉想了想 说道 罢了 不管昭提寺的事情 你去催催抚引 让他赶快把小李子和猪儿抓回来 红儿立即出城 往金兆府去 走到宫门外 发现街上乱糟糟的 行人都往昭提寺涌动 很多人手里拿着菜刀和棍棒 甚至有人拿着刀剑 贼兔驴 竟然做出此等下流事情 气死我了 你家媳妇也在仇子堂过夜吧 别说老子 你也是个乌龟 你婆娘肚子里的也是杂种 你仙人的 你说老子做甚 都别吵了 找那群贼兔算账去 新庆城的百姓 拜佛仇子更加虔诚 卑虑的人更多 听说昭提寺的情况后 城中群情汹涌 纷纷涌向昭提寺报仇 禁军统领周浩虽然出兵 但他只是在昭提寺外面守着 不让城内发生骚乱 至于百姓冲进去 打砸杀人报复 他只是冷眼看着 他的妻子当初也想去 好在周浩小气 舍不得花那个钱 而且 他也听过一些风言风语 侥幸躲过一劫 可是他的弟弟就不一样了 那个八岁的侄子 很可能是昭提寺的野种 兄长 兄长 一个中年男子提着刀 穿着铠甲冲过来 禁军并未阻拦 因为大家认识 这就是周浩的弟弟周衡 兄长 此事当真 周衡握着刀的手在颤抖 脸上的面皮气得抽动 周浩微微点头 周衡仰天大吼一声 踢着刀就冲进了昭提寺 红儿带着两个太监分开人群 好不容易到了经兆府 回头看时 昭提寺已经冒起来浓烟 不说昭提寺和新庆城 乱成一锅粥 此时 龙晨已经带着冯和 离开了新庆城 两人策马往东急行 追了一天的路程 龙晨终于赶上了大部队 车队见龙晨两人赶上来 立即停了下来 拜见五王 众人立即拜见 马车里 竹儿听到声音 立即探头出来 见到龙晨平安无事地回来 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自己对龙晨的感情是一方面 同时也考虑自己的安危 离开了王宫 又是逃离的宫女 如果龙晨出事 她真的无依无靠了 龙晨笑道 各位兄弟辛苦了 继续赶路 不要听 龙晨看到了朱 下马进了马车里 一把抱住朱 笑问道 朱儿姐 想我没 朱儿有些不好意思了 说道 你没事就好 你去哪里了 龙晨笑了笑 说道 真的想听吗 朱儿微微点头 龙晨把事情一五一十说了 她没有隐瞒任何事情 包括把卢王后 李贵妃收拾了的事情 朱儿听得目瞪口呆 诧一道 不会吧 昭提寺不都是得到高僧吗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禽兽之事 我们村里也有很多在昭提寺求子的呢 我一直觉得昭提寺很灵验 龙晨笑了笑 说道 哪有什么皈依佛 都是一群银僧罢了 这些整个西夏的人都知道了 看他们如何收场 龙晨离开新庆城的那一刻 西厂的探子全程散布消息 西夏主要城市的探子也送了指令 让他们把此事宣扬出去 很快 整个西夏都会知道这个事情 朱儿点点头 说道 该 做出这样的事情 活该 马车急速往前 很快回到了镇国寺 停在山脚下的时候 吴剑和张倩一杆降笑下来迎接 龙晨从马上下来 问道 杨成没什么动作吧 吴剑说道 安静得很 估计时乐和空气都在练功呢 不敢来试探 龙晨一个人回来的 札丽莎和朱儿都安排到西风城去了 有缝合安排 如果带着三个回来 张倩几个人要炸锅的 他们一定会说 龙晨出去就为了鬼混 龙晨也说不清楚 大人 你到底干嘛去了 张倩这些天 一直关注阳城和新庆城的消息 没听说龙晨做了什么 龙晨嘿嘿笑道 回去跟你们说 回到山顶 郑国寺新任方丈福会 立即过来行礼拜见 阿弥陀佛 拜见五王 龙晨笑了笑 没有理睬他 进了正堂坐下 吴剑到了一杯茶 龙晨喝完 慢慢把事情说了 吴剑府长大笑道 大人干得漂亮 如此一来 西夏军臣百姓肯定闹翻了 白婷婷拍着桌子骂道 这帮银僧太可恶了 居然做出如此恶心之事 吴楚楚吐舌道 时乐怎么想的 居然会想出这种球子的事情 真的太恶心了 吴湘云附和道 就是啊 好恶心啊 张倩却说道 其实 从君王的角度去想 他这样做也没错 西夏的士兵 身体确实比大周 难良好 只是这事情见不得光 一旦被发现了 百姓会造反的 龙晨笑道 不错 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接下来一段时间 西夏会内乱 我们可以趁机谋划我们的事情 吴剑问道 大人的意思是 我们可以进宫了 龙晨点头道 对峙了这么久 我们休息差不多了 也该出手了 先看时乐的反应 一旦有机会 我们就动手 吴剑点点头 说道 我去准备 龙晨骑马过了御佛关 到了西丰城 进了一所宅子 这里 是冯和安排的住宅 朱儿和札丽莎几个 都在这里住着 龙晨进去 立即有十几个西厂的女探子 过来拜见 冯和并不在这里 她是男的 在这里不合适 拜见五王 龙晨点点头 进了朱儿的房间 两个女仆正在收拾床铺 朱儿一边帮忙 一边说不用伺候 自己动手就行了 朱儿一直在宫里伺候别人 突然有人伺候自己 她感觉很不习惯 铺床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朱儿姑娘 我们就是来伺候您的 您歇着 女仆和朱儿抢活干 龙晨笑道 让他们坐吧 到了这里 你就是小主了 不用自己做事 朱儿听到龙晨的声音 连忙回头起身 小五王 朱儿差点又喊差了 女仆立即拜到 属下拜见大人 龙晨挥挥手 几人出了房间 把房门带上 坐吧 龙晨拉着朱儿坐下来 说道 到了这里 你就不是宫里的宫女朱儿了 你不用自己做事了 朱儿看着周围的东西 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这两天不敢吃饭睡觉 还是醒着的时候 都感觉跟做梦一样 怎么 怎么你 就是大洲的五王 我怎么就会遇到你 然后 然后又跟你到了东周 朱儿真的感觉自己 在做梦 龙晨笑道 只要是美梦就行 到哪里都一样 朱儿想象也是 自己在西夏也没有亲人了 留在宫里 不过是最底层的宫女而已 一辈子老死在金丝龙里 朱儿问道 夫君 我们就在这里吗 龙晨说道 不 暂时在这里而已 等灭了西夏 我们就班师回朝 回东周金师 那里比新庆城繁华多了 我在那里有一座五王府 很大的 你可以在那里 过逍遥自在的日子 朱儿看着龙晨说道 可是 我听说你和大洲的公主定亲了 那以后 你不是要和公主在一起 龙晨点头道 对 这不影响 府上的人很多的 你去了也没事 朱儿不太想和公主住在一起 因为自己的出身不好 一个天生的公主 金枝玉叶 自己只是平民百姓 住在一起 天然矮人一节 看着朱儿犹豫的表情 龙晨猜到了她的想法 说道 你若是不想 到时候 我安排一处宅子 你一个人住便是 朱儿点点头 说道 我一个人住吧 有空就来看我 起身出了房间 走进了札丽莎的房间 札丽莎坐在椅子上 另一个西域女子坐在对面 拉卡农站着 女仆正在忙活 见到龙晨近来 三人立即行礼拜见 札丽莎知道了龙晨的身份 对龙晨很敬畏 你叫什么名字 龙晨看向那个西域女子 此女端庄贵气 不如札丽莎 但天生魅骨 咬之纤细柔软 一双棕色的眼睛 如琥珀般 自带眼影 让人感觉看一眼 就想对她下手 拉卡农立即回道 她叫贝洛亚 是新越国的公主 龙晨看向贝洛亚 又看了一眼札丽莎 对札丽莎说道 贝洛亚是新越国的公主 拉卡农翻译 札丽莎回了一句 拉卡农说道 是的 札丽莎是侍女 贝洛亚是公主 龙晨笑了笑 说道 好 你说 她是公主 那她就是 你们三个就在这里待着 拉卡农 给你一个任务 教他们两个说 我们这里的语言 等你教会了 我给你一千枚金币 龙晨从身上 拿出十枚金币 塞进拉卡农手里 拉卡农从未见过这么多钱 而且还有一千枚金币等着 主人放心 我一定教会 拉卡农开心地收了钱 龙晨又对札丽莎和贝洛亚说道 你们的新越国王国了 以后就在这里生活 语言必须学会 拉卡农立即翻译 札丽莎和贝洛亚微微点头 龙晨看了一眼 转身出了房间 离开宅子后 龙晨到了御佛楼 李三娘刚好在门口指挥商队往金师去 见龙晨骑马过来 立即上前拜道 武王有些日子没来了 掌柜在楼里好等 楼上 燕霜玉正坐在梳妆台前发愁 自从上次桃林相会后 龙晨一直不来 他送信去郑国寺 回信都说 龙晨在闭关修炼 又听说龙晨新收了西夏公主 他不知道龙晨到底什么意思 难道说这么快就一亲别恋了 燕霜玉心里很烦躁 睡到半夜时 燕霜玉时常痛恨自己 不该对一个男子动情 搞得自己牵肠挂肚 就在这时 听到李三娘的声音 说龙晨到了 燕霜玉在二楼探出头来 龙晨听到开窗户的声音 抬头就看到燕霜玉 两人四目相对 那一刻 燕霜玉笑叶如花 但又立即关上了窗户 武王楼上请 掌柜等着呢 李三娘笑呵呵 带着龙晨往二楼走去 龙晨知道 要好好哄一哄燕霜玉 这一次离开时间太久 燕霜玉肯定心生芥笛 对自己会有怨恨 当然 前提是 燕霜玉真的对自己有情 如果对方只是逢场作戏 根本没有感情 那就无所谓归院了 到了二楼 李三娘敲了敲门 高兴地笑道 掌柜的 武王来了 李三娘喊了几声 房间里没有回应 李三娘略显尴尬 她也不好就推门进去 又不好赶龙晨走 您看 这 李三娘不知所措 龙晨笑了笑 说道 三娘去把忙 我来 李三娘笑了笑 便立即下楼去忙了 龙晨推门进去 就看到燕霜玉坐在梳妆台前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手里拿着胭脂盒摆弄 脸上不悦之色很明显 龙晨走过去 笑道 生我气了 燕霜玉摆弄着胭脂盒 看着镜子里的龙晨 忧愿地说道 我不过是个刺客 哪里敢生武王的气 武王今日不忙吗 有空来我这里 不好意思 没有热茶招待你 龙晨笑道 我来 难道是为了喝茶 我是来看你的 燕霜玉忧愿地说道 哦 武王终于想起我来了 这都多少天了 燕霜玉做出一副 计算日子的样子 然后说道 记不清了 太久了 这忧愿的样子 让龙晨觉得很有趣 笑道 是我不对 应该跟你说一声的 这些时候 我去了新庆城 有些命理的事情 不能提前跟你说 龙晨把新庆城之行 说了一遍 当然 只说了招提四的事情 燕霜玉听完后 诧一道 不会吧 时乐居然做出 如此荒唐之事 龙晨笑道 那我就不知道 他们的想法 我也不明白 就为了有更好的兵援 就做出如此 人神共愤之事 偷偷换掉别人的子嗣 这种事情 谁听了 都会破口大骂 燕霜玉这才好了些 说道 原来是为了这个事情 你确实不能跟我说 龙晨说道 今日我刚回来 马上就来找你了 我心里全是你 燕霜玉撇撇嘴 说道 好意思说 你那娇滴滴的西夏公主呢 我可是知道 她住在哪里 她最喜欢在街上吃鱼丸 燕霜玉的语气 好酸好酸 听得龙晨 像吃了柠檬一样 她是俘虏 我仇人的女儿 不一样 龙晨信誓旦旦地说道 燕霜玉气了一声 说道 又来骗我 龙晨说道 绝对没有骗你 若有半句假话 天打雷劈 天打雷劈这句话 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 作为一个 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人 知道被雷劈只是概率 绝对不会因为发誓 而增加概率 上次桃林之约 我每夜都会梦见 你的惊鸿义舞 龙晨在耳朵旁边 呢喃低语 燕霜玉心中一甜 嘴上却脆道 该死的贼 就会些甜言蜜语 龙晨笑道 我是贼 我偷你什么啦 燕霜玉骂道 你说呢 龙晨抱起燕霜玉 走到床边 笑道 我偷了你的心 燕霜玉骂道 你还知道偷了我的心 龙晨笑道 已经偷过了 再偷一次吧 房间里 燕霜玉问道 往后的几天 你会在郑国寺吧 龙晨笑道 怎么 想我天天在这里陪你 燕霜玉口是心非 说道 我才不想你来呢 龙晨笑道 应该会在 昭提寺的事情 闹得这么大 我等这个事情 彻底爆发 等到西夏内部 彻底乱套了 我再出兵鱼利 燕霜玉说道 我听说空气和尚 到了阳城 而且时乐传授了 他秘法 这个事情已经传开了 连燕霜玉都知道 龙晨说道 我听说了 沈万金不也是 冲着西夏秘法 去了阳城 龙晨这话 有试探的意思 想看燕霜玉 是否知道 燕霜玉猛然一惊 差一道 楼主到了阳城 龙晨笑道 有段时间了 那天离开时 我本想来找你的 刚好在楼下 看到沈万金 他当时 扮作商队的样子 抬头看了一眼 玉佛楼 然后过了玉佛关 到了阳城 你不知道吗 燕霜玉摇头 说道 此事我真不知道 你怎么不告诉我 龙晨笑道 我以为你知道 你才是万金楼的堂主 燕霜玉皱眉眉道 楼主去阳城了 那目标 肯定是西夏秘法 龙晨说道 别担心了 阳城有西夏千金使干心 他们自己会想法子 燕霜玉笑了笑 说道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楼主修为那么高 他自有办法 燕霜玉真不担心沈万金 他在担心自己 他怕沈万金来这里监视他 阳城 一匹马飞奔进了东门 冲到了太守府 前面下马 信使举起令旗大喊 八百里加急 急报 到了太守府院子里 守卫拦下了信使 王城急报 八百里加急 信使拿下背上的竹筒 送给守卫 守卫立即捧着竹筒 到了后衙门口 门口的侍卫又拿起来送到后院 后衙的院子里 石勒和空绩正在交手切磋 空绩的悟性果然在石勒之上 虽然修炼的时间很短 领悟却比石勒多 经过空绩的点拨 石勒自己甚至有提升的迹象 国师当真会跟身后 本王早该将狂识诀传授于你 石勒连连赞叹 空绩很高兴 但脸上却谦逊 说道 王上谬赞了 平僧不过是略有感悟而已 不如王上功力身后 石勒说道 等国师功力大成 我们二人联手 击杀龙承恩不在话下 石勒传授给空绩的狂识诀 其实有所保留 最关键的要诀 他并未说 狂识诀作为西夏王族秘法 石勒岂会轻易传授 让空绩修炼 是因为被龙承逼得走投无路 才出此下策 只要能确保杀掉龙承 那就够了 石勒不会完全把狂识诀传授给空绩 守卫从外面走进来 手中捧着一个竹筒 大声败道 王上 王城八百里加急 空绩立即接过竹筒 呈给石勒 守卫立即退出后院 石勒打开竹筒 风泥上盖着卢王后的印章 石勒心中有不好的预感 卢王后八百里加急 新庆城肯定出了大问题 打开密信 石勒展开后 脸色大变 空绩问道 王上 怎么了 石勒把密信丢给空绩 气急败坏地骂道 红之做事 为何如此废物 居然让此事壮破 空绩仓皇看过密信 脸色变得惨白如死尸 这怎么会就暴露了 仇子的事情 昭提寺做了几十年 一直顺顺利利地 从未出过岔子 这一次却完全暴露了 而且闹到城内百姓 和昭提寺火兵的地步 仇子的信众 和城内百姓 首先冲进了昭提寺厮杀打杂 最后 周围的百姓也纷纷加入 昭提寺的僧人 被打了一大半 寺庙也被烧了很多 进军统领周浩 一开始没有出手 在门外坐壁上官 看着百姓报复 后来周围的百姓 涌入城内时 周浩开始慌了 连忙封锁城门 但此事太过恶劣 百姓甚至集结起来攻城 两边打起来了 这一次 大乱持续了两日 城内外百姓和僧人的死伤 达到了五万多 王城一片混乱 时乐大骂红志无用 红志也是昭提寺的老人了 也算是得到高僧 居然让此事暴露 他自己也被信众杀了分尸 真是死有余辜 此事已经败露 城内百姓人尽皆知 很快整个西夏的百姓 也会知晓 本王必须想想如何善后 如果此事传到军中 军心必乱 时乐最担心的 不是造反的百姓 而是军队滑变 大家对龙城 本就有畏惧之心 如果再出这么一档子事情 根本没有人管得住军队 空济和尚听说 自己的师兄又死了一个 心中暗暗叹息 却又不敢表现出来 此事 此事太过蹊跷 信中说 有仇子的相克 抓了洪志师兄 还抓了十几个僧人 看守的武僧也被打死 说明那信中 必定是有备而来 而且修为不俗 这龙城恩不在郑国寺 空济和尚猛然醒悟 如果说 有谁会跑到昭提寺 大闹求子节 那一定是龙城 郑国寺传出的消息 说龙城一直在闭关修炼 时乐和空济 不知道真假 不敢轻举妄动 加上他们自己也在修炼 所以没有出兵试探 现在想来 龙城闭关就是一个借口 实际上龙城潜入了西夏 在昭提寺大闹了一场 时乐也醒悟了 大骂道 狗贼奸诈 又在后方闹事 日房夜房 还是被龙城钻了空子 还是大空子 经过龙城这么一闹 西夏朝廷和昭提寺 颜面扫地 根本没什么威望可言了 军队百姓一定会离心离德 甚至激起民变 兵变 空济和尚急得团团转 脑子里不停地想对策 王上别急 总会有法子反制龙城恩 空济和尚努力想办法 想如何应对龙城这次诡计 上次龙城用分田地的办法 分化百姓和西夏朝廷 太守赵伦 想到了用吓唬的办法应对 这一次该如何应对 空济和尚不停地想 时乐已经没有耐心了 说道 昭提寺已经乱了 国师 你必须回去一趟 空济和尚想了很久 还是想不出对策来 这次龙城做了一个死局 不 这个死局 不是龙城做下的 这个局 是空济和时乐两人 亲手不下的 龙城只是因势力道 利用了此事而已 这个事情 不管怎么说 他们都迎人妻女 换人子嗣 此事时恶不赦 人神共愤 一旦曝光出来 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想到办法了吗 时乐焦急地问道 空济和尚微微摇头 说道 没办法 如今只能说这是假的 完全是龙城恩捏造的 纯属子虚乌有 时乐问道 可是京师数十万百姓都知道了 还有数万姓众在场 你说是假的 他们会信吗 空济无奈地说道 王上 没有别的法子 只能这样说 谎言多说几次 就会变成真的 只要把脏水泼向龙城恩 用国仇取代愤怒 总会有些用的 时乐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无奈地说道 只能如此了 新京城现在乱了 龙城恩说不定还在那里 国师你回去一趟 不管是昭提寺 还是王城 都需要人镇守 昭提寺是空济的老巢 如果昭提寺没有了 空济和尚就无家可归了 王上所言不错 如果龙城恩已经回来了呢 如果龙城恩已经从王城回来 一旦得知贫僧离开扬城 他会不会趁势来攻 空济和尚的担忧不无道理 但时乐觉得 此时王城更要紧 不会 扬城屯兵几十万 他龙城恩不敢正面强攻 本王拿准了他不想消耗龙家军兵力 只要本王不出战 就能挡住他 国师放心去 王城一定不能出差错 此时的王城 只有石浩然一个武皇高手 他还在养伤 而且 就算石浩然的伤好了 他也不是龙城的对手 如果龙城杀入王宫 石乐简直不敢相信 空济点点头 说道 那好吧 平僧现在就走 空济和尚立即收拾东西 带了两个弟子 牵了几匹马 立即赶回新庆城 空济的马从王城离开的时候 老马夫正好赶着马车 回了李家酒铺 进了后院 老马夫立即跳下来 快步到了房门口 咚咚 掌柜的 是我 老马夫四顾张望一下 房门打开 老马夫进去 房门立即关上 开门关门的是黑风 里面坐着沈万金和甘心 进门后 老马夫立即拜道 楼主 堂主 空济出门了 往新庆城方向赶 甘心看向沈万金 说道 楼主 石乐坐不住了 让空济回新庆城镇守 他们刚刚在说 龙城大闹招提寺的事情 沈万金估计 石乐会派人回去镇守 果然 空济和尚就出发了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沈万金手中铁胆慢慢转动 来到阳城后 沈万金想了很多办法 想打探到狂识觉的消息 可是费尽心机 却一无所获 最后 沈万金只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从空济和尚身上下手 抓活地 抓到空济和尚以后 从他嘴里逼问出 狂识觉功法 但空济和尚 一直在太守府 待着修炼不出门 沈万金根本没有机会下手 现在因为龙城大闹新庆城 空济和尚一个人回原 机会来了 从阳城骑马回王城 有两天的路程 足够沈万金安排下手 甘心手中汗烟杆的火光 忽明忽灭 火光映射在眸子里 眼神看起来格外锐利阴冷 楼主 机会稍纵即逝 甘心抽完了一斗烟 汗烟杆在鞋底敲了敲 落下一斗烟灰 沈万金微微点头 说道 好 你和黑风随我去 甘心立即站起来 对老马夫说道 老马 六匹好马 老马夫立即去准备 甘心又拿了一些东西带上 沈万金和黑风也收拾一下 稍稍准备 三人一容后 有老马夫带着几个伙计 赶了三辆马车出城 每辆车两匹马 现在是战争时期 如果看到六匹好马 士兵肯定会抢 老马夫用来拉车 士兵就不会动手抢马 六匹马出了阳城 离开大军后 老马夫立即解开车园 沈万金三人 立即策马往西追杀空继 空继和尚从阳城出来 一路往西狂奔 一直到日落西山时分 眼看着要错过速投 弟子劝道 师父 再往前就没有客栈了 我们今晚在这个镇子歇歇吧 空继和尚 急得再往前就是荒野 至少百余里外才有人家 心中虽然焦急万分 但是没办法 还是停了下来 好 找个客栈歇速一晚 明日再出发吧 空继和尚骑着疲惫不堪的战马 缓缓走向不远处的镇子 战马疲惫 人也疲惫 特别是空继 他身心俱疲 本以为守在阳城 可以阻挡龙城 没想到老家被偷了 空继和尚满脑子都是 骂龙城的话 镇子里只有一家客栈 弟子进去拜道 店家 我们是昭提寺的僧人 今晚想在贵处借宿一宿 这个弟子打算用昭提寺的名号 白吃白住 在以前 昭提寺是高高在上的圣地 只要说出来 基本都可以免费 可是这一次 当僧人说自己是昭提寺的时候 店家脸上露出厌恶之色 空继和尚暗暗叫苦 看来消息已经传到了这里 店家 我们是去昭提寺的僧人 想借宿一宿 我们会付钱的 听闻空继会给钱 店家看在钱的份上 才勉强说道 好吧 你们要几间房 空继说道 两间房 三碗面 劳烦把马喂饱 一并算钱给你 店家看了三人一眼 说道 昭提寺没什么好趣的 一群银僧而已 弟子听闻店家侮辱昭提寺 当时就怒了 就想动手打人 空继立即瞪了两人一眼 贫僧自由主张 空继呵呵笑了笑 便不再多说什么 店家也不再说 安排了房间 吃过了面 空继和尚立即休息 空继住下后 沈万金三人到了客栈门口 沈万金三人一路往西追袭 跟到了镇子里的客栈 空继和尚刚上去不久 沈万金三人便到了楼下 客官 住店吧 里面请 小二见沈万金三人不是僧人 态度明显好了许多 开门做生意 当然笑脸相迎 空继老兔驴他们被嫌弃 纯粹是因为招提寺求子的事情太恶心 沈万金三人下马 说道 住店 三个房间 小二替沈万金牵马 听说要三个房间 抱歉地说道 客人对不住 我们只剩下一个房间了 这家客栈店小 客房也少 确实住不下了 甘心哭松般的手 抓起汗烟杆 摸了摸烟丝带 又把汗烟杆插回腰间 这次甘心腰间挂了两个大胡萝 和他瘦小勾楼的身体很不打 黑风非常警觉地 抬头看二楼的客房 那就要一间客房吧 总比露宿强 沈万金笑呵呵地说道 看起来非常和善 越凶狠的人 伪装的时候越和善 店小二见沈万金通情打理 热情地说道 行 尊客随我来 尊客要吃些什么 我们小店有面 饼 鸡子 羊肉 鸡肉也有 坐下马送到一旁 一个小厮接了 小二带着沈万金进了大堂 沈万金说道 三碗面 一大盘切羊肉就行 小二立即应道 行 尊客稍后 马上就来 沈万金三人 就在大堂坐下来 黑风警觉的扫尸周围 确定没有问题 才收回目光 甘心拿出汗烟杆子 填入烟丝 又拿出火折子点上 点燃了烟丝 甘心巴达巴达抽着 白色的烟气 从嘴巴鼻子溢出来 朝提四的银僧 骇人不浅啊 可不是吗 朱家庄知道吧 就是那个朱家庄吧 大厦有几个朱家庄 就是朱永的朱家庄 听说了 朱永正妻和十六房小妾 都去过朝提四囚子 也就是说 朱永的子女都是野种 你别说 我记得朱永养了不少外宅 那些人都不能生养 对 这就是蹊跷之处 他睡过的女人不能生养 去了朝提四就能生 你说说 那到底是谁的种 据说昨晚上 朱家庄大摆宴席 然后 几个人的声音 突然压下来了 脸上都有恐惧之色 这么低的声音 别人听不见 沈万金三人 却听得清清楚楚 然后他的妻女全死了 全部中毒而死 连正妻牧师也死了 这朱永也心狠手辣 好歹这么多年的夫妻情 子女情 他真下得了狠手 亮小非君子 无毒不丈夫 养了这么多年的孩子 居然是野种 而且全是野种 你能咽下这口气 听说他的正妻牧师 每年都要去 朝提四求子堂还愿 你说 他去干嘛 不止朱家庄啊 还有许多庄子都是这样 原本吧 羡慕这些有钱人 能去朝提四求子 现在 嘿嘿 沈万金听着这些人的议论 心中暗暗赞叹 龙臣好手段 这么隐秘的事情 万金楼一直没有察觉 龙臣却发现了 而且利用到了极致 这一下 朝提四彻底臭了 佛门的号召力荡然无存 从高高在上的归一佛 堕落为大奸大恶的银僧 也只是短短几天时间而已 西夏的百姓 憎恶时乐和朝提四 人心就散了 甚至还会有人投敌 帮助龙臣进攻西夏 就像刚才说的朱勇 他杀了所有妻妾子女 心中肯定恨死时乐 空忌 等龙臣打过来 朱勇必然单四胡将 迎接王师西晋 客观 三碗面 一大盘切羊肉 店小二把吃的放下 每个人一大碗面 中间放着一大盘切羊肉 客观 酒水要吗 沈万金摇头笑了笑 又正式在身 喝酒容易误实 再说了 这种村野小店 也买不到什么好酒 好嘞 客观慢用 店小二退下 黑风从袖子里 划出一枚银子 三碗面和羊肉都是过了 确定没有毒 三人这才慢慢吃饭 等吃完了 三人上楼进了客房 楼上 空继带着两个弟子进了房间 关上门 弟子不愤 说道 师父 那人竟敢辱佛 弟子为何不能呵斥 另一个弟子也说道 是啊师父 昭提寺乃是国寺 启容玷污 这两个弟子 还不知道 求子堂的丑事败露 所以才理直气壮 空继和尚面色悲苦 说道 你们可知 为师为何连夜回王城 两个弟子微微摇头 他们不知道缘由 空继和尚说道 因为求子堂的事情 被龙承恩公之于众了 求子的信众和王城的百姓 攻击昭提寺 我们死伤惨重 王上命为师回王城镇守 稳住昭提寺的局势 此事已经传开了 连这种村野之地都知道了 这个时候你们还去说什么 以后听到这样的话 休要争执 两个弟子傻眼了 求子堂的事情 他们肯定知道 昭提寺最大的秘密居然暴露了 两人一时语色 不知该说什么 好好休息吧 明月早起赶落 空继和尚在床上坐下 立即打坐修炼狂师诀 两个弟子到隔壁房间休息 时乐传授的狂师诀 空继和尚视如珍宝 吃饭睡觉都在琢磨 只要有空就修炼 所以进展极快 此时的空继 修为精进了一大步 空继盘腿屏息而坐 默默运转体内蒸气 不远处的房间 沈万金坐下来 黑风和甘心两人在对面 空继在人字号房间 旁边是两个弟子 修为不行 黑风已经打探清楚了 沈万金想了想 说到 空继老兔驴修炼狂师诀 有些时日了 正面硬上 我们可能吃亏 沈万金不妄自菲薄 也不妄自尊大 作为刺客 猥琐形势 高估对手是明智的选择 甘心抽完了第二斗烟 烟灰道尽谈鱼 说道 不错 空继老兔驴资质上加 这些时日 足以让他修为精进 正面强攻于我们不利 属下建议之取 黑风看向甘心 沈万金微微点头 说道 你有想法了 甘心点点头 说道 属下刚才进店吃饭的时候 仔细看了这家客栈 已经想好了下手的方法 沈万金微微点头 说道 好 那就按照你的计划行事 甘心把汗烟杆子插回腰间 立即把自己的计划说出来 沈万金立即按照甘心的想法 分配任务 等记忆完毕 就等着半夜动手 刺杀就像打仗 不可能提前预知 目标会如何 必须随机应变 沈万金三人到了客栈后 根据现场的情况 三人商议出了对策 然后就按照这个计划执行 空继和尚在房间里盘腿打坐修炼 外面一片寂静 店家已经打烊 客人也睡下了 偶尔一两道犬肺声 硬喝着重鸣 更显得客栈寂静 隔壁弟子憨声微作 旁边的客房 传来翻身的床板嘎吱声 空继慢慢收了工 躺在床上开始睡觉 迷迷糊糊中 听到有人呼喊求救 走水了 走水了 起来 快起来 着火了 就火呀 就火呀 空继猛地翻身起来 发现四周一片火海 火苗从窗户地板往上窜 高温的空气将房间烧得像摇炉 浓烟滚滚而来 空继感觉无法呼吸 来不及多想 空气盒上纵身撞向窗户 对于他这种修为的高手来 房间着火根本算不得什么 他不可能被烧死 冲到外面时 几只冷箭突然射来 空气长袖甩动 将冷箭卷进袖子里 落在地上时 才发现整座客栈都烧了 惨叫声在火中隐约能听到 却没有人一个人能跑出来 很显然 有人故意纵火 而这个目标就是自己 我佛慈悲 你们想杀贫僧就杀 为何要连累无辜之人 空气和尚非常愤怒 说话时用了佛门阵音 将燃烧的声音压了下去 清晰可闻 空气大师好慈悲的心肠 佩服佩服 沈万金从暗处走出来 手中两颗铁胆微微转动 身后跟着黑风和甘心 黑风提着一把剑 甘心则拿着汗烟杆子 里面的烟丝 冒着微微的火光 你是谁 空气没见过沈万金 而且沈万金三人 此时都戴着面具 沈万金脸上一张黄金面具 面具上纹着凶兽 甘心戴着骨灰色的面具 没有任何纹事 很像枯骨的颜色 黑风戴着黑色的面具 没有任何纹事 沈万金笑呵呵说道 奋武王之命 特来杀你 沈万金打着龙晨的旗号动手 他担心万一任务失败 他也好脱身出来 膝下不会怀疑到万金楼头上 至于龙晨那边 如果龙晨心事问罪 说沈万金打着他的旗号杀人 沈万金就可以说 龙晨泡走了烟霜玉 这种打打旗号的小事就算了 沈万金相信龙晨不会如此小气 不会揪着此事不放 龙晨安 他不亲自来吗 听到龙晨的名号 空气一点不惊讶 龙晨和他是死对头 得知他连夜赶回昭蹄寺 半路埋伏杀他也正常 武王说了 杀你不用他亲自动手 沈万金冷冷音效 手中的铁胆越转越快 哄 客栈在大火的焚烧下 轰然倒塌 火星子和热浪冲过来 空气的袈裟被烧了几个洞出来 里面的惨叫声已经停止了 人已经烧死了 不对 你们不是龙晨安的人 空气和尚 扫了沈万金三人一眼 他明白了过来 这三人绝对不是龙晨派来的 武王的将领 是取你手机 你爱信不谢 飞风冷冷笑道 空气和尚更加不相信他们的话 冷冷说道 龙晨安此人最爱孤民钓鱼 他不可能烧了整个客栈 你们到底是谁 和龙晨斗了这么多年 空气对龙晨也算有了解 龙晨这人 做事最喜欢收买人心 就算打仗 也不愿意对老百姓下手 派人出来刺杀自己 更不可能把整个客栈的人都烧死 所以 空气断定 这伙人不是龙晨派来的 沈万金心中暗暗赞叹 空气心思缜密 生死关头 居然还能冷静分析 不过 这已经不重要了 沈万金不会承认自己是万金楼的 他就是龙晨派来的 武王军令如山 今夜必杀你 沈万金不再废话 手中铁胆突然投出 对着空气的面门砸去 黑风紧随其后 手中利剑刺向空气咽喉 甘心身形一闪 枯松般的双手 犹如鹰爪 对着空气的心腹抓去 三人同时发难 空气脸色一沉 手中袈裟猛地旋转 想缠住铁胆 死了 袈裟缠住铁胆的瞬间 铁胆居然割碎了袈裟 而且 铁胆看似不大 重量居然有几十斤重 铁胆割裂袈裟 继续朝空气面门砸过来 空气不敢怠慢 袈裟缠在手掌上 空气一掌鸡飞铁胆 黑风的利剑已经到了 空气拔出腰间借刀 接了黑风一剑 利剑被荡开 空气也往后退了两步 甘心的利爪已经到了 空气和尚慌忙躲避 但腹部的袈裟 还是被抓碎 肚皮差点被抓烂 一瞬间的交手 空气和尚心中震惊 他可以非常确定 这三人的修为都是五皇以上 特别是戴黄金面具 和枯骨面具的两人 他们修为高深 手段毒辣 空气和尚略意思索 便知道今夜难以善终 我佛慈悲 三位有辈而来 是铁了心 要把贫僧留在这里了 空气和尚索性脱了袈裟 只穿着土黄的僧衣 手持借刀 稳稳立在场中 经过刚才的交手 沈万金也是出了空气的虚实 空气确实修为很高 但三人联手 完全可以把他留下 不错 还请空气大师实实物 免得我们一时失手 害了大师性命 沈万金呵呵干笑 空气呵呵冷笑 你刚才说要取贫僧手机 贫僧如何实实物 莫非贫僧要亲手割下脑袋 双手奉上 如此才算实实物 沈万金黑黑笑道 大师如果束手就擒 随我们去见五王 可免一死 空气哈哈大笑道 藏头鹿为鼠背 还在用龙承恩的名号 空气脚下一灯 身形往侧面闪去 冲着黑风主动出击 三人当中 黑风的修为最弱 看样子刚突破五王不久 剑法也一般 空气打算从黑风处下手 借刀直刺 黑风避无可避 举剑正面接了一招 枪 一声暴响 黑风感受到一股距离袭来 手中利剑 差点被击飞 黑风心中大震 连忙抽身响退 空气左手突然抓来 扯住了黑风的袖子 借刀又捅过来 黑风吓得惊呼出声 五 两枚铁胆发出风声 砸向空气 空气和尚慌忙舍弃黑风 提刀劈开铁胆 身形往后飞出 沈万金见黑风被空气针对 连忙出手解围 甘心已经抓起汗烟杆子冲过来 空气和尚却不想再纠缠 转身钻进黑夜中跑了 夜色如墨 除了燃烧的客栈 周围都是漆黑一片 空气早已消失 楼主 空气跑了 黑风暗骂自己没用 让空气找到机会跑了 沈万金却不担心 转头对甘心说道 能追踪吗 甘心抬起脚 汗烟杆子在鞋底敲了敲 烟灰落在地上 能 甘心收起汗烟杆子 三人从暗处牵了三匹马出来 他们放火的时候 把自己的战马 留了三匹出来 甘心带头在前面追 沈万金和黑风紧随其后 空气河上从客栈逃出来 趁着夜色逃跑 四周漆黑一片 空气也看不清楚 只能沿着大路狂奔 身后传来哒哒的马蹄声 空气知道 沈万金三人有马 人力怎么可能跑过战马 空气只得往小路逃跑 跑了十几里 沈万金三人还在身后 犹如肤骨之躯 空气河上抬起衣袖 闻了闻身上 除了烟熏的味道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 为什么会被追踪 烟味 空气想到了甘心手中的汗烟杆子 立即将身上的衣服全部脱掉 只带了借刀和贵重之物逃跑 甘心追到空气丢弃衣服的地方时 突然失去了气味 怎么了 沈万金见甘心停了下来 甘心拿出火折子 点了火把 召见一套僧衣丢在地上 空气这次把衣服脱了 无法追踪 甘心无奈地说道 黑风焦急地问道 甘堂主 你不是下毒了吗 甘心无奈地说道 我的确下毒了 可是空气修为高 毒性尚未发作 如今四周一片漆黑 就算它毒发 我们也无处寻找 沈万金望着漆黑的夜色 常常叹了一口气 说道 罢了 回去吧 甘心却有些不甘心 说道 楼主 不管怎么样 空气必然要回新庆城 我们不如来个守株待兔 黑风觉得这样太冒险 说道 那是西夏王城 一旦被发现 后果不堪设想 甘心却说道 楼主 新庆城被龙城恩脚的天翻地覆 昭提寺更是混乱不堪 此时浑水没于正合适 沈万金仔细考虑甘心的提议 空气现在徒步逃跑 速度肯定比不上他们 新庆城现在是一滩浑水 他们混入很简单 如果在新庆城 甚至在昭提寺等着伏击空气 不是不行 富贵险中求 走 沈万金下了决心 立即由甘心带路 三人即刻往新庆城去 东周 京师 尹凤拿着一封军报 快步进了华清池 此时天气渐热 御书房太闷 女子便到了华清池处理正午 迪瓦正在捣碎全湖采集而来的冰 放入冰糖莲子羹里 圣上 喝碗莲子羹削削薯 迪瓦捧着莲子羹送上 女帝接了 喝了几口 削了些暑气便放下来 迪瓦知道 女帝心中有事 胃口不太好 这些十日 龙城一直没有军报送来 无见只说 龙城去了西夏新庆城 具体什么事情 也没有禀报 女帝知道 行军打仗随机应变 不能事事都禀报 但龙城在郑国寺对峙这么久 一直没有动静 女帝有些担心 里城当那边 以为龙城已是强弩之末 又开始蠢蠢欲动 所以 女帝心情烦躁 只是不说而已 圣上 五王军报 尹凤快步从外面走进来 手里拿着一封密信 女帝立即起身迎上去 一把夺过军报拆开 看过军报 女帝脸上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 全是真的 尹凤和迪乎 不知道女帝什么意思 什么真的假的 女帝将军报给尹凤 笑道 龙城恩提过一次 朕以为不太可能 没想到 石乐真的做出如此荒唐事情 西夏国内将士百姓必定造反 如此一来 最重要的民心就散了 一个国家之所以成为一个国家 就在于所有百姓都认同自己 同属于一个国家 尊奉同一个君王 如果百姓不认了 那这个地方就不再属于这个国家 西夏百姓不认石乐这个君王 那西夏就不复存在了 石乐为何会做出如此荒唐之事 空气老秃驴也参与其中 还是主谋 底腕感觉很诧异 女帝坐下来 拿起莲子羹吃完 底腕立即端来茶水漱口 女帝笑道 这下好了 此事一出 西夏军心动荡 武王该有所动作了 西夏国内人心涣散 军无斗志 王国不远了 李承道也该掂量掂量自己 是不是要和大洲再打一仗 只要西夏那边压得住 李承道就不敢轻举妄动 这个消息 李承道很快也会知晓 临江城和采石城都会消停 尹凤说道 圣上 武王可能要进攻了 我们的君资 是不是要再送一批过去 女帝点头道 让户部和兵部商量着来 公部也是 让公部参与 尹凤略微担忧地说道 上次兵部送过去的君资不太好 武王专门派人到兵部 把兵部侍郎方域臭骂了一顿 王尚书现在很不满 女帝冷冷说道 大敌当前 所有人都要摒弃私人恩怨 告诉王威 不要公报私仇 尹凤拜道 威臣领旨 龙臣从西丰城出来 骑马过了玉佛关 龙臣很快回到了镇国寺 刚到山脚下 就遇到吴剑过来 说道 大人 空继和尚离开了阳城 他回新庆城了 龙臣点点头 说道 也不算什么意外 新庆城现在一片混乱 时乐担心我浑水摸鱼 派空继回去主持大局也没错 吴剑问道 大人 阳城只剩下时乐 这是一个好机会 还有 求紫堂的事情起作用了 阳城的士兵军心涣散 不少士兵开始闹起来 昨晚上有个兵营滑变 被时乐带兵镇压了下去 他们现在就是一盘散沙 龙臣想了想 说道 到山顶 率府议事 龙臣上山 吴剑立即召集将领议事 到了山顶 吴湘云拦在前面 冷冷问道 大人 夜不归宿啊 去哪里了 龙臣一本正经地说道 打探时乐动静去了 把其他人找过来 到率府议事 龙臣用正式搪塞 吴湘云明知有诈 又不好说什么 军国大事最重要 他不能再胡闹 吴湘云立即把其他四人找过来 一起进了率府议事厅 龙臣坐在中间 吴剑带着韩子平 唐黑子 夜长三个 张倩五人在另一侧 何军陶也在 桌子中间铺着一张地图 上面标注了西夏的重要城市 和要塞据点 老吴 你来说一下情况吧 龙臣离开了一段时间 现在对情况最熟悉的是吴剑 吴剑拿着一根细竹竿 指着地图说道 这里是我们的镇国寺 这里是阳城 目前 石勒在阳城集结的兵力 差不多五十万了 我估计这是西夏所有的兵力了 镇国寺这边 石勒损失了几十万 西夏的兵力总共就那么多 他几乎不可能再增兵了 镇国寺打了一次突袭 一次围攻 石勒损失惨重 普通士兵和战将的损失都很大 石勒能聚集五十万兵力 已经是极限了 吴剑继续说道 从兵力来看 我们处于绝对的劣势 我们只有二十万龙家军 还有差不多两万士兵阵亡和受伤的 他们不能再战 但是 从士气来看 现在阳城的士兵军心动荡 昨晚上甚至出现了滑变 昭提寺求子堂的事情 对士气的打击很大 周围的郡县也出现了暴乱 所以 我觉得完全可以和石勒在阳城开战了 形势已经发生了转变 吴剑还在说 何君陶突然出去了一下 很快又回来了 大人 刚刚得到消息 空继离开阳城后 在半路上遭遇了截杀 现在生死未卜 何君陶用诧异的眼神看着龙城 他以为截杀的事情是龙城安排的 龙城莫名其妙地说道 你看我干嘛 又不是我干的 何君陶诧异道 不是大人安排的 那是谁 龙城心里已经想到了 说道 我估计是沈万金 众人诧异道 沈万金 他怎么会在这里 龙城说道 沈万金早就到了 就在阳城 我估计他的目标是 西夏王族密法狂失觉 这次潜伏在阳城多时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这次空继老秃驴 独自离开阳城回去 正是好机会 不过 我估计沈万金不可能得手 空继老秃驴修为不差 他如果想跑 沈万金追不上他 白婷婷感觉可惜 说道 沈万金杀了空继就好了 两条狗相互咬 最好一起死 万金楼刺杀过龙城 白婷婷对万金楼 没有任何好感 而且 御佛楼的烟双玉 勾打龙城 这事情 让白婷婷和其他四人都不爽 龙城笑道 想法是好的 但不可能 空继老兔驴聪明 沈万金也不傻 张倩问何君陶 你的意思是 沈万金没有得手 那他会继续追杀吗 何君陶摇头 说道 这个事情 我也猜不准 众人看向龙城 要说猜测最准的 当然是龙城 不好说 沈万金亲自从京师来 他志在必得 我在想的是 空继和尚如果逃跑 他会选择逃回新庆城 还是转身回到阳城 空继跑到半路 往前走 还是往回跑 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继续往前走 沈万金可能会继续堵截 如果往回跑 而沈万金判断失误 沈万金去了新庆城 空继回到了阳城 那就是一场空 何君陶立即懂了意思 说道 属下这就去打探 确定空继到底在哪里 龙城微微点头 何君陶立即出去打探 吴剑继续说道 阳城虽有五十万大军 但军心涣散 我们如果集中兵力猛攻 西下军队必然土崩瓦解 至于空继 不管他在不在阳城 若要斗江 我们仍然占优势 大人单挑石乐 我们几个围攻空继 应该没问题 这一次 龙城占优势了 吴剑 张倩 独孤嘉丽 和吴楚楚 四个武皇高手在这里 再加上白婷婷和吴湘云掠阵 压制空继和尚 绝对不是问题 而且 龙城还可以选择单独击破的战法 一上去全部围攻空继一个人 先把空继打死打残 然后再掉头围攻石乐 龙城微微点头 说道 好 给石乐下战书 两天后 决战阳城 吴剑高兴地拿来笔墨 龙城简单地写下一行字 两日后 决战阳城 取如首级 然后拿出金印 带上大周武王寺的大字 送往阳城 龙城收了金印 吴剑立即拆信使往阳城下战书 让弟兄们这两天吃饱喝足 肉管够 两日后发兵阳城 龙城下令 众将立即下去准备 龙城回到房间 立即拿起笔墨 给女帝写战报 阳城决战是重要战役 必须禀报女帝 虽说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但重要的事情 必须及时上奏 将军在外手握重兵 帝王最忌讳的就是大将 稍有桀骜之迹象 就会受到猜疑 为将者 必须慎之又慎 如果按照一般的情况来 龙城不仅要及时上奏战况 行军路线 还必须贿赂朝中大臣 让大臣替自己说话 防止朝堂上的流言飞语重伤 当然 龙城的情况特殊 他只需要处理好 和女帝的关系就行 将决战的条件分析 大概的作战思路 全部写完后 龙城又写了一封信 请求公孙玲瓏 开始悄悄派兵 往玉佛关移动 雷火军团该准备了 写好以后 龙城立即发往京师 三匹马从郑国寺出发 一个人背着战书 两个人扛着龙家军的大旗 飞奔到了阳城外 城外驻扎着三十多万大军 军营将阳城团团围住 携日西沉 西下的军旗 看起来像粘了的叶子 无精打采地垂下 三匹马冲过来时 西下军队微微骚动 虽然只来了三匹马 但龙字大旗 让他们胆寒 几十万大军像突然醒了一样 磨磨蹭蹭爬起来 士兵们纷纷从帐篷里走出来 拿起刀枪 有的匆匆忙忙穿上铠甲 一个个无精打采 白天的烈日太厉害 军营又很简陋 只有简单的帐篷遮盖 经过一天的暴晒 士兵根本没精神 阳城的战鼓雷响 大门打开 一百多惊奇从城内冲出 到了信使面前 你们想凭三个人攻下阳城吗 一个西下校尉 冷笑着讥讽道 信使拿下身上的竹筒丢给校尉 哈哈笑道 我们三个人当然无法攻破 两日后 武王清领二十万大军来战 而等当袭警救路 校尉接了竹筒 才知道信使来下战书 两日后 校尉狐疑地问道 他不相信使者的话 因为龙城诡计多端 说话不足性 约定两日后决战 说不定今晚就突袭了 哼哼 怕了吧 早早投降 也可以保住小命 信使冷冷嘲讽 西下校尉大怒 骂道 蜀辈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 否则今日你人头落地 信使哈哈大笑道 让你再嚣张两日 留你多吃两日的饭食 两日后 取如首吉 说完 信使转身要走 就在此时 信使突然问了一句 问个事情 你的儿子是不是野种 校尉闻之大怒 骂道 狗贼杆尔 好巧不巧 这个西下校尉的老婆 也去过昭提寺 她正在怀疑自己儿子 是不是野种 信使这一问 彻底激怒了校尉 校尉提着长枪就来厮杀 信使三人立即策马 往东狂奔 校尉带着一百多人 紧追不舍 这次彻底被激怒了 信使哈哈笑道 这三人并非普通龙家军 而是逆龄军穿了普通铠甲 扮作普通龙家军 不接 再引出来一点 三匹马狂奔 校尉在身后大骂追杀 看看离开大军有距离了 信使偷偷拿起弓箭 对着校尉就是一箭 弓弦响触 校尉硬弦落马 跟随的骑兵吃了一惊 还没有反应过来又有两人中箭坠马 不要追了 那是逆龄卷 终于有人反应过来 发现事情不对头 立即勒马停下 眼睁睁看着信使离去 你们的儿子都是野种 野种 信使留下几声嘲讽 招摇的策马离去 校尉被一箭射中心腹 已经不行了 众人把尸体横在马背上 缓缓往回走 阳城太守府内 石勒正在和空继说话 龙城猜得不错 空继和尚那晚被刺杀后 他并没有往新庆城逃跑 而是折返回到了阳城 国师以为 那人是谁 石勒脸色沉闷地问道 空继半路被截杀 新庆城回不去 王城没有高手压阵 石勒心中十分不安 王后 宠妃 王子 公主 都在王城 如果龙城趁机带领小谷精锐部队潜入 后果不堪设想 这个事情不是不可能 上次龙城就带着五百骑兵 在西夏腹地横扫了一圈 把石勒几十万大军兜狗一样溜 那人自称是龙城恩派来的杀手 但贫僧以为不可能 空继和尚仍然不相信 刺客是龙城派出来的 石勒问道 为何国师如此笃定 空继和尚说道 因为龙城恩不杀无辜百姓 他们当时把客栈的所有人都烧死了 不分老幼 其实 空继和尚还有一个想法 如果龙城真的打算截杀 事情会做得很缜密 就算杀不掉自己 也能重伤自己 而这一次 刺杀行动实在太菜了 空继和尚虽然狼狈 但也算全身而退 石勒听空继如此说 心中很不高兴 这等于夸龙城爱名如此 就在此时 城头想起了战鼓 太监马方匆匆跑进来 石勒立即问道 怎么回事 龙城恩偷袭 马方摇头说道 不是 只来了三匹马 应该是姓氏 攻城不可能只派三个人过来 所以马方认定不是进攻 石勒却不敢大意 说道 备战 龙城恩这丝诡计多端 万一这是障眼法 大军随后进发 我们会被打得措手不及 空继和尚 立即跟着石勒出了太守府 到了东城门上 到了城头上时 追杀的骑兵刚好返回 骑兵拖着几具尸体回城 领兵的校尉被射杀 已经死透了 怎么回事 骑兵大将沙文成 立声贺问 骑兵低声回道 龙家军姓史来下战书 我们追杀过去 结果 沙文成质问道 下战书便下战书 你们为何追杀 骑兵回道 那思言语侮辱 说李校尉的儿子是野种 李校尉气不过 就带兵追杀了 谁知道那三个姓史 是逆邻居 听到这里 骑兵大将军沙文成 立即闭嘴了 昭提寺求子堂的事情 不许议论 石勒和空继都在这里 他也不敢多说 石勒和空继听了 脸色都很难看 沙文成立即转移话题 贺问道 战书呢 骑兵将主统呈上 沙文成接了 又转成给石勒 石勒拆开主统 拿出里面的战书 上面就是简单的一句话 哼 狂妄 本王五十万大军 他手里才几个兵 传令三军 两日后 与龙城恩决战 石勒将战书 丢给骑兵大将沙文成 自己怒气冲冲地 回了太守府 沙文成拿着战书看了 对空继和尚说道 国师 您看这 空继看过战书后 说道 龙城恩要决战 那就决战吧 我们兵力占据优势 防御攻势也够坚固 优势在我 沙文成心中有话 却又不敢说 只得立即传令三军 立即准备决战 三军将士 听闻两日后决战 军营顿时炸锅 和龙家军打锅的人都知道 龙城有多恐怖 他们怯战 再加上昭提四球子的事情 军队的百姓 对石勒很不满 冯和这两天就在扬城军营里活动 到处散播反对石勒的言论 说石勒和空继沆瀣一气 意图用僧人的种改变西夏 更有甚者 说石勒和空继 亲自到求紫堂 引辱他们的妻女 这样的君王 不值得为他打仗 石勒怒气冲冲回到太守府 空继跟着进了后院 舒密使卢其昌 和统军使李成烈 还有骑兵 步兵大将沙文成和乐明 很快到了后院厅职 石勒坐在上手 脸色很难看 其他人不敢说话 最后还是空继开口打破沉寂 说道 王上 我军兵力占优势 又有奸臣固守 龙承恩求战 我们应战便是 无需担忧 舒密使卢其昌 看了一眼空继 却并没有说话 统军使李成烈 反而开口道 国师 我们虽然兵力占优势 但军心不稳 如果决战 我们恐怕不利 李成烈想骂人 军心不稳 就是朝提四造成的 昨夜军队滑变 杀了不少人 才镇压下去 但这只是权宜之际 朝提四球子的事情 还在军队中疯传 压都压不住 这样的状态开战 几乎是必败之局 时乐沉默不语 他心里最担心的 也是这个 龙家军虽然少 但上下一心 集中兵力杀过来 西夏的军队 肯定支撑不住 空继和尚说道 此事 此事没办法 我们只需阴城固守 士气的问题 就可以解决 将士在城内 龙承恩只有攻城 我们兵力比龙家军多一倍 优势仍然在我们这边 空继看向石乐 其他人也看向石乐 石乐听了空继的话 无奈地点点头 说道 也好 凭坚固守 我们不会吃亏 只需赢了他一阵 将士便不会再畏惧龙承恩 石乐担心的问题 其实有三个 一是武将没有龙承那么多 军中称得上大将的 唯有石乐和空继 沙文臣和乐明 只是中等之姿 矮个子里挑将军 战斗力不行 二是军心涣散 求子堂的事情还在发酵 怨恨昭提寺和朝廷的话 可以公开说 甚至直接骂石乐混蛋 三是将士窃战 被杀了几次 他们很怕龙承 不敢直面龙家军 战将比不过 士兵比不过 这时候选择防守最明智 舒密使卢其昌点头道 国师所言即逝 我们平坚固守 龙承恩也没办法 他如果选择强攻 我们可以杀他一阵 统军使李承烈 也同意空继的观点 说道 我同意国师所言 石乐点头道 好 就按照国师的计策来 城外的军队 明日全部入城 城池全部再加固一遍 他要决战 本王让他攻城 石乐很希望阳城保卫战 能像上次打正国四那样 让龙家军战死城下 浮尸十万 拿笔墨来 本王应战 卢其昌拿来笔墨指宴 石乐挥笔写下一句 两日后决战 本王必杀儒 西夏国玉玺盖上去 卢其昌收了 立即拆人往镇国寺下战书 各自去准备吧 此战必须胜 石乐下令 沙文辰和乐敏 立即去安排 卢其昌和李承烈一起去 石乐和空继 则在后院继续修炼 两日后 龙辰进攻 两边斗将是不可免 必须抓紧时间提升修为 信使起码回到镇国寺 报知无间战书已经送到 石乐有回信吗 一方下战书 另一方要应战 或者避而不战 信使说道 我们当时和西夏骑兵吵起来了 杀了他几个将领 石乐没有回书 无间点头道 好 如果石乐应战 应该会派信使来送战书 你们去休息吧 信使刚下去没多久 西夏的信使到了 一百多骑兵 轰隆隆奔跑过来 到了镇国四城下 龙家军出来接战书 西夏信使在城外叫嚣 城上的韩子平骑马出去 和信使面对面 冷冷说道 你们也敢下战书 西夏信使如临大敌 脸上嚣张 心中慌张 背上的竹筒丢过来 骂道 告诉龙承恩 两日后到杨城临死 骂完 信使转身就跑 韩子平望着信使远去的背影 一直压制内心的冲动 他想一剑射死那丝 但这样做不合道义 回到城内 韩子平立即将战书送给吴剑 吴剑又回到山顶 送给了龙承 拆开后 龙承笑道 石勒这次应战了 吴剑有些诧异 说道 现在石勒军心涣散 他居然还敢应战 龙承把回书丢在一边 说道 我决定发兵进攻 石勒不打也得打 干脆回一封战书 给西夏军队长长士气 我估计 他们不会出战 最好的选择 是缩回城内 等着我们进攻 吴剑默默点头 说道 如果石勒缩回城内 我们就面临攻城的问题 阳城的护城河很深 强攻必然死伤惨重 龙承想了想 说道 我想想如何破局 拿着石勒的回书 龙承进了房间 石勒的应战国书 到时候要交给女帝 所以龙承留着 进了房间坐下 吴楚楚和吴湘芸两姐妹进来了 大人 都准备好了 两姐妹关了门 两人一左一右坐下 这么热的天 穿着铠甲不热吗 龙承见 两人表情不对 已经猜到 他们想干嘛 是好热呀 吴楚楚把铠甲脱了 吴湘芸也把铠甲解开 里面的内衬汗透了 西夏的白天太晒了 我都被晒黑了 吴湘芸看了看自己的手背 比刚来时黑了好多 吴湘芸是战将 也是女孩子 对肌肤肯定在意的 龙承拿起吴湘芸的手 心疼地说道 是啊 我的小媳妇又变黑了 以前小手粉嫩的 吴湘芸皱眉笑道 跟你说正经的呢 龙承笑道 我也说正经的啊 在经师的时候 你的两只小手粉粉嫩嫩的 现在都黑了 吴楚楚笑道 湘芸别跟他平嘴 你说不过他 要说痘嘴皮子 龙承从来没输过 说不过我 你们想两姐妹一起打我 龙承笑嘻嘻地问道 吴湘芸把内衬换了 只穿着一件深蓝色丝绸杜兜 拿起龙承的折扇吹凉 热死了 吴湘芸甩了甩头发 不接龙承的话 新庆城 沈万金三人 骑马到了城外 见到身披铠甲 手持刀枪的禁军 正在盘查巡逻 城墙上挂着很多血淋淋的头颅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丘子堂的事情闹到了 西夏居然对自己的人开刀了 黑风略微诧异地说道 虽说他们是刺客 见惯了杀人放火 这些头颅算不了什么 但西夏王城的禁军 杀自己的百姓 还把头颅挂在城上 这就很离谱 我们怎么进去 黑风转头问甘心 甘心不着急 对沈万金说道 老爷请随我来 三人在城外下马 便有一对马车过来 新庆城是西夏国都 甘心在这里 当然有手下 换了衣服装束 三人跟着车队 很顺利通过了盘查 进入了城内 城内的街道 几乎只能看到 禁军和金兆府的捕快 马蹄声急促掠过 捕快挨家挨户搜查 路上能看到张贴的告示 金兆府还在 缉拿龙城和桌 黑风扫了一眼告示 低声说道 这悬赏告示的人 怎么看起来像龙城恩 沈万金冷冷笑道 我看就是他 混入王宫 假扮太监 拐走宫女 这不是他的老本行吗 黑风低声笑道 龙城恩混入王宫 只拐走了一个宫女而已 我不信 沈万金笑了笑 说道 他在宫里干了什么 只有他自己知道 三人进了甘心的据点 换了衣服以后 三人偷偷摸摸 潜入了昭提寺 等着空气回来 昭提寺内部一片狼藉 许多殿雨被烧毁 秋子堂被复制一具 烧焦的尸体摆在院子里 有信众 也有僧人 天气炎热 尸体招来一片乌泱泱的苍蝇 发出嗡嗡的声音 恶臭弥漫整个寺庙 檀香也压不下去 小墨殿内放着一幅棺材 僧人正在超度 那是被分尸的洪志和尚 空气不在 普玄出使乌司国 洪志死了 四里群龙无首 卢王后命令进军 接管了昭提寺 沈万金三人 潜伏在方丈市 一直等到了天黑 又等到了第二天上午 空气和尚 始终没有出现 甘心说道 楼主 有没有可能 空气折回了阳城 没来新庆城 一语惊醒梦中人 沈万金陷入了思维死胡同 觉得空气 一定要回昭提寺 主持大局 却没想过 空气也可以回阳城 这样更安全 对 这秃驴如果回昭提寺 不管怎么说 都应该到了 他没有出现 那就是回了阳城 沈万金心里很不爽 这次判断严重失误 黑风问道 我们回去 沈万金心里不爽 说道 甘心 放一把火 烧他一场 甘心点头 沈万金和黑风 先出了招提寺 离开不久 方丈市燃起了大火 迅速蔓延到其他电雨 烧得霹雳啪啦作响 火光顿时冲上了天 寺内僧人下的惊慌四散 禁军连忙救火 从招提寺出来 沈万金三人立即换了衣服 骑着快马回阳城 这一趟 沈万金白跑了 西夏王宫 红儿匆匆忙忙进了 李贵妃的院子 几个宫女正在家紧 熬制面汁 但熬制出来的总不对 进了请殿 红儿见到李贵妃 阴沉着脸 坐在那里乘凉 身后跪着两个宫女 李贵妃心情不好 宫女也跟着受罪 娘娘 李大人说 还是找不到 红儿小心地说道 李贵妃双目犀利地 瞪着红儿 红儿吓得连忙跪下 不敢抬头 别人不知道 红儿心里门清 龙臣对李贵妃 做了那种事情 李贵妃想杀龙臣很正常 招提寺那边怎么样了 李贵妃突然转移了话题 红儿立即回到 刚才不知道怎么回事 又起火烧起来了 禁军还在救火呢 李贵妃手指在栏杆上敲击 声音很轻 但红儿感觉心脏 在跟着敲击声跳动 罢了 告诉福尹 一个太监宫女而已 不找了 朝廷危急时刻 宫里丢两个人算什么 看好王城最重要 李贵妃突然想明白了 这个事情 只要龙臣永远不出现 那事情就算没有发生过 至于他自己 他已经脱清哥哥李斯亮 监制了药物 偷偷喝了防止 猪胎按结的药 这个事情 已经没人知道了 如果继续兴师 动众追捕 才会显得 此地无银三百两 红儿没想到 李贵妃会这样说 他心中虽然疑惑 却不敢多问 连忙拜道 奴婢这就去通报李大人 李贵妃挥挥手 陈玉的心情变得爽快了 他甚至有些怀念 那天晚上在浴室 小李子的身体真好啊 比时乐强百倍 如果把小李子留在身边 夜夜声歌不是猛 红儿立即出了王宫 到了金兆府通报 每次到金兆府 红儿都很害怕 他再也没看到雪儿 其他人都说雪儿 被城中的乱民杀了 只有红儿知道 杀雪儿的肯定是李斯亮 因为雪儿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情 红儿很害怕 他甚至想过混入乱民逃跑 但他最终还是留下来了 他想着自己只要守口如瓶 应该是安全的 进了金兆府 见到了李斯亮 红儿将李贵妃的意思转告 李斯亮想了很久 最终点头道 是啊 国难当头 岂能为一己之私 告诉李贵妃 本官知道了 红儿立即告退 出了金兆府 回到王宫 红儿进王宫的时候 一个宫女匆匆忙忙赶回卢王后宫中 进了寝殿 发现卢王后并不在殿内 王后呢 去东宫看柿子了 宫女点点头 她听说石浩然想重新 往阳城去打仗 卢王后去劝了 经过这么久 石浩然的伤势好了很多 伤口已经愈合 只是身体销售看起来很憔悴 羽剑射穿了下巴 影响吃饭 身体销售是正常的 卢王后觉得 石浩然这个状态去前线 能不能活着回来是问题 她可不想自己的宝贝柿子 死在龙尘手下 娘娘回宫 刚说完 卢王后就从外面进来 身后跟着一帮太监宫女 娘娘 众人齐齐下拜 王后瞥了一眼宫女 继续往里走 宫女立即会议 起身跟着卢王后进了房间 关了门 卢王后坐下来 宫女端了两盆兵过来 怎么样 卢王后冷冷发问 宫女立即回到 回王后的话 贵妃院里的红儿 刚去了金兆府 金兆府的捕快 现在已经停止 继续小李子和猪儿了 他们在全力维持城中秩序 卢王后听完 眉头微微一蹴 陈寅道 不抓了 那就是说 这个事情不重要 难道是 本宫想多了 相比于阳城的战士 和昭提寺的叛乱 太监拐走一个宫女 确实算不得大事 卢王后 怀疑自己想多了 好了 你继续盯着李贵妃那边 有任何异动随时来报 卢王后怀疑自己想多了 但又不肯就此作罢 她总觉得哪里不对 甚至 连她自己都感觉不对 宫女立即败道 奴婢遵命 郑国寺 吴楚楚和吴湘云两姐妹 从龙城房间出来 慢慢走回自己的房间 独孤嘉丽见两姐妹回来 笑嘻嘻问道 姐妹同心 奇力断惊 吴湘云倒在床上 说道 我得好好休息一下 不然明天没法打仗 吴楚楚坐下来狂喝水 好像脱水一样 楚楚 你流失了多少水分啊 独孤嘉丽打趣道 吴楚楚喝了大半壶水 倒在床上 说道 差点虚脱了 独孤嘉丽哥哥笑道 两姐妹打不过夫君 你们好意思 吴湘云有气无力地说道 你厉害 忘了昨天你什么样子 独孤嘉丽笑道 我好了呀 三个人在房间里嬉笑休息 准备明日出发 往阳城决战 山下 吴剑正在调集兵马 和攻城气血 阳城被石勒修建得非常坚固 很可能会打攻坚战 少将军 阳城这一战恐怕不好打呀 探子回报 说石勒已经把兵力收缩回城内 不打算和我们在城外交战 龙城从房间里出来 吴剑将最新的探报递给龙城 看过探报 龙城并没有多少惊讶 说道 这样做事明智的 西夏军心涣散 如果在城外 我们骑兵一波冲锋过去 西夏就溃散了 躲在城内 只要防守放剑就行 局势有利于他们 吴剑觉得头疼 说道 石勒这样做对了 我们就麻烦了 阳城被修建的坚固无比 我们如果强行攻城 几万兄弟就没了 上次石勒强行进攻 镇国寺 死在城下的尸体 埋了几十个大坑 如果龙家军强攻阳城 死伤肯定也会非常惨重 攻城的一方 永远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车到山前必有路 船到桥头自然直 老子不幸想不出 对付石勒的办法 龙城收了探报 心里盘算着如何应对 强行攻城肯定不行 必须想出办法 山下几辆马车缓缓驶过 一个老马夫赶着几匹马 拉着几车酒缓缓往西 这是阳城里家酒铺的老马夫 龙家军正在备战 这个老马夫却慢悠悠的 这场大战对他似乎没有什么影响 他也不关心 龙城手里拿着战报 和无间巡视军队 山下的老马夫赶着马车 渐行渐远 日头下山风清凉 马低头野花香 阳起边长又长 天当背 地当床 怀里缺纳美娇娘 老马夫唱着粗野的歌谣 赶着马车 撵着晚霞缓缓往西 天黑的时候 老马夫回到了阳城 城外的军营空空如也 城墙上燃烧着火盆 将四周的城墙照得亮堂堂的 西下的军队已经收缩回了城内 城外空无一人 老马夫到了东门外 对着城上大喊 是我 李家酒铺的 喊了好几声 城上的士兵却总是不开门 军爷 我这烈酒是你们需要的 放我进去吧 老马夫苦苦呐喊 城上的士兵却始终冷漠 老马夫他们认识 但现在是特殊时期 龙城随时可能突袭这里 他们必须慎之又慎 城上的士兵看着城下的老马夫 说道 这老东西真不懂事 都要打仗了 还敢往外跑 也不能这么说 他不往外跑 我们哪来酒喝 他的酒轮不到我们喝 都给太守府送去了 李家酒铺进的酒好 实了很喜欢喝 每次酒一到城内 太守府的侍卫 就会全部买空 专供食乐饮用 对 管我们屁事 反正老子喝不到 士兵不理会老马夫 随他在城外喊破喉咙 这时 马方骑着马过来 上了城墙 看到老马夫在城外 说道 王上等着今日的酒呢 还不开门 食乐酒量大 其他将领也要喝 李家酒铺的酒 差不多每天喝光 食乐今天的酒正好喝完了 就派人去李家酒铺找酒 管事告诉侍卫 老马夫还没有回来 后来又告诉侍卫 说老马夫被拦在了门外 所以马方过来了 见马方发话 众人立即开了城门 放下吊桥 老马夫赶着马车 东隆隆进来 马方立即说道 不用回李家酒铺了 直接到太守府去吧 老马夫认得这个太监 恭敬地说道 公公做主就是 马车到太守府门口停下 马方指挥侍卫 把酒全部搬进去 完了后 马方从袖子里 拿出几钉银子 丢给老马夫 挥挥手赶他走 老马夫假装不实数 笑呵呵 感谢马方赏赐 赶着马车回了李家酒铺 马车进了后院 沈万金三人 从马车底下落下来 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沈万金冷笑道 这个死老太监 还知道恪扣银子 老马夫把银子 承给甘心 说道 都不是什么好货 平时吃拿卡要惯了 甘心收了银子 说道 楼主 我们进去说吧 三人进了房间 老马夫将马车放好 又把马迁倒马就喂料 关了门 黑风给沈万金倒茶 甘心迫不及待地 抽起烟丝来 空气老兔驴果然回来了 我们该怎么办 黑风等沈万金发话 沈万金想了想 说道 不急 不是说明日龙承恩 要决战阳城吗 到时候 食乐 空气和龙承恩 还有一场恶斗 甘心抽了几口浓烟 感觉缓过来了 可是楼主 食乐的策略是固守 龙承恩 他能攻破阳城吗 甘心知道 阳城有多坚固 如果龙承蛮干强攻 龙家军就算死光了 也难攻入 沈万金冷冷笑道 其他人不行 龙承恩可以 这次诡计多端 世上没有人比他更奸诈 他想攻破阳城 就一定能攻破 不用怀疑 黑风也点头道 不错 被龙承恩盯上的东西 他一定能得到 等龙承恩攻破阳城 必定一片混乱 说不定空气和尚 又会受重伤 我们就有机可趁 沈万金微微点头 黑风所言 正是他所想 我们只需要等待 等待龙承恩打过来 我们伺机行事 沈万金像一只老狐狸 看准了猎物的行踪 甘心微微点头道 那就在明日了 明日就知道 龙承恩能不能攻破阳城 沈万金说道 不急 我们吃好喝好 等着看戏就是 甘心立即安排晚饭 三人吃过以后 就在院子里好好休息 等着龙承大军来袭 第二天 阳城 时乐早早起来 穿着黄金蛮尸甲 头戴金盔 手持大挤 立在东大门上 身旁站着空气盒上 穿着一身大红色 苗金线袈裟 手里拿着九膝缠杖 书密使卢其昌 和统军使李成烈 虽然穿着铠甲 腰间挂着刀 但也就是做做样子 并没有什么战斗力 骑兵大将沙文臣 和步兵大将乐民 也是营养落枪头 身上铠甲和手中 长枪看起来不错 修为却很一般 没什么用 城头上站满了士兵 每个人都披甲持兵 望着东边的方向 这些士兵看起来还行 实则没有什么斗志 他们甚至抱着一种 看热闹的心态 统军使李成烈 回头望着城内 密密麻麻的士兵 他们有的在路边 有的挤进了民宅 阳城不算大 五十万大军聚在一起 实在很拥挤 王上 城内士兵太过密集 一旦龙承恩用火油 我们会伤亡惨重 李成烈望着密密麻麻的军队 心中非常担忧 时乐回望一眼 心里也有同样的担忧 空记却不以为然 说道 王上无需多虑 城内多百姓 龙承恩不可能用火攻的 李成烈摇头说道 国师 两军交战 龙承恩还会在乎城内百姓 在李成烈看来 只要能打胜仗 他绝对不会在乎 平头百姓的死活 空记和尚却说道 统军使 平僧与龙承恩斗了好几年 知晓这人孤名钓鱼 他是绝对不会恶意杀戮百姓的 士兵在城内 和阳城百姓混在一起 这样最安全 李成烈不太同意空记的看法 他看向时乐 时乐却同意空记的观点 说道 国师说得不错 龙承恩最喜欢故弄玄虚 不用担心火攻 时乐这样说 李成烈也不好再说什么 东面 轰隆隆的马蹄声传来 阳城在远处飞起 城头哨塔的士兵 吹响了牛角 低沉悠长的号角传遍阳城 所有人都知道 龙承打过来了 士兵握紧兵器 伸长脖子 往东面望去 很快 龙字帅骑出现在视野里 龙承身穿青椒铠甲 身边跟着吴剑 张倩 独孤嘉丽 吴楚楚 吴湘芸 和白婷婷几位大将 枪骑兵和弓骑兵在前面开路 身后是步兵和弓城弃血 大军缓缓往前 一直到城外两百米处 龙承举起手中长枪 大军缓缓停下列阵 骑在马上 龙承望着城上的石乐 回头笑道 老吴 你看空气 吴剑见到空气老秃驴 说道 这次果然没回新庆城 真的在这里 其实吴剑希望空气和尚 回了新庆城 这样可以减少压力 如果空气不在 龙承可以带着四个武皇围攻 石乐肯定会被打死 现在石乐老秃驴在这里 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你们压住阵脚 我去叫阵 龙承提着铁枪 一个人缓缓往前 到了城下乐马 望着石乐和空气 呵呵笑道 石乐 你打算龟缩在城里不出来吗 石乐见到龙承 冷冷说道 龙承恩 别对本王来这套 有种你就攻城 石乐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 不管龙承说什么 那都是激将法 他绝对不能上当 说他归缩在城内 那就是归缩在城内 爱怎么说怎么说 龙承见石乐不上钩 转头对空气和尚说道 老兔驴 你没死啊 命很硬啊 敢不敢出来再杀一场 我保证不打死你 空气在城头上望着龙承 心中恨意滚滚如东流之水 无穷无尽 但他没有冲动 而是冷冷笑道 龙承恩 贫僧岂会中 你的奸计 有本事你攻城便是 石乐和空气 都忍了一口恶气 就是不肯出战 龙承没办法 只得回马 回到阵前 吴建问道 大人 怎么说 龙承无奈地笑道 没法子 两个人都要当缩头乌龟 没有一个愿意出来 张倩犯难了 说道 他们不出来 我们只能攻城了 说到攻城 大家都不愿意这样做 阳城被加固 光城外的护城河 就有几十米宽 十几米深 想冲到城下都难 夜长策马往前 说道 大人 下令吧 强攻就强攻 难道我们龙家军 不会攻城吗 军队逢山开路 御水搭桥 车站马站步 站水站都要训练 攻城也是军队的 基本技能 龙承摇头笑道 我知道你勇猛 但我不会让兄弟们 做无畏的牺牲 传我将令 在东门 南门 北门三面列阵 扎下迎战 围困阳城 龙承的命令 出乎大家的意料 带领二十万龙家军 浩浩荡荡杀过来 结果只是围困 大人 我们士气正盛 可以一鼓作气 攻下阳城 唐黑子往前说道 身后的将校 也叫嚷着 要强攻阳城 龙承却说道 不要着急 阳城虽然坚固 但是很小 十乐五十万大军 突然缩回城内 他们的粮食水源都不够 我们只需围困 等他们无粮无水 军心必乱 到时候 我们在攻城 必能事半功倍 来的路上 龙承就在想 如何对付十乐 最后想出了这个办法 阳城很坚固 这没错 但是城池很小 五十万大军挤在一起 别说吃喝 就算每个人拉一炮时 阳城也会变成大厕所 所以 最明智的选择 就是围困 十乐以为 只要收缩兵力 士兵就不会溃头 龙承反其道而行 让他们挤在一起 慢慢消耗 等着内不起矛盾 吴楚楚点头道 大人说得不错 围他十天半个月 城内必然划遍 白婷婷问道 大人 围困就该全部围起来 为何西门不围困 龙承下令围困东门 南门和北门 唯独不围西门 这等于放了十乐一条生路 龙承说道 归师勿恶 围师一阙 穷寇勿破 此用兵之法也 这是孙子兵法军争篇 所言 围困敌人的时候 一定要留出一道口子 让敌人觉得 有机会逃跑 如此才不会死斗 如果龙承完全围困阳城 城内的士兵看不到活路 必定拼死一战 所以 龙承故意留出西门不围困 就是给城中的士兵 一条侥幸活路 让他们均无斗志 明白了 我这就去办 吴剑立即按照龙承的吩咐 吴剑亲自镇守东门 张倩和独孤嘉丽镇守北门 吴楚楚和吴湘云 白亭亭三人镇守南门 龙承则另立一个营寨 带领逆林军随时准备接应 龙承在阳城西北方立下一座营寨 逆林军坐镇中间 周围是唐黑子的一万枪骑兵 石勒在城墙上 眼睁睁看着龙承在三个方向 立下营寨围堵 他知道龙承要围困阳城 却又无可奈何 他不敢出城作战 只能守城 可是 如果龙承的营寨立下 阳城就被围死了 王上 龙承恩想困死阳城 统军使李承列 焦急地看着城外布阵 被西夏军队遗弃的路角和帐篷 被龙家军捡起来再利用 紧挨着城门的地方 特意设置路障 卢其昌焦急地看着石勒和空冀 说道 王上 绝对不能让龙承恩立起迎战 否则我们就被困死了 石勒 看向左右将校 问道 谁敢出战 目光扫过去 众将士纷纷低头不语 几十万将士 居然没有一个敢应战 石勒深感迟辱 本王的大厦 沦落至此吗 石勒悲愤至极 身边的将校 进阶汉言 却无一人敢出战 丢脸总比丢命好 他们又不是三岁孩子 为了一个脸面 就去送死 空冀和尚突然说道 王上 平僧出去走一趟 众人看向空冀 石勒有些犹豫 说道 国师 不要冲动 龙承恩可能就是 以此引诱我们出战 这话说出来 尹阁周围将士很不满 刚才石勒让他们出战 现在空冀要出战 石勒却怕他有危险 这双标太明显了 难道他们的性命不是命 空冀和尚说道 平僧想和龙承恩 单独斗一场 看看这些时日的修为 是否有长进 修炼狂视觉以后 空冀觉得自己 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 他跃跃欲试 想和龙承斗上一场 检验下自己的修炼成果 石勒忧心忡忡 不太愿意让空冀出战 这里的高手只有两个 如果空冀出问题 石勒独目难知 国师想好了 石勒还是很犹豫 空冀却坚持说道 平僧想好了 卢其昌和李承烈都不说话 他们心里有些嫉妒 他们虽然不是练武之人 但石勒将西夏王族 秘法狂视觉传授给了空冀 他们还是很嫉妒 现在石勒在乎空冀的死活 却不在乎他们的死活 心里更加难受 石勒望着城外 逐渐成形的迎战 说道 好 本王为国师肋骨助阵 拿起鼓锤 石勒雷响了战鼓 咚咚咚 战鼓隆隆 城头上的西夏士兵呐喊 东大门打开 空冀一人一马缓缓出城 听到战鼓的声音 龙臣立即问道 石勒出战了 一匹马飞奔过来 禀道 骑兵武王 西夏国师空冀出城了 指名道姓 要和您单挑 唐黑子惊讶地看向龙臣 说道 这个秃驴 刚才还不肯出战 怎么现在又一个人跑出来了 龙臣笑道 估计是看我们围困杨城 他想通过单挑的方式击败我 然后石勒趁着士气阵望 一鼓作气击破围困 龙臣在城外设围 一旦包围圈形成 杨城再想突围 就很难了 可是 如果现在打开城门 让士兵和龙家军混战 西夏军队没有斗志 石勒必输 所以 如果空击斗将能赢 石勒再一鼓作气杀出来 包围就解开了 唐黑子冷笑道 想击败大人 他空击老兔驴没睡醒吧 龙臣笑呵呵上马 说道 看看空击这些时日 修炼得如何 空击和尚 自是有狂师觉加持 修为上了一个台阶 想再和龙臣试试手 龙臣怎么能拒绝 骑着马 龙臣匹马到了东门 吴剑正提着九环大刀 和空击对峙 吴剑冷冷看着空击 空击却一脸淡然 完全不把吴剑放在眼里 在空击眼里 只有龙臣是对手 其他不过土鸡娃狗 不值一提 大人 见龙臣过来 吴剑立即拍马出来迎接 龙臣到了空击对面 微微笑道 国师 刚才不愿意出来 现在又愿意了 出家人如此朝三暮四 是不是太没有定力了 空击和尚冷冷看着龙臣 呵呵笑道 龙臣恩 上次平僧与你交手 吃了你人多的亏 这一次 我们一对一 平僧与你一较高下 龙臣愣了一下 空击说 上次吃了龙臣人多的亏 这是什么鬼 当时明明空击和尚 人多势众 想以一敌六围攻龙臣 最后形势反转 龙臣带人 把空击围殴了一顿 泽泽 不愧是昭提寺的方丈 说话如此无耻 佩服佩服 你上次勾结十乐 六个人围攻我一个 怎么反成了 我占你便宜 周围的将士 发出一阵虚声 嘲讽空击和尚不要脸面 空击面不改色 冷冷笑道 上次的事情多说无意 这次我们一对一 手底下见个真章 龙臣呵呵笑道 早说嘛 费什么话 无剑下令将士散开 留下一片空地 给龙臣和空击厮杀 十乐拿起鼓锤奋力敲击 龙龙的战鼓 响彻扬扬城内外 无剑也拿起战鼓开始敲击 和十乐的鼓声对抗 东龙龙 龙臣提着铁枪说道 空击比兵器 还是比拳脚 空击和尚将九膝禅杖立在地上 翻身从马上下来 说道 比拳脚吧 龙臣也从马上下来 铁枪立在地上 两人慢慢往前走 在相距三米的地方停下来 空击突然问道 龙臣恩 你没有带暗器吧 上次在镇国四豆江 龙臣被围攻 情急之下用了火枪 将空击的肚子击穿 空击至今没有想明白 当时怎么回事 为之才是最可怕的 空击担心龙臣再来一次 龙臣愣了一下 毛头笑道 哎呀 大师不提醒 我险些忘了 要不我回去拿暗器 你等等 空击和尚听得一脸黑 怒道 暗器伤人 算什么本事 说完 身形微微低伏 朝着龙臣扑过来 吼 空击接近的时候 口中猛地爆出一声狮吼 震得周围的将士耳膜生疼 龙臣见空击扑过来 并没有躲避 而是正面一掌推过去 空击使出了大力金刚掌 龙臣使出阴风掌 两掌相对 爆出一阵飙风 脚下的尘土 被吹成一个圆圈 扩散开来 龙臣稳稳站住 空击却被震得滑出两米 地上留下两道划痕 正面一招 是出了两个人的实力差距 龙臣压制了空击 膝下将士在城头摇旗呐喊 有助威的 有看热闹的 当见到空击被龙臣击退的时候 石勒肋骨的锤子停了下来 他略感失望 本以为空击天赋一柄 能击败龙臣 没想到还是不够 龙臣恩的修为到底有多高 石勒低声说了一句 手中的骨锤死死握住 城下 空击和尚被龙臣击退两米 他心中不忧反省 石勒在城上看得很失望 空击却暗暗欣喜 上一次 他在镇国寺和龙臣交手 被一拳打得骨折 而这一次他接下了龙臣一掌 自己只是划出了两米而已 空击觉得自己修为大增 狂石绝不愧是王族秘法 这么短的时间 就能和龙臣正面硬刚了 我佛慈悲 武王好伸手 空击和尚心中的担忧一扫而空 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神色 说话的声音大了许多 龙臣呵呵笑道 狂石绝不愧是王族秘法 大师居然这么快提升了修为 能和本王对上一掌 不错不错 空击和尚脸有傲然之色 呵呵笑道 城门王上错爱 传授了狂石绝 奈何贫僧资质平庸 未能领会秘法真谛 虽有小城 却挡不住武王的掌力啊 龙臣知道空击修炼狂石绝 空击一点不觉得奇怪 知道这事的人多了 没什么好奇怪的 围观的龙家军将士 见空击没有被龙臣打残 心中都很诧异 上一次在镇国寺 龙臣一招打废了空击 这一次 空击居然接下了龙臣一掌 这个吐驴修为提升了 狂石绝什么东西 突离刚才说的功法 好像是西夏秘法 王族特有的 王族特有的秘法 居然传授给空击 狗急跳墙 被武王打得没办法 只能拿出狂石绝来对抗 无间看空击嘚瑟的样子 心中暗暗发笑 龙臣根本没有尽全力 他只是在试探而已 如果刚才那一掌 龙臣全力出击 空击和尚还得残 大师过签了 再来一次 龙臣主动出击 往前踏出几步 伸手掏向空击咽喉部 空击后撤一步 抬肘隔开龙臣手掌 同时双掌前推 使出一招猛虎推扇 两掌来势凶猛 龙臣身形飞起 躲过双掌 同时一脚踢向空击面门 这一脚来得太快 空击又不敢用手格挡 所谓胳膊拧不过大腿 龙臣这一脚下来 空击如果徒手格挡 搞不好就被踢断 空击两掌猛地张开 使出一招大捧斩翅 身形轻盈而退 同时抬起一脚 接住龙臣 碰 两脚相交 空击被踢得往后震退 龙臣落地 空击双手合十 念诵道 我佛慈悲 武王长法诡异 平僧领教了 龙臣修为比起之前 空击感觉不到什么不一样 他越发肯定 自己可以和龙臣好好斗一场 城上 时乐也有了信心 上次空击被打得那么惨 这一次虽然还是被压制 但明显有还手之力 甚至可以说游刃有余 国师修为大增啊 居然能和龙臣恩 斗得不分上下 统军使李承烈心中极度 嘴上却称赞不已 大家都很清楚 空击能突然变得厉害 靠的是王族秘法狂施诀 时乐 把西夏最宝贵的秘法 传授给了空击 他们只能羡慕 这下好了 龙臣恩不足俱也 王上英明 国师修炼狂施诀后 足以匹敌龙承恩 书密使卢吉昌也很嫉妒 但表面上也不说什么 而是赞叹时乐英明 这一手马屁 拍得时乐很舒服 国家威王之际 本王岂能私藏 王族秘法狂施诀 本就是为了守卫大侠 国师乃是国之良柱 本王自然要传授于他 时乐拿起鼓锤 又开始猛敲战鼓 其他士兵见时乐肋鼓 也跟着敲响了战鼓 隆隆的战鼓声响起 城上士兵再次呐喊诛威 龙晨望了一眼 城头雷鼓的石乐 嘿嘿笑道 国师 石乐再给你雷鼓诸威呢 空记呵呵笑道 我佛慈悲 平僧再和武王战一场 话一落音 空记主动出击 右手一掌击出 气势很凶猛 龙晨在草原雪谷 和马尊斗过一场 认得这是 大力金刚掌的大仙推注 空记浑身的功力 集中在掌根 如果被打中 龙晨也要受伤 空记如剑一般杀来 激起一阵尘土 龙晨眼色一冷 体内蒸气运转 对着空记就是一掌 哄 空记只感觉 自己一掌击在了石山上 龙晨窥然不动 自己却被震得往后倒退 哄 空记爆出一阵狮子吼 以抵消受到的重击 龙晨一击过后 又栖身过来 再次一拳轰向空记面门 空记和尚 使出一招达摩扶袖 将龙晨的拳头隔开 却没想到 龙晨又正面踹了一脚过来 空记手忙脚乱 抬起膝盖接了一脚 碰 空记被一脚踢得站立不稳 龙晨又贴身一掌轰过去 空记被一掌打中肩膀 身体猛地后退 见此形状 城上的膝下将士 紧张地趴在城墙上 目不转睛地看着城下的厮杀 无见早知道龙晨留守了 所以一点不惊讶 舒密使卢其昌焦急地说道 怎么会这样 国师不是能压制龙晨安吗 统军使李成烈看向石乐 石乐此时停止了雷鼓 他心里有些失望 却并不惊讶 空记虽然修炼了狂师诀 但没有修炼全部 石乐藏了关键部分 所以空记和尚修炼效果差 也在情理之中 只是阵前窦江 如果空记又输了 西夏的士气必然受到打击 本来就军心不稳 如果再受到打击 后果很严重 石乐握着骨锤 想要不要自己亲自下场厮杀 空记见石乐停止了肋骨 心中猜到了石乐的想法 当然 他不知道 石乐藏匿了狂师诀关键功法 空记脸上的傲瑟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惊恐和疑惑 他不知道龙晨到底有多厉害 为何自己修炼狂师诀以后 还是打不过 空记 你不行啊 本王还没有尽全力 你就挡不住了 龙晨慢慢走向空记 每一步踩下 周围的沙尘都被击起 奇怪的是 被击起的沙尘 并未依附在龙晨身上 而是被一层无形的东西隔开了 真气外放 空记和尚惊恐地看着龙晨 真气外放 是武皇和帝尊的差别 一步之遥 天差地别 你果然踏入了帝尊镜 空记声音颤抖地说道 城上 石乐看得清清楚楚 这种感觉 就是帝尊镜的修为 三国都有自己的秘法 唯独女帝的白鸟 嘲讽诀能突破帝尊 东周的秘法 就是压其他两国一头 石乐的狂尸诀 虽然刚猛霸道 但从未有人突破到帝尊 看着龙晨一步步走向空记 石乐感觉情况不妙 面对空记的质问 龙晨不承认不否认 只是呵呵笑道 国师再和本王杀一场 龙晨缓步走过去 空记却没有再战 转身飞上了城墙 连战马都不要了 城上的鼓声戛然而止 所有人都知道 空记斗江输了 而且是落荒而逃 落在城头上 空记尴尬地看着石乐 脸色暗如死灰 羞愧地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国师能和龙晨恩打个平手 很不错了 石乐给空记找了个台阶下 空记羞愧地说道 贫僧惭愧 这次修为太高了 卢其昌安慰道 国师能一人抵挡龙晨恩 已经很厉害了 李承列也说道 豆江没有吃亏 我们兵力多 守住阳城不是问题 两人嘴上安慰 心中却暗暗嘲讽 就算修炼了王族秘法 还是斗不过龙晨 骑兵和步兵大将沙文晨 乐明两人愁眉紧锁 他们修为不行 但能看出来 空记根本不是对手 这个杖男打了 城下 龙晨抬头笑道 国师 就这么跑了吗 几十万人看着 你不羞愧吗 空记和尚冷冷说道 龙晨恩 你带了二十万龙家军 却不敢攻城 你不惭愧吗 龙晨哈哈笑道 不惭愧 老子就是不攻城 这种小儿科的激将法 龙晨不会中计 空记冷冷说道 那贫僧羞愧什么 有本事你上来 龙晨知道 空记不敢再斗 也懒得跟他废话 转身回到军中 龙晨斗将得胜 龙家军高呼威武 城内的西下将士 垂头丧气 暗暗嘲讽空记无能 就知道迎人欺女 龙晨回到阳城西北面 迎战落座 唐黑子恭贺道 恭喜大人赢了第一阵 龙晨笑了笑 说道 没什么用 不过是打击一下 对面士气而已 龙晨刚才没有一出手 就尽全力 是想试探空记 修炼狂诗诀 到底如何 石金香虽然给了 龙晨狂诗诀 但龙晨并没有 完全信任他 不管怎么说 石金香是西下 最受宠的公主 她有可能使诈 给龙晨错误的功法 所以 刚才交战时 龙晨慢慢试探 逼着空记 使出狂诗诀 在交手中 龙晨慢慢感受 狂诗诀功法 刚才的交手 让龙晨感觉有些奇怪 空记的狂诗诀 似乎少了什么东西 难道说 石乐没有完全 传授狂诗诀 龙晨从一个箱子里 拿出一袋药粉 说道 你把这些药粉 投入阳城的护城河 我打听过 阳城里面 只有三口井 护城河水不能喝 可死他们 唐黑子接了袋子 有些诧异地问道 大人要下毒 在唐黑子印象中 龙晨从来不做 这种事情的 龙晨说道 没事 这毒药喝了死不了 就是会拉肚子 让人四肢无力 这是龙晨 从阴霜玉那里 得来的毒粉 只会让人拉肚子 毒不死人 拉肚子 比直接毒死更有效 五十万人 窝在一座小城里 天天拉肚子 很快扬城 就会成为公厕 唐黑子了然 果然龙晨 不用下毒的办法 好 我这就去 唐黑子笑嘻嘻 拿着毒粉 洒入护城河 城外龙家军 呐喊得胜 石勒和空晨 黑着脸回了太守府 到了后院 空晨和尚 有些郁闷地坐下来 惭愧地说道 贫僧 惭愧 练了这么久 本以为可以和龙晨 一较高下 没想到被还是打不过 空晨垂头丧气 石勒对原因心知肚明 他没有把最关键的 秘法传授 国师别急 修炼狂师诀 需要时间 狂师诀分两步 国师刚刚修炼 第一步而已 石勒不好直说 自己藏了一部分 便找了个借口 说狂师诀分两步 空晨和尚 眼神突然有了神气 经问道 还有第二步 石勒微微点头 说道 对 本王要等国师 练好了第一步 才能说第二步 现在兵临城下 不知国师第一步 修炼得如何了 空晨和尚略微有些迟疑 说道 贫僧 好像还没有练好 石勒微微叹息道 那也只能委屈 国师强行修炼了 大敌当前 不得不如此 空晨和尚 微微点头 说道 贫僧勉为其难吧 石勒立即将 狂师诀的核心要义相受 空晨立即 就在后院开始修炼 石勒放心不下城中的防守 空晋修炼时 石勒带领卢奇昌 寻城去了 石勒走后 空晋微微睁开眼睛 嘴角露出一丝 狡黠的微笑 他其实知道 石勒没有将核心要义相受 今日他明知 不是龙臣对手 却仍然坚持出战 就是为了让石勒着急 西夏已经无人可用了 空晋是唯一的大将 石勒除了培养他 没有第二个选择 城下和龙臣斗一场 空晋检验了修炼的成果 狂师诀确实厉害 也让石勒看到了 龙臣很厉害 他如果不修炼完整的狂师诀 根本不是龙臣的对手 空晋和尚何等聪明 今日来了个一箭双雕 把石勒算计得死死的 空晋重新闭上眼睛 默默运转体内蒸气 继续修炼狂师诀 李家酒铺 老马夫慢慢走进后院 进了房间 沈万金和甘心 黑风三人在里面等消息 龙承恩到了 龙家军把阳城给围了 老马夫立即禀报城外的战况 黑风感觉奇怪 说道 龙家军包围了阳城 不对啊 龙承恩自己写的兵法 石则为之 武则攻之 贝则分之 包围城池 必须以优势兵力 现在龙家军才二十万 阳城内五十万兵马 他凭什么围城 按照用兵之道 想包围一座城池 必须有优势兵力 否则就像饺子皮包包子 肉馅太多露出来 包围不成 反变为中间开花 甘心抽着汗烟 嘴里吐出烟雾 他不懂行军打仗 也搞不懂龙城的打算 沈万金想了想 说道 不 此事不能按常理猜测 一般来说 包围需要优势兵力 但如今阳城的士兵精锐程度 不如龙家军 人多也没用 还有一点 城内士兵军心涣散 如果打开城门 士兵一定逃跑 更别说和龙家军作战了 这次围城 不是龙城恩要包围 而是石乐 自己龟缩 不敢出战 所以 龙城恩包围阳城的策略 没有问题 西夏军队怯懦不敢出战 龙城顺势包围 要把西夏大军困死在城内 这样做的关键 不在于龙家军有多少 而在于石乐的西夏军队 不敢出战 龙城恩包围阳城 石乐没有任何动作 沈万金问老马夫 老马夫立即回道 哟 空济和尚出城豆浆了 听说空济和尚出城豆浆 沈万金立即问道 然后呢 老马夫将空济和龙城豆浆的经过说了 沈万金听完 眉头微皱 身子慢慢坐直 说道 如此说来 空济老图驴打不过龙城恩啊 甘心问道 你方才说 空济说龙城恩进入了帝尊境 你没听错 老马夫笃定地说道 绝对没听错 甘心震惊地看着沈万金 说道 楼主 看来传闻有问题啊 不是只有女帝 才能突破帝尊境 龙城恩也做到了 沈万金没有甘心那么惊讶 他早就听说了一些事情 本作一直在猜测 其实三国的秘法 都可以突破帝尊境 只是女帝的资质最好 他突破了 石乐和李承道资质不够 他们虽然修炼了秘法 却无法突破 所以 只要得到其中一种秘法 就能进入帝尊境 正是基于这样的猜测 沈万金才会选择窃取 西夏王族秘法狂师诀 而非对帝洛西和帝令仪下手 当然 这样选择说到底 还是怕龙城 东周的百鸟嘲讽诀 修炼者有四个 女帝 帝洛西 帝令仪 和龙城 如果说搞突袭 劫持人质 帝令仪和帝洛西 更容易得手 但是沈万金没有这么做 他选择了空际作为目标 是因为 西夏已经被龙城 打得半死不活 空际虽然修为高 人也狡诈 但有龙城在正面对抗 沈万金可以暗中突袭 而帝令仪和帝洛西 是龙城的女人 如果沈万金对他们下手 龙城一定会尽全力 对付沈万金 这样的事情 想想就吓人 所以 只要楼主得到狂师诀 也有机会 是一定能进入帝尊境 黑风拍沈万金的马屁 沈万金知道 这话是奉承 但他还是很高兴 说道 你这话太狂妄了 多少人修炼过秘法 突破的只有女帝一人而已 本座虽然资质不错 但也不敢说一定突破 不过 不试一试 怎么能甘心呢 甘心始终抽烟不说话 黑风则微微点头 楼主 龙城恩为城 阳城内的水井只有三口 我们得先吞点水 甘心思索了一会儿 想到了最关键的问题 龙城把整个阳城包围了 城内五十多万人 要吃喝拉撒 最重要的是喝水 三天不吃饭 人还能动 三天不喝水 嗓娇冒烟的 对 先吞点水 沈万金同意 甘心立即下令九铺的火计吞水 东周 京师 龙城的战报 送到了女帝手里 拆开看后 女帝微微点头 对尹凤说道 你把玲珑叫来 尹凤立即策马 往天机山玲珑阁去 此时 正值炎热夏季 玲珑阁又在锻造兵器 煤炭燃烧的热气 和夏天的暑气混合 尹凤立即爆出一身的汗 里面的管事任的尹凤立即禀报公孙玲珑 不多时 只穿了一件胸甲和短裤的公孙玲珑走进来 头发都汗湿了 哇塞 玲珑 难怪武王对你念念不忘 你的身材真好 尹凤由衷赞叹 公孙玲珑金刚八笔的身材 大长腿 翘臀大胸细腰 身上的肌肉强健 没有半点坠肉 公孙玲珑提着一壶凉开水 咕咚咕咚喝起来 喝完了一壶水 公孙玲珑才说道 你来就为了说这些 尹凤笑道 当然不是圣上宣你进攻 听说女帝召见 公孙玲珑这才严肃起来 问道 说了什么事情吗 尹凤摇头 说道 没说 应该是龙承恩那边的事情 他刚刚送了战报过来 这个事情 尹凤没必要隐瞒 反正公孙玲珑 马上要知道的 哦 那个死太监啊 我在这里练兵这么久 还以为他忘记了呢 公孙玲珑不傻 猜到应该是龙承 找他过去打仗 还叫他死太监啊 他现在不是太监了 你难道不清楚 尹凤笑嘻嘻打去 公孙玲珑皱眉笑骂道 哎呀 你说什么呢 不要乱说 尹凤见公孙玲珑这般 心里越发笃定 龙承在玲珑阁的时候 肯定对公孙玲珑做了什么 按照尹凤对龙承的了解 这么一个美女在这里 龙承绝对不会放过 白天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 老实交代 到底和龙承恩 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尹凤一副审问犯人的架势 公孙玲珑笑道 不跟你说了 我去换衣服 公孙玲珑到了井边 打起一大桶井水 从脖子处往下浇 连续浇了几桶青烈的井水 公孙玲珑才感觉清凉了一些 换了一身衣服 公孙玲珑立即和尹凤策马回宫 进了华清池 女帝正在查看兵部承送的物资文策 户部尚书段双双 在一旁帮着核对 微臣拜见圣上 公孙玲珑上前拜见 女帝抬头指了指旁边的椅子 公孙玲珑坐下来 等女帝核查完了兵部君资文策 段双双退出了华清池 你们退下吧 女帝说了一声 其他宫女退下 只留尹凤和公孙玲珑两人 龙承恩发来了军报 他正在进攻阳城 让你带领雷火军团 悄悄赶赴玉佛关待命 公孙玲珑心直口快 说道 太好了 这个死太监一直没消息 还以为忘了 尹凤给公孙玲珑使个眼色 公孙玲珑立即笑了笑闭嘴 女帝知道公孙玲珑的性格 也不介意她说什么 军队好说 那些大炮和火药 必须秘密运输 不能让西夏知晓 尹凤 你让尹卫帮忙 悄悄把火枪和火炮 运往玉佛关 特别是火药 一定要慎之又慎 绝对不能发生爆炸的事情 女帝见识过火药的威力 如果在运输途中自然爆炸 后果不堪设想 尹凤立即拜道 微臣领旨 女帝对公孙玲珑说道 玲珑 你手里的雷火军团 是龙承恩花了大心血组建的 也是大洲最精锐的军队 你要带好 到了玉佛关 一切听龙承恩的指挥 公孙玲珑的心性还有些不沉稳 女帝担心雷火军团出问题 公孙玲珑说道 圣上放心 祖父也跟我说了 圣上将如此精锐军队托付给我 我一定不如使命 此战关系到我公孙家的荣誉 请圣上放心 公孙家后代只有两个 公孙玲珑和公孙明 公孙明资质一般 公孙玲珑反而更争气 公孙云也把希望寄托在公孙玲珑身上 他手里有雷火军团 一支全新的军队 一旦加入战场 必定大放异彩 到时候 公孙家的名声可以重振 女帝见公孙玲珑 知道事情的重要性 欣慰地说道 好 你准备一下 即刻出发 龙臣既然送了信过来 那就是 时机快到了 女帝不能耽搁 公孙玲珑拜道 微臣领旨 尹凤和公孙玲珑 立即出了华清池 尹凤召集尹卫 公孙玲珑回山下令集合 将雷火军团 分批开往御佛关 阳城外 围城两天了 龙臣正在帐篷里 打坐修炼 围城其实很枯燥 三面大门设置路角障碍 防止城内士兵 突然冲出来就行 其他时间 就让士兵养精蓄锐 一般的围城 会有反复工程消耗 龙臣却什么都不做 就是围起来 仅此而已 所以 龙臣闲着没事就练功 士兵闲着没事练兵休息 时乐 每天早中晚会 巡视城防三次 每次都会拿着望远镜 看一看龙臣的方向 唐黑子从帐篷外走进来 欣喜地说道 大人 后期来报 说西面来了一对凉车 龙臣睁开眼睛 奇怪地问道 凉车 运凉车 唐黑子点头道 对 就是运凉车 后期说有一百多辆车 龙臣起身问道 消息属实 唐黑子点头道 属实啊 龙臣越发觉得奇怪 说道 不对啊 我们围困 阳城两天了 他们应该知道 怎么会还运送粮食过来 莫非 是诱饵 阳城被围困的事情 西夏肯定都知道了 甚至可能里程到都知晓了 明知阳城被围困 还有车队运凉过来 怎么听都不合情理 唐黑子说道 管他呢 只要马车上的粮食是真的 我们就抢回来 打仗的时候 粮食最重要 唐黑子听说有运凉车 眼睛都绿了 龙臣觉得蹊跷 说道 你把独孤嘉丽叫过来 唐黑子立即去找独孤嘉丽 很快 独孤嘉丽骑马过来了 大人 独孤嘉丽穿着铠甲进来 唐黑子说 后继发现了一对西夏的运凉车 你跟他去看看 带五千人去 如果真是运凉车 就把粮食劫过来 如果是诱饵 不要恋战 立即撤退 龙臣觉得运凉车出现不合理 但有运凉车不抢 太可惜了 独孤嘉丽败到 末将领命 独孤嘉丽和唐黑子 立即点了五千骑兵 后期在前面带路 往西急驰而去 龙臣没有亲自去拦截 他担心 这是调虎离山 一旦龙臣离开 时乐趁机突围 甚至趁势反攻 所以龙臣不去 只派独孤嘉丽去 独孤嘉丽有五皇修为 对付西夏的人足够了 手下高手多就是好 随便点一个 就是大将 独孤嘉丽带着骑兵 急速往西 很快见到了运凉的车队 一百多辆车 车上麻布袋子 装着鼓鼓囊囊的东西 那玩意儿 是不是粮食 唐黑子怀疑 马车上的东西不是粮食 独孤嘉丽说道 这简单 拿起化雕工 跟着数百米 独孤嘉丽就在马背上 对着天上抛射一箭 羽箭冲上了天空 射出一条抛物线 刚好射中一辆马车的麻布袋子 羽箭射进袋子 袋子里的麦子往外流出来 独孤嘉丽拿出望远镜 见到麦子从袋子里流出来 押运粮食的士兵惊慌失措 拿起兵器警戒 没错 就是粮食 独孤嘉丽高兴地说道 唐黑子大喜道 这么多粮食 够我们吃几天了 独孤嘉丽也很高兴 说道 也可以为我们省一点粮食 走 抢 独孤嘉丽一马当先 带着五千多骑兵冲过去 没等独孤嘉丽冲到运粮队 就看到一支杂牌军队 从路边冲出来 围着运粮队一阵乱杀 独孤嘉丽停下来 唐黑子贺令停止冲锋 怎么回事 他们什么人 唐黑子放眼望去 这支军队一架兵器都乱糟糟的 大骑倒是精致 丝绸布料 绣着一个大大的珠子 这是 西夏的乱兵 不对 是西夏的义军 独孤嘉丽早听说 因为仇子唐的事情 西夏境内很多百姓反了 他们组成了起义军 到处袭击西夏朝廷 其中不少是西夏的捕快 士兵 他们的老婆 也被昭提寺的僧人引辱 也造反了 很快 乱兵将运粮车队控制 运粮的士兵被全部杀死 唐黑子见状 问道 独孤将军 这样子 我们打还是不打 独孤嘉丽冷笑道 我们看上的粮食 怎么能被他们抢走 唐黑子觉得有道理 出动五千兵马 总不能空手而归 杀 唐黑子策马冲杀过去 正在抢粮的义军 突然看到五千多精锐骑兵袭来 吓得慌忙抵挡 为首的一个男子 手持大刀 骑着一匹枣红色骏马 见到杀来的骑兵 举着笼字军旗 他立即往前大喊道 你们是不是龙家军 唐黑子冲上来 大喊道 龙家军在此 听到龙家军的名号 那男子立即大喊 所有人放下兵器 这是龙家军 众人纷纷丢弃兵器 举手迎接龙家军 唐黑子带着兵马冲来 刚想着要大杀一阵 让义军放弃抵抗 没想到还没动手 义军就投降了 独孤嘉丽停下来 冷冷看着这个男子 问道 你是何人 男子立即下马拜道 小的朱家庄 庄主朱勇 庄子里的女眷 都被昭提寺的银僧糟蹋了 我杀了那帮贱人 又杀了那帮野种 现在带兵攻城掠地 发誓一定要杀光 昭提寺的秃驴 首刃昏军十乐 这个男子 正是朱家庄的庄主朱勇 龙臣替朱勇捉鬼后 告诉了朱勇真相 朱勇当然不信 只把龙臣当作 胡说八道的妖道 可是后来 招提四求子堂的事情 传到了朱家庄 朱勇偷偷将牧师 和其他小妾关押起来 刑讯逼问 在酷刑之下 所有妻妾都承认了 特别是牧师 她是朱勇的结发妻子 却每年都要去招提四求子堂 与僧人苟且 朱勇的战友欲极强 出现在这样的事情 她当然接受不了 朱勇越想越气 最终摆了一场家宴 在饭菜里下药 将野种子女全部毒杀 之后又杀了妻妾 一把火烧了朱家庄 然后 朱勇散了钱财 纠结亡命之徒 和同样被绿了的男子 组建了这支四千多人的义军 他们发现了 这支运粮车队 立即带兵袭击 正好遇到独孤嘉丽前来 独孤嘉丽不知道 朱勇话里的真假 并没有立即信任他 这支运粮车队归我们 你们走吧 独孤嘉丽 不能确定朱勇所说为真 也不能确定 朱勇所说为假 所以 他决定放朱勇离开 毕竟 留着朱勇这样的义军 在西夏腹地烧杀抢掠 对龙家军有利 本以为朱勇会讨价还价 没想到朱勇十分拾去 拜道 当然 将军看上了这粮食 那便是将军的 唐黑子很满意点点头 手中兵器收了起来 如果朱勇敢说半个不字 唐黑子立即宰了朱勇 将军 小的有个不情之情 朱勇对着独孤嘉丽行礼 独孤嘉丽问道 什么事情 朱勇拜道 小的想求见武王大人 求见龙臣 独孤嘉丽和唐黑子 脸色顿时变了 他们拿不准朱勇 到底什么意思 万一这个朱勇是刺客 带过去 岂不是引狼入室 见独孤嘉丽面色不善 朱勇立即解释道 将军请勿猜疑 小的把全家都杀了 现在只想灭了石乐 和空气报仇 小的见武王 只想求武王收编 能够跟随武王一起打仗 灭掉西夏 朱勇言辞恳切 独孤嘉丽看向唐黑子 唐黑子说道 要见也可以 但必须全部缴线 朱勇立即爽快地说道 可以 朱勇转身下令缴线 有些人不理解 为何要缴线 朱勇告诉他们 可以跟着独孤嘉丽 去见龙臣 众人听闻能见到龙臣 纷纷搅了兵器 那就走吧 独孤嘉丽 让朱勇压着粮食往东走 很快 独孤嘉丽回到了阳城外 唐黑子压着粮食去了梁关那里交割 独孤嘉丽则带着朱勇到了龙臣的帐篷外 独孤嘉丽进了帐篷 朱勇在外头候着 大人 路上遇到一队异军 他们的头领求见 独孤嘉丽近来说道 龙臣有些诧异 异军的首领想见我 独孤嘉丽点点头 说道 叫什么朱勇 手下有四千多人 听说朱勇的名字 龙臣略微有些诧异 但又预料当中 朱勇所有的妻妾都被招提四律了 作为一个战有欲极强的男人 朱勇肯定会起义的 带进来 龙臣立即说道 独孤嘉丽掀开帐篷 对站在外头的朱勇说道 进来 朱勇理了李衣秀 小心翼翼地钻进帐篷 就看到传说中的武王龙臣恩 见到龙臣的那一刻 朱勇愣了一下 他感觉自己哪里见过 小的拜见武王 来不及多想 朱勇立即拜见龙臣 故人相见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龙臣笑呵呵说道 庄主不用客气 请坐 这一声庄主 更让朱勇觉得好生熟悉 朱勇坐下来 偷眼打量龙臣 越看越像那个充虚道长 但是朱勇又不敢问 眼前乃是堂堂大洲武王 怎么可能是一个野道士 庄主执意要见本王 可是有什么事情 龙臣笑呵呵问道 语气十分和善 朱勇拜道 骑兵武王 小的和时乐 空气有血海深仇 听说武王围攻杨成 想来助一臂之力 龙臣微微汗手 说道 朱庄主的事情 本王也听说了 十七名妻妾 全都被昭提寺引入 此仇此恨 不共拜天 龙臣提起往事 揭开了朱勇的伤疤 朱勇咬牙切齿骂道 狗贼欺我太甚 愿随武王扫灭膝下 报此血仇 朱勇愤恨的样子 让龙臣动容 想想也是 十七个妻妾 全都被昭提寺送子 这不是头上有点绿 而是头顶一片大草原 那么多子女 从小养到大 却发现是野种 最后亲手毒死 朱勇也是人 做下这样的事情后 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 庄主愿意扶住 本王感激不尽 但杨成已经被围困 庄主在此地 也帮不上多大忙 虽然没看到朱勇的军队 但可以想象 肯定都是你腿子 可能连铠甲 都置办不起全 战斗力不行 人数也不多 围困杨成有龙家军 朱勇留下来多余 见龙臣如此说 朱勇顿时泄了气 垂头看着地上 一只蚂蚁 正在搬运一粒食物残渣 两根触须转来转去 不停地寻找回朝的路 朱勇突然觉得自己 和这只蚂蚁有点像 就算毁了朱家庄 把所有钱财散尽 也才拉起四千人的队伍 只能偷袭 移下城镇和运粮队 面对正规军 他们不堪一击 龙臣又看不上他 庄主 本王有个问题 龙臣见朱勇心灰意冷 心里有些不忍 作为男人 龙臣特别能理解 朱勇的心情 大半辈子 打拼下来诺大的产业 最后发现 妻妾出轨 子女全是别人的 这种恨意无法形容 王晴说 朱勇提起搭拉的脑袋 恭敬地看向龙臣 龙臣问道 像庄主这样的义军 膝下腹地 现在有多少 朱勇立即回道 小的虽然文不成武不就 但交由还算广阔 这事情知道一些 狗贼石勒 做出如此丧尽天良之事 西夏很多庄子都被荼毒 像我这样的 至少有五十多股 他们都在西夏腹地 报复西夏朝廷 我们毕竟不是军队 如果遇到朝廷正规军 特别是铁药子 我们打不过 好在武王在阳城 把朝廷的精锐困住了 我们才有机会 朱勇手下几千人 如果真如朱勇所言 那西夏腹地 有十几二十万一军在闹事 这是极大的助力 独孤嘉丽说道 当然 如果我们将这些人收编 可以增加二十万军队 龙家军正面临 人数不足的问题 独孤嘉丽 想收编这些人 扩充军队 朱勇立即败道 小的愿意加入龙家军 朱勇愿意 龙臣却不太愿意 兵再精不再多 军队的数量 并非越多越好 朱勇这些人带出来的军队 很多都是无赖土匪 这样的人加入龙家军 会把风气搞坏 而且 这样的军队肯定会烧杀抢掠 到时候龙家军的名声 也会被搞坏 所以 独孤嘉丽的建议不好 朱勇眼巴巴等着龙臣答应收编 龙臣却一直不说话 过了许久 龙臣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朱庄主 本王有个建议 你可以考虑一下 武王请讲 朱勇这样的异军 虽然正规战场打仗不行 但数量众多 如蝗虫一般 如果放在敌后搞破坏 那是完美的选择 所以 龙臣想出了一个办法 本王有话直说了 庄主不要介意 朱勇微微点头 等着龙臣吩咐 龙臣继续说道 阳城内是西夏精锐 你们如果参战 会死伤很严重 朱勇脸色沉重 这话虽然难听 但说得很实在 他带来的这些异军和正规军 没法比 龙家军能把铁药子打得惨败 那是因为龙家军战斗力强 兵器铠甲都很精良 如果让朱勇去冲锋攻城 他们这些人一波就没了 本王这样想 庄主带兵到西夏腹地去 本王给你铠甲兵器 再给你两个校尉 教你带兵打仗 这些异军想提升战斗力 正规化的军事训练是必须的 至少遇到城池的时候 要知道如何攻城 而不是一窝蜂扑上去送死 朱勇闻之大喜 起身拜道 多谢武王 龙臣抬手示意朱勇坐下说话 朱勇激动地坐下来 龙臣继续说道 庄主这样带兵打仗 明不正言不顺 本王今日任命你为征兮将军 给你应授旗帜 你告诉其他异军 凡是接受本王号令者 败将封侯 你们打下一个县 便是县令 打下一个州 便是太守 本王一定会灭掉西夏 到时候谁占了地方 便是谁的 地盘越大官越大 龙臣画一个大饼 让他们看到 升官发财富贵的机会 龙臣只是口头给好处 至于应授旗帜和铠甲兵器 这些都是小事 如果能把二十万左右的异军发动起来 这么多人横行于西夏腹底 时乐就没有什么后方了 朱勇没想到 龙臣会这样说 有些担忧地说道 可是 小的只是一个小小庄主而已 何得何能败将封侯 龙臣脸色肃然 说道 王侯将相您有种乎 朱勇微微一正 立即磕头拜道 武王所言 醍醐灌顶 小的感谢武王 独孤嘉丽立即提醒道 朱将军 您现在是征兮将军 要改口了 朱勇立即重新拜过 末将听令 谢武王大恩 龙臣呵呵笑道 朱将军请起 朱勇爬起来 龙臣对独孤嘉丽说道 你现在就去给朱将军 发放一架兵器 再制作征兮将军应授和旗帜 再选两个校尉 一个骑兵校尉 一个步兵校尉 听从朱将军的调遣 独孤嘉丽立即拜道 末将领命 转身对朱勇说道 朱将军 跟我来吧 朱勇再次拜谢龙臣 然后跟着独孤嘉丽出了帐篷 到了外面 朱勇非常高兴 多谢武王 多谢独孤将军 独孤嘉丽笑道 朱将军不必客气 从今日起 就是同袍了 一甲兵器马上送过来 劳烦朱将军 让手下兄弟等等 朱勇懂独孤嘉丽的意思 这是让他回去 看住自己的手下 不要闹事 好 多谢独孤将军了 朱勇立即回了自己的营地 手下的弟兄们涌上来 围着朱勇问道 庄主 武王怎么说 这些人大多是庄客 和一些亡命之徒 他们跟着朱勇打仗 只是为了烧杀抢掠而已 并没有多大追求 朱勇高兴地说道 武王答应收编我们 我刚被任命为征锡将军 武王马上会赐予 应售旗号 还有 等会儿会有兵器铠甲过来 我们的装备不是问题 管家朱熙 听说朱勇 被任命为征锡将军 大喜道 恭喜老爷当将军了 其他人纷纷道贺 有了这一个任命 他们就不是流寇 而是东周的朝廷大军 有名有姓的武装力量 朱勇对其他人说道 弟兄们 刚才武王说了 西夏一定会被灭掉 谁能占据县城 那就是县令 谁能占据周郡 那就是太守 弟兄们 武王说了 王侯将相您有种户 时乐事事 代代称王 他手下的贵族代代相传 我们只配在土里刨石吗 机会千载难逢 跟着武王干一场 以后我们的子孙也是贵族 出身寒威的人 最希望出人头地 如此距离诱惑 他们激动地嗷嗷叫 我们愿意跟着武王干 将军带头吧 老子这次好歹 弄个县令当当 老子再也不中地了 一年到头 剩不下几颗粮食 光宗耀祖的机会来了 朱勇健手下兄弟 愿意跟着干 心中暗暗窃喜 很快 独孤家里拿了 四千套铠甲过来 还有刀枪弓箭 刀剑他们可以自己打造 铠甲是他们最缺的 朱勇立即让手下人 披挂起来 自己也穿上青色铠甲 腰间配着燕灵刀 朱将军稍后 应售还在制作 多谢独孤将军 朱勇非常高兴 独孤家里说道 如果朱将军没事的话 可以随我来 看看骑兵和步兵的训练 朱勇立即说道 有空 朱勇说到底 也是个装甲人 不懂得练兵布阵 正需要学这些东西 点了十几个心腹 朱勇跟着独孤家里 到军营观看练兵布阵 城墙上 统军师李成烈 手持望远镜 看到了朱勇 他们正在穿开 甲分兵器 朱勇手下的人 从长相就能看出 是西夏人 而非东周人 在古代 因为交通不便 人口流动不大 每个地方的人 长相都有差异 很容易辨别 李成烈眉头紧皱 立即下了城墙 匆匆进了太守府 书密使卢七昌 正在和石乐商议军务 空气和尚 在后院修炼狂诗诀 城内的用水严重不足 三口井都见底了 再这样拖下去 人喝的水都不够 卢七昌忧心忡忡 石乐沉默不语 以前 阳城的用水 靠的是十里外的一条河 那里有水源 收缩回城内后 外面被包围 用水就成了大问题 石乐这次失算了 他的本意是 西夏士兵军心涣散 收缩回城内 可以防止士兵逃跑 同时引诱龙城攻城 如此便可一箭双雕 士兵可以保全 又可以消耗龙城 谁料龙城根本不上沟 龙家军不攻城 上来直接把阳城给围了 石乐成了瓮中的汉王八 出也出不去 还没水喝 在于城内藻井 既然能有三口水井 那就说明地下还有水 让懂的人去挖 本王不幸能可死 石乐想不出好的对策 只能再挖井 卢七昌无可奈何 也只能死马当活马一 指望挖出一点水来 李承烈走过来 拜道微臣拜见王上 石乐见李承烈一脸忧虑 问道又有何事 看到李承烈的样子 石乐心里就不舒服 这表情一看就没好事 启禀王上 城外的龙家军 刚刚结了一批粮草回营 李承烈看到了运粮的马车 上面的麻袋样是属于西夏官府的 所以他说那粮食是劫来的 石乐诧异道 谁送来的粮草 本王并未让他们运送粮草过来 李承烈摇头说道 这个微臣不知道 兴许是哪里的周府送来的 卢七昌说道 原先王上有令 让周围的周府郡县送粮食到阳城 他们可能不知道阳城被围困 还在运送粮食过来 石乐气得大骂 本王被围困 他们居然不知道 废物 这是给本王送粮草吗 这是给龙承恩送粮草 李承烈和卢七昌都不敢说话 李承烈本想说 朱勇他们投敌的事情 但石乐这么生气 李承烈也不敢再说了 想办法解决水源的问题 在城内各处打紧 能打紧见水的 重重有赏 石乐相信 重赏之下必有永夫 水的问题总能解决 微臣领旨 卢七昌和李承烈同时败道 石乐起身回了后院 两人慢慢出了太守府 统军时好像有话没说完 卢七昌看刚才李承烈欲言又止 猜到他还有话说 李承烈回头望了一眼后院 说道 方才我在城墙上 看到有不少西夏百姓 投靠了龙家军 龙承恩还给他们发放一架兵器 昭提四求紫堂的事情 闹得大厦妻离子散 多少夫妻父子反目成仇 那些乱民揭竿而起 到处袭杀朝廷官吏 甚至有些官吏也参与其中 我大厦已经乱了 书密使 你我在朝廷多年 知道外敌不可怕 可怕的是民心动荡 如今这样 百姓君臣离心离德 甚至说 甚至说百姓怨恨朝廷 龙承恩入寇 他们非但不抵抗 反而投靠龙承恩 书密使以为 如今局势如何 天下之势尚可为乎 卢其昌听得默然不语 现在的情况有多糟糕 他很清楚 但他是外妻 自己的妹妹在宫里坐着王后 他肯定坚决站在时乐这边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你我同为大厦臣子 当此国家危难之际 不问能不能 只问该不该 国若破 我等有死而已 书密使 如其昌说的悲壮又无奈 身为西夏重臣 他没有选择 如果西夏真被龙臣灭了 他情愿以身殉国 绝不苟活 李承烈抬头 看着快飞下来的天空 点点星辰悬浮在空中 如果没有求紫堂的事情 我大厦立国数百年 何至于众叛清离啊 李承烈微微叹息一声 西夏如今这副局面 完全是食乐和空气一手造成的 当初以为 这样可以让西夏百姓体魄强健 可以复国强兵 最后 聪明反被聪明误 被龙臣发现 成了摧毁西夏根基的杀手锏 此事 王上的初衷是好的 如其昌低声说了一句 李承烈略显激动地说道 可是后来呢 王上担心此事败露 要求昭提寺停止 可是 立群突驴 为了自己的淫欲 根本不听劝 反而变本加厉 事情闹到如今的地步 空气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书密使 卢其昌沉默不语 李承烈叹息一声 抬着沉重的步子回府邸 路两边坐着膝下的士兵 见到李承烈经过 他们也不搭理 天气炎热 士兵光着膀子擦汗 时不时骂两句 娘的 不给饭吃 还不给水喝 老子尿都没了 还打个球的仗 李承烈暗暗叹息一声 继续往回走 经过李家酒铺时 见到一个憨憨的老头 提着半桶水进去 李承烈看了一眼 并没有多在意 老头提着半桶水 慢慢进了后院 放下水桶 连忙锁了院子 城内缺水 有些士兵 已经开始闯入民宅 抢东西了 锁好门 老马夫继续提着水桶 往李走 到了厨房 先把水桶放下 盖上盖子 让水慢慢沉淀 水很浑浊 杂质很多 不能直接喝 厨房里的水窖 有干净的水 老马夫倒了一壶凉开水 提着进了房间 沈万金三人 躲在房间里不出来 这么热的天气 躲在房间里很闷 但他们是刺客 这样的闷热 算不得什么 放下水壶 老马夫说道 刚刚得到消息 龙城恩拦截了 一支运粮的队伍 黑风奇怪地问道 这时候送粮食过来 杨城被龙城包围了 这时候往杨城送粮食 就是给龙城送 老马夫说道 好像说他们 不知道杨城被围了 所以才这样 沈万金听了 忍不住发笑 杨城被围 这么大的事情 他们居然不知道 甘心呵呵干笑道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人上一百 形形色色 老马夫给沈万金 倒了一碗水 沈万金喝了一口 说道 城内的水 已经开始不够用了 我看再过几天避乱 如果我是石乐 应该趁着还没有乱突围 甘心微微摇头 说道 石乐从一开始 就打错了算盘 他以为龙城恩会强攻 没想到龙城恩 选择了包围 现在城内缺水 士兵的怨气更大 如果出城突围 西夏军队必然溃散 黑风说道 可如果不突围 局势只会越来越糟糕 石乐在这里等死 沈万金说道 那就是石乐自己的事情了 看他自己如何决断 到底是放弃扬城 选择保存兵力突围 还是死守扬城 把士兵耗光 黑风和甘心微微点头 这个事情最终决断在石乐身上 甘心说道 石乐会不会再等乌斯国的援助 普玄和唐国龙 出使乌斯国的事情 他们一清二楚 沈万金微微摇头 说道 原水难就近火 如果石乐计 希望于乌斯国 恐怕西夏要完蛋 鞭长不及马富 乌斯国太远了 不可能大规模出兵 最多派一些高手助阵 而且 乌斯国的援兵 什么时候到 也是问题 老马富继续说道 今天还出了一个稀奇事 西夏的叛军 投靠了龙承恩 只是人数不多 只有四千多人 沈万金眼神微变 他敏锐地察觉到 情况微妙 西夏的叛军 居然投靠了龙承恩 看来西夏真的要晚了 石乐这次彻底失去了明星 西夏保不住了 沈万金虽是刺客 却深知 国之根本在明星 得明星者的天下 失明星者失天下 如果百姓不再心向朝廷 那朝廷就亡了 时局变化 比我们预想得要快 我们要做好准备 一举擒获空计 甘星慢慢点燃了一斗烟 火光印着英质的毛子 像猫头鹰一样缩成一团 随时准备扑击猎物 沈万金微微点头 赞同甘心的说法 西夏王宫 一个身穿明皇龙袍的男子 快步走进卢王后的宫院 宫里的宫女 太监 纷纷行礼拜道 世子殿下 此人正是石浩然 镇国四驿站 石浩然被射穿下巴 之后被送回王宫休养 如今已经痊愈 石浩然脸上的胡须全部剃掉了 长相看起来更加英俊 因为下巴被剑射穿 太医为了方便治疗 便将下巴的胡须剃掉了 石浩然觉得 光剃掉下巴的胡须太丑 索性把脸上的胡须全部剃掉了 石浩然没有理会这些宫女太监 静止走进了一座亭子 卢王后正在乘凉 卢王后穿着轻薄的衣衫 旁边放着几个瓷盆 瓷盆里放着雕刻成凤凰的冰块 宫女对着冰山峰 让卢王后凉快下来 儿臣拜见母后 石浩然对着卢王后深深一拜 卢王后见石浩然过来 心情微微好了一些 石浩然在卢王后旁边坐下 立即开口说道 母后 而臣想带兵前往阳城解围 石勒被围困在阳城的消息 到了新庆城 石浩然心急如焚 立即进攻找卢王后商议 卢王后却微微摇头 说道 王儿 龙承恩带兵二十万围困 你父王尚且奈何不了 你去了又能如何 再说了 如今国内乱民四起 我们已经无兵可用了 西夏国内现在有多乱 卢王后很清楚 自从昭提寺求子堂事情败露后 王城内的百姓 憎恨朝廷和昭提寺 石勒和归一佛都被唾骂 石勒被围困的消息 到了新庆城后 有不少百姓幸灾乐祸 这种情况下 想集结兵力增援石勒 太不现实了 石浩然说道 而臣知道情况不妙 而臣已有对策 卢王后立即问道 你有对策 什么对策 这么麻烦的局面 石浩然居然有对策 卢王后很想知道 石浩然说道 将此事推给昭提寺 就说 这一切都是空记所为 父王完全不知晓 如此一来 可以稳住王城民心 也可以安抚周围的百姓 把黑锅脏水泼给空记 先把石勒洗白 挽救朝廷的颜面 这是汽车保帅之法 卢王后微微点头道 王儿的想法是不错 可是 他们会信吗 石勒和空记 一起勾结引辱国人妻女 此事已经传开了 要想让别人相信 这个事情不关石勒的事情 完全是空记所为 这有点难 百姓不是傻子 不可能石浩然说什么 百姓就信什么 石浩然说道 母后 而臣打算将 昭提寺的僧人 公开斩首 一个不留 死 卢王后吃了一惊 她没想到 石浩然这么歹毒 居然要把昭提寺的僧人 全部斩首 求子堂的事情 确实是昭提寺所为 那些僧人 也确实最大恶极 但此事由石勒提出 昭提寺属于奉命行事 而且 这么多年 昭提寺作为西夏的国寺 为西夏当牛做马 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现在为了撇清关系 石浩然要卸磨杀驴 将昭提寺赶尽杀绝 实在是歹毒 王儿 此事 此事母后做不得主 需禀报你父王定夺 卢王后不敢点头做主 因为昭提寺的影响太大了 而且 石勒还在依靠空记 抵抗龙城 如果石浩然在后方出手 端掉了空记的老巢 万一空记和尚造反 投靠了龙城 那就完了 最关键的 阳城的军队里 还有差不多十万僧兵 如果他们知道 石浩然灭掉了昭提寺 很可能引发兵变 此事迁移发而动全身 卢王后非常谨慎 石浩然却说道 母后 昭提寺以前是国寺 寺中高手众多 是我大下梁柱 如今镇国寺被占据 德善镇王 昭提寺的高手 仅剩空记一人而已 昭提寺的僧众 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留着只会让百姓憎恨 既然如此 不如杀之以平民愤 卢王后始终不敢答应 摇头说道 此事干系重大 母后做不了主 石浩然见卢王后不松口 知道这里再说也没用 便起声告退 卢王后看着石浩然离去的背影 心中预感 石浩然可能一意孤行 拿笔墨来 卢王后打算写信 禀报石乐 但是宫女拿来笔墨的时候 卢王后又为难了 杨成被围困 信根本送不进去 这可如何是好 卢王后犯愁了 石浩然从宫里出来 到了二王子石浩成的王府 门口的仆人见石浩然来了 立即禀报二王子石浩成 走进院子 石浩成便迎了出来 大哥 石浩成脚步匆匆走出来 石浩然低声说了一句 里面说 两人进了书房 关上门 石浩成问道 母后怎么说 杀掉昭提寺的僧人 以平民愤的主意 是石浩成出的 但石浩成不是卢王后的儿子 所以由石浩然向王后禀报 石浩然坐下来 摇头叹息道 母后说 此事干系重大 她做不了主 石浩成拍着桌子说道 现在什么时候 如果再不稳住民心 我们将被千夫所指 根本无法征兵作战 事情都是昭提寺惹出来的 百姓却把矛头对准我们 此时不杀昭提寺的突驴 更待何时 父王被围困在阳城 国家有雷软之危 母后真是 石浩成和石浩然 以前是对手 石浩成也有一王位 两人关系 以前不太好 但到了危难关头 两兄弟分得轻轻重 暂时搁置了争动 大哥 你是柿子 父王不在这里 你要拿主意 阳城内部军心动荡 如果没有外援 父王威矣 石浩成说得很着急 石浩然的拳头一直捏着 最后 石浩然一拍桌子 说道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不杀突驴杀谁 把禁军统领周浩找来 石浩成立即派人 去请禁军统领周浩 石浩然是王楚 大夏的士子 他的生母是卢王后 有疏密使卢其昌一帮武将支持 也受到食乐的器重 石浩成的生母 只是一个普通妃子 他靠着自己对政务的熟悉 得以积身朝堂 参与朝政 两兄弟有竞争关系 但石浩然处于上风 石浩成只是竞争而已 两人关系说不上好 但也不会斗得你死我活 因为石浩成不对石浩然 构成根本威胁 不会动摇他王楚的地位 石乐只是想用石浩成 鞭策一下石浩然 让石浩然有点危机感 对此 大家都心知肚明 这一次 石乐被围困在阳城 国内百姓憎恨朝廷 石浩然心急如焚 却又无计可施 此时 石浩成提出了 汽车宝帅 谢莫杀驴的计策 石浩然觉得可行 便去禀报卢王后 这个计策看似卫国为君 实际上 石浩成还是有自己的算盘 昭提寺再怎么说 也是国寺 存在这么多年 昭提寺的势力 渗透进了军政各界 虽然朝野上下很多人憎恶 但势力不容小觑 特别是空记还在阳城 僧兵还有十多万 石浩然出头杀了 昭提寺的人 后期如果反噬 石浩然可以说 这是石浩然所为 自己趁机拉拢僧人 势力上位 当然 这只是一种可能 石浩然想的是 让昭提寺背锅 然后收买民心 募集军队 从而让朝廷度过危机 击退龙臣的进犯 到时候 他石浩然守住了 大下江山设计 他是魏国第一功臣 能保住自己未来的江山 从石浩成的角度来说 如果石浩然成功了 他也是魏国功臣 等石浩然登基上位 他可以在朝中立足 从石浩成的角度来说 此事有利无害 石浩然下定了决心 石浩成立即派人 去找进军统领周浩 不多时 进军统领周浩 劈甲带刀进来 门口的护卫也不阻拦 进军统领都是带刀的 和其他人不一样 拜见世子 二王子 周浩进门 立即行礼拜见 石浩成起身关门 石浩然说道 周统领请坐 周浩谢过 便在旁边坐下来 石浩然是世子 他周浩也是朝廷重臣 所以不用太拘束 长话短说吧 我们今日找周统领 是想除奸 石浩然开门见山 周浩听说除奸二字 心中疑惑不解 石浩然要除掉哪个 朝中和石浩然 有竞争关系的 就是石韵成 但石韵成人就在这里 总不可能当面动手 杀了石韵成吧 看到周浩迷惘的表情 石韵成说道 周统领 昭提四的事情 也都知道 百姓将矛头对准了朝廷 对准了父王 说是父王纵容 甚至指使昭提四这么做 这些都是侮辱诽谤 父王并未指使 父王曾让昭提四停止 可他们自视国四身份 根本不理会王命 如今形势危急 世子殿下做主 要周统领跟随我们 杀掉昭提四的淫贼 以谢天下百姓 周浩这下听懂了 石浩然要杀的是 昭提四的淫僧 可是 世子殿下 昭提四的僧人确实有罪 但空几大师身份重要 没有王上的命令 我们擅自对昭提四下手 是不是不妥 周浩不是傻子 他知道昭提四最大恶极 但要处置昭提四的僧人 必须有十乐的亡命 否则 动了昭提四 空几老兔驴问罪起来 他周浩可担不起 周浩如此说 石浩然并不感到意外 周统领 你的担忧我知晓 但如今情况危急 父王被围困在阳城 我们如果不平息民愤 根本无法征兵 甚至还要防备百姓造反 只要杀了昭提四的银僧 用他们的性命 向天下百姓谢罪 民愤便可平息 我们可以重新征兵 百姓的造反也可以停止 甚至阳城的军心 也可以稳定 周统领 禁军内部的军心 也有问题吧 你能一直稳住他们 石浩然一番话 说得很有道理 周浩手下的禁军 确实有人想造反 就连周浩的弟弟周衡 也把造反挂在嘴边 他的老婆也被虑了 世子殿下所言不错 如果出了问题 动手的可是我 周浩怕秋后算账 到时候他说不清楚 石运城立即说道 此事简单 我与世子立下文书 证明此事是我们商议定夺 周统领不过是奉命行事 石浩然说道 对 本世子现在是监国 此事由我做主 周统领不必疑虑 石运城立即拿来笔墨 石浩然当场立下字句 证明这个事情由石浩然做主 周浩不过是奉命行事 写了字句 石浩然按了手印 石运城跟着按下手印 周统领 你这下没有疑虑了吧 石浩然将字句递给周浩 收了字句 周浩点头说道 世子和二王子如此说 末将岂敢推辞 末将这就召集进军 请世子统军 字句已经立下了 但公开带头抓人杀人 还是要石浩然 周浩不愿意做出头鸟 石浩然不计较这些 立即答应 没问题 你去集结兵马 我们在昭提寺门口会合 周浩立即出去集结进军 石浩然和石运城立即穿上铠甲 府上的兵马立即集合 一起往昭提寺去 等两人到达昭提寺门口的时候 五千禁军已经到了 所有禁军身批铠甲 手持兵刃 他们知道 今天来干嘛的 大家都很开心 不管自己老婆有没有悖虑 杀这样人人憎恨的银僧 大家都很愿意 世子殿下 周浩上前行礼拜见 石浩然微微带头 说道 随我来 石浩然第一个骑马进去 身后跟着周浩和石运城 昭提寺的大门紧闭 门口设置有路障 里面还搭建了箭楼 像一个军事据点一样封锁起来 石浩然带兵过来 寺里的僧人不知道什么情况 立即打开大门迎接 石浩然很顺利地进入昭提寺 惊言法师呢 石浩然冷冷问道 昭提寺死的死 伤的伤 现在主持寺内 僧悟的是惊言 僧人立即回道 金言师兄在后院 世子稍候 僧人慌忙去找金言 石浩然抬头看了一眼 破损的皈依佛 心中还有些畏惧 石浩然心中默默说道 我这样做 也是为了大下 佛祖莫怪 不多时 金言带着几个辈分高的僧人到了 对着石浩然行礼 贫僧金言拜见世子殿下 石浩然瞥了一眼金言 冷冷说道 立即召集四中僧人 所有人都要到 本世子有话说 金言和尚问道 不知世子要说什么 石浩然怒道 金言 世子如今监国 做事还要向你禀报 金言被吓了一跳 立即说道 二王子息怒 贫僧不是这个意思 世子稍候 贫僧立即召集四中僧人 金言和尚不敢再多问 立即召集四里的僧人 到皈依殿前面集合 信众和百姓攻击昭提四的时候 卢王后派禁军保护过昭提四 之后 又是禁军帮忙昭提四加强守卫 还给他们送了两米 驱散围观的百姓 所以 金言和尚很信任朝廷 当石浩然要求金言 立即集结四中僧人时 他没有丝毫的怀疑 很快 四中僧人全部集结在一起 石浩然粗略算了一下 还有四千多人 都在这里了 石韵成冷冷问道 金言感觉气氛不太对 疑惑地说道 能起来的都在这里了 还有一些师兄弟受伤了 卧病在床 不能来相见 请世子恕罪 石韵成看向石浩然 石浩然对周浩点点头 周浩拔刀 贺道 围起来 靖军纷纷亮出刀枪 把昭提四的僧人团团围住 金言大惊失色 不解地问道 世子殿下这是作甚 其他僧人也很疑惑 靖军居然对昭提四动手 这不可能啊 石浩然冷冷说道 昭提四藏污奈够 迎人妻女 罪大恶极 本世子今日为国除奸 金言和尚被石浩然说得一脸猛逼 争辩道 世子殿下 仇子的事情王上也是知晓的 当初就是王上让我们昭提四这么做的 怎么能把罪责算到我们头上呢 其他僧人一起喊道 冤枉啊 这是王命 我们只是奉命行事 石浩然大怒 骂道 混账 父王怎么会做出如此荒唐的决定 分明是你们欺瞒父王 暗中做出桑尽天良之事 事到如今 你们还敢攀扯父王 这是大逆不道 罪不容诛 来人 将昭提四的僧人尽数收押 明日午时 全部押到集市口斩首 听说要杀自己 金言和尚下的魂飞天外 大喊道 世子 不可如此道行逆施 我施 还在王上身边 你若杀我们 我施定不与你甘休 我昭提四乃是国四 杀了我们 你自毁跟街 其他僧人纷纷抗议 甚至有人动手和禁军打起来了 石浩然大怒 骂道 狗贼 还敢胡说八道 昭提四修为高的 都死得差不多了 石浩然如今 武皇中期的修为是最高的 他根本不怕这些僧人闹事 敢有反抗者 力战不赦 石浩然大吼一声 声音滚滚如惊雷 将场中数万人的吵闹声压制下去 石浩然也修炼了狂师诀 佛门正英他也会 金言知道 石浩然修为高 他不是对手 但他也不会坐以待毙 高声呼道 世子假传亡命 陷害忠良 我等返出王城去找方丈 金言一声大吼 其他僧人立即动手 和禁军厮杀在一起 石浩然大怒 立即冲上去 一拳打中金言胸口 扑 金言身体汗底把葱飞起来 一口鲜血从嘴里喷出来 重重地砸在地上 当场被打死 石浩然动手 石韵成和周浩一起动手 禁军当场开了杀戒 皈衣殿前面 变成了战场 禁军有备而来 又都披甲 僧人徒手根本不是对手 半个时辰后 僧人被杀了一大半 只剩下一千多人投降 禁军也损失了五百多人 因为昭提寺有不少五僧 他们不是吃素的 周浩拜道 世子殿下杀了差不多三千 剩下一千多人投降 石浩然微微点头 说道 关押起来 城中到处张贴告示 说昭提寺迎人妻女 栽赃朝廷 罪大恶极 明日全部午时 全部于集市口斩首 要让城中百姓 和周围的百姓都知道 周围的郡县 也去张贴告示 让他们都过来看 石浩然要重新收买人心 他想让尽量多的人看到 让他们相信 这些事情都是昭提寺所为 和朝廷 时乐没关系 周浩拜道 末将领命 禁军将剩下的僧人 绑起来关押 同时立即张贴告示 说罪在昭提寺 明天公开问展 一时间 城中百姓议论纷纷 一家客栈里 哲尔正在算账 一个伙计悄走过来 笛声说道 掌柜的 世子刚刚突袭了昭提寺 杀了三千多人 剩下一千多人被抓了 哲尔波弄算珠的手指 停了下来 微微惊讶道 世子突袭昭提寺 还动手杀人了 为何 伙计看了看身边没人 继续低声说道 世子把求子堂的脏水 全部倒进了昭提寺 说王上被蒙蔽 此事与朝廷无关 明日午时 世子要在集市口 将昭提寺剩下的僧人 全部当众问斩 舍尔心中暗暗赞叹 石浩然好手段 居然敢把昭提寺 就这样顶嘴 掌柜的 厉害不厉害 伙计脸上 带着看热闹 不嫌失大的表情 舍尔想了想 说道 干正事去 伙计笑黑黑下去 招待客人 舍尔立即到了后院 立即写了一封密信 派人火速 送往杨成龙家军 王宫里 消息到了卢王后耳中 卢王后表现得非常镇定 并没有多少惊讶 只是淡淡说了一句 国事危急 不得已而为之 其实卢王后 心中赞同石浩然的做法 只是 可能有后患 卢王后确实下不了这个决心 她希望石浩然能下 毕竟 石浩然是未来的君王 关键时刻必须有决断 石浩然诛杀 昭提寺僧人的消息 不进而走 很快传遍了王城 周围的郡县也很快知晓 对于石乐 到底知道不知道 求子堂的事情 大家开始疑惑了 有人坚称 石乐参与其中 也有人说 石乐其实不知情 石浩然混淆了视听 把责任推给了昭提寺 计划正在起作用 东宫柿子府 石浩然坐在书房 石浩然在旁边 周浩正在禀报外界的情况 柿子殿下所料不错 百姓开始议论此事了 很多人都说 其实王上不知情 民间的风向开始改变 等明日展了昭提寺的僧人 末将估计 百姓会重新站在朝廷这一边 周浩很高兴 舆论开始变化了 如果人杀了 百姓却仍然说 石乐是罪魁祸首 那就完蛋了 空气到时候 一定会反攻倒散 但现在有效果了 就算空气问罪 周浩也可以说 这是为了国家设计 石乐也会提他们说话 石韵成高兴地说道 大哥 事情成了 石浩然长出一口气 说道 那便好 明日公开斩首 情况就可以改变了 事情的发展 完全按照石浩然的预计走 石浩然非常高兴 事情做成了 百姓归心 又可以重新征兵打仗 西夏的江山可以守住 好 看好昭提斯那帮突驴 不要出岔子 石浩然吩咐 周浩立即去准备 第二天 新庆城集市路口 聚集了十几万人 很多人爬上了旁边的房顶 都来看今日昭提斯僧人斩首 矿 一阵裸响 世子石浩然 骑着汗鞋宝马走过来 石韵成跟在身后 周浩带兵跟在旁边 十几个进军吆喝开路 百姓纷纷让开一条道 一千多僧人被反绑双手 很多人身上带伤 头皮被打破 僧衣沾血 僧人走进人群的时候 咒骂声四起 银驴终于要死了 活该 我呸 什么吃斋念佛 都是些银棍 该死 老子的供奉喂狗了 为了你们这群狗杂种 该杀 早该全部杀了 百姓们骂得十分厉害 随着咒骂而来的是石头 铺天盖地的石头砸过来 僧人的脑皮被砸破 血从秃头上留下来 周浩只是护住石浩然不被砸 其他人他根本不管 今天的目的就是让百姓解气 这些僧人本来就要砍头 被石头砸一下算什么 到了集市口 禁军分开人群 石浩然并不下马 而是骑在马背上 僧人被按住 一排排跪在地上 禁军拿着大刀 站在僧人背后 石浩然环视周围百姓 开口说道 各位 本世子昨日平定了昭提寺 今日将剩下的银僧 押戒到此斩首 是为了给大夏的百姓一个交代 本世子知道 有很多传言 说昭提寺所谓是父王 是朝廷受益 此事纯属无稽之谈 父王 朝廷从未参与 甚至从不知晓此事 迎人妻女 换人子嗣 此事天地不容 朝廷怎么会干出如此勾当 今日 本世子奉王命 将昭提寺僧人公开斩首 以谢天下百姓 石浩然运起功力 声音滚滚如雷 场中的百姓都不再吵闹 石浩然的话听得清清楚楚 石浩然见百姓都听清楚了 也不再废话 大声下令 开斩 禁军的刀一次次落下 僧人的头颅一次次砍下 地上血流成河 百姓的咒骂声越来越大 终于 最后一个僧人头颅斩下 所有昭提寺僧人全部斩杀 石浩然说道 昭提寺僧人全部斩首 从此以后 再也没有昭提寺 更没有囚子汤 各位要相信父王 相信朝廷 大夏是众位的大夏 大夏朝廷一定是为百姓的 石浩然说得言辞懇切 周浩差点就信了 杀了昭提寺僧人 这些时日机遇的怨气得到了释放 百姓纷纷山呼万岁 王上万岁 世子千岁 见百姓如此 石浩然暗暗欣喜 明星回来了 只需过些时日 就可以公开征兵了 石浩然高兴地策马回府 王城的戒严即刻解除 进军走后 百姓纷纷涌上来 将地上的僧人尸体 扒皮抽筋 还有把头颅拿回去 堕碎了喂狗的 石浩看着百姓 争抢僧人的尸体 转身回了客栈 到了后院 石浩立即又写了一封信 非英传书发往杨成龙家军 两天多的时间 非英传书到了杨成外 何军陶收到了密信 立即走向龙城的帐篷 何军陶走进去 见到独孤嘉丽 正在和龙城说话 脚步不由地停了下来 龙城真什么都好 就是好色 独孤嘉丽在帐篷里 说不定两人 正在做些羞耻的事情 大人 何军陶立即出生 省得龙城没发现 军陶啊 坐吧 龙城手中拿着一颗金印把玩 这是独孤嘉丽 给朱永炼制的 珍稀将军印 何军陶坐下来 龙城对独孤嘉丽说道 其他东西都做好了吧 独孤嘉丽回道 都好了 龙城把金印放进盒子里 转头对何军陶说道 有急事 何军陶拿出一封密信 说道 新庆城急报 龙城拆开急报 看了以后 微微赞叹道 这个石浩然做事果决 有王者气魄 独孤嘉丽问道 怎么了 龙城把信 递给独孤嘉丽 说道 石浩然把脏水 泼给了昭提寺 把剩下的僧人全杀了 何军陶没看急报的内容 听说石浩然 把昭提寺的人全灭了 心中感觉非常诧异 昭提寺是西夏的国寺 石浩然敢对昭提寺动手 石浩同意了 这么大的事情 在何军陶看来 如果没有石浩受益 绝对不能不敢做 龙城微微摇头 说道 石浩很可能不知道 空气老突驴还在城内呢 总不能这边 让空气修炼 狂失觉对付我们 那边把老巢给灭了 我估计 这事情是石浩然 擅作主张 独孤嘉丽 感觉不可思议 说道 这个石浩然 胆子真大 竟敢这样做 龙城点头道 有些气魄 敢决断 不过 昭提寺已经成了 万人唾弃的烟渣之地 寺里的僧人文 不能武不救 留着也没什么用 石浩然把他们杀了 反而可以撇清关系 收拢民心 这事情要认真算起来 石浩然赚了 距离面前无是非 这话难听 但很真实 这个世界 其实根本不存在 道义是非 甚至连法律都是虚伪的 只要利益够大 任何规则都可以摧毁 昭提寺已经没用了 杀几千的僧人挽回民心 这笔买卖值得 就算石浩知道了 心里也会赞同 顶多表面上 训斥一下石浩然 可是 空气老兔驴会这样算了 何君陶觉得 空气不会就此罢休 唯一的隐患在这里 石浩泄莫杀驴 空气知道以后 肯定会很生气 但他们不会闹翻 现在麻烦到了我们这边 石浩然必定到处宣扬 说此事与石浩无关 他可以收拢一些民心 我估计很快会有援兵过来 龙臣立即判断出 石浩然的目的是 先收拢人心 然后征兵救援扬成 独孤嘉丽担忧道 那朱勇他们呢 还让他们到西夏腹地去骚扰 龙臣笑道 这个不影响 有人信 也有人不信 最关键的 像朱勇这种 杀了妻妾子女的 他们不会相信的 他们要报复 先不管石浩然 我们去朱勇军营 把两个校尉带上 独孤嘉丽 立即把骑兵校尉和步兵校尉找来 跟着龙臣往朱勇营地走去 龙臣带着独孤嘉丽 和两位校尉 到了朱勇的营地 朱勇正在模仿 龙家军练兵的方式 训练手下 龙臣驻足看了一会儿 微微摇头笑了笑 朱勇在极力模仿 但手下 这些人本是无赖之辈 根本做不到龙家军那种另行禁止 体制武艺更别说了 见到龙臣 朱勇立即小跑过来参见 末将朱勇参见武王 朱勇已经学会了一些军中礼节 朱将军免礼 独孤嘉丽将井河城上来 龙臣打开盒子 拿出一枚金印递给朱勇 说道 这是本王给你的金印 从今日起 你就是大洲征兮将军 朱勇高兴地接了金印 拜道 末将一定努力征战 报效大洲朝廷 龙臣又拿了一条灰色金腰带 说道 这是朱将军的腰带 古代封关的时候 除了赐予应寿 还会赐予腰带 古人寄腰带是有讲究的 腰带是区分关节高下 和地位尊卑的重要标志 不同等级的人 腰带样式不一样 腰带用的扣子 分为金银西域铁等 颜色也分紫非绿青等色 龙臣给朱勇飞色金腰带 这是高官才有的规格 所以朱勇很高兴 谢武王 朱勇开心地接了腰带 身后一帮弟兄围上来 看着朱勇的金印和腰带 羡慕不已 各位 跟着朱将军好好干 等打下了城池 本王也给你们应受腰带 龙臣大声怂恿 众人像打鸡血一般嗷嗷叫 龙臣对朱勇说道 朱将军在这里有两天了 本王今日送两个校尉到你手下 你们今日就出发吧 本王与你约定 凡是你占据的城池 日后都归你 占据一线便是县令 一周便是太守 若能占据半壁江山 我将亲自禀明圣上 封你为王 龙臣又给朱勇画了一个大饼 朱勇激动地拜道 末将万死不辞 龙臣说道 朱将军持此争悉将军大应 本王给你任命将校之权 你可以收拢其他义军 将军一下 你可以自行册封 龙臣只是口头许诺给好处 并不需要付出什么 给朱勇一个虚无的权利 让他去拉拢册封义军 对龙臣有百利无一害 朱勇却很激动 拜道 多谢武王信任 末将今日便出发 龙臣对独孤嘉丽说道 拿酒来 本王给朱将军撞星 独孤嘉丽 立即指挥士兵搬来好酒 当场宰羊做饭 龙臣和朱勇 好好喝了一顿酒 手下人吃饱喝足后 即刻跟着朱勇往西进发 朱勇走后 独孤嘉丽有些不解 问道 大人 你给朱勇的好处 是不是太多了 独孤嘉丽觉得 龙臣刚才的许诺 有点太过了 龙臣笑道 我不过是口惠而已 他们如果能在后方 拉起一支大军 时乐会很头疼 独孤嘉丽有些担忧 说道 就算拉起一支大军 战斗力也不行啊 他们都是些散兵游泳 龙臣说道 战斗力不行没关系 他们在后方闹 时乐无法征兵 更重要的是 这些人是乱兵 乱兵到处抢掠 时乐征集不到粮草 军无粮草 军心必乱 时乐还怎么跟我打 当然 这个计策对西夏的百姓有伤害 但国家之间开战 不可能有万全之策 尽快结束战争 灭掉西夏 就是对西夏百姓最大的人词 独孤嘉丽点头道 大人是要利用他们 牵制扰乱敌后 让时乐无兵可用 无粮可争 龙臣微微点头 望着朱勇带兵西去 唐黑子骑马过来 说道 大人 阳城内的西夏士兵 开始用吊筒 从护城河打水喝了 龙臣笑道 等着吧 再过两天 阳城的士兵就会造反 时乐要么出城决战 要么在城内等死 围困了这么多天 阳城内的水源 消耗得差不多了 时乐应该快撑不住了 阳城的城墙上 很多士兵拿着水桶 用绳索绑住提手 从城头丢进护城河里打水 城下 龙家军望着城上的士兵嘲讽道 你们这些人不识字吗 水里有多 龙臣在城外立了木牌 写明了 自己在水中投毒 水不能喝 龙臣这样做 是故意恶心这些人 城内没有水喝 可得嗓子冒烟 护城河的水能看不能喝 心里那个难受无法形容 有毒老子也喝 总比可死强 城上的膝下士兵根本不管 水提到城上 一群人疯抢 没人在乎 水中是否有毒 喝饱了水 士兵靠在城墙喘着粗气 骂道 有毒 有毒老子也喝 有些士兵在观望 看喝水的人到底死不死 结果那些士兵完全没事 其他人也跟着疯狂打水 无数的吊筒 从城墙上扔下去打水 太守府内 步兵大将乐敏进了正堂 疏密使卢其昌和统军使李承烈 正在商议对策 两个人都觉得 现在弃城撤退是最好的选择 再拖下去 情况只会更加糟糕 但石乐恐怕不会接受这个建议 乐敏走进来 焦急地说道 两位大人 士兵开始喝护城河的水了 李承烈惊愕道 护城河的水不是有毒吗 乐敏无奈地说道 是有毒 龙承恩自己也说了 我们看着他们投毒的 可是士兵太渴了 他们根本不管有没有毒 卢其昌脸色难看 为了喝一口水 连死都不怕 这说明士兵快到极限了 李承烈突然说道 这或许是个机会 他们连死都不怕 让他们出城作战 或许能赢 卢其昌觉得有道理 被逼入绝境的士兵 或许能打一场 我去和王上说说 卢其昌起身想走 骑兵大将沙文成突然走进来 焦急地说道 城中有人散布谣言 说世子灭了昭提寺 所有僧人全部被杀了 城内的僧兵很激动 他们要找国师讨说法 就在刚刚 龙承派士兵在城外喊话 把十号然灭昭提寺的消息 告诉了僧兵 这些僧兵起初不信 龙承却把事情的经过 说得仔仔细细 僧兵现在群情激愤 要空济和尚出来辟谣 沙文成见僧兵闹事 慌忙过来禀报 三人听到这话 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这种骗鬼的话 怎么会从龙承恩嘴里说出来 昭提寺乃我大下国寺 世子为何要灭掉昭提寺 再则 这么大的事情 世子敢善作主张 卢其昌三人嘲笑 沙文成也觉得 事情确实有蹊跷 对啊 昭提寺是国寺 国师还在这里呢 世子怎么可能对昭提寺下手 这肯定是龙承恩的诡计 我去安抚那些僧兵 沙文成觉得自己有点可笑 居然信了龙承的鬼话 卢其昌说道 那些僧兵不听我们的话 沙将军去禀报王上吧 此事还需国师出面 仇子堂的事情败露后 军中的僧兵 成了憎恨唾弃的对象 这些僧兵和其他士兵的矛盾很大 如果处置不好 很容易内部火兵 龙承说 石浩然灭掉了昭提寺 这样的谣言 如果僧兵信了 后果很严重 最好的选择 就是让空忌出来辟谣 安抚这些僧兵 沙文成觉得有道理 说道 好 我去见王上 沙文成到了太守府后院 守卫拦下沙文成 说道 沙将军要见王上 沙文成不敢冲撞 礼貌地说道 对 我有事求见王上 沙文成虽是骑兵大将 但他自身修为不行 打仗也一般 石乐提拔他做大将 是因为实在无人可用了 因为自己无能 守卫对他的态度也一般 沙将军稍等 容我去禀报 守卫进了后院 过了一会儿 出来说道 沙将军请 沙文成谢过守卫 立即进了后院 石乐正在指点空技修炼 末将拜见王上 见过国师 石乐没有理会沙文成 空技的态度也很冷淡 沙文成站在旁边 等石乐说完了 才转头问道 你有何事 沙文成禀道 龙承恩在城外散布谣言 说世子殿下灭了昭提寺 城内僧兵躁动不安 末将请求国师出面安抚 沙文成觉得 这话没什么要紧 不过是一些谣言而已 但石乐和空技两人 却脸色骤变 他们立即反应过来 此事很可能是真的 什么时候说的 空技眼神锐利 脸皮微微颤抖 一把扯住沙文成贺问 沙文成愕然看着空技 说道 刚刚说的 国师别急 这是龙承恩散布的谣言 石乐在旁边愣了一会儿 马上出言劝道 国师别急 龙承恩诡计多端 谁知道真假 空技和尚 努力压制内心的愤怒 他知道此事很可能是真的 因为昭提寺 现在成了西夏的污点 所有人都想和昭提寺撇清关系 石浩然为了收拢人心 拿昭提寺开刀 这不是不可能 李治终究战胜了愤怒 空技和尚松开手 何时念道 我佛慈悲 王上圣明 龙承恩诡计多端 这必定是反奸之计 贫僧这就去安抚僧兵 请沙将军带路 沙文成看向石乐 石乐微微点头 沙文成立即带路往外走 人走后 石乐立即把马芳找来 吩咐道 立即飞鹰传书 王成那边到底怎么回事 石乐也觉得 此事很可能是真的 他必须确认 马芳为难地说道 王上 杨成被包围 那独孤伽利剑法太好了 我们的信音出不去 石乐之前放出的飞鹰 都被独孤伽利射死 密报到了龙承手上 石乐说 再次放出飞鹰 马芳很为难 石乐说道 那就晚上放飞 本王不信他晚上还能射中 马芳不敢违抗王命 只得无奈去安排 石乐忧心忡忡 觉得石浩然做事太草率 他知道石浩然想收拢民心 但空气还在 城内还有十万僧兵 贸然对昭提寺动手 后果很严重 空气跟着沙文成上了城墙 就听到城外几个大嗓门的龙家军在大喊 石浩然杀了昭提寺的突驴 你们家没了 昭提寺所有驴驴都被宰了 你们完蛋了 你们也会被石乐杀掉 你们不得好死 空气走上来 僧兵立即围过来 七嘴八舌地吵嚷 方丈 他们说招提寺被灭了 狮子干的 我们再次拼命打仗 狮子却对我们下手 我们这就杀回王城 救出师兄弟 僧兵情绪很激动 身后的沙文成 暗暗后退两步 想和僧兵保持距离 空气看着城外的龙家军 力声训斥道 龙承恩诡计多端 最擅长挑拨离间 他说的话你也信 我招提寺乃大厦国寺 是大厦根本 世子怎么可能对我们动手 空气一番训斥 城上的僧兵 才慢慢平息下来 也对啊 谁敢对我们下手 我们如果不帮忙 大厦得灭亡 这些僧人说的还是嚣张 觉得大厦朝廷少了 他们便无法存在下去 空气听得眉头紧锁 招提寺的名声已经臭了 随时可能成为弃子 这些僧人如此嚣张 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都散了 安心备战 空气和尚正想驱散僧人 却听到城外一道声音传来 空气国师慢走 空气转身看见龙晨笑迎迎到了城下 手里拿着一个小竹筒 国师 我这里有一封密报 还请一看 龙晨将小竹筒抛上来 空气伸手接了 打开竹筒 里面是折尔的密报 石浩然灭昭提寺的经过 写得清清楚楚 空气和尚心里已经知道此事为真 龙晨安 你还想挑拨离剑 有本事你攻城便是 空气和尚暗暗收了密报 心中的怒火快要压制不住 龙晨笑呵呵说道 是真是假 你自己判断 杨成太坚固了 有本事你的出来一战 本王还是那句话 保证不打死你 说完 龙晨转身就走 城上的僧人 听到了龙晨的嚣张话语 却又无可奈何 空气和龙晨打过好几次了 根本不是对手 空气只能吃别 都回去 别听他们胡言乱语 空气和尚怒气冲冲下了城墙 快步走回太守府后院 石勒脸色略显尴尬 问道 如何 都安抚好了吧 空气和尚没有回答 而是将手中的密报 呈给石勒 这是龙晨安给平僧的 请王上过目 空气和尚全力压制心中怒火 不让自己爆发出来 这个时候 他绝对不能和石勒翻脸 必须同舟共计 石勒打开密报 看完以后 陈生说道 国师 这一定是龙晨安的诡计 切勿重计 空气和尚微微点头 说道 平僧知道 王上勿忧 石勒扯碎了密报 想对空气说些什么 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国师 平僧怕弟子在闹事 平僧告退 国师去吧 空气和尚退出后院 回自己的府邸 人走后 石勒暴怒 骂道 混账东西 竟然如此 这是要害死本王吗 杨成正在被包围 石勒还要仰仗空气 作为主力战将 石浩然却在王城 对昭提寺下手了 如果逼反了空气 石勒就完蛋了 马方刚刚放出飞鹰回来 就看到石勒勃然大怒 马方不敢劝阻 只能在一旁静静候着 周围伺候的宫女太监 见石勒发怒 各个腿打抖 石勒发脾气的时候 动手杀人是家常便饭 已经有十几个被杀了 等石勒气消了一些 马方才说道 王上 飞鹰放出去了 石勒冷冷说道 问不问都一样 世子做事如此鲁莽 如此不顾大局 马方低头不敢再说 门外 舒密使卢奇昌匆匆走进来 说道 王上 不好了 那些喝了护城河水的士兵 开始腹痛拉肚子 龙承恩这丝 真的在水里下毒了 石勒常常叹息一声 说道 龙承恩立了牌子在那里 说护城河水里有毒 他们怎么哈 卢奇昌没有接话 石勒也没有继续说 为什么明知水里有毒 士兵还喝 还不是因为城内没水了 当初石勒因为军心不稳 想利用阳城坚固的防御攻势 进行防守 没想到龙承不按套路出牌 只包围不攻城 石勒当时的决定并没有问题 如果他强行在城外 与龙家军决战 西夏军队必然溃败 阳城也守不住 可现在不打 又成了瘟中之鳖 还是一只汉王八 你觉得 现在与龙承恩决战如何 石勒不想缩在城里 他想趁着士兵 还有力气出去厮杀一场 卢奇昌说道 城中事情还在说招提示的事情 再加上这些时日缺水 怨气很大 不过 微臣倒是觉得 可以利用缺水的事情 和龙承恩一战 石勒听懂了卢奇昌的意思 士兵很渴 他们想喝水 可以利用这一点 让他们暂时忘记求紫糖的事情 齐心协力打一仗 打赢了 大家就有水喝 这个提议很有诱惑力 你去 告诉将士 现在已经没水喝了 想要活下去 就必须击败龙承恩 明日决战 打赢了喝水 打输了等死 石勒下令 卢奇昌立即去传令 卢奇昌走后 石勒觉得 这个事情 必须和空气商量一下 明天要开战 如果空气不知道 恐怕又要心里不满了 石勒要仰仗空气 所以很在乎空气的想法 你去国师找来 石勒吩咐一声 马芳立即出门 往空气府邸走去 匆匆到了空气的府邸 门口守着两个僧兵 见到马芳 僧兵双手合十行了一礼 马芳抬脚进去 房间里 空气正坐在蒲团上 望着油灯的火苗出神 微微跳跃的火苗摇曳着 空气的思绪很烦乱 这场战争 出乎空气的意料 本以为龙臣打不进来 顶多就是御佛官 和郑国寺之间拉锯战 再加上南梁的进攻 龙臣打不了多久 可没想到 一开战 德善就被杀了 郑国寺被攻占 之后 石勒又出于愤怒 强攻郑国寺 损失了大量精锐 更没想到的是 龙臣居然利用了 仇子堂的事情 弄得西夏上下离心离德 人心瞬间就散了 这场战争之后 西夏能不能继续存在 昭提寺又该何去何从 空气和尚 从未像今日这般迷惘 早知如此 就该杀了龙臣恩 空气和尚 后悔没在御佛官 斩杀龙臣 如果那时候杀了龙臣 现在就不会这样 国师 马芳敲了敲门 慢慢走进来 空气听到敲门声 目光收回 转头看向马芳 问道 公公 有何事 马芳说道 王上找您过去 空气并没有立即起身 也不着急 而是淡淡问了一句 知道什么事情吗 马芳心思微动 以前空气听到十恶找他 可是二话不说 立即就走的 这一次 居然先问什么事情 果然空气变了 方才舒密使建议 王上明日与龙臣恩决战 王上大概想听听国师的意见 马芳刚才听到了 他就说了 这个事情 对于空气来说 并非机密 没什么不能说的 空气和尚 淡淡应了一声 哦 过了会儿 空气才缓缓起身往外走 马芳跟在身后 走在街上 此时天黑 熟热消退了一些 士兵光着膀子乘凉 时不时传来拍打蚊虫的声音 马的 老子喝那谁以后 拉了三次肚子 再拉肚子 你要死的 本来就没水喝 奶奶的 大不了再喝一点护城河的水 马芳看着路边的士兵 心想 这次围城该如何收场 明日的突围 到底有用没用 空气慢慢走进太守府 马芳跟着进去 一个老马夫 远远望见空气进去 手里提着一桶护城河的水 慢慢走回李家酒铺 进了后院 推门进了房间 将水桶放在桌上 楼主 这是从护城河打来的水 士兵喝了以后就拉肚子 并没有其他症状 黑风摇起一碗水 送到沈万金面前 担心举起油灯过来 沈万金仔细看了看 说道 只有拉肚子 没有别的症状 老马夫点头道 对 就这样 沈万金笑了笑 说道 咽双玉的毒粉 手下的堂主有什么手段 沈万金一清二楚 这个症状 一看就是燕双玉的杰作 刚好龙城和燕双玉搞在一起 从燕双玉那里得到毒粉 也很正常 黑风知道燕双玉的事情 他不惊讶 甘心从老马夫那里 得到了一些消息 也不惊讶 这个龙城恩购毒的 不毒死这些人 只让他们拉肚子 人活着就会求生 士兵会找药 会闹事 城内会越来越乱 沈万金笑呵呵放下大碗 用手在水里搅动一番 甘心说道 直接毒死反而省事 半死不活调着才麻烦 沈万金说道 这就是龙城恩歹毒的地方 他做事情都有算计 跟他打交道 必须慎之又慎 黑风和甘心 微微点头 老马夫说道 罗主 刚才我听到西夏军队在传令 说明天出城找水喝 打赢了喝水 打输了可死 甘心诧意道 时乐要出城决战了 老马夫回道 我听他们是这样说 不知道真假 黑风和甘心 看向沈万金 沈万金想了想 说道 时乐想利用士兵要喝水 让他们出城死斗 这是一个好法子 因为求子堂的事情 西夏将士离心离德 现在可以用喝水的事情 把人心凝聚起来 只要人心骑 城内有五十万兵马 足够击破龙城恩 黑风感觉事情不妙 说道 那我们要不要通知龙城恩 时乐这样做 确实出人意料 龙城恩未必有准备 派人偷偷往城外射箭 送一封密报出去 沈万金决定把这个消息 透露给龙城 他这样做 并不是为了龙城好 而是为了自己 他的目标是 空气和尚 如果龙城战败了 沈万金伏击空气的计划落空 属下明白 这就去办 黑风立即写了一封密信 绑在一支箭上 悄悄和老马夫 从后院接近城墙 对着城外 黑风拉满弓 一箭射出去 箭在黑夜里穿行 越过护城河 箭头插在了地上 谁在放冷箭 一个士兵听到箭笑声 吓得一个机灵 还以为膝下突然出击了 你听错了吧 另一个士兵 看着安静的阳城说道 士兵起身走过去 见到一支箭插在地上 上面还有一张纸条 什么东西 其他士兵走过来 把箭上的密信拿下来 别看了 你又不识字 交给将军 你这话说的 好像你识字一样 士兵不跟他们废话 拿着羽箭和密信 找到了韩子平 韩将军 刚刚城内射出一支箭 上面还有一张纸条 士兵将东西上交 韩子平看了看羽箭 样式和西夏军队的一样 打开纸条 韩子平脸色大变 立即骑马往龙城的军帐奔去 很快 韩子平到了龙城军帐 韩子平也不通报 直接进了帐篷 大人 城内有密信传来 韩子平钻进帐篷的时候 龙城正在修炼 没有碰到其他女将军 韩子平大呼好险 所有人都知道龙城好色 很可能哪个女将在帐篷里 和龙城修修 龙城睁开眼睛 问道 城内 什么密信 韩子平立即将密信呈上来 说道 刚才城内射出一支箭 上面绑着一封密信 龙城接了密信 看了信上的内容 心中已经猜到 这是谁送出来的消息了 城内除了沈万金 没有第二个人会这样做 大人 您说这事情是真是假 韩子平拿不准真假 龙城却很笃定 说道 肯定是真的 城内没水了 石勒扛不住了 他想利用士兵想喝水的想法 把士兵聚集起来打一仗 沈万金这次来扬城 目标是空气 如果自己战败了 沈万金的计划落空 所以 沈万金不会给自己错误的消息 龙城很确定这一点 至于石勒的想法 也很容易猜到 韩子平问道 那我们怎么办 里面这些士兵可疯了 他们连护城河的水都敢喝 明天打起仗来 肯定不要命的 一群连死都不怕的人 打起仗来非常凶狠 韩子平觉得不好办 龙城略一思索 便笑道 他们要喝水 那就给他们 人不喝水怎么行 韩子平愣住了 问道 可是大人 我们围困这么久 不就是为了让他们没水喝吗 如果放他们过去喝水 我们的围困 岂不是白白浪费了 龙城笑道 不要急 你把独孤嘉丽和张倩找来 韩子平不知道龙城怎么打算 但龙城做事 总能出奇制胜 所以 韩子平也不多问 立即去找独孤嘉丽和张倩 不多时 独孤嘉丽和张倩到了 大人 两人坐下来 韩子平也在旁边坐下来 这么着急找他们过来 肯定不是为了占便宜 刚才接到一封城内发来的密信 说 时乐明天一早要从南门突围 你们按照我说的计划准备 张倩诧意道 那不是楚楚和湘云他们镇守的吗 当初围城的时候 龙城分了地方 张倩和独孤嘉丽镇守北门 吴楚楚和吴湘云 白婷婷镇守南门 龙城说道 不错 我等一下还会找他们 我先跟你们说 独孤嘉丽和张倩认真听龙城的计策 准备好以后 两人先行回去准备 龙城又把吴楚楚三人找来 仔细说了计策 三人领命而去 剩下韩子平有些不满 说道 大人 明日决战 为何不给我分任务 莫非是因为我修为太差 龙城笑道 不 明日嘉丽和张倩不在北面 你要接替他们守住北门 不得出错 此事比南门的决战更加重要 万一食乐声东击西 我们的包围圈就垮了 韩子平这才高兴地败道 末将领命 一切安排停荡 龙城立即休息 等着明天决战 第二天 阳城南门 天色刚蒙蒙亮 时乐身披金甲 空气盒上穿着一身红色袈裟 骑兵大将沙文臣 和步兵大将勒敏 各自披甲 身后是膝下铁钥子 这些人嘴唇干裂 渴望地看着即将打开的南大门 他们害怕龙家军 害怕龙城 但缺水口渴 实在太难受了 时乐说了 只要冲破南边的围困 十里外就有河水 到了那里可以喝个够 不管是铁钥子 步兵还是僧兵 这一刻心里想的都一样 就是水 时乐举起大挤 守门的士兵缓缓放下吊桥 没有鼓声助阵 时乐这次想突袭 哄 吊桥猛地落下 时乐一马当先 身后跟着空气合上 两人在最前面 战马越过路角栅栏 身后的士兵将栅栏推开 铁钥子紧随其后 对着龙家军阵营猛烈冲撞 杀 西夏大军突然冲出 城外的龙家军还在睡梦中 根本没有防备 帐篷被撞开 龙家军纷纷逃跑退避 时乐所到之处 龙家军四散奔逃 大声惊呼 嫡喜 嫡喜 望着四散逃跑的龙家军 时乐心中大喜 这些时候 一直被龙城堵在城内 心里的憋们别提多难受 这一次冲出来 龙家军完全没有准备 自己的计策太完美了 空气和尚跟在身后 此时也是大喜过望 本以为龙城会有所防备 没想到完全没有 这次轮到我们突袭了 空气大喜 踢着九夕蝉杖左右冲突 身后的铁钥子 跟着一直往前冲 时乐 空气在这里 一声娇和 吴楚楚和吴湘芸两姐妹 踢着刀杀来 身后还有一个白婷婷 时乐认得这三个人 知道吴楚楚和吴湘芸 有五皇的修为 但比起时乐和空气 两姐妹还是太嫩了 本王杀你们祭祈 时乐大怒 踢着大喜杀向吴楚楚和吴湘芸 大喜横扫 吴楚楚双手握紧坡刀 迎着大喜接了一击 当 吴楚楚的力量远不如时乐 被震得差点落马 吴湘芸见状大惊 立即上来助阵围攻 空气恨死龙城 揭露囚子堂的事情 他想活捉吴楚楚三人 然后当着龙城的面淫乳 妖女受死 空气大喝 吴湘芸慌忙回身交战 燕灵刀和九夕缠杖斗在一起 吴湘芸也不是对手 白婷婷大喊道 撤 不要恋战 吴楚楚三人 根本不是时乐 空气的对手 只是一交手 三人便败退逃跑 空气暗教可惜 但他没有追赶 而是继续带兵 在军营冲撞 杀了龙家军 杀 空气大声呐喊 但是他发现一个问题 不管是铁药子 步兵 还是僧兵 他们根本不和龙家军打仗 他们的目标是南边的河流 他们冲过龙家军的军营后 笔直往南边狂奔 站住 先杀龙家军 时乐大怒呐喊 出城找水喝只是借口 进攻龙家军才是目的 可是西夏的将士当真了 他们出来就是为了找水喝 龙家军迅速让出一条路 根本不和西夏士兵打仗 两边一接触便分开 时乐和空气感觉情况不对 龙家军不应该这么脆弱 居然一触即溃 王上 会不会有埋伏 空气和尚警觉的四顾张望 时乐却不相信 龙城能猜到自己会突袭 不可能 龙城恩以为我们不敢出战 所以没有防备 立即阁止住士兵 我们趁机进攻龙家军 杀他一个措手不及 时乐想趁着大好形势反杀一波 但空气为难地说道 王上 将士们都往南边喝水去了 根本拦不住 城内的士兵还在往外跑 时乐和空气不得不往旁边挪一挪 原本时乐打算 只带十万士兵出城突袭 可现在城内士兵听说 出城有水喝 都往外涌 根本拦不住 时乐感觉局势失控了 空气和尚无奈地说道 不如让将士先喝饱 再集结起来反攻 时乐觉得不妥 焦急地说道 河流在十里外 来回便是二十里 等他们喝饱回来 龙承恩早就开始反攻了 国师 僧兵听你的号令 你先把僧兵集结起来 有多少算多少 现在南门已破 我们再破了东门 阳城的包围就算解开了 空气觉得也是 时间不等人 不能拖下去 好 空气立即拦下僧兵 命令他们立即跟着自己 往东门去 大部分僧兵愿意听令 但也有一部分 跟着大部队去找水喝了 最后 集结了六万多僧兵 纠集了十万多骑兵和步兵 两人立即带着兵马 往东门去 从南门绕到东门 距离并不远 时乐和空气带着兵马 杀到时 东门的军营一片静悄悄 南门的厮杀声很大 按理说 镇守东门的无剑 应该听到了动静 可是 这里的龙家军 居然没有反应 不好 中计了 时乐和空气 几乎同时说出这句话 回城 时乐转身想走的时候 军营里突然冲出一队人马 最前面的正是龙臣 身披青椒铠甲 手持铁枪 龙臣哈哈大笑道 时乐 等你多时了 时乐大惊 自己的突袭居然被预知了 消息是怎么走漏的 难道军中有人通敌 来不及多想 时乐和空气带着兵马 转身就往南门退去 没跑多远 无楚楚三人 带着南门的守军截住归路 大喊道 武王早料到你们会突袭 还不束手就擒 时乐大怒 见人敢耳 无楚楚三人修为不行 时乐想着 快速斩杀他们三个 然后退回阳城固守 无楚楚大怒 踢着坡刀来杀时乐 吴湘云和白婷婷一起围攻 空气和尚 立即提着九西缠杖来助阵 龙臣马快 已经追上了时乐 他将目标锁定在空气身上 无楚楚三人围攻时乐 虽然拿不下 但也不至于立即被杀 龙臣直扑空气 手中长枪 对着空气的后心扎过去 空气慌忙回身接战 长枪刺出 九西缠杖拦在身前 一击过后 空气感觉到一股距离 震得他气血翻滚 吼 空气爆出一阵佛门阵阴 强行用狂师诀化解力道 龙臣不管空气用什么功法 狂师诀龙臣也会 只是不用而已 龙臣和空气厮杀的时候 吴剑从人群中杀出 一起围攻时乐 九环大刀当当作响 四个人围攻一个 时乐虽然占据上风 却被杀得手忙脚乱 好汉价不过人多 时乐被弄得有些狼狈 将领交战的时候 龙家军已经杀入敌阵 两边的士兵在混战 这些士兵出来 本是为了喝口水 现在水没有喝到 有遇到龙家军埋伏 哪里有心思作战 杀 一阵怒吼 逆陵军骑马杀入阵中 西夏军队认得逆陵军的铠甲 吓得肝胆剧烈 镇国四一战 龙臣带领三百逆陵军 大战一万铁药子 逆陵军的恐怖记忆 深入骨髓 西夏将士望风披靡 空继见势不妙 大喊道 王上 撤吧 龙臣黑黑冷笑道 现在想撤退 是不是太晚了 铁枪猛地刺去 空继和尚暴怒 骂道 贫僧狂失觉大成 岂会拒你 空继和尚自信 就算杀不掉龙臣 也能从容撤退 这里没有人能留下他 所以 龙臣步步紧逼的时候 空继和尚顿时怒了 不再撤退逃跑 而是迎着龙臣杀过来 九夕蝉杖猛地砸下 龙臣举枪接了一击 蝉杖落下时 空继猛地怒吼一声 爆出一阵距离 这是狂失觉的奥秘 能在瞬间让力量暴增 碰 蝉杖猛地落下 震得龙臣手腕酸麻 不错 时乐终于教了你 真正的狂失觉 龙臣冷冷一笑 借着蝉杖的撞击力 长枪在腰间旋转一周 再次刺向空继 这一次龙臣也暗中 催动狂失觉 空继和尚不以为意 用蝉杖接下这一枪 枪间刺中的时候 一股难以抗拒的距离爆发 空继和尚被震得险些落马 你 空继和尚大惊失色 这感觉就是狂失觉的爆发力 他想不明白 为什么龙臣也会狂失觉 对啊 龙臣抓了石金香 石金香把狂失觉告诉了龙臣 只有这一个可能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石金香要把狂失觉告诉龙臣 这是西夏的死敌啊 空继想不明白 他也没时间多想 龙臣的长枪再次袭来 空继和尚拼尽全力抵抗 龙臣的长枪猛地一抖 突然化作五根长枪刺来 空继和尚吓了一跳 他分不清 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这是白鸟嘲讽觉的秘法 能变换出多个残影 而且每个残影都是真的 不管哪个残影刺中了 那个残影就是真的 这就是白鸟嘲讽觉的厉害之处 空继和尚大惊 慌忙后撤躲闪 五支枪同时袭来 空继大惊失色 慌忙举起九膝缠杖抵挡 暴震袭来 空继感觉腹部受到重击 低头看时 却见腹部被一枪捅穿了 龙臣的白鸟嘲讽 空继没能全部挡住 还是中了一枪 没等空继多想 长枪再次袭来 龙臣这一次出手明显不同 这一次是为了击杀自己 空继和尚本以为修炼了狂师诀 就能压制龙臣 没想到还是不行 石乐被吴剑 张倩四人团团围住 根本无法脱身 再这样脱下去 两人都要死在这里 空继果断舍弃了龙臣 转身杀向吴楚楚 此时 吴楚楚正在全力围攻石乐 吴剑的九环大刀 吴楚楚的坡刀 吴湘芸的燕灵刀 加上白婷婷的追影剑 刀光剑影下 石乐立定中间 手中大吉左至右处 能够压住四人的进攻 但也很狼狈 白婷婷剑拿不下石乐 手中追影剑 突然刺向石乐坐下战马 追影剑刺进了马屁股 战马发出一声痛苦的悲鸣 前蹄突然扬起 石乐差点被掀翻落马 剑人 石乐大怒 大吉劈向白婷婷 白婷婷知道 打不过 慌忙躲闪避开 吴楚楚连忙提刀 劈向石乐后背 让石乐没空追杀白婷婷 石乐无奈 只得转身应付吴楚楚 突然 空绩从身后杀来 吴湘芸大喊道 姐 小心 吴楚楚转身时 空绩的九膝缠杖捅过来 吴楚楚躲避不及 后背中了一下 碰 吴楚楚被打得从马上落下来 吴湘芸立即过来接应 空绩没有继续追杀吴楚楚 而是冲进场中 大喊道 王上 快撤 石乐本想杀一两个人泄愤 但看到空绩捂着流血的肚子 冲过来时 石乐知道情况不妙 龙晨从身后追来 空绩再次大喊 王上 撤吧 空绩受了重伤 腹部被捅穿 膝下的军队也被龙家军打得溃退 石乐见大势已去 怒吼一声 提着大吉往回跑 王上 往西走 空绩见石乐还想回阳城 立即劝他 舍弃阳城往西走 城内的士兵为了喝水跑了 再回城里就是死局 最好的选择 是趁此机会突围撤退 再收拢败兵 以图后举 石乐抬头看了一眼阳城 心中虽然不甘 但是没有办法 只能策马从南边往西奔逃 大人 石乐跑了 吴剑见石乐和空绩逃跑 立即要追杀 龙城拿起一张弓 手里 拈起三只剑 对着石乐的背影 连射三剑 羽剑飞去 空绩回头 见到龙城射剑 大喊道 冷剑 石乐吓了一跳 慌忙趴下躲避 羽剑一只从头顶掠过 一只擦着脱皮掠过 还有一只射中了屁股 好在身上的铠甲挡住了 否则石乐的屁股要开花 吴剑和张倩想追杀 龙城喊道 穷寇莫追 吴剑觉得可惜 大人 就这样让他们跑了 龙城说道 杀不掉的 两人修炼了狂师诀 我能重伤空绩 却没有把握 同时杀两个 立即将羽城的士兵抓起来 投降免死 顽抗者杀无赦 吴剑立即下令抓人 张倩带领军队从南门进入 羽城被攻占 南边十里外 一条盒子西北往东南蜿蜒 河里流淌着轻烈的河水 两边仗着茂密的草木 从羊城出来的骑兵 首先到达 铁药子连人带马冲进了河里 士兵从马背上扑下来 趴在河里捧起河水 贪婪地吞下去 水 老子要喝个饱 可死老子了 终于可以喝个够 士兵喝饱了水后 干脆整个人扑在水里 骑兵过后 是步兵和僧兵 陆陆续续都到了 西夏士兵沿着河流喝水 延绵树里 就在西夏士兵 痛饮河水的时候 龙家军骑兵突然冲过来 公骑兵和枪骑兵 见人就杀 独孤嘉丽带领公骑兵 沿着河岸射杀 张倩带着枪骑兵随后补刀 西夏士兵被杀得惨叫连天 缴械不杀 投降免死 龙家军一边杀一边喊 西夏士兵渴了几天 现在喝饱水以后 身体根本不想动弹 更别说打仗了 纷纷跪在地上投降 很快 来喝水的西夏士兵 投降的投降 被杀的被杀 也有不少趁乱逃跑的 张倩下令将俘虏收押 所有人绑住双手 再用绳子连成一串 全部押回军营 等张倩和独孤嘉丽 回到营地的时候 杨成的旗帜 已经换成了龙家军的大旗 杨成攻破了 独孤嘉丽高兴地说道 押着俘虏进了杨成 里面的百姓 纷纷探头出来观望 之前西夏军队还私闯民宅 从老百姓手里抢东西 龙臣的军令很严 龙家军从不截掠 所以龙家军进城以后 城内反而变得更加安宁了 到了太守府 独孤嘉丽和张倩走进去 吴建正在吩咐 如何处置俘虏的事情 大人呢 张倩没看到龙臣 感觉有些奇怪 吴建说道 楚楚刚才受伤了 大人再给他疗伤呢 听说龙臣 再给吴楚楚疗伤 独孤嘉丽忍不住问道 真疗伤还是假疗伤 龙臣经常以疗伤的名义 占便宜 所以独孤嘉丽这样问 吴建认真的说道 真的 刚才混战时 楚楚被空气打得落马 伤得不轻 张倩惊讶道 怎么会这样 自从跟着龙臣 从来没有人受到这么重的伤 我去看看 独孤嘉丽和张倩 一起往后院房间走去 进了后院 见到吴湘云和白婷婷 站在门口 楚楚怎么样 张倩担忧地问道 吴湘云担忧地看向屋内 说道 不知道呢 夫君正在替姐姐疗伤呢 他们不好进去 只能在外头等着 房间里 吴楚楚解开铠甲 慢慢趴在床上 龙臣解开内衬 小心地拉开腰间的衣服 后背左侧 有一圈明显的血瘀 黎命门穴很近 好在没有打中脊柱 不然就危险了 龙臣庆幸空气打偏了 如果打中脊柱 可能会瘫痪 龙臣轻轻用手指按压 问道 疼不疼 吴楚楚双手抓着枕头 微微皱眉道 疼 这个死兔驴的缠障厉害 龙臣看了伤势 说道 你吃一粒丹药 我给你针酒 把瘀血放出来 再服药治疗 应该可以痊愈 龙臣可不想吴楚楚 留下任何后遗症 她是龙臣的女人 以后还要生几个小猴子呢 拿出一粒丹药 喂给吴楚楚 龙臣又拿出一包金针 用烈酒给金针仔细消毒 龙臣开始仔细对着穴位扎针 脸上有痛苦之色 忍一下 我要放淤血出来 有点疼 龙臣尽量下手轻一点 但还是很疼 血从扎针的地方渗出来 都是黑血 吴楚楚趴在床上 双手抓着枕头 鼻子里有微微的身影声 扎针完成 龙臣倒出药膏 在手掌搓热 然后轻轻涂抹在淤痕上 这几天 你就不要下床了 好好养伤 空击着老秃驴 修炼了狂视觉 留下的伤可能会有后遗症 龙臣替吴楚楚 盖上一件薄薄的纱衣 拿来丝巾 擦去额头上的汗珠 吴楚楚有些丧气 说道 四个人围攻 居然还被偷袭 龙臣安慰道 不能这么说 时乐有王族密法狂视觉 他虽然不是帝尊 实力却很强 空击老兔驴更别说了 身为西夏的红衣佛王 他的修为本来就很高 加上修炼狂视觉 很难对付的 再说了 他当时偷袭 是我没有看住他 短短几天时间 清晰感觉到空气修为提升 龙臣不知道 时乐将狂视觉 最关键的部分传授了 还以为空气和上资质好 怎么能怪你呢 当时那么乱 他们要趁乱逃跑很容易的 这次攻下了阳城 时乐的五十万大军分崩离析 往后再想集结重兵 应该不可能了 后面的仗 应该会好打得多 虽然还未清点战果 但从目前来看 这次斩杀不多 但俘虏很多 时乐所有的精兵 几乎都在这里 经此一败 时乐恐怕再也无法恢复元气了 龙臣说道 恐怕未必 留下来的都是临时拼凑的 昭提寺的僧兵和铁药子 是西夏精锐 他们跑了很多 时乐士兵的人数少了 战斗力反而有可能提升 石浩然拿昭提寺定罪 如果时乐能安抚好空气和僧兵 西夏国内的混乱 可能会好一些 阳城包围战 时乐最大的问题在于人心不齐 否则龙臣区区二十万龙家军 怎么可能将时乐五十万大军围困 包围必须以优势兵力 不可能以少为多 龙臣利用了西夏军心不稳 时乐不敢出战的弱点 将五十万大军困在阳城 慢慢消耗士气体力 昨夜 时乐想利用士兵口渴缺水的问题 暂时让将士齐心 搞一波突袭 把龙家军包围圈击破 龙臣将计就计 下令南门守军 让开一条路 让西夏军队喝水去 这些军队本就不想打仗 出来就是为了找水喝 既然龙家军都让开了 他们还打什么仗 都跑去喝水了 时乐绝地反击的计划落空 反而被龙臣趁乱夺取了阳城 这次战役 全靠龙臣轨迹得胜 后面的仗 恐怕就是硬仗了 就算空忌答应 那些僧兵也不会答应 昭提四是他们的老巢 石浩然这样做 僧兵肯定会闹事的 无处处觉得 灭昭提四的事情 不可能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就算空忌固权大局 手下的僧兵 也不会老老实实接受 龙臣说道 那是他们的事情了 我们正好可以休整一下 再将西夏冬面的城池攻占下来 然后集结兵力往西 你好好休闲 这些天就躺着别动 无处处应了一声 龙臣收了金针 打开房门 就看到无处处四个人堵在门口 夫君 我姐没事吧 吴湘云很担心自己的姐姐 龙臣说道 问题不大 休息一段时间能恢复 吴湘云松了口气 骂道 那个死秃驴 下次见到 老娘一定宰了他 两姐妹感情好 姐姐被打伤 吴湘云很恼火 龙臣拍了拍吴湘云 说道 放心 下次我杀了他 吴湘云四人进屋看无处处 龙臣则到了前崖 吴剑正在想 如何安置西夏俘虏 韩子平三人的意见都不一样 大人 龙臣走过去 吴剑几人立即行礼拜见 这次抓了多少 吴剑回道 很多 差不多二十万 比我们龙家军的总数还要多 吴剑说这话的时候 并没有高兴的神色 反而显得很担忧 俘虏太多了 也是麻烦事 杀了吧 太残忍 留着吧 费粮食 还有一个大问题 俘虏比龙家军还多 万一他们造反 镇压起来很麻烦 龙臣也有些挠头 杀也不是 留也不是 总不能放他们回去吧 大人 怎么处置 吴剑实在想不出办法来 他等着龙臣吩咐怎么做 龙臣想了想 说道 暂时没有什么好法子 先把他们关押起来 看好了 谁敢闹事 杀无赦 俘虏人数太多 龙臣也想不出好办法 只能暂时搁置 门外 一个士兵进来禀报 大人 门外 有一个妇人求见 他自称是太守夫人 吴剑抬头看着龙臣 脸色略微诧异 太守夫人 那就是赵伦的妻子 她有何事 吴剑警觉地问道 赵伦是龙臣找万金楼的人刺杀的 这个太守夫人和龙臣是仇敌 他不说 但他指明道姓要见五王 士兵问了 但太守夫人不说 大人 我觉得不见为好 吴剑担心这夫人伺机行刺 虽说龙臣修为高 但做事还要谨慎为妙 龙臣想了想 说道 无妨 一个妇人 能对我怎么样 让她到课堂见我 士兵得令 立即出去传令 吴剑说道 我带弟兄们在门外护卫 龙臣笑道 老欧 你过分谨慎了 现在试问 天底下有几个人能杀我 龙臣现在的修为很高 虽不是无敌 但也差不多了 刺杀龙臣 几乎不可能了 吴剑无奈地点头 说道 那好吧 大人小心点 龙臣独自往课堂走去 吴剑继续商议军务 走到课堂坐下 不多时 便看到两个披麻带笑的女子走进来 走在前面的妇人 约莫三十五岁 身后的女子约莫十八岁 士兵领着女子进门 拜道 大人 太守夫人到了 龙臣挥挥手 士兵退出客房 顺手把门关了 太守夫人穿着麻衣 脸很圆润 一双信眼 低眉顺目地走进来 对着龙臣深深一拜 奴家赵凡氏 拜见武王 太守夫人本姓凡氏 因为嫁给了赵伦 从夫姓 所以自称赵凡氏 这个凡氏 长得朱圆玉润 说不上多漂亮 但是长相很正 一看就是贤妻良母 夫人免礼 龙臣淡淡应了一句 目光看向身后的女子 这个女子鹅蛋脸 桃花眼 小嘴 鼻梁不高 看起来很温柔 目光却有一股坚毅的感觉 这是小女赵英 小英 还不拜见武王 赵凡氏注意到龙臣的目光 立即转头让女儿拜见龙臣 赵英上前半步 拜道 小女子赵英 拜见武王 龙臣微微点头 说道 免礼 都做吧 本王不喜欢多礼 赵凡氏败道 谢武王 两人大大方方在左侧坐下来 这个太守府原本是赵伦的 赵凡氏和赵英一直住在这里 所以没有什么好拘束 两人样子落落大方 龙臣心中暗暗赞叹 大户人家就是不一样 换作其他人 见到龙臣要被吓得腿打抖 在膝下 龙臣的名声可不好 什么杀人如麻 好色诚信都是他的标签 这两个女子单独进来 居然丝毫不惧怕 不知道夫人今日找本王所谓何事 龙臣开门见山 直接问他们来干嘛 是要找自己报仇 还是为了其他事情 赵凡氏起身 对着龙臣拜道 龙臣不敢隐瞒 此来有求于武王 龙臣心中觉得奇怪 赵凡氏有求于自己 求自己干嘛 再杀他老公一次 不知夫人所求何事 赵凡氏对着龙臣深深一拜 说道 请求武王收小女为将 此言一出 龙臣愣住了 收赵英为将 意思是 赵凡氏想让他女儿赵英 投奔龙臣 这也太搞笑了吧 龙臣刺杀了赵伦 赵凡氏居然要把女儿 送入龙臣麾下 这不是认贼做妇 这不合适吧 龙臣一时间 不知该如何回答 杀了赵凡 又收他的女儿 这样做太不厚道 之前 赵凡身为西夏扬城太守 是敌人 龙臣派人刺杀 合情合理 但杀了赵凡以后 再收他的女儿 这就过分了 龙臣不是那种 毫无底线的人 战场厮杀归战场厮杀 道德底线不能突破 本王是大周武王 夫人是西夏太守遗双 您让令爱本王的部将 实在不合适 本王和赵太守虽是敌人 但本王一直很敬佩 赵太守如今殉国 是西夏的忠臣 夫人如果让令爱 投奔本王 赵太守一世清明就毁了 龙臣言辞恳切 处处为赵凡氏着想 这话说的确实没错 如果赵因投奔龙臣 赵伦就成了叛徒 为国殉忠的名声就没了 提到这个事情 赵凡氏忍不住落下泪来 哭诉道 武王明鉴 王夫精忠卫国 最后却被奸臣害死 奴家顾不得什么朝廷 只要为王夫报仇 这话听得龙臣愕然无语 赵伦被奸臣害死 什么鬼 明明是龙臣找万金楼下手的 怎么成了奸臣所为 夫人的意思 赵太守不是 我就说嘛 赵太守正直壮年 怎么突然就暴毙了 是哪个奸臣所为 龙臣很想知道 赵凡氏把这笔账 算在谁的头上 赵凡氏语气悲愤地说道 书密使卢其昌 龙臣愕然 原来赵凡氏把账 算在了卢其昌头上 卢其昌是书密使 与赵太守有过节 龙臣想不明白 为什么赵凡氏会怀疑卢其昌 赵凡氏说道 当日 王上任命王夫为太尉 卢其昌身为书密使 自然不愿意被分了兵权 就派人毒杀我夫君 事后 奴家听闻他在家里饮酒庆贺 罪行昭昭 王上时乐却不处置 还说王夫是武王所杀 龙臣心中暗道 时乐猜得挺准啊 那卢其昌是卢王后的亲兄弟 时乐肯定向着卢其昌 这个事情没办法 龙臣说了一句 赵凡氏擦了擦眼泪 愤然道 正是如此 昏君不公 奴家不能让王夫惨死 所以想让小女跟随将军打仗 灭掉这腐朽的膝下 龙臣有点佩服赵凡氏了 一个女人能有如此胆识 不过 龙臣还是不能答应 夫人的心情我理解 但行军打仗凶险无比 本王见一夫人带着家小一居大舟 膝下还要打仗 南梁本王也会灭掉 唯有大舟安宁无战事 龙臣见他们母女二人可怜 真心希望他们不要再卷入战争 赵凡起身说道 我练过武艺 会打仗 赵凡年少 身上有阴气 也有志气 说话的时候 看起来桀骜不逊 不许无礼 坐下 赵凡氏连忙训斥 龙臣笑了笑 说道 无妨 童言无计 赵凡听龙臣说 他是小孩子 心里很不乐意 在古代 十八岁绝非孩童 大部分已经嫁人生子 武王莫非以为我 武艺不行 若是武王担心我武艺不行 大可鄙视一下 赵凡的话 把龙臣逗乐了 一个小屁孩子 也敢说鄙视 赵凡氏大惊失色 慌忙败道 小女无知 武王恕罪 赵凡不懂事 赵凡氏却知道 龙臣有多厉害 时乐和空气都不是对手 票弃将军服勇一帮人都死在了龙臣手下 赵凡那点三脚猫功夫 怎么能和龙臣相提并论 龙臣笑道 胆气是有的 但你武艺太差了 上了战场就是送死 夫人放心 本王答应你 待本王攻破新庆城 一定将卢其昌的送给你祭奠赵太守 不管怎么说 龙臣都不愿意收留赵凡 杀其父而收其女 不亦言 赵凡是见龙臣坚决不同意 他也不好再坚持 多谢武王 王夫在的时候 在城内囤积了不少粮食 此事奴家未告之时乐 今日献给武王 那粮食就在后院的地下 主卧的床掀开就是 龙臣被这对母女搞得不好意思 杀了他老公 还把女儿送过来 又把赵伦留下的粮食送出 这真是爽得不好意思 这 多谢夫人 龙臣不知道该如何说 就说了句谢谢 赵凡是败道 只希望武王早日攻破新庆城 杀了那昏君奸臣 龙臣说道 夫人放心 本王一定手认识了 赵凡是败了一败 起身带着赵英出去 赵英不甘心 一直回头看龙臣 赵英一步三回头的样子 让龙臣有些心动 这么纯的小妮子 长得幼正 玩起来肯定不错 不过 龙臣毕竟是有底线的色鬼 这个念头很快打消 龙臣起身 送赵凡是出了大门 赵凡是败道 武王留步 龙臣行了一礼 夫人慢走 赵凡是带着赵英 离开了太守府 回城中的一座小院子 龙臣见母女二人走了 转身回到了正堂 吴剑笑嘻嘻走过来 问道 少将军 什么情况 四下无人 吴剑便改了称呼 龙臣皱眉道 吴说 你有点不正经啊 吴剑笑嘻嘻说道 少将军这话说的 你现在这样才正经 以前就知道练武打仗 公主往你身上贴 你都不要 以前的龙臣是个武痴 只喜欢带兵打仗 对女人不感兴趣 哪像现在的龙臣 见到美女 就想玩一把 吴剑觉得 现在的龙臣更真实 至于为什么性情大变 这点他并不觉得奇怪 经历过白狼山一战 吴剑的性格也变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 龙臣把刚才的事情说了 吴剑哑然是笑道 这口锅扣在了炉奇仓头上 龙臣无奈地说道 怎么说呢 当时互为仇敌 我杀了赵伦 现在看他妻女 又觉得可怜 吴剑摇头说道 邵将军不能太心善 如果我们战败了 赵伦恐怕 要将我们错骨扬灰 永远不要低估敌人的残忍 我不杀人 人就杀我 龙臣感叹道 我知道这个道理 就是看他们孤女寡女 挺可怜 吴剑又开始不正经 笑道 邵将军这么好心肠 收留他们就是 听说那凡是名门之后 姿色颇佳 龙臣笑骂道 吴叔过分了 我对淑女没兴趣 燕霜玉那样的郁姐 还可以接受 淑妇有点口味重了 吴剑黑黑剑笑不说话 龙臣问道 吴叔 是不是你看中了凡事 吴剑无奈地说道 邵将军 我是真太监 龙臣善善笑了笑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何君陶从外面走进来 吴剑立即停止了玩笑 怎么样 李家酒铺的人还在吗 龙臣坚定万金楼 在西夏的堂口 就是李家酒铺 所以派何君陶去看看 沈万金在不在 如果在 可以一起喝杯酒 沈万金最近比较大方 千斤使烟双玉送上床 昨晚又送信提醒 龙臣应该请他喝一杯 当然 沈万金这样做 也是为了他自己 何君陶摇头说道 伙计都还在 酒铺照常开张 但掌柜和其他人不在 其他人说的 自然是沈万金 龙臣笑道 他们应该追杀空气去了 不管他们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沈万金追杀空气 这是对龙臣有利 我们把后院的粮食搬出来 赵太守的遗产 我们不能浪费了 龙臣吩咐 吴剑立即找士兵 把粮食搬出来 龙臣则回房间 写战报 送回京师 此时 沈万金和黑风 担心三人正跟着西夏 溃败大军 往西后撤 早上 石乐和空继 带领大军从南门杀出 沈万金三人 就穿上了西夏士兵的铠甲 战斗和沈万金的预料一样 龙臣早有准备 故意放西夏 铁钥子过去 然后再扶兵截杀 西夏军队根本不想打 石乐兵败如山倒 带着残兵败将 往西逃窜 沈万金三人 趁机混入队伍 跟着一起往后撤 石乐一路狂奔 黄昏时分 终于到达了 最近的一座城池 关城 石乐人困马乏 空继合上更惨 腹部的伤口还在流血 嘴唇有点发白 坐在马上摇摇欲坠 国师 石乐担忧地喊了一声 空继用力睁开眼睛 手里的缰绳死死抓住 尽全力不让自己摔下去 国师 到关城了 石乐替空继拉住马江 旁边的僧人 立即扶住空继 空继虚弱地捂住腹部 弟子立即拿出一粒丹药 喂给空继 师父 吃点药 空继服下丹药 努力坐稳 骑兵大将沙文成跑马回来 喊道 王上 有敌军正在围攻关城 众人惊疑道 莫非龙家军先我们一步 不可能啊 龙成恩敢追这么快 杨成刚刚攻破 就敢围攻关城 众将士惊疑不定 石乐怒道 龙成恩敢追到这里 本王灭了他 随本王出战 石乐真的怒了 如果龙成真敢追到这里 他就和龙成决一死战 绝不后退 众将士跟着石乐往前冲 关城下 一杆军旗高高飘扬 上面绣着一个珠字 围攻关城的 正是征锡将军朱勇 朱锡提着刀跑过来 他现在是军中主部 将军 关城虽小 却很坚固 弟兄们伤亡很多 朱勇看着小小关城 心里有些郁闷 这两天 他收编了很多异军 军队扩充到了七万 也攻破了几座城池 今天本想打下关城 作为立足之地 可打了很久 仍然无法攻破 城内的将军很顽固 一直死守不投降 将军 朝廷大军到了 后继急匆匆策马过来禀报 朱勇经问道 朝廷大军 什么朝廷大军 后继说道 就是王上的大军 朱勇和手下将校文之色变 他们没想到 石乐会在这里 他们刚刚起义 心里对石乐朝廷 还是畏惧的 见众人惶恐不安 校尉薛平立即出来问道 确定是石乐大军 龙城给朱勇指派了两个校尉 一个骑兵校尉赵敬 一个步兵校尉薛平 后继回道 确定 薛平又问道 是圣兵还是败兵 这话说出来 所有人都看着后棋 后继想了想 说道 队伍杂乱 军棋不整 后继不敢说是圣兵还是败兵 他只把自己看到的说了出来 薛平大喜道 那就是败兵 武王攻破了阳城 石乐带着败兵逃跑到这里 这话说出来 众人士气大振 朱勇喜道 武王用兵如神 我们才离开几天 阳城就攻破了 其他将校大喜道 不过是败兵 不足巨艳 我等可趁此机会击破官军 杀了石乐 众人被喜悦冲昏了头 骑兵校尉赵敬说道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石乐在阳城吃了饼 必然找我们撒气 再说了 官城未破 我们如果和石乐交战 城内守军杀出 我们两面受敌 必败也 赵敬一番话 打消了朱勇狂妄的念头 薛平也说道 石乐在阳城吃了败仗 正要找人撒气 我们先撤退 我们深入腹地 只是为了牵制前线兵力 不该和石乐硬碰硬 朱勇思索再三 觉得赵敬和薛平 说的有道理 走 撤退 朱勇当机立断 即刻带着兵马后撤 继续往西超略 石乐带着兵马 气势汹汹 冲到城下的时候 朱勇的兵马 已经一溜烟跑了 骑兵大将 沙文辰说道 王上 这些都是叛国投敌的乱民 末将请求追杀 石乐冷冷说道 追杀 有本事 去把龙承恩杀了 沙文辰吃了一嘴泥巴 不敢再多说 官城守将萧良 即刻开城迎接 末将萧良 拜见王上 石乐见萧良 守住了官城 高兴地抚慰道 萧将决 辛苦了 官城守军不过数千 你能守住城池很不容易 萧良拜道 为将者 守徒有责 此乃分内之事 不敢说有功 石乐微微点头道 好 进城吧 石乐转身扶着空气 河上往里走 铁药子和僧兵 跟在后面 一起往里走 萧良看着重伤的空气 还有后面 无精打采的西夏将士 心中已经猜到杨城破了 杨城被围困的消息 传遍了西夏 萧良所在城池不远 他自然知道 萧良也想过增援杨城 但理智告诉他 官城的几千兵马 不顶什么用 守住官城 给石乐一个稳定的后方 更有用 萧良便在官城死守 如今 石乐在杨城大败而归 官城果然起作用了 败兵缓缓入城 萧良就这么看着 突然 萧良看到三个低头 往里走的士兵 这三人看起来身上带伤 但走路的速度却不慢 士兵太多了 萧良也只是看了一眼 便跟着往里走 并未太在意 这三人正是沈万金 黑风和甘心假扮的 三人穿着膝下士兵的一甲 跟着大部队往里混 沈万金一直远远地看着空气 一路上都在寻求机会 但石乐一直在旁边 沈万金不敢轻举妄动 进了官城 士兵陆陆续续找地方歇息 萧良拿出城里的两米 又分了干净的水 士兵躺在城内歇息 战马也累了 沈万金三人 故意和其他人离得远一些 挨着城墙坐下来 楼主 空气进了将军府 我们更加难下手了 黑风有些失望 按理说 在路上动手最合适 可惜石乐一直护着空气 没有找到合适的下手机会 沈万金却摇头说道 不 到了这里 机会更好 路上的时候 石乐担心空气身体扛不住 所以看得紧 进了官城后 他们会松懈 我们的机会更大 甘心同意沈万金的观点 说道 灯下黑才是真的黑 进了将军府以后 石乐就不会一直守着了 沈万金微微汗手 几个士兵抬着一筐饼子过来 拿起三个丢给沈万金 兄弟看着面身啊 你们是谁的兵 分饼的士兵 看沈万金三人陌生 随口问了一句 沈万金说道 我们刚刚参军不久 和兄弟们不太熟 分饼的士兵 也没有真的在意 问了一句就走了 沈万金啃着面饼 慢慢观察官城的守备 等天色慢慢黑下来 沈万金三人 悄悄往将军府移动 到了后院 三人悄悄越过城墙 进入了将军府 几个僧兵守在一个房间外头 几个军医进进出出 时不时泼出一盆血水 一直忙活到很晚 军医才从房间里出来 对门口的僧兵吩咐了一阵 然后斜跨着药箱出了院子 人走后 院子里安静下来 僧兵也乏了 就在门口靠着柱子睡觉 甘心悄悄走过去 嘴里喷出一口烟 守门的僧兵慢慢倒下 沈万金和黑风慢慢跟上 到了房间外头 里面很安静 黑风轻轻推开房门 就看到空气和尚光着帮着 腹部缠着纱布 血水染红了纱布 空气和尚正在昏睡 龙尘白鸟嘲讽 枪法诡异 一次能使出五枪 空气被刺中了一枪 腹部受伤很重 因为失血和逃亡 空气的身体非常虚弱 军医治疗后 空气便开始昏睡 悄悄走到床前 甘心小心地对着空气 慢慢吐出一口烟气 灯光下 沈万金能清晰地看到 空气把烟雾吸入了鼻子 过了一会儿 甘心微微点头道 黑风和沈万金一起出手 把空气的两只手绑起来 又把脚给绑了 两人扛起空气盒上 慢慢出了门 到了城墙边上 黑风将空气盒上背在身上 三人移越过了院墙 然后慢慢摸向城墙 关城晚上高度警戒 哨兵死死盯着四周 警防龙家军偷袭 沈万金等了一会儿 终于等到一个机会 三人带着空气飞出了城墙 迅速消失在黑夜里 跑出关城几十里 甘心带路进了一家客栈 走进去时 客栈的掌柜立即出来迎接 属下拜见堂主 掌柜恭敬的行礼 甘心却没有理会 立即说道 一间干净的房子 任何人不得靠近 掌柜的说道 后院有个地下密室 甘心微微欢喜 说道带路 掌柜亲自带路 到了客栈后院 见到一座茅草棚 掌柜推开茅草棚 然后从床底下 拉开一块木板 就看到一个密道往下 甘心拿着油灯走在前面 黑风在中间 沈万金跟在身后 到了地下密室 黑风小心地 把空气盒上放在床上躺好 又拿来很粗的铁链子 把空气盒上绑住手脚 你们出去吧 没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靠近 一切装备停荡 沈万金迫不及待地 要从空气嘴里 敲开关于狂诗觉的秘密 但狂诗觉是绝密 沈万金不想第二个人知道 甘心和黑风 乖乖退出密室 又将上面的木板 重新封住 黑风留在茅草棚里不走 甘心问道 你不去歇息一下 黑风摇头说道 楼主在底下 我要护卫 甘堂主自去吧 甘心拿出汗烟杆子 说道 我去歇息一下 累死我了 甘心勾着腰转身离开 手里的汗烟杆子 冒出白色的烟气 飞风见甘心离开了 自己便坐在床上休息 甘心到了客栈前面 掌柜立即迎上来 甘心使个眼色 掌柜立即说道 堂主到这边休息 甘心熄灭了汗烟 到了一楼的一间客房 进了客房 掌柜指了指床底下 甘心点点头 掌柜就出去了 甘心进了房间 掌柜关好门 又挂上一把生锈的铜锁 看起来这就是一间很久不用的杂物房 甘心收起汗烟杆子 移开床底的东西 拉开一块木板 一条幽暗的地道 延伸到后院 甘心脱了鞋子 慢慢沿着地道往西走 地道很小 里面完全是黑的 根本看不见 甘心不敢点火照明 两只手在洞里摸黑前进 终于 地道走到尽头 正是后院茅草棚的地下密室 甘心收敛气息 慢慢蹲在地上 耳朵贴在墙上 听隔壁密室的动静 密室里 沈万金等着空继醒来 过了很久 空继才慢慢醒来 睁开眼 空继看到一盏油灯如豆 勉强照亮周围的冰冷的石壁 连针 空继迷迷糊糊中喊了一声 连针是他弟子的名字 空继大师醒了 空继没有听到弟子的回应 只听到一道阴冷的声音 空继合上一个机灵 顿时清醒了许多 白天的战斗失血 再加上长途跋涉 空继合上的身体很虚弱 但周围的环境 和刚才阴冷的声音 还是让他清醒过来 空继想爬起来 却发现手脚被铁链拴住 腹部的剧痛 也让他不得不躺下 大师身体还没好 不要乱动 沈万金笑呵呵走过去 空继终于看清楚了 你是何人 绑我坐肾 空继合上心中震惊 自己虽然受伤了 但刚才还在关城 周围还有二十多万大军 石乐也在城中 这样严密的守卫之下 自己居然被绑架了 此人的手段必定高明 这次遇到厉害的了 沈万金笑呵呵站在不远处 说道 某人万金楼楼主沈万金 空继合上被铁链拴住了手脚 已经是砧板上的鱼肉 沈万金有恃无恐 大大方方爆出了名号 若在平常 沈万金别说爆出自己的名号 连对外的面容都要化妆 从不以真面目示人 沈万金 空继合上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男子 他不明白 为什么万金楼要绑架自己 龙承恩给了你多少钱 平僧出双倍 十倍都可以 在空继的印象中 万金楼就是一个刺客组织 收钱杀人而已 之前早有传闻 说万金楼和龙承勾结起来 对付天下会 现在东周京市的聚金堂 其实就是万金楼 所以他认定是龙承出钱 只使万金楼绑架自己 既然万金楼收钱办事 那就多出钱保自己平安 沈万金呵呵笑道 本座与龙承恩确实有些交易 不过这次与他无干 是本座要绑架你 空继合上脑海中闪过无数念头 却想不明白 问道 平僧与万金楼从无过节 楼主为何要绑我 沈万金呵呵笑道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空继合上突然懂了 呵呵笑道 原来楼主看中了平僧的狂师诀 自己身上最值钱的 就是西夏王族秘法狂师诀 沈万金说怀必其罪 那当然就是狂师诀了 大师果然聪慧过人 既然知道了 本座问一句 大师是乖乖说出来呢 还是要吃些苦头 沈万金从身上拿出一包东西 里面有剃刀 钩子 小锯子都会写挖人皮肉的刑具 空继合上 冷冷扫了一眼刑具包 闭上眼睛说道 平僧的样子你也看到了 现在没法教你 带平僧养好伤再说 当然 如果楼主没有耐心 那就杀了吧 既然沈万金有求于自己 空继暂时就是安全的 手脚都被粗铁链绑住 跑也跑不掉 索性就不跑了 沈万金并不意外 他杀的人多 折磨的人也多 什么都见过 空继这样子也在情理之中 好 本座会给大师治好伤 不过 大师总不能躺着 什么都不说吧 沈万金当然不会乖乖 等着空继养好身子 再问狂师诀秘法 他要先知道一些 空继冷冷笑道 平僧现在告诉你 你敢信吗 沈万金笑了笑 说道 敢不敢是本座的事情 说不说就是大师的诚意了 空继没有睁眼 而是继续躺着 过了一会儿 空继说道 好 我先给你一些 空继立即说了几句 狂师诀修炼的秘法 沈万金立即记下 好 本座先试试 大师安心在这里养病 汤药饭是一概不少 沈万金倒了一碗水 放在床边的桌子上 自己爬着梯子出了密室 顶开木板 沈万金回到茅草棚 黑风正在警戒 欧主 你在外面守着 不要让任何人接近 黑风立即出门 在外面守着 沈万金关了门 迫不及待地开始修炼 密室隔壁 甘心慢慢抹黑网回爬 他刚才也听到了 甘心爬回房间 也立即开始修炼 阳城 龙晨写好了战报 小心装入竹筒 又拿来风泥和印章 仔细封好后 龙晨交给何君陶 连夜发网金尸 从房间里出来 龙晨走进后院 进了房间 吴湘云正在给吴楚楚 山风吹凉 龙晨坐下来 接过扇子 说道 这里没有兵 太热了 如果在武王府 这时候肯定有兵降温 西夏本就这样 没办法的 你问下太守府的人 有没有消失 如果有就拿过来 太守府里的仆役 很多没跑掉 龙晨让他们照常做事 也不为难他们 吴湘云问道 你要消失做什么 龙晨说道 拿过来你就知道了 很快 吴湘云提着一桶消失进来 夫君 消失找到了 然后呢 刚好太守府有消失 吴湘云就拿过来了 但他不知道 这东西有什么用 龙晨说道 再打两桶水过来 要干净的 再找一个铜壶 也要干净的 吴湘云又立即出去打水 很快 两个粗壮的女仆 提着两桶水进来 还有一个铜壶 你们出去吧 两个奴仆出了房间 龙晨把水倒进铜壶里 然后放入水桶中 再加入消失 铜里的水快速降温 铜壶里水 甚至开始凝结成冰精 吴湘云惊问道 夫君 怎么会有冰啊 龙晨笑道 因为你夫君会法术啊 吴湘云眼睁睁看着 铜壶里凝结出冰 感觉真的跟法术一样 拿碗过来 吴湘云立即拿来碗 龙晨倒了一碗冰水出来 给你姐喝下酱酱暑气 吴湘云立即端给吴湘云 龙晨又给吴湘云倒了一碗 自己也倒了一碗 吴湘云看着碗里的冰精 惊问道 夫君 你怎么做到的 龙晨指了指消食 说道 你们不是看到了 吴楚楚诧一道 就这样 龙晨喝了一碗冰水 顿感浑身舒坦 对 就这样 吴湘云说道 姐 先喝了吧 等会儿说 吴楚楚喝一碗冰水 感觉暑气顿消 吴湘云也美美地喝了一碗冰水 龙晨在房间里制冰结束的时候 赵伦的女儿赵英正在房间里发愁 房间里 赵英坐在案前 脸上满是不甘的失落 墙上挂着一把利剑 架子上放着一杆长枪 还有一副红色鱼鳞甲挂在架子上 赵英从小喜欢武刀弄枪 不喜欢做女工 太守赵伦 只有一个女儿 所以非常溺爱这个女儿 便请了武师传授武艺 赵英在武艺上有些天赋 学得有模有样 上次石勒出兵时 赵英几次跟赵伦说 自己想随军出征 赵伦知道龙晨厉害 不让女儿上战场 为了这个事情 赵英和赵伦吵过几次 但赵伦始终不允 后来 石金香带着猎狼军到了扬城 赵英更是躁动 穿上铠甲就要去找石金香 赵伦立即将他拦住 把他锁在房间里 赵英气得寻死密活 恨不得和赵伦断绝妇女关系 赵伦此人从寒威之身 做到一城太守 凭借的是过人的眼光 连食乐和空气都对付不了的人 赵英过去就是找死 再后来 石金香带着猎狼军追杀龙晨 结果全军覆没 石金香被活捉 赵英从此不敢再提要 和龙晨打仗的事情 杀父之仇 不共戴天 赵英看着摇曳的火苗 双手捏成拳头 狠狠地砸在桌岸上 侍女翠儿见赵英愤怒 开口提醒道 小主 老爷在的时候吩咐过 您不能上战场 赵伦死前 特意吩咐翠儿 必须看好赵英 如果让赵英偷偷跑去打仗 翠儿会被凌迟处死 所以翠儿对这话印象特别深 赵英不悦道 父亲只说 不许和龙晨恩打仗 我现在又不是和龙晨恩为敌 我是要投靠他报仇 我现在的敌人是卢奇昌 是狗贼石了 父亲从未说过 不许跟着龙晨恩打仗 再说了 父亲总说龙晨恩厉害 我若投靠他 报仇血恨 值日可待 翠儿见赵英很激动 不敢多说什么 以前有赵伦在背后撑腰 现在赵伦死了 他若是惹恼了赵英 没有他好果子吃 只是 这个龙晨恩 为什么不肯收留我 赵英一心想投靠 但龙晨距他于千里之外 赵英非常苦恼 小主 您是西夏太守的女儿 她是大洲的武王 您投靠她 怪怪的 翠儿的想法和龙晨一样 也觉得身份不合适 赵英却说道 什么西夏太守的女儿 从父亲被卢其昌 堵死的那一刻起 我就和西夏决裂了 西夏是我的仇人 我要首任卢其昌 翠儿不敢再说什么 这样的话有点大逆不道 至少他 现在还这样认为 赵英心中很不甘 他想报仇 不管付出任何代价 龙晨恩不肯收留我 那我就自己拉起一支军队 自己打进王城 赵英一想天开 想自己组建一支军队 翠儿看赵英越说越离谱 忍不住说了一句 小主 我有个猜测 说了您别生气 赵英瞥了翠儿一眼 冷冷说道 吞吞吐吐吐干嘛呢 说 翠儿想了想 还是说了 他是不是 那个呀 所以不肯收留小主 翠儿的话 气得赵英勃然大怒 起身骂道 剑碧 你说什么 翠儿吓得慌忙跪在地上 磕头拜道 奴婢该死 奴婢乱说的 小主饶命 翠儿只是无心之言 赵英却被气得浑身发抖 要和龙晨睡觉 这怎么可以 赵英骂道 滚 翠儿爬出房门外 然后起身关了门 留赵英一人在房间里 翠儿吓得浑身冒冷汗 边走边嘀咕 我说这个干嘛呀 翠儿走后 赵英还在房间里生气 房门被敲响了 剑碧还赶来 赵英以为是翠儿又来了